很热啊 哥哥 你摸摸看 是不是很热 黄小龙打了个哆嗦 不是吧 上次飞雷发给我的那些视频里 有网络女主播 勾引滴滴司机的 还 还在车上啪啪 我该不会是遇到了吧 我 我的天 不可以啊 我还要去捡我的傲娇总裁飞烟呢 不能啊 哥哥 你热不热啊 周密呼吸急俗起来 竟然主动伸出 鲜鲜玉手 搭在了黄小龙的腿上 吐气如蓝 那少女的幽香 寻得黄小龙有点迷你 不过很快 黄小龙就发现 在周密的眉眼之间 除了那突然溢出的春情之外 还有一丝丝黑气 鬼气 黄小龙微微一惊 踩了一脚刹车 被鬼迷住了 黄小龙终于弄明白了 周密并不是在直播勾引司机 也不是突然发春了 而是被鬼迷了 可是黄小龙就在他身旁 他怎么可能无缘无故被鬼迷呢 黄小龙这辆车上 根本就没有脏东西 而且开车经过的地方 也没有利鬼啊 他怎么就莫名其妙地被鬼迷住了 黄小龙心头填满了惊奇 究竟是什么鬼 居然在鬼柴眼皮的底下 把人给迷住了呢 眼看周密 像只猫蜜一样 都快缠到黄小龙身上了 黄小龙也没想去占他便宜 他虽然是被鬼给迷住了 但重结不深 冲击量就相当于 一般红衣厉鬼的鬼遮掩 黄小龙随意念了一段咒语 只见周密没眼见的鬼迹 便是迅速地消弭掉了 那顿风情万种的毛子 在蒙了一下之后 迅速恢复了干净 澄澄的神采 啊 周密看了看黄小龙 又看了看自己 然后是一声高分贝的尖叫 下一秒 周密触电一般地缩了回去 红着脸整理着自己 那凌乱的衣襟 恨不得找条地方钻进去 别叫了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我非礼你 黄小龙笑了笑 玄机微微醋眉 他仍然是在思考那个 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周密究竟是怎么 被鬼给迷住的 好奇怪 刚刚 我黄黄糊糊 迷迷糊糊 这时 周密却也是能够 回忆起刚才发生的事 他又凶 又凶 又惊又急 可 可我从来没有这样过啊 帅哥 你别误会 我不是色情主播 刚才那个肯定不是我 我究竟是怎么了 你刚刚 被鬼迷住了 黄小龙 一脸认真的倒 然后 侧头仔仔细细 观察着周密 他身上 也没佩戴什么 招鬼的视频 一切都很正常 鬼 我被 我被鬼遮掩了 女孩子 都是怕鬼的 一听黄小龙的话 她不寒耳里 而且 越想 越相信 如果不是被鬼迷住了 她肯定 不会做出那种 放浪星海的事情 她可是 清纯女神啊 这辈子 第一次发春呢 不是出轨了 才怪呢 不过别害怕 我已经替你 把鬼迷驱散了 黄小龙淡然的 你现在回忆一下 刚才发生了什么 也就是说 你刚才 做了些什么 我没做什么呀 而且 我平时没得罪人 更没做过 亏心事 鬼 鬼不可能莫名其妙 找上我的 是不是找错人了 周密 唧哩呼噜的说道 那啥 帅哥 你是道士吗 刚才我听你 念了一段经 然后 我就清醒过来了 你很厉害呀 你刚才 什么都没做 黄小龙 愈发纳闷的 是啊 我就无聊玩了 一会儿手机 周密 一脸无辜的道 手机 黄小龙 心中微微一动 把你的手机 拿过来我看看 这 这样不好吧 手机是私人物品 再说 也 也涉及到我的隐私啊 周密 有点不情愿 黄小龙 二话不说 一把将他的手机 夺了过来 里外看了看 手机 并没有任何异常状况 只见 周密的手机屏幕上 还保留着一个 微信对话框 黄小龙 瞄了一眼 是和一个 倪称 叫做 滨海天才狂少的 家伙聊天 滨海天才狂少 发了一个 口令红包过来 周密 领取了红包 口令非常污 我想 和不认识的陌生男人 约批 我好骚啊 周密 倒是领取了 这个口令红包 里面钱不多 也就是二十块钱 哎呀 你这人真过分 周密 羞得满脸通红 一把将手机 夺了回去 弱弱的 看了看 黄小龙 我解释一下 刚刚实在是太无聊了 所以我就打开微信玩玩 然后 有个附近的人添加我 我呢 随手就加了 加完的 直接给我发了口令红包 我平时 抢红包习惯了 条件反射的 复制了口令 我真没看这个口令的内容 要不然 我不可能领这个红包的 好了 帅哥 我到了 我就在这下车吧 周密赶紧的 黄小龙一时间 也没有太多头绪 停下车 从随身翻腹包包里 取出一张护身符 递给周密 呐 这个是护身符 我亲自画的 你拿好 随身携带 不要再被鬼迷了 下一次 可没这么好运了 谢谢你了 帅哥 周密接过护身符 想了想便当 帅哥 我们加个微信好友吧 如果 再遇到 刚才那种邪门的事 我才好向你求助啊 说着 周密 还有些牛腻 这可是他第一次 主动问男人 索要微信号码 黄小龙 也没多想 可周密 互换微信号码 加了好友 周密吓声 黄小龙开着车 直奔 和崔飞烟约会的地方 该不会是那个口令红包有问题吧 因为口令的内容 是和陌生男人约炮 而周密刚刚的行为 的确是想和我来一发的样子 黄小龙皱眉 但他认真检查过手机 的确不存在任何问题 算了 暂时不管这个 等会儿 还要和我的 傲娇女总裁飞烟 好好来一番 呃 不 我好好的深入交流一番呢 黄小龙 整理了一下心情 很快 把车开到一个商区 停好车 悟行前往一家西餐厅 小龙 这边 崔飞烟似乎早就等候多时 一见黄小龙 便笑颜如花地挥着手 眼睛里面 阴韵出来一片柔情 今天的崔飞烟 显然是刻意装扮过的 穿了身玄黑的长裙 一头乌黑的长发 随意披在肩上 真是艳光四射 黑裙 雪肤 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 更是衬托出一种 异样的魅惑 而且 黑色长裙 更让他嫌冷 女神发十足 一般的男人 根本不敢靠近 只能远观 哈哈 飞烟 黄小龙 笑嘻嘻地跑了过去 你今天真漂亮啊 听黄小龙 夸自己漂亮 所以飞烟心头 甜死死的 自从上次 黄小龙在玩具店 大发神威 相遇要 拨他皮的腰道消灭 然后 一天之内 帮他赚了数亿 以及在四大家族 慈善拍卖晚宴上的 种种表现 已是让他 随飞烟对黄小龙 又是崇拜 又是爱慕 黄小龙 还进入过他的梦境 名不其时 就是他的梦中情人 白马王子 这段时间 黄小龙没有联系他 这让随飞烟 千长挂肚的 心里 就好像缺少了什么一样 他已然是明白 自己是彻彻底底 爱上了这个平时 嬉皮笑脸 没正经的男孩子的 爱得泥足深险 无药可救 嘿嘿 飞烟啊 我还以为 你要穿皮裤呢 黄小龙 猥琐地看着 随飞烟 随飞烟白了 黄小龙 千娇百媚了一眼 气 天气这么热 我干嘛穿皮裤啊 如果 如果你想看我穿皮裤 那 那等会儿去我家 我再穿给你看 好好好 黄小龙 兴高采烈 走吧 小龙 我订好了位子 随飞烟 焉然一笑 两人并肩 走入这家 极为高档的戏餐厅 刚一进门 一个白领打扮的女人 二十六七岁左右 样貌一般般般 看到随飞烟之后 毕恭毕敬地道 随总 您过来吃饭啊 嗯 随飞烟 淡淡地点了点头 气场食俗 两人进入定好的包间 随飞烟主动说道 刚刚那个 是我公司企划部的职员 哦 黄小龙点了点头 两人坐好 就有事者 走进包间服务 刚刚点完餐 忽然 只听包间外面的大厅 传来尖叫声 脚步奔跑声 嘈杂声 乱成一锅 怎么回事 随飞烟有些不满的醋没道 他今天好不容易约了喜欢的男人出来吃饭 享受一顿烛光晚餐 没想到这家西餐厅似乎出了事 尊敬的小姐 我 我也不知道啊 事者 一点无辜 飞烟 我出去叫叫 黄小龙站起身 就朝外面跑去 随飞烟连忙跟上 大厅里 只见一个白领女人 手中握着一把菜刀 疯狂地须披着 脸孔极尾地争鸣 歇斯蒂里地尖叫道 我要杀了你们 我要杀了你们 这发疯的女人不是别人 赫然 便是刚才和随飞烟 打招呼的那名公司职员 不是吧 丽丽这是 这是吃素药了 随飞烟惊害不已 她平时很正常一个人啊 距离和家事都很OK 也没有精神病史啊 黄小龙眉头 微微一跳 只见 在那白领女人的眉眼之间 阴韵着一团轨迹 被鬼迷住了 这情形 就好似 刚才在车上莫名其妙 被鬼迷的周密 进西餐厅的时候 黄小龙和白领女人 打了个照面 也没发现她有任何异常 更没有沾染脏东西 这才几分钟的时间 就被鬼迷了 而且 这西餐厅里 阳气很盛 风水也好 并没有鬼遂作怪啊 黄小龙越想 越是惊奇 随手取出一张符传 隔空扔了出去 不转贴在白领女人额头上 顿时就把她没眼见的鬼迹 给净化掉了 很快 白领女人就吓得尖叫了一声 将菜刀扔在地上 花容失色 满脸懵逼 我 我这是怎么了 我这是怎么了 好了 飞燕 你那支援没事了 黄小龙三两步走了上去 小龙 你等等我 随飞燕满腹狐疑地跟在后面 你刚才被鬼遮掩了 黄小龙开门见山地道 你做了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你在被鬼遮掩之前 做过什么 我也没做什么呀 白领女人哭丧着脸 崔总 我真不是故意的 刚才 我就好像被什么东西给迷住了 就好像 好像喝醉了一样 竟然 竟然鬼使神差地 去厨房 偷了这把刀 这绝不是我的本意呀 小龙都说了 你被鬼遮掩了 还是这方面的权威 随飞燕 神色冷却 你究竟做了什么 老老实实地告诉小龙 不要有任何隐瞒 否则 公司 或许不会需要一个 会发疯的职员 崔总 不要啊 白领女人 连连哀求道 我真没做什么 我就是无聊玩手机 其实 其实最近我 我心情很不好 我失恋了 所以今晚 我 我想用微信 加 加一个微友 然后 然后 看看能不能 能不能玩在一起 好嘛 这是想约炮了 然后呢 随飞燕 追问道 然后 恰好有个微友 主动加我 我 我就同意了 他一上来 就给我发了个口令红包 白领女人 哭诉道 那个微友的倪称 是不是叫做 滨海天才狂少啊 黄小龙心头一动 神色 也是变得有些严峻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 继续收听 滨海天才狂少 听到黄小龙这么问 白领女人 顿时 满脸惊骇 你 你怎么知道 呃 有问题啊 刚才在我车上 女主播周密 突然被鬼迷 在此之前 他也是在玩微信 然后 加了一个叫做 滨海天才狂少的家伙 现在 这个白领也是如此 世行 再怎么巧 也不可能巧到这种地步吧 他跟你 发的口令红包 是什么口令啊 黄小龙问他 口令 蛮奇怪的 白领女人回答道 口令是 我疯了 我要杀人 我太喜欢杀人了 啊 我刚才 白领女人 惊醒过来 他刚才的举动 不恰好 就是疯了吗 跑到厨房里 偷了把菜刀 要看人 这和 滨海天才狂少的口令 极为吻合 好奇怪啊 随飞烟在一旁 也是 压抑不已 把你的手机 给我瞧瞧 黄小龙伸手的 这个 白领女人 迟疑了一下 赶紧的 随飞烟 在一旁 撇清着脸 领导范十足 白领女人 勿敢忤逆 催飞烟 还是把手机 交给黄小龙 那啥 手机里面 有我的一些隐私 能不能不要看我的相册 和视频啊 放心 不该看的 我不会看 黄小龙 笑着接过手机 然后赶紧打开微信 直接就在最近联系人里 找到了 滨海天才狂少 点开他的头像 查看个人资料 但是 滨海天才狂少的头像 乃是一片漆黑 也无法查看他的朋友圈 他的个人简介 也是一片空白 黄小龙 用白领女人的微信号 给滨海天才狂少 发了条消息过去 但显示为对方 拒绝接受消息 他把你拉黑了 黄小龙有些无语 啊 白领女人 治了一下 然后自嘲一下 我还从来 没被微友拉黑过 这是第一次 小龙 怎么回事 随飞烟在旁问他 现在还不敢肯定 不过这个女称 叫做 滨海天才狂少的家伙 肯定有问题 而且 为人非常狡猾 谨慎 黄小龙 用白领女人的微信号 重新添加 滨海天才狂少为好友 但很快 那边就拒绝通过 我去 黄小龙怒骂了一声 然后把手机 还给了白领女人 那里不会有问题吧 随飞烟虽然眼里 但外冷内热 还是挺关心下属的 没关系 他只是被鬼遮掩 并不是鬼上身 不存在什么后遗症 黄小龙笑了笑 不过 还是送了一张护身符 给白领女人 记住 以后不要随意添加陌生人 还有 如果那个 滨海天才狂少 在家里 直接通知飞烟 他要是 与你出去见面 呃 除非 你先命长了 否则就不要出去 明白吗 嗯嗯 我懂了 白领女人 把头点成鸡灼米 飞烟 我们继续吃饭 黄小龙 拉着随飞烟 回到包间 关于这个 滨海天才狂少 黄小龙 已然是上了心 不过 暂时找不到什么线索 而且 并没有危及 黄小龙身边的人 所以 他倒不是特别重视 浪漫的烛光晚餐 二人世界 特别有意思 特别舒服 随飞烟 让适者开了一瓶 价值不菲的 法国红酒 两人对眼 黄小龙体质特异 酒精对他 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随飞烟 却双颊飞红 眼波荡漾 香醇微奇 一副 不胜酒力的 娇巧美态 看得黄小龙 全身躁热 恨不得 立刻将他 就地正式 小龙 随飞烟 含情默默地道 你知道我这一生 最幸运的事情 是什么吗 黄小龙 似笑飞下了道 是不是 继承了 催士集团 成为了 滨海所有男性 取之若鹜的 傲娇女总裁啊 这算什么呀 随飞烟 眼波如水 凝视着黄小龙 我最幸运的事情 是认识了你 俗话说 酒壮怂人胆 其实酒 也能壮女人的胆 这不 随飞烟 喝了点酒 实在控制不住 内心的情感 居然当面向黄小龙 表白了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黄小龙也不客气了 飞烟 你吃饱了吧 黄小龙两眼中闪烁着亢奋的火苗 嗯 好了 随飞烟声音都有些魅了 那我送你回家呗 黄小龙 蠢蠢欲动的道 随飞烟虽然是黄花大闺女 但哪有不懂的 她羞涩点头道 嗯 说完还主动伸出 先前欲手 黄小龙学了一盘真实 握着她的手将她扶了起来 二话不拙 搂着她的小蛮腰 离开西三厅 开车一路狂飙 来到了随飞烟住的小区 随飞烟在这个小区里 有好几套房子 别墅和电梯公寓都有 她领着黄小龙 来到一套电梯公寓里 这套房面积不大 但装潢极为温馨 整个客厅装修 以浅色调为主 鹅黄 米色和奶白分别是地板 墙壁和沙发的颜色 墙上几乎什么装饰都没有 只是挂了一个 无盖矿式的钟 整体看上去相当简约素养 一进屋刚关上门 黄小龙似乎是等不及了 直接抱住崔飞烟就吻 崔飞烟英宁了一下 然后就动情地 和自己深爱的男人吻了起来 这个吻极为漫长 从进门的玄关吻到了厨房 又从厨房吻到了沙发 这还是崔飞烟第一次和男人接吻 只觉得黄小龙身上特有的气息 熏得他飘飘欲醉 满脑子都是黄小龙的好 黄小龙的特别 黄小龙的英姿神文 此时此刻 崔飞烟只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女人 然而就在两人干柴烈火准备迫不及待展开下一步行动的时候 崔飞烟包里他的手机响起 黄小龙松开崔飞烟 有些扫兴了他 谁打电话 这关店时刻 小龙 别生气嘛 今晚 今晚有很多时间的 崔飞烟将傲娇女总裁的面具摘下了 变得温婉可爱 依偎在黄小龙怀中 从包里取出手机 小龙 不是有人打电话 是微信消息提示的声音 呦呦呦 飞烟 你也玩微信啊 有没有约过啊 黄小龙开玩笑的道 人家在没有呢 崔飞烟是撅着嘴道 微信里就一些亲人和朋友 还有你 崔飞烟一边说着 一边随意打开微信一看 有陌生人家我 去 直接拒绝 崔飞烟有些不信 像他这种 要貌和身份的女人 怎么可能通过附近 陌生人的添加呢 然而 小龙 崔飞烟忽然一致 颤声道 是是 是他 什么 黄小龙愣道 是 是那个昵称 叫做滨海天才狂少的家伙 要添加我为好友 崔飞烟当即立断 直接把手机递给黄小龙 小龙你看 滨海天才狂少 美女你好 能做个朋友吗 我给你发红包 来源 附近的人 通过验证 加入黑名单 投诉 我去 这个时候 黄小龙 却是怒火攻心 这杂碎 居然打主意 打到自己老婆头上来了 这还了得 连我的人都敢动 我不弄死你 黄小龙 两眼是凶光毕露 小龙 你好凶爱 崔飞烟 在旁边 看到黄小龙 竟然如此紧张的 在意的 他心里可甜了 就好像 灌了蜂蜜一样 不过 黄小龙 也并非凡人 怒火 一闪而逝 心静 很快就平复下来 将手机交还给崔飞烟 飞烟 通过验证 和他聊天 你放心 有我在你身边 啥事 也不会发生 我倒要看看 这家伙在我眼皮子底下 能够做出什么喜事来 小龙 我马上通过验证 然后和他聊天 尽量把他的所有底细 一无一世的套问出来 所以飞烟 极为乖巧听话的 接过手机 通过 滨海天才狂少的验证 把滨海天才狂少的验证 天家为好友之后 黄小龙和崔飞烟 坐在沙发上 黄小龙把崔飞烟 搂在怀里 两人一起 关注着手机 很快 滨海天才狂少 就发来消息 微女 你真漂亮 我看了你的朋友圈 白富美 女神 我的天 极品 太极品了 我好喜欢你 我都忍不住舔平了 晕死了 小龙 就这说话的口气 火多多 就是网上说的 那种屌丝吧 崔异飞烟 无语地摇了摇头 接下来呢 崔异飞烟 直接发了条语音消息过去 你是谁啊 你在什么地方 滨海天才狂少 并没有回答 崔异飞烟的问题 而是直接 发了一个口令红包过来 口令的内容是 我好寂寞 我真的好想要 我想要男人 我很骚的 我想要男人 去他的 看到这龌龊的口令内容 崔异飞烟 门脸韵怒之色 他堂堂一个 掌控数十亿集团公司的女总裁 万人迷的 冰山女神 哪见过这种无耻的 遭见人的口令内容呢 黄小龙观察了一下 听目前来说 崔异飞烟的手机 还是正常的 他和 滨海天才狂少的 微信聊天内容 也很干净 没有什么 邪气诡计 隔空传递过来 我个人分析 口令红包 应该就是问题的 关键所在 黄小龙目光一闪 飞烟 把这个口令红包 赢了 小龙 人家根本就不寂寞嘛 有你陪在身边 怎么可能寂寞 而且 人家也不 也不 也不骚啊 随飞烟 有点郁闷的道 飞烟 乖乖听话嘛 口令的内容 你就当 是对着我说的 不就行了 你在我面前骚 那是可爱 黄小龙 木 木狗 木狗狠狠地要我 好吗 随飞烟竟然说出这种极为漏骨 没凶 没臊的话来 当然了 这番话 估摸着真假参半嘛 但他的眉眼之间 的确黑气缭绕 那是诡计 也就是说 随飞烟已经被鬼遮掩了 甚至 也是迷魂 哦 原来在领取 口令红包的时候 就会触发诡计 以至于 被鬼遮掩 而口令的内容 基本上 就会操控 或命令 被鬼遮掩的人 黄小龙 恍然大悟 这的确是一门邪法 黄不胜黄啊 在随飞烟 亦乱情迷 就要主动 来解黄小龙衣服的时候 黄小龙 从随身翻布包包里 取出了一张符转 往他额头上 轻轻一拍 金光一闪 缠绕他的轨迹 顿时 荡然无损 哦 随飞烟 甩了甩头 醒过味来 旋即 面红过耳 捂着脸道 小龙 我没脸见你了 我怎么说出那种话来 云死 我 我 飞烟 没关系的 反正你只对我说 黄小龙 不以为意地叫了叫 然后 从沙发上 捡起碎飞烟 扔掉的手机 发了一个口令红包之后 滨海天才黄少 便按兵不动 点开滨海天才黄少的 个人资料 这回 他还没来得及 拉黑碎飞烟 或者是因为 碎飞烟 发到朋友圈里的照片 太过美艳高冷了吧 他舍不得立刻拉黑 因此 黄小龙 能够看到 滨海天才黄少的各种资料 以及朋友圈 这家伙的头像 是一个沙马特少年 大概 十七八岁的样子 头发染成了紫色 叼着一支烟 甚至 还竖着中指 随飞烟凑过来一看 造型很奇特啊 嗯 黄小龙 双瞳一缩 骤然 手气上 沙马特少年的头像变了 背景变成一片黑色 阴气沸腾 而他的脸孔 也变得苍白无比 双眼 如死鱼一般突出 眼睛里面 不断地渗出阴险 随小 也扯出了一抹 诡异 怨毒的冷笑 似乎是在仇视世人 仇视仪姐 原本 照片上 沙马特少年穿的是牛仔裤 和一件白色T恤 但在黄小龙的天眼中看来 他穿的是一套绿色长衣 这家伙不是人 是鬼 赤绳黄绿青蓝子 是绿衣立鬼 黄小龙冷笑了一下 绿衣立鬼通过手机 隔空放鬼气 迷惑人 造成鬼遮掩 让人做出各种 匪夷所思的事情 紧接着 黄小龙又看了看 沙马特的朋友圈 如果是以普通人的眼光看来 沙马特在朋友圈里晒的 都是名表 奢侈品 别墅 老斯莱斯幻影 还有他和一群 高挑美女的合影 但是 在黄小龙的天眼之中 名表是纸做的 别墅是纸房子 老斯莱斯幻影 也是纸扎的 那群 簇拥着他的宛如 模特般的美女 也全是 邪气森森的 纸扎人 诡异 然而 当黄小龙 要继续观看 他朋友圈的时候 突然 朋友圈里的 所有衣线 都消失了 随飞烟已经被 滨海天才狂少 给拉黑了 小龙 啥见过 随飞烟 紧张兮兮地问道 现在看来 应该是一只 绿衣厉鬼 拥有一种 奇怪的鬼术 这门鬼术 是通过微信的 口令红包 隔空触发 黄小龙 慢条思理得到 这只绿衣厉鬼 生前是一个 十七八岁的 沙马特少年 从他的朋友圈 看来分析 应该是一个屌丝 很羡慕 高富帅的生活 所以 死了变鬼之后 还不忘 把一些名车豪宅 名模的 炫富照片 小龙 口令红包 就能迷惑人 让人被鬼遮掩 这也太厉害了吧 这种鬼 简直就是防不胜防啊 随飞烟悍然的 要怎样 才能找到他呢 黄小龙 沉饮了一下 拿走自己的手机 给今天 邂逅的周密 挖了一条 语音消息过去 美女主播 今天你添加的 那个陌生人 冰海天才狂少 有没有拉黑你啊 不多时 周密 回了黄小龙一条 微信语音消息 没有啊 刚刚我和他聊天 他约我出去见面呢 这家伙太猥琐了 老直聊婚的 我今晚 会开一次直播 我去和他见面 然后 让直播间的观众们看看 这种猥琐男的嘴脸 嗯 我的粉丝 一定会喷死他的 他约你见面 黄小龙心中一动 莎莎 我在路上呢 快到了 师傅 麻烦您 停一下车 我到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 继续收听 一听周密 居然被 冰海天才狂少 给约出去了 黄小龙心里 邓氏咯噔了一下 那可是 绿意利鬼 而且估摸着 生前 修一时 是寓意不得志的 沙玛特 梦寐以求 要跪舔女神的那种 像周密这种 美女主播 若是被 冰海天才狂少 抓住 绝必 是遭到 非人的虐待啊 耶 想想 就有点神人啊 再说 冰海天才狂少 这都把主意 打到自己老婆 崔飞烟头上了 黄小龙肯定是要 灭掉他的 正愁没线索呢 当下 黄小龙也不耽误时间 直接给周密 发了条语音消息过去 赶紧把你的手机号码 发给我 还有 你在什么地方 拍个照给我 最重要的是 你站在原地别动 千万不要去 和冰海天才狂少见面 否则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不要以为 我在开玩笑 或许是因为 黄小龙的语气 太慎重了 又或者是潜意识离 对黄小龙还算信任 因此 周密很快就给黄小龙 发了几张自拍照过来 这几张照片 是周密各种角度 各种姿势的摆拍 小妮子古灵精怪的 比划着剪刀手 或者做出摸摸哒的动作 照片是现拍的 没有PS过 也没有做过任何的处理 黄小龙一看照片 只限在周密的山根处 蒙着一层黑气 这代表的就是恶兆 背景是一栋老屋 这屋子似乎是修建于上世纪 表面上看起来是挺古色古香的 但黄小龙用天眼一看 宁静优雅的古屋 竟然震腾起来一团团黑色的雾气 将明月都遮住了 屋前那如荫的绿草地上 诡异地出现了一座座 类似于坟堆的虚影 另外 在古屋的外墙表面 长满了爬山虎 这爬山虎是血红色的 就好像是鲜血浸泡过一般 典型的鬼宅 难道 这鬼宅就是滨海天才狂哨的巢学 黄小龙心头猜测 这时 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打了过来 黄小龙接听电话 正是周密打来的 帅哥 你找我有啥事呢 我正在户外直播呢 别担心 我练过女子防尘术 那个滨海天才狂哨 肯定不是我的对手 我看过他的照片和朋友圈 就一小屁孩 沙马特 我根本不怕他 周密笑嘻嘻地说道 黄小龙冷笑了一下 他约你在背后的鬼屋里见面吧 嗯 周密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在降临 帅哥 我目前在大安区 这栋谷屋很出名的 百年老屋了 平时蛮多人在这边取景拍婚纱照的 好了 我马上过来 搞清楚了周密所在的位置 黄小龙刻不容缓地道 记住 就在原地等我 绝对不要擅自进入谷屋 哦 帅哥 为什么感觉你很紧张呢 周密话还没说完 他的电话突然就断掉了 喂 喂 喂 黄小龙心里一搁腾 然后给周密回拨了一个电话过去 却是无法接通 飞烟 我现在要出去 黄小龙早就没有了依你的心情 站起来快速说道 小龙 那个滨海天才狂少竟然把人约出来 他 他这是要干嘛 随意飞烟也是怂然道 现在说不清楚 等我赶过去才知道 最坏的可能是一名年轻漂亮的女主播 有可能已经被他害了 黄小龙摇了摇头 不过无论如何 今晚我会灭掉那只 猥琐恶心的绿衣厉鬼 说完 黄小龙拔腿就朝屋外跑去 随飞烟跟上来叫道 小龙 你一定要小心啊 黄小龙下楼取了车 以最快的时速 开往位于大安区的古屋 在抵达目的地之后 黄小龙停车 打开车门 下来一看 古屋父亲竟然空无一人 根本不见周密的方宗建议 我聊了个去 可惜了 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要是被滨海天才狂少 给玩弄致死 那可是白瞎了呀 黄小龙心头 涌起了一阵惋惜之意 随意看了看那栋谷 只见他恰好 处在了几条道路交叉的中心位置 从风水学上讲 谷是犯了剪刀杀 说白了 此处是大厦之地 容易除凶血 除鬼碎 黄小龙三两步 跑向了谷 铁栅结构的院门 是敞开着的 黄小龙一步跨进去 里面是一个较大的院楼 院楼里 有一个鞦韆 还有一个葡萄架 上面 缠满了蟒蛇一般的葡萄藤 黑夜中看来 触目惊心 啊 帅哥 你真的来了 周密站在院落里 用手机手电筒 四下罩着 他看到黄小龙之后 一脸惊奇地倒 我也刚刚才进来 不过 每天那个滨海天才狂少 真是无趣 原来是个没单鬼 我看你胆子也太大了 能够活到现在 真是个奇迹 看到周密 安然无恙 黄小龙倒是松了口气 不过 他的山根处仍然笼罩着一层黑气 说明厄运未消 很明显 厄运是这栋鬼宅带给他的 不过他身上有黄小龙送的护身符 因此只要离开这里 就没有问题了 厉鬼也不会馋的 你的手机怎么回事啊 黄小龙猝没的 哦 我也不知道 或许是信号问题 刚才我给你打电话 打着打着就自动关机了 后来我重启手机 发现居然没信号了 害得我根本没办法直播 周密一脸无奈的道 对了 帅哥 那个滨海天才狂少 真的有问题 问题大了 实话实说吧 他可不是什么没单鬼 而是真正的厉鬼 黄小龙一脸认真的道 他把你骗过来 肯定是要先前后煞的 帅哥你可别吓我 周密一脸不相信的表情 就在这时 打着 老屋的大门骤然大开 里面黑漆漆一片 古屋附近的路灯 突然全灭 并发出嘶嘶嘶的电呼声 下一秒 那古屋敞开的大门 就好像一张恶魔的血焚大口 呼呼呼的凛冽阴气 喷了出来 直刮在黄小龙和周密的脸上 与之同时 一道道深寒 暴虐的冷意 从四面八方 包裹了过来 屋子里传来一把 好像硬缩料在玻璃上面 摩擦的恐怖声音 生人 擅闯我的领地 嘿嘿嘿 看来是不想活了 哎呦喂 我的妈呀 谁呀 是谁在说话 是人 还是 是 是鬼啊 饶着周密 但大包天 这时也被突如其来 不太友善的声音 吓得一哆嗦 飞快 抱住了黄小龙的胳膊 你就是那个沙马特青年 滨海天才狂少吗 黄小龙眼中杀气暴闪 别藏头露尾的 给老子出来 一道现行服扔了出来 自然之后 金光一闪 整个鼓 像是点了灯笼一样 亮了起来 在现行服之下 只见 黄小龙和周密所处的庭院中 隆隆而鸣 从地下冒出一个个的土坟包 这些坟包都在往外冒着线线 顿时 整个院落都充斥起来了 浓浓 橡鼻的血腥味 就好像黄小龙和周密 突然来到了一个坟底 呀 周密吓得尖叫了起来 就好像一只被踩到尾巴的猫 一下子 死死搂住黄小龙 恨不得 树栏一样挂在黄小龙身上 这动作都可以做成一个表情棒了 大哥 你身上还缺挂剑吗 那尺寸不小的山包 也是死死贴着黄小龙 蛮尴尬的 下一秒 四周的院墙都不见了 变成了浓浓的黑物 太恐怖了 完蛋了 这次完蛋了 周密无力地低隐着 脚躯瑟瑟发抖 不过呢 黄小龙脸上 却是浮显出了一抹 怪异的表情 难难倒 不对呀 这一切都只是鬼遮掩 虽然极为真实 但只能吓唬普通人 并没有实质的攻击性 殷海天才狂少 是一只绿衣厉鬼 按理说 手段应该更凶残一些 不应该这么弱小啊 就在这时 从古屋里面 终于飘出来一只厉鬼 是一只男鬼 只见他身穿成衣 整张面孔被烧浇糊 血肉模糊 脸上的肉 都像是一块块 烤肉拼凑起来的 恐怖至极 一对眼睛里面 充满了猜疑与凶狠 烧死鬼 黄小龙恶然 话说 你不是滨海天才狂少 你是道士 那烧死鬼 凶残的瞪着黄小龙 什么滨海 什么天才 什么狂少 老子不知道 不过既然你们闯进来了 就只有死路一条 哼 黄小龙算是搞清楚了 那个滨海天才狂少 太过狡猾了 星衣根本不会露面 只会隐藏在一个阴暗的角落 利用微信口令红包害人 他一定知道 大安区的这个古屋 就是个鬼斋 因此把周密骗了过来 准备借刀杀人 其实他明明可以亲自出面 炮制周密的 毕竟他是绿意厉鬼 能力强的 但他宁肯是借刀杀人 说明这只鬼的胆子不大 就在这时 烧死鬼一声跑响 就要朝着黄小龙扑上来 黄小龙不屑地笑了笑 身体一阵 全身金光爆发 宛如一身 五虎 一股无形有志的威压 直接逼向了烧死鬼 烧死鬼的鬼体 都差点被黄小龙的威压震得爆炸开来了 他的眼睛里迅速填满恐惧 呼通一下 就朝黄小龙跪了 好哭道 道长 不要灭我 不要灭我 我是一只可怜的烧死鬼而已 求您了 不要灭我呀 周密看到一只凶鬼 居然被身边这个少年吓尿了 跪地求饶 他顿时用一种崇拜的眼神 看着黄小龙 我看你身上怨气很重 应该你是害死的不少人 到了 本来今晚不是来灭你的 结果你偏偏撞到我枪口上 黄小龙随手抛出了一张灭邪符 灭邪符贴在烧死鬼额头之上 刹那自然 金光爆炸 青烟鸟鸟 烧死鬼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撕裂着 全身如打碎的瓷器一般 被撕裂出来了一道道的祸口 阴邪沸腾 整个鬼体都鲜血淋淋 惨不忍睹 你不得好死 烧死鬼满地打滚 伺候 不过很快就化为了一滩恶心的浓水 昏飞魄散 黄小龙念了一段咒语 古屋父亲的所有阴气和怨气 如阳光下的气泡一样 消散了 四周的土坟包和黑气也消失无踪 皎洁月光透射下来 四面八方响起重鸣声 生机鸟鸟 周密仍然像树篮一样挂在黄小龙身上 左看看右看看 可说你还不下来 你就这么喜欢抱着我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抱歉 抱歉啊 周密赶紧松开黄小龙 脸色微红 原来你的道法这么强啊 太厉害了 我发誓 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厉害的人 能不能给我签个名啊 对了 咱们合个影吧 我们走 黄小龙二话不说 转身就走 周密 屁颠屁颠地跟了上来 帅哥 你叫什么名字啊 现在 周密似乎对黄小龙非常好奇 黄小龙 黄小龙酷酷地回答道 啊 黄小龙大师 我跟你讲 如果你开个直播间 直播抓鬼的话 保证你一夜爆火 周密 眼貌金星 这个创意太棒了 目前国内还没有真正的灵异主播呢 黄小龙大师 要不 我们合作 我们弄个组合 就叫做抓鬼二人组 完美 完美 或者 我们冒充恋人 组合的名字叫做抓鬼夫妻 这噱头简直无敌了 够了 你闭嘴 黄小龙非常不耐烦地看着周密 我说你的话 咋就这么多呢 你能不能安静一点 哦 黄小龙大师 原来你喜欢女生文静一些啊 那好 我 我闭嘴 我闭嘴 周密 古灵精怪地转动着眼睛 大师 滨海天才狂上 也是厉鬼 你确定了 这家伙很难缠 黄小龙醋眉倒 他只需要躲得远远的 利用微信口令红包就能害人 而且 很难追踪他的位置 最关键的问题是 他的胆子太小了 不轻易露面 这就难办了 琢磨了一下 黄小龙微微点头 现在要搞清楚 滨海天才狂少生前的身份 只要把这个弄清楚了 基本上就能拿住他了 把你手机给我 黄小龙对周密的 OK 周密乖乖地拿出手机 双手递给黄小龙 黄小龙大师 你要打电话吗 已经有信号了 黄小龙接过手机 打开微信 点开 滨海天才狂少的个人资料 结果发现 他已经把周密给拉黑了 我去 黄小龙恨得压痒痒 黄小龙大师 你是不是要打的照片啊 别叹气 我事先存了几张 周密讨好的道 就在相册里 你看看 黄小龙眼睛一亮 联盟翻开周密的相册 果然 他保存了好几张 滨海天才狂少 那沙马特造型的照片 黄小龙将这几张照片 传到自己的微信上 然后把照片发给林静 并给林静 发了一条语音消息过去 静姐 这个人 你能查查底细吗 万分钟之后 林静回了黄小龙 一条微信语音消息 小龙啊 这些照片 你从哪找到的 这人一年前 就死掉了呀 文言 黄小龙精神一振 立马发语音消息 给林静 静姐 我想要他的详细资料 还有死因 生前的关系网 家庭住址 等等等等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看来 从林静那边 查出滨海天才狂少 生前的身份 还是靠谱呢 小龙啊 你有事才想到姐姐 没事就不大理解的 林静发来语音消息 这语气很有点忧怨嘛 黄小龙一听 心头就巴扭 虽然两人并没有确定男女朋友关系 可黄小龙当初是把林静的出文给夺了的 他早就把林静当成自己的未来老婆之一了 黄小龙大师 你女朋友吗 周密在旁边 笑嘻嘻的道 声音好好听哦 好成熟哦 原来 黄小龙大师 你喜欢 青熟女啊 呦呦呦呦 看不出来呢 黄小龙笑着 给林静 挖了条语音消息过去 静静 我这段时间就只稍微忙一点 可我每天都在想你呢 你放心吧 有空我就找你玩 不过就怕你到时候没空呢 林静回答 哼 小龙啊 你现在也学会哄人了 算了 姐没这么小气的 听林静的声音明显愉悦了很多 小龙 你这几张照片里的年轻小伙子 名叫邹诗荣 去年离世 唉 走的时候 也才十八岁 多好的一个年龄啊 夭折了 说起这小伙子 真是让人有些无语 他是个无业游民 无父无母 被一个孤老头收养 后来 孤老头过世了 他一个人浑浑噩噩地生活着 十三四岁 就因为偷窃 被劳教过 再后来嘛 就是伙同一伙 社会闲杂人士 干点偷鸡摸狗的事 直到十七岁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女孩子 这样她的命运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邹诗荣 应该是爱上这个女孩了 为了她 邹诗荣 改变了自己生活方式 她不再 偷鸡摸狗 而是 去到工厂 找了一份工作 后来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 女孩子和她 保持着一种 落即落离的关系 不确定关系 但老是伸手 问她要钱花 听到这里 周米在一旁 绝着嘴道 且 遇人不输 遇到一个绿茶 林静继续 发来微信语音消息 记得那一年 iPhone6s 刚出来那会儿 非常的火 女孩很喜欢 就问邹诗荣要 可邹诗荣 在工厂里打工 平时 又不断地接近女孩 一下子 哪里 能拿得出来那么多的钱呢 女孩逼得紧了 邹诗荣 就选择了一个极端的方法 去筹钱 她 把肾给卖了一个 当时卖了两万块 邹诗荣 认为被黑了 就找黑中介司 结果 被打了个半死 啊 网上说的 为了买iPhone6s 卖肾的 就是 就是滨海天才狂少啊 周密 惊骇地瞪大眼睛 林静说道 邹诗荣 就用这两万块钱 给那女孩 买了iPhone6s手机 iPad 自己 也没剩下几个钱 满心以为 女孩子 会感动 同意做她的女朋友 结果呢 唉 邹诗荣刺杀那天晚上 兴冲冲地 去女孩家楼下等她 结果看到女孩 挽着一个男生 回小区 邹诗荣 当场就发狂了 冲上去 找女孩理论 当初女孩 是说了一些过分的话 而且 她的男伴 直接报答了邹诗荣一顿 在卖身之后 邹诗荣 就瘦骨 临寻的 只有挨打的份 当晚 被打之后 邹诗荣气不过 就在女孩家的 小区里自杀了 一刀 把喉管切断了 当场死亡 刺杀前 他对着女孩家的 窗户大喊 说做鬼 也不会犯过女孩 林静把邹诗荣的悲剧 原原本本 告诉了黄小龙 听完 黄小龙无奈地 摇了摇头 唉 何必呢 天涯何处 无芳草 何必单念一只话 那女孩子 也太恶心了 简直就是垃圾 人渣 这种人 才最该死 周密在一旁 狠得咬牙切齿 不行 我准备花钱 过几个人 或者找几个男粉丝 暴打那女的一顿 活得硫酸 你还挺有正义感的吗 黄小龙 扫了周密一页 那当然 豆下直播的蜜姐 那是出了名的 古道热肠 锄枪扶弱 周密 自追 自擂地说道 事情很明白了 邹诗荣 也就是 滨海天才皇上 生前 是一个 绅士可怜的 沙玛特少年 感情受到欺骗 他去卖身 被人黑钱 还遭到暴打 心里一定 产生了极强的怨气 后来发现 被深爱的女孩子 欺骗了 彻头彻尾 被玩弄 还被女孩子的男伴 羞辱毒打 这样他的怨气 上升到了一个极点 这种怨气 可以想象 是很恐怖的 因此 在他自杀 变鬼之后 一定成厉鬼 而且是很凶很凶的厉鬼 黄笑龙点了点头 再加上 他鬼使神差 获得了利用 违信口令 红包害人的鬼术 利用此术 应该 也是害死过人 所以 怨气越来越强 最终 进化为 绿一厉鬼 当然了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他生前 太卑微了 太怯弱了 所以死后变鬼 胆子也不太大 习惯于 藏在暗处 伤人 害人 黄笑龙大师 既然 他在自杀前 扬言 要报复 那个绿茶表 也就是说 咱们只要盯住 那个绿茶表 就能找到他了 除非 他已经得手 把那绿茶表 给弄死了 周密欲速 极快地说道 咱们 黄笑龙一愣 对啊 黄笑龙大师 这件事 我肯定也有份啊 周密一挺胸 我最见不得 这种事了 黄笑龙大师 我陪你 一起去找 那个绿茶表吧 黄笑龙 没搭理周密 从临近那 问清楚了 绿茶表的名字 和家庭处置 旋即 黄笑龙 拔腿就走 刻不容缓 今晚 就开车 去绿茶表 家住的小区 看看情况 说实话 周时荣 是挺怨的 完全 就是个怨死鬼 可他现在 肆意利用 微信口令 红包害人 也是一大祸害 所以黄笑龙 必须得 尽快把他 给处理掉 黄笑龙大师 我问一下 你找到 滨海天才 黄笑之后 会不会 像刚才 消灭那只 烧死鬼一样 把他给灭了呢 周密 一脸八卦地问他 我说 你能不能 不要跟着我 黄笑龙 提笑皆非了他 再说 我为什么 要告诉你这些 不是 黄笑龙大师 天下是 讲究一个公道 虽然他害过人 但起因 是因为那个 绿茶表 所以最应该 要惩罚的是他 周密 义正言辞地说道 黄笑龙大师 顺便 把那个 绿茶表收拾了 你太废话了 黄笑龙上了车 周密二话不说 拉开副驾驶车门 钻了进去 黄笑龙 也没感叹 开着车 直奔绿茶表 李轩 所住的小区 现在时间 也不算晚 晚上十一点多 李轩家 离大安区 并不远 开车十分钟不到 就抵达他住的小区 钢铁号车 黄笑龙一看 整个小区的上空 黑烟沸腾 一股强大的怨气 停留在小区里 浓郁化不开 整个小区 显现出来一种 鬼雾迷蒙 沙街四伏的味道 嗯 滨海天才黄少 他的巢穴 应该就在 这个小区里了 黄笑龙 缓缓走下车 点燃一支烟 沙马特 老子终于找到你了 黄笑龙一看 这个小区的环境 就知道准有事 咱 这种程度的怨气 基本上匹配 绿衣厉鬼 就是不知道 他有没有在这边 害过人 黄笑龙大师 现在咋成啊 周密在一旁 撸起袖子问道 直接去小李轩家的门吗 我说你这是要干架 还是咋的呀 黄笑龙无语道 周密有点不好意思的道 黄笑龙大师 是不是觉得女孩子 淑女一点好 OK 我明白了 等会儿 我念一段 招鬼咒 就能把滨海天才黄少 邹石荣 给烧过来 黄笑龙 吐了个烟圈 就在这时 好几辆车 呼啸而来 停到了黄笑龙旁边 速度击快 其中一辆车 差一点点 就碰到周密了 晕死了 怎么开车的 周密躲了一步 车门打开 从这几辆车里 走下的十几个人 都是年轻人 有男有女 一看就是嘉庆优越的 饮食男女 呦 美女啊 挺凶的嘛 咦 有点面熟啊 一个穿着背心 身材健瘦的男子 胳膊比正常人 大腿粗 盯着周密 目光中 浮现出来贪婪之策 对方人多 发生争端 周密一个女孩子 绝对会吃亏 他不敢嘴硬的 坐在黄笑龙身旁 把黄笑龙的胳膊 轻轻搂住了 不要节外生枝 黄笑龙轻描淡写的道 那见错男子 挑衅的 瞪了黄笑龙一眼 看了看黄笑龙的 比亚迪F3 大笑道 哈哈哈哈 美女啊 你跟错人了 要不 以后跟着搁混 包括你吃香的喝辣的 比亚迪F3 孝子哥了 黄笑龙看了一眼 这些年轻男女开的车 有弗拉托 极光 奥迪A5 最贵的一辆 是宝马X6 年轻人 能开上这种档子的车 说明还是混得不错 一或者 家庭条件阴势 但这些人 和滨海四少之流比起来 真真就是 蚂蚱一般的小人物了 这时 从宝马X6上 走下了一个 全身名牌的男子 二十来岁 满脸傲击 一个身材较好的少女 搂着她的胳膊 眼睛水媚水媚的 倒也有个六七分颜值 但和站在黄小龙身旁的 中蜜比起来 有着档子上的巨大差距 黄小龙还顺便 看了看这个少女的面相 他每一脚带水印与桃花 显然就是个水性洋花的人 这种人以后 不是给人当情妇 就是去风月场所工作 典型的货鞋面相 宝马南下车之后 一眼就盯上周密了 眼睛都有些发直了 张东 李娟 现在时间还早 要不在附近找个 吃夜宵的地方 继续喝酒 一个矮个男子笑道 李娟 黄小龙和周密 简直就是 异口通声地叫了出来 你们认识我 搂着宝马南的少女 一簇眉 看向了黄小龙和周密 然后摇了摇头 我可不认识你们 宝马南名叫张东 家里开家具厂的 资产小企千万有 自己也在做一些 小项目的投资 是个花花公子 这是灵机一动 看着周密的 你们是李娟的朋友 哼 行啊 要不一起玩 东哥 我不认识他们 李娟撒娇道 没关系 年轻人 喝两杯就有交情了 张东的眼神 一直没有离开过周密 他心想 这么漂亮的女生 居然跟得可 开比亚迪F3 这不是暴天天物吗 不行 今晚得想办法 把这女生搞到手 可比身旁的李轩 漂亮多了 突然 周密 尖声叫道 啊 你就是李轩 终于找到你了 滨海天才狂少 不 周时荣 你认识吧 听到周时荣的名字 李轩 面容变了一气 张东也是脸色阴沉 那傻子 我认识又怎么样 你们 是她的朋友 拜托了 我跟她没有关系 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她的死 也来不上我 你们想怎么着 李轩插着腰 一连 有恃乌虹的表情 周密直接 一步站了出来 好几个绿茶表 当初邹世荣 在工厂里打工 辛辛苦苦赚点钱 无怨无悔的把钱 拿给你去挥霍 甚至 还把肾卖了 给你买手机 你不但不对他好点 居然 叫他两只船 勾搭上了 别的男人 你敢说邹世荣 不是被你逼死的 你敢说 你不是间接 杀人的凶手 人在座 天在看 举头三尺有声明 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周密 口若悬河 最后伸手指着 张东的鼻子 那天晚上 你动手打过邹世荣吧 我说你也是个男人 欺负老实人 有意思吗 周密说的 都是诛心之言 一下子李轩 和张东的脸色 都变得非常不好看 甚至有一些慌乱 不过很快 李轩 便破口大骂道 当初 是那个穷屌子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没日没夜地缠着我 手机 他给我买的手机 我 我后来直接 还给他了 人都没了 你怎么还 周密怒的 我 我把手机 放到骨盔盒里了 我根本 就没有任何亏欠 他给我钱用 对对对 我是花了他的钱 可就是几万块钱而已 难不成 就因为花了他几万块 我就得 做他的女朋友 就得让他睡 这不是道德绑架吗 李轩也不是擅长 黄小龙心中一动 哦 原来是因为 李轩把那部手机 放到了邹世荣的骨灰盒里 以至于 让他莫名其妙 拥有了发微信口令红包 隔空鬼遮掩 那等匪夷所思的鬼主 你们还有理了 周密 面红而吃 今天的嘴下 他是其风对手了 哼 张东 冷横了一声 脸上浮起兄弟之色 怎么 你们 今天是来给那傻子 打抱不平的 行 那天晚上我是打过的 咋了 他在我面前 喋喋不休的 我打他 不该打吗 张东盛气凌人 说实话 那天晚上 他是自杀了 他要是不自杀 我早晚找人废了他 哼哼 黄小龙笑了笑 你打他 该打吗 凭什么该打 哼 我看你也就是个屌丝吧 凭什么 就凭我张东比得强十倍 百倍 张东傲然道 我明白了 黄小龙 还是认真地点了点头 下一秒 黄小龙身形一动 人已经掠到了张东的面前 一巴掌抽了出去 一声巨响 张东被黄小龙一个耳光 扇飞出去十几米 重重地摔落在地上 一张嘴 牙齿混淆着鲜血 哗啦啦地往外吐 在我面前喋喋不休的 我打你 不该打吗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不要问我凭什么打你 因为我比你强十倍 百倍 千倍 万倍 就在这时 一道凶杀质疾的阴风 从小区里卷了出来 黄小龙心中一动 笑道 我最后问一句 对于那天晚上的事情 你们后不后悔 一定要认真回答 因为这个答案 关系到你们的生死 阴风就停留在不远处 从这团阴风里 走出一个沙马特造型 面容猙獰的厉鬼 全身绿衣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滴 滴海天才狂少 邹世荣终于现身了 一眼看去 只见他穿着一身 惨绿色的长衣 沙马特造型 鬼脸上有着猙獰的笑容 一对鬼眼 就好像死于眼一样 突出眼眶 眼神之中 除了憎恨 与诡异之外 还有极大的不甘 在他的脖子处 有着一道触目惊心的刀痕 血肉模糊 阴血扑素素的喷溅着 另外 在他的左肾位置 也有一道 蜈蚣一般扭曲的刀疤 邹世荣 暴力地看着张东和李娟 牙齿咬得咯吱咯吱的 恨不得 把这对仇人 放在嘴里 咬碎 嚼揽了一般 不过邹世荣 并没有现出鬼性 以至于 除了黄小龙之外 其他人 根本就没有看到他 我后悔个屁 张东全身发道 眼睛里面 全部都是怨毒与暴怒 整个人 就好像一头 受伤的恶狼 敢打我 我要你死 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弄死他 往死里弄 出了事 我都让 这时 张东的同伴们 才反应过来 他们一个个 都冲到自己车旁 打开后备箱 拿出大扳手 棒球棒 钢管 等等武器 散开 扇形朝黄小龙包围上来 黄小龙大师 报警似乎来不及了 周密赶紧跑到黄小龙身旁 摇牙倒 不过没关系 我练过女死防针术 我 我和你并肩作战 黄小龙大师 刚才 你打那家伙一耳光 老解气了 我推崇拜你了 最后一次机会了 后悔吗 黄小龙看也不看 这些包围上来的人 戏削地看着李娟说的 后悔 我可从来 没感到过后悔 使他自己傻 从一开始 我就是在利用他 李娟恶毒地尖叫道 好了 我帮不了你们了 黄小龙无奈地总了总监 我可是人质易尽的 是你们不珍惜最后的机会 这个时候 听到李娟的话 邹石荣全身怨气沸腾 鬼体抽出 显然 已经怒到了极点 嗯 我也很奇怪 你为什么隐忍了这么久 潜伏在他小区里 一时没有动手呢 黄小龙 看了看邹石荣 从随身帆布包包里 取出一张线形符 烧了线形符 金光一彩 邹石荣的鬼体 渐渐地显现了出来 那群准备围攻黄小龙的人 一看到邹石荣 眼睛就呆滞了 整个面孔也僵硬了 哐朗朗 哐朗朗 手里握着的棒球棒 和扳手等物 纷纷掉落在地 呀 李轩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尖叫 然后用手撕撕捂着嘴巴 毛骨悚然地看着邹石荣 张东也是魂飞天外 身体晒康似的抖了起来 虽然邹石荣已经变成鬼了 但李轩和张东 还是能一眼把他给认出来 我 我 邹石荣有些胆怯地 看了看黄小龙 你是道士 你 你要 你要灭我 唉 我说你好歹也是个绿意利鬼 你的胆子 咋就这么小啊 这个时候 黄小龙倒是有点 怒气不争的味道了 你害人 都是通过微信口令红包 没当面害过人吗 没没没 邹石荣 惨嘻嘻地笑了起来 我生前 就特别怕和人打交道 当面害人 老是没这个胆子 那啥 你该不会对这个李轩 还有旧情吧 所以 一直没有对他下手 就连一个微信口令红包 都没有发给过他 黄小龙笑道 哼 这个贱人 邹石荣 发出凄厉的声音 我早就准备弄死他了 我不但要弄死他 还要弄死他全家 张东 张东 对 是叫张东 他也必须死 他的全家都必须死 我只是暂时没动手而已 邹石荣 凝笑着看向张东 脖子上的阴血 标出几米远 都差点 见到张东身上了 这个时候 张东全身 如坠并枯 只学得仿佛 有来自地狱的冷风 往他的脖子上吹 不不不 别别 兄弟 我 我 我那天是被鬼 迷了心脚 是李轩这个贱人 让我动得少 我那天 也稍微喝多了几杯 不关我事 不关我事 你放过我 求求你放过我 我给你磕头 下辈子 我给你做牛做马都行 在极致的恐惧之下 张东已然是吓尿了 对着邹石荣 不停地磕响头 现在 我还记得 那天晚上你打我的时候 骂我的那些话呢 邹石荣 阴瑟瑟地笑道 石荣 我 我其实一直很喜欢你 我 李轩瑟瑟发抖 不然 看向黄小龙 我后悔了 我真的后悔了 我 我 我错了 现在说后悔 已经来不及了 黄小龙 摇了摇头 随手一挥 四面八方 黑雾沉振 嚷得路过的人 都无法看清楚这边 究竟发生的事 这是一个鬼遮掩 按理说 虽然你没有当面害过人 但你发微信口令红包 给人鬼遮掩 也弄死过人 那么 我应该打得你魂飞魄散 才对 黄小龙 对邹石荣 正色道 邹石荣 分明感觉到 黄小龙身上 散发出来一种莫名的力量 这股力量 压制着他的魂体 让他根本不敢反抗 面对黄小龙 邹石荣 有一种蝼蚁 面对洪荒巨兽的 可怕感觉 到这儿 饶命 饶命啊 我也就是贪玩 我不是尊贤寒人的 邹石荣 声泪俱下地哀求道 黄小龙大师 他的胆子真的好小 就连忠密 都有些不懈地 憋得憋嘴 好了 我现在也给你一个机会 你的仇人 就在眼前 如果你有点骨气 就亲手 去把仇给抱了 你要有这个胆量 我就饶你不死 把你打入 蒸笼地狱 受刑一百年 喜庆恶苦 然后投胎转世 黄小龙 慢条四里的道 如果你连手刃 仇人的勇气都没有 那没办法 只好让你魂飞魄散了 这个 这 邹石荣 犹豫了一下 鬼眼之中 顿时闪烁出来 血淋淋的 猙獰表情 道长 我要报仇 说完 邹石荣 一步步地朝张东 和李娟走去 他走过的地方 化为一片血汁 无数枯瘦的恶魔之手 从血池中伸出来 似乎是要把生人 活活拉进地狱中去 饶命啊 救命 救命啊 我后悔了 当初我不该那样对你 我错了 放过我 放过我 我不想死 我还不想死 我是富二代 我的生活乐无边 我死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还要享受荣华富贵 我不能死 李娟和张东 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嚎声 黄小龙伸手 把周密的眼睛蒙住了 下一秒 痛苦的惨叫声响起 然后是令人耳膜发酸的咀嚼声 十几秒钟之后 陈东和李轩 已然是变成两具支离破碎的尸骇 魂体一窜出来 就被黄小龙用阴魂捅收了 道长 多谢道长 我报仇了 我亲手报仇了 邹志龙朝着黄小龙跪了下来 不停磕头 黄小龙笑了笑 以后你记住 做人要有做人的尊严 做鬼也要有做鬼的尊严 按理说 身为鬼差 是不应该怂恿厉厉鬼去锁人命的 但黄小龙就这样做了 他做事 随心所欲 全凭自己的喜好 不受半点约束 张通和李轩 这对道德沦丧的狗男女扶住后 黄小龙暂且将邹志龙收入阴魂头 然后取出十一幅 抹去其他人一部分记忆 一切搞定 开车走人 周密钻进黄小龙车里 一脸笑意地看着黄小龙 你笑什么 黄小龙无语地道 黄小龙大师 你居然寻思舞弊 鬼吗 你们当道士的 无论如何都应该消灭的 但你今天放了邹志龙一马呢 我觉得你很有人情味 周密越笑越欢 那古灵精怪的摩子中 竟是有一缕柔无情意诸 其实这样的处理方式 极大欢喜呢 黄小龙大师 我觉得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你错了 第一 我不是道士 第二 我心地善良 你是没见过我大开沙界的时候 黄小龙笑了笑 好了 你家住什么地方 我送你回去 这么晚了 你也别再万民浪了 黄小龙大师 你说笑了 我可是从来不出去浪的 周密嬉嬉一笑道 人家好女孩子来的 人家妇女 哦不 人家少女 黄小龙开车 把周密安全送到家 然后才回家 洗完澡 躺在床上 玩得会儿手机 这才睡去 接下来这段时间呢 黄小龙过得很是悠闲 每天都是在温柔乡中度过 婶儿约一下大老婆宋玉如 婶儿和玉姐临近吃个饭 婶儿和美女老师 楚婷婷看场电影 这可是神仙般的日子 唯一让黄小龙感觉不快的就是 滨海的淋浴事件 越来越少了 厉害似乎都被黄小龙消灭光了 让她的生活少了些乐子 有些索然无味 黄小龙有时突发奇想 要不去外地瞧瞧 有没有特别诡异的灵异事件 亦或者特别凶的厉鬼 不过 就在黄小龙还在酝酿这个想法的时候 有人找上门来了 这是午后的一个电话 来电显示为陌生手机号码 当黄小龙把电话接听起来时 才知道是熟人 乃是赢澳山的老婆云伯打来的电话 黄公子 您 您在滨海吗 电话中云伯的声音极为的惶恐惊论 黄小龙不由大吉 要知道 云伯可是货真价实的鼓舞宗师 论实力 比激烟血的保镖下先还厉害许多 更有赢家 这个强颖考山 有什么事 能让他如此失态呢 沙 我在滨海家里呢 黄小龙笑道 小姐 小姐 小姐他出事了 云伯方寸大乱 云澳山 黄小龙心中微微一动 惠游也想起来 他答应过云澳山 要陪他回家 参加云家族会的 算起时间来 云家族会差不多也将开始了 这些孤雅上 云澳山又出什么事了 是啊 小姐 他 他出大事了 黄公子 这 这族会将临 小姐身上偏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故 这可是天有骨色风云呀 云伯垂胸顿足地等 哦 黄小龙却是不以为意 他相信天下是 无论什么事 只要他出手 没有解决不了的 小姐 他生病了 云伯迟疑了一下 是 是一种怪病 本来 小姐千叮万筑 要老朽不准惊动黄公子 可老朽也厚着脸皮 给黄公子您打了这个电话 希望 希望黄公子念在与小姐相识一场 过来 过来看看小姐呀 还不准惊动我 黄小龙无语道 不过你也不要急 你让阴奥山更加不要急 天下病没有我治不了的 就算是阴奥山死了 我也能届时还魂 啊 黄公子此话当真 云伯愕然 不过似乎是想到黄小龙 在顾全赛上 一路横推的恐怖手段 竟是腾起一股 莫大信心 颤声道 好好 太好了黄公子 您这就赶紧过来吧 小姐也在滨海市 卧龙山庄 滨海四大家族之首 林家的卧龙山庄 哦 卧龙山庄我去过 上次去 是和港岛的风水大师撕逼 我马上过来 对了 什么病症啊 黄小龙正愁无聊 没事可干 现在阴奥山病了 他正好可以一展身手 云波似乎极为尴尬 聂如道 这个 这个 这个倒是不好说 黄公子来了便知 还卖关子 行 我很快就到 黄小龙笑着挂了电话 换了一套干净衣服 出门前 给林子松打了个电话 老师 您有什么事吗 电话那边 林子松殷勤讨好的道 你们林家的卧龙山庄 是不是有客人到了 黄小龙笑道 咦 老师 您怎么知道的 林子松惊奇不已 玄机 沉声道 是的 老师 是贵客 大有来头 我爷爷都亲自过去作陪 据说 是一个古老的家族 传承自数千年前的战国时期 我们林家与此相比 也就是楼仪一般了 哼哼 说得太夸张了 盈家 对吧 黄小龙 物以为然地道 是是 老师 正是盈家的小姐 盈澳山 这位小姐的身份 丝毫不比京城厌家的 厌篇篇小姐弟 林子松 煞有介事 老师 我听说 盈澳山交界 有清国清城之资 不但是雇物宗师 而且 极善音律呢 好了好了 不说了 我现在去卧龙山庄 黄小龙挂了电话 出门 开车 直奔 卧龙山庄 尼澳山到底是得了什么怪病啊 他不让云伯告诉我 而且 云伯 也吞吞吐吐的 不肯名言 黄小龙 也是有些纳闷 忽然 眼睛一亮 难不成 是富科奇兵 难言之隐 刚刚把车开到山庄外 林子松 已经毕恭毕敬地 等在那边了 看到黄小龙的 比亚迪F3 林子松 猎豹一般 猛扑过来 弯着腰 替黄小龙 拉开车门 你也来了 黄小龙笑了笑 嘿嘿 老师 听说 盈澳山小姐 眼高于鼎 寻常人 也见不着她的芳容 不过 以老师的天宗奇才 一定可以得到 盈澳山小姐的青睐 我吗 我想沾沾老师的光 见一见盈澳山小姐 林子松 一脸讨好 挺会拍马屁的呀 不过 盈澳山嘛 我早就见过了 黄小龙 抬一步 就朝山庄里走去 是个漂亮姑娘 而且 自有修炼鼓舞 她一个 能打你一百个 老师 您也太夸张了吧 林子松 一脸不服的 跟在黄小龙身后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 继续收听 黄小龙和林子松 一前一后 进入卧龙山庄 来到了当初 林家 与那个港岛 风水大师 会晤的庭院中 大厅门敞开 黄小龙一眼看去 只见 那古色古香 民国风的厅内 已然是坐着不少人 隐隐约约 有真气波动 一散而出 那是古宗师体内 真气自发运转之时 向外倚出 千动周围气息 形成了一种波动 这种波动 一般人察觉不到 只有真正的高手 才能感知 而对于一般人来说 这股真气波动 就等于是莫名威压 威压得他们喘不过气 走进厅内 黄小龙抬眼一看 除了林家的家主 林老爷子 亲自作为 还有林静 和林子松的父亲 林建锋将军 以及林家诸多 重要人物 林静倒是美仔 另外便是云部 以及一名气质出众的少年 这少年穿着衣线材质极为特殊的衬衫 似乎是蝉丝之城 衬衫上的每一颗纽扣 都是货真价值的 宝石做成 就单单这一件衬衫 恐怕都价值连城 它样貌倒也俊强 只不过有一种 自然而然的盛气凌人 看人的目光 有些眼高于顶 是个极其骄傲的人物 在他的体内 竟然有着二十条真气在锅动 这是一位鼓舞松师 而且修为比云部高出许多 依然是达到了魏飞龙那一层子 比魏飞龙还要厉害一层 更为奇特的是 黄小龙从这少年的身上 嗅到了至少三十七种中草药的气味 似乎也是一名中医 黄小龙心中一动 这人应该是云伯青来 替盈澳山治病的 盈澳山并没有在听内 看到黄小龙进厅 邻家上下都起身迎接 云伯甚至走了过来 逼一声道 黄公子您来了 看到满厅的人都对黄小龙如此尊敬 那少年脸色明显就变化了一下 目光早向黄小龙十分凌厉 不过当他看到黄小龙全身上下 并无特殊之处 而且体内没有真气波动的迹象 便是不懈地笑了笑 就好像看见了一只小蚂蚁 出现在自己身前 啊 小龙大师来了 哈哈哈哈 彭比生辉 老朽这卧龙山庄 简直就是彭比生辉啊 林老爷子笑逐掩开的道 宣奇亲手地拉扯黄小龙的手 走到那傲娇少年的身前 介绍道 贬公子 这位是小龙大师 是我们滨海年轻一代中 最为杰出的天才 人中龙讽 哈哈哈哈 那娇少年贬公子 自意发笑 校生中有着极大的 也与讽刺之意 大师 这年头 大师可真不值钱了 哈哈 天才 人中龙凤 想必 也就是一只井底之蛙吧 林老爷子也没有想到 这位贬公子 竟然一点情面都不讲 当面讥讽黄小龙 让他有些下不了台 哦 你这是在讽刺我吗 黄小龙眼睛微微眯 编公子目不挟视 连眼角余光 都不看黄小龙一下半下 拿起茶几上的盖碗 轻轻品了一口茶 不过 很快就促起眉毛 似乎是嫌这茶 口感不好 云伯连忙 将黄小龙拉到一边 低声道 黄公子 请勿见怪 此人乃是古十大世家中 贬家的一位少年 贬家 以一辱武 着实了得 家族之中 世世代代出了不少神议 活死人肉白骨 掌握着诸多失传的 逆天中一神迹 这位贬公子 更是贬家当代的一位侨主 他不但古修为不俗 更是医术通人 在十大古世家的圈子里 他被称之为贬医职 那是因为他杀人 医人都只需医职 要杀人 点人医职便死了 要医人 也只用一根手指搭外 这次小姐怪病 恰好贬公子 就在滨海附近出没 老朽央求他过来 替小姐拔把脉 云伯有些尴尬的道 黄公子 您不会介意吧 我有什么好介意的 黄小龙 无所谓的笑了笑 贬医史 有点意思 五五十大世家中的贬家 难不成是贬区的后人 黄小龙咕噜道 不过似乎我也没听说过 贬区有什么后人 这个 黄公子 至于贬家是不是 神医贬区的后人 这个就说不清了 云伯用极低的声音道 就连贬家自己的人 也没弄明白呢 断了一下 云伯又道 黄公子 贬公子也是小姐的 追求者之一 甚至可以说 是北京最强 自身能力 也最出众的一位追求者 他为人自负 已将小姐视为 视为妻子 当然了 黄公子请不要误会 小姐对这贬公子 并无特殊好感 哦 这样啊 黄小龙 若有所自的点了点头 林老爷子 亲自给黄小龙 端了张椅子过来 请黄小龙坐下 云伯 黄小龙不动声色地笑了想 他知道 尿山患的病 一定不是一般的病 以一位 鼓舞宗旨的身体素质来说 要么就是不生病 一生病必然是严重至极 并一直把话 说得这么满 实在是不知之举 当然 这种话 换成黄小龙来说 那就完全没毛病 他说 能把死人治活 也绝对不是瞎说 好 兵公子稍等片刻 老朽这就去请消息 云伯站了起来 随口对黄小龙倒 黄公子 你也稍等 难不成 你也是被云伯请来 替澳山小姐治病的 兵衣迟宁眸看向黄小龙 你懂医术 算是懂一点吧 黄小龙戏谑的道 在我面前 你最好不要提医术二字 那是一种亵渎 兵衣迟室冷笑道 这是什么话 林子聪愤愤不平的道 兵衣迟室目光横扫林子聪 刹那间一股蓬勃威压 席卷而至 让得林子聪 口鼻呼吸不长 背上像是扛着一座大山 压得他 颈骨都咔咔咔爆响 低头弯腰 似乎是要朝贬衣时 跪下去吧 好了 贬公子 你消消气 云伯身躯一横 挡在了林子聪身前 林子聪受到的无形压迫之力 才骤然消灭 林家之人 无不满脸愤然 但敢怒不敢言 林子聪牙齿咬得 咯吱咯吱响 黄小龙朝他 唯唯一笑 事宜暂时隐忍 老朽巨情小姐 云伯转身走出这间大厅 不多时 只见云伯 搀扶着阴奥山 从外面走了进来 黄小龙抬眼一看 阴奥山脸上 缠着一块厚厚的黑布 只露出一双 灵动仿佛沾染了 仙气的眼睛 只是此时 他的眼神之中 竟有着一种 万念俱灰的绝望感 一进听 尼奥山便看到了黄小龙 刹那间 他情绪几乎失控 泪水花花往外流 哽咽的 黄公子 你 你还做什么 奥山 奥山可 可 可不想让你看见 奥山这副模样 他渲染欲滴 楚楚可怜 几乎 转身就要离开 黄小龙念了一段透视咒 不但将尼奥山 用黑布里外三层 裹了个严严实实的脸蛋 看了个一清二楚 就连他全身上下 都失去了遮掩 彻彻底底的 暴露在黄小龙的视线中 身材真好 该涂的地方涂 该凹的地方凹 果然是天生丽质 清国清成 不过 黄小龙眼角肌肉 微微一条 心中已然一清二楚 透过那厚厚的黑布 黄小龙的确 看得很清楚 也明白了 为何奥奥山 不敢见自己 以及 云伯的支支吾吾 奥奥山被毁容了 嗯 原本引以为傲 那果色天香的脸蛋 此刻 长满了窗疤 并有一颗颗 青紫色的浓包骨气 恶心的浓水 都渗了出来 这样的一张脸 已然 堪比最丑陋的魔鬼 沉映落雁 碧月羞花般的油 沦为这般模样 的确 足够绝望的 他能够撑到现在 没有抹脖子自杀 已然是心理素质极强 而且 黄小龙知道 尼奥山之所以变成这样 并不是生病 也不是中毒 而是 也就是说 无论那贬衣纸衣术 再怎么抄群 都只能束手无策 两眼一瞪 干着急 尼奥山 目前的情况 已是 药实无疑 那个 尼奥山 你也别扭扭捏捏捏的 生病了吗 并没有什么大不了 有病就治 况且 今天不是有一个什么 神医扁公子在吗 他已经夸下海口 一定 会让你痊愈的 黄小龙 似笑非笑的 看了看 变衣纸 戏谑道 我说的对吗 变公子 哼 别废话 变衣纸 冷冷扫了 黄小龙一眼 尼奥山 和黄小龙之间的 没来言去 令他极为不爽 毕竟 尼奥山 是贬衣时 内定的女人 小姐 您 您别 您别这样 您看 黄公子和 扁公子都在 您的怪兵 一定能够痊愈的 云伯 连连拽住 尼奥山 不让他逃之夭夭 傻傻 来来来 过来坐 不要逃嘛 逃避 又不能解决问题 黄小龙 满不在乎地笑他 尼奥山 用一种心碎神伤的眼神 看了黄小龙一眼 心道 黄公子 你我之间的缘分 就此缭断 虽然 老祖宗让我 让我嫁给你 但我现在的模样 哪敢 哪敢有半分的奢情 尼奥山 只想最后 陪黄小龙坐一会儿 然后 就找个无人的地方 孤老一生 他隐隐走到 黄小龙身旁 邻家的人 自然早就端来了椅子 等尼奥山坐好后 黄小龙 对秉一指笑道 神医啊 开始吧 秉一指 傲然一笑 站了起来 缓缓走到 迎奥山身前 目光看向 迎奥山的眉毛 几个呼吸之后 秉一指 点了点头 奥山小姐 我们终于知道 讲究望闻稳切 从望枕的角度来讲 你的气色 虽然有些虚弱 但并没有患病 来 奥山小姐 我给你八把麦 迎奥山迟疑了一下 但还是伸出左手 只见迎奥山的 玉手极美 肌肤宛如穷指一般 细嫩光滑 看他便一直 亦乱清明 就连厅内的其他人 都忍不住 暗赞迎奥山 天生立志 时俗的 美人呸死 袁一指笑了笑 伸出右手 石石 极为绅士的 搭在 银奥山的脉搏上 眼睛眯缝 精光爆热 刹那间 袁一指 这根石石上 音韵起来 极为精纯的真脊 手指宛如 玉石雕琢 散发神圣气息 在十大古武 十家圈子里 袁一指的 这根手指 都是出了名的神迹 他凭一指 便可透过脉象 把病情 诊断得清楚明白 心思不差 分毫不移 据说 十大古武士家 一些老一辈的人物 都请过 扁一指看病 只到病除 堪称一绝 天下无双无对 时刻呼吸时后 扁一指 忽然大笑道 哈哈哈哈 奥山小姐 你哪有什么病啊 想必是赢家族会将至 你精神压力过大 导致脉象细弱 细血两虚 这些日子 失眠多猛 食欲不振 对吧 无妨 我开几副药 给你调养调养身子便是 什么 听闻扁一指的话 云伯身子一哆嗦 颤声道 扁公子 你 你已经确诊我家 我家小姐没病 自然没病 扁一指 全身爆发出一种 强大莫名的刺激 我自学义有成 一指大脉 从不落空 在我的字典里 绝没有误诊二字 我说奥山小姐没病 那绝不会有错 那 那 云伯 呆若目击 尤奥山更是全身病了 眼睛里 尽是心灰意了 缓缓收回御手 欺然一笑 多谢扁公子了 尤奥山 明明一张脸 已经毁了 扁一指给他把脉 却瞧不出这一症状 还口口声声 说他没病 换言之 云伯和尤奥山心里 都明白 扁一指 是治不好 尤奥山脸上的恶极了 天下名医 以扁家为圣 为尊 而扁家这一代 又以扁一指 尤其解除 他瞧不出病症 那多半世界上 再也没有什么名医 能够治好 尤奥山了 尤一指 却是兴冲冲的道 尤山小姐 赢家今年的族会 想必极为盛大 不妨 我陪尤山小姐你 回去参加族会 说着 尤一指 用灼热的目光 看向尤奥山 他不是赢家的人 要陪尤奥山 回家参加族会 也就是说 是想当 尤奥山的老公 赢家的女婿 这样 才有名分 尤奥山 惨然一笑 正欲拒绝 黄小龙 却是笑嘻嘻地道 哈哈 你想泡尤奥山 去当 赢家的女婿吗 你 兵一时 脸线怒容 但并不否认 李氏道 这是我们 十大古武世家 圈子里的事 你还没有资格过问 你喜欢盛大 赢家山吗 黄小龙 我有点 咄咄逼人的意思 自然 兵一时 索性就来了个 当面承认 不就于 当面向 盈奥山表白 我早就心仪 盈奥山小姐了 可以说 是一见钟情 你喜欢的是 他的漂亮 还是他这个人呢 黄小龙 满脸调侃之意 尤奥山 似乎有一种预感 自己是鬼怪般的 丑样子 被黄小龙 看见了似的 他心脏 骤然终然绷紧 说实话 其他人 看见他如今面貌 倒也没什么相干 但他 绝不想被黄小龙 看到 他心中 早就落下了 黄小龙的 英伟身姿 窥之不惧 能够 将最美的 一面 留在黄小龙的 记忆中 不破坏 黄小龙 对他的印象 便是最大的 愿望了 绝不想 吓到黄小龙了 听到黄小龙 这么问 便一直 心里冷笑不已 小子 居然给我 下套 你还太嫩了 信念闪烁前 便一直 凛然道 我喜欢的 自然是 澳山小姐的人品 性格 才华 与样貌 有什么关系 澳山小姐 固然 倾国倾城 可他就算 姿色平庸 我也喜欢他 这种喜欢 无关乎美丑 而是一种 心灵的碰撞 好了好了 别说他 冠冕瘫荒的 也就是说 就算 赢奥山 被毁容了 你照样喜欢他 愿意 娶他为妻 黄小龙脸上 那戏谑的笑容 越来越浓 当然 袁一石 斩钉接铁 这个时候 姨澳山已经坐不住了 一下子站了起来 颤声道 我 我先回避了 黄公子 以后 以后不用再见了 希望 希望你一生平安喜乐 若 若在闲暇时 能够想到澳山 想到你在江南市 与澳山 经历的一些事 澳山 也就不枉此生了 因澳山 惶恐欲逃亡 哈哈哈哈 你别走啊 见证真爱的时刻 到来咯 黄小龙 一把抓住 盈澳山的手 右手一挥 一刀风吹过 将盈澳山 遮脸的黑布 千飞 他的面貌 暴露在了 众目睽睽之下 他正好 与扁一指 面面相应 间隔 仅仅一步 静 整个大厅 骤然 安静 落真 可闻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 继续收听 请 盈澳山 现在的面容 直接暴露在了 所有人的眼睛里 呃 事实上 距离 盈澳山 最近的 也就是 刚给他 搭完卖的 扁一指 请客之间 扁一指的眼睛 就直勾勾的 盯着盈澳山 满脸的浓水 包块 扮痕 无颜六侧的 恐怖到了极点 也是 恶心到了极点 而且密密麻麻的 窗疤 如果 是有密集恐惧症的人 准得 是直接 吓昏过去 下一秒 啊 鬼啊 鬼 鬼 盈一指 吓得直接 往后面 列切废腿 一脸 见了鬼的样子 胸蚁之间 脏腑翻腾 就好似 要呕吐 他一生之中 也并不是 没有见过丑女 但如此丑陋的 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是盈澳山 本人无疑 但已经 彻彻底底 被毁容了 盈澳山 他变得如此恐怖 哪怕是 给他治好了 这张脸 恐怕也会 留下丑陋的疤痕 他是一生一世 再也并不会 以前那 倾国倾城的样貌了 我必须离他远远的 太恶心了 实在太恶心了 刹那间 便一指的脑子里 便是闪过一个念头 与之同时 大厅里 倒抽两起的声音 此起彼此 除了黄小龙 云伯 以及 盈澳山本人之外 其他包括林老爷子 和林子聪等人 胃不经轮 都恨不得 呕出来 环节 肠胃压力 真真就是 恶心到了极力 而且 无论身段 还是肌腹来说 盈澳山 都是仙女一般 可偏偏连孔 变成这样 这就形成了一种 天使与魔鬼的 强烈反差 让人 在恶心之余 恶腕叹息 所有人也都明白 如此一张脸 哪怕是治愈了 也会是 无与伦比的丑八观 尤耳山 算是毁了 青春和容颜 对于一个女人 尤其是对于一个 漂亮的女人 那可是比生命 还重要的 黄公子 你 这一刻 尤耳山简直 就是伤心欲绝 心丧若死 她悲哀的 并不是自己 这丑陋的样子 被诗人看到 而是 黄小龙 似乎在捉弄的 在江南市 与黄小龙的种种交集 依然是让她 倾心黄小龙 更有 盈可欣的圣旨 让她 必须嫁给黄小龙 当小老婆 这几乎就是 让她 盈可欣 在潜意识里 把自己视为 黄小龙的女人 如今 黄小龙不但 看破了她的真容 而不帮她遮掩 还直接 把她的丑样 攻诸于尸 这简直让 杨耀山 心都冷了 唉 云伯 垂胸顿足 就想要 冲上来抢人 被黄小龙 眼神一瞪 退了回去 黄小龙 直接握住 杨耀山的柔梯 不让她逃走 只觉得滑不溜手 十分舒服 辩公子 刚才你说 你喜欢的是 阎耀山的性格 人品 才华 和相貌 没有关系 你还说 就算是 阎耀山毁荣了 你也愿意 娶她为妻 现在 你快点 送个定情信物 给她呀 黄小龙 揶揄发笑 不 严一时 尖声吼叫道 我知道了 你 你和阎耀山 实在演戏 故意给我下套 她已经变成 这副尊容 世界男子 哪一个敢靠近的 于是 你们故意 把我骗过来 给她治病 合眼一出好戏 就是为了 把这个烫手的 山鱼扔给我 我才不会那么傻 辩公子 你 你血口奔人 阎耀山记得 都快吐鞋了 别的先不说 你医术那么高 阎耀山 脸上的恶疾 你应该也能治好吧 那你帮她治吧 治好了 又是香喷喷的 美人一个哦 黄小龙 刺笑非笑地倒 放屁 丙一时 脸上一阵青 一阵白的 哪怕治好了 这脸上也会残留 无助疤痕 哼 一张橘子皮般的脸 谁又稀罕了 这不是恶心人吗 这丙一时 说话倒也是恶毒 让她听内的人 无不对她投疑 鄙视着目光 刚才她还装出一副 道貌黯然 施青狼的样子 无论是不是 黄小龙 再给她下套 的确 无论 阎耀山 样貌如何 都愿意取的 这种话 是她近口说出来的 如今 她极力否认 不就于 是在自己 打自己脸 看到众人的目光 并一直脸皮发当 她看了看黄小龙 一抹 脚快的表情闪过 别扯没用的 大家都是世俗之人 免不了 用世俗的目光去看人 如今 我是对 阎耀山避而远之 你呢 你在这大放缺词 你敢取 阎耀山为妻吗 你敢不敢 倘若你不敢 你有何此刻 对我落井下石 一所不欲 勿施于人 丙一之也是个 心思玲珑的人 见势头不对 立马把黄小龙 拉进来垫背 专手围攻 众人心头无不想到 丙一之 这手连销带打 真是高明 如果黄小龙 也不敢去阎耀山 那么 至少 他更没有底气 再去嘲讽丙一之的 哈哈哈哈 你愿意吗 你倒是说话呀 丙一之 愈发得意非凡 不要说了 宁耀山 声泪俱下 气不成声地等 我不要嫁给谁 我也不要谁 怜悯我 他几乎崩溃 平静而论 以黄小龙的武功 道数 才华 天下美人 腐蚀即使 宁耀山 若没有毁容 勉强 倒是能与其他女人争宠 分一杯羹 黄小龙的宠爱 可如今 他根本不认为 黄小龙会答应去的 他绝不想听到 黄小龙当面 拒绝的言辞 这样会让他 对生存下去的 最后一丝信念 彻底崩塌 他只有死路一条 银耀山 奋力挣脱 脚将 手 从黄小龙的手中 挣出来 然后 在黄小龙 说出拒绝之言前 多路而逃 然而 我当然愿意 去银耀山了 黄小龙几乎是 考虑都没有考虑 便是脱口而出 心 大厅 再次陷入 诡异的安静之中 就连银耀山 自己都带着了 万万没想到 黄小龙居然说 他愿意 呃 老师这 这恐怕是可怜 银耀山小姐 故意这样说的吧 林子松 鼓努的 我姐这么漂亮的女人 深爱着老师 再加上 我看老师身边围绕的 无一不是极品美女 她就是风月场上的教客 怎能娶一个比鬼还丑的女人 为妻呢 哈哈哈哈 别一时 响笑了起来 不要脸 这种危险的话 你能说得出口 你我虽然身份相差全殊 但总归都是男人 站在男人的角度来说 你 真愿意娶此时的银耀山 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你敢一生一世面对他 恐怕 每晚都会做噩梦吧 你这人 典型就是小人之心 渡君子之父啊 黄小龙 吃笑了一下 呵呵 我说愿意 就是真的愿意 我这个人 愿意就是愿意 不愿意就是不愿意 不愿意的是 任何人逼我 都没用 尹耀山 你当我的老婆 你愿意吗 黄小龙 唏唧一笑 黄公子 用你这句话 奥山粉身碎骨 这一生也不枉了 尹耀山眼中浮显出了一抹欣慰的笑意 眼波柔美似水 如果不看他的样子 的确是仙女一般的有物 你就不要说废话了 我问你 愿意嫁给我吗 快点回答我 黄小龙 无奈反得倒 不过 我提醒你一句啊 你要是嫁给我 就只能做小老婆 因为 我已经有大老婆了 我和她 是鸳鸯蝴蝶命 正下的老婆 都是小老婆 此时 尹耀山 与黄小龙 眼神对碰 只觉得 她眼睛 清澈 如雨水 洗涤过的天空 绝无半点儿息 甚至认真地可怕 下意识的 尹耀山 奋力点头 含着泪 要是丫头 傲山 傲山自然是愿意的 哼 眼霜慌 兵一时 不依不饶 小子 既然 你下套让我酸 今天 本少爷就奉陪到底 你愿意 迎娶尹耀山为妻 为妾 对吧 好 笔墨只焰伺候 兵一时一挥手 目光 看向林老爷子 林家自然 是不敢得罪 兵一时的 当下 就下人 抬来一张暗桌 兵一时走得上去 亲自摸好墓 探开一张宣纸 辉豪 落雨如云烟 问了黄小龙的姓名 竟是 当场写了一张婚书 这婚书的大概意思 便是今天在场的人 见证黄小龙 愿去 迎奥山一时 黄小龙 若敢反悔 必遭 华夏古武十大世家追杀 婚书写完 林一时 签上自己的大名 冷笑道 呵呵 我在古武十大世家 也不是寄计无名之辈 做一个见证人 我还是有资格的 呵呵 云伯 你也过来签个字吧 云伯自然 是盼望迎奥山 嫁给黄小龙的 当下便是直接走过去 签上自己的名字 旋即 兵一时 又让大厅里 诸如林老爷子 林建峰将军等人 一一过来签字 今天 在场的每一位 都是公正人 兵一时 一脸冷笑地 看着黄小龙 无尽夜语 婚书写好了 你和盈奥山 过来签上名字 呵呵 小子 你还要继续演戏吗 本少就要看看 今天你敢不敢签这个字 口说无凭 在婚书上签了字 本少就服你 这一纸婚书 自然是没有法律效力 但对于十大古武世家圈子来说 还是有用的 黄小龙若是毁婚 不说遭到十大古武世家的联合坠杀 但赢家和贬家的人 一定会对他采取制裁和报复 哈哈哈哈 黄小龙 没心没肺地大笑了起来 牵着盈奥山的手 走到桌岸边 黄小龙单手提笔 叫签字 黄公子 你真不后悔 盈奥山颤声道 我后悔个屁 黄小龙嬉戏一笑 然后意味深长地 看着便一只 你看着我干嘛 在婚书上签字才是正经 不过 你若是不签 就把刚才所有的话收回去吧 承认你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便可 林一时拿枪捏掉地道 我觉得有点好笑 黄小龙一脸认真地道 你一直在追求盈奥山 可今天新自写的婚书 还当公正人 把自己喜欢依旧的女子 让给我当老婆 哈 你这是在新手给我做嫁衣吗 当然了 尼奥山也不可能看得上你 所以你也不算被我绿了 哈哈哈哈 放屁 尽说废话 赶紧签字吧 林一时凌冽的 黄小龙也不再啰嗦 一脸好玩的表情 甚至是貌喜老鼠的表情 刷刷刷就把自己的名字签上了 尼奥山 你也签上方名吧 黄小龙将毛笔交给尼奥山 尼奥山接过笔 哽咽了几下 用颤抖的手 也把名字签上了 哈哈哈哈 大功告成 你叫黄小龙对吧 现在 可以将订婚的信物 送给尼奥山了 林一时满脸嘲讽 不得不说 我极为佩服你的隐忍 尼奥山一毁 你仍然签下这纸婚书 我看 你是想攀龙附奉 巴结盈家吧 好 你心机深重 也是一个人物 黄小龙哑然思想 心说 攀龙附奉的是盈家吧 盈家的老祖宗 都是黄小龙身边的一个丫鬟 当然 此事黄小龙 不会对这便一直提起 对 订婚信物 黄小龙 颇为认真地点了点头 喃喃自语道 白虎妹妹嫁给我当老婆 我也送了 孙家失传的权术 以及 魏家在国内的数百家武馆当聘礼 对自己的老婆 可不能寒伤哦 黄小龙走到一边 在帆布包包里 翻找了一会儿 找到了一块巴掌大的玉石 这玉石温润 品质虽然称不上绝品 但也马马虎虎 若是拿到市面上卖 估摸着几万块还是值的 不过 玉石之上 露刻了密密麻麻的道转 让他整块玉石 散发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力量波动 这是道理 杨奥山 这个送给你 黄小龙将手中玉石递给杨奥山 并解释道 这是一块玉符 你贴身放好了 符传呢 一共分为四个等级 最低等级的就是黄纸符传 通常来说 黄纸符传都是一次性消耗比 用一次就没有了 然后呢 就是灵符 所谓的灵符 便是将符文倒转 刻在一些特殊的材料上 让到符传能自动吸取天地灵级 循环使用 灵符就包括玉符 木符 石符等等了 第三个等级就是血符 用施发者的鲜血 灵工化符 无需任何载体 第四个等级 就是以天地万物为符 这种符传 动辄就是毁天灭地的大神通啊 哈哈哈哈哈哈 饼衣石仰天狂小 西落道 也就是一块破玉 也能被你吹嘘得天花乱坠 你厉害 你这张嘴 的确是铁齿铜牙呀 以奥山亲眼见过黄小龙 那通天彻底的道法 因此并没有丝毫怀疑 这块玉符的价值 他如获至宝地借了过来 含情默默 看了黄小龙一眼 心道 此时此刻 就算黄小龙 让他立刻去死 他也不会丝毫拒绝 死也是笑着死的 有空 你把血液 滴在这块玉符上 完成认主 黄小龙笑道 玉符有灵性 会替你消灾解难 事实上这是一件 品质不错的法器 它的主要作用 就是招鬼 每一次使用 可以将方圆五百里的 阴魂招过来 为你消灭 不过鬼王级别的 就没法招牢 半个月能招一次 这可真是神武呀 云伯在一旁 嘖嘖撑起 好了 既然黄小龙 你将订婚信物 送给的阎傲山 那这桩婚事 就成了 在此 我代表贬家 驻二位白头仙老 举暗齐眉 边一纸 阴阳怪气的道 你们 还不快祝贺 这一对 真心相爱的新人呀 边一纸 将真心相爱四字 拉长了语调 明显 就是极心 讽刺之能使 小姐 黄公子 恭喜恭喜 云伯发出肺腑之言 老师 恭喜订婚 林子松 十分尊重黄小龙 这是见黄小龙 已经签了婚书 送了订婚信物 也就真诚地祝福他 不过心中却想 不知道老师的大老婆是谁 是不是我姐呀 林家之人 纷纷道贺 尹奥山 眼波温柔舞美 羞怯之中 拥有极大的幸福 他心想 自己这一生 最快活的一天 也就是今天了 不过 他不会拖累黄小龙 今天过后 他就会寻觅一个 人际不至的地方 隐居 带着黄小龙 给他的这段 最幸福的回忆 独自牢去 这并非不行 事实上 能够得到真爱 得到幸福 哪怕只有短短一天 也比一些 浑浑噩噩 终其一生 都在寻找真爱的女人 幸福了百倍千倍 嘿嘿 你们一定 认为我很傻吧 这时 黄小龙 慢条斯理地笑了笑 认为 我傻到 无可救药的地步 才会去尹奥山 最后 黄小龙的目光 看向了变一只 我不是傻 真正傻的人 是你 我呢 能够让尹奥山 变回原来的模样 整个大厅 再一次 陷入了安静之中 不可能 这简直就是天风夜谈 便一直 惊声尖叫了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 继续收听 黄小龙 能治好尹奥山 脸上的恶极吗 这话一说 不仅仅 贬一指 不懈至极 就连其他人的心中 也略微 有那么一些质疑 贬一指 几乎代表了 华夏中医的 顶级水准 他若不行 治疗尹奥山 脸疾的概率 事实上 已经基地了 再说了 人人 都看得分明 尹奥山 脸上的 窗疤痕迹 已然 是深入到了 肌力 绝非飙层 哪怕能止 也会留下 无数难看的暗坑 真是华天下之大鸡 贬一指 冷嘲热讽 我已经 替尹奥山 把过脉了 他是绝对 没有患病 没有病 你如何治啊 哪怕真的 外敷内敷的治愈 可一定 会变成一张马脸 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 经过我的治疗之后 尹奥山 会和以前一样 肌肤 光泽细嫩 不会遗留任何痕迹 黄小龙 咧嘴一笑 黄公子 果然如此 云伯 声音发铲 现在 尹奥山 已经是我的 小老婆了 我有必要说谎吗 黄小龙笑道 尹奥山 听黄小龙 称自己为小老婆 心中 倔悦不已 低声道 那 那任由你给我治了 是死是活 我都没有丝毫怨言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治 哼 便一直 只是冷笑 首先来说 尹奥山 的确没有病 黄小龙 身以为然的道 这句话 一说出来 众人哗然 没有病 怎么治啊 他是被人下了骨 黄小龙 早就血针了 他医术 绝对在便衣纸之上 而且高朱 不知道多少倍 两者 不可以倒立即 再则 一见 尹奥山的面 他早就 念透是受 把他的里里外外 看光了 身体内部 的确是有一只骨虫 一听此言 云伯和尹奥山 身体 都是剧烈的震动了一下 中骨 尹奥山 并不是没有中过 上一次 中了乌公骨 还是黄小龙 给他解的 因此 对于黄小龙的话 尹奥山 和云博士信了九分 既然 弄清楚根源了 想必 黄小龙不是不能治 尹奥山那颗 本以万念俱灰的心 又彻彻底底 此灰复燃了 胡说八道 丹奥一纸 却是满脸计计 中骨 他这是中骨的症状吗 中骨的症状 五花八门 一言难解 有的骨 让人立刻就死 有的骨 却沉寂数年才发作 比如 有一种骨 叫做干骨 此骨 是在端午日 取 乌公 与各小蛇 蚂蚁 蚕 蛆 鱼 银 烟油虫 头发 等盐墨 将其置于 温神向前 每日共奉 众死骨者 轻则 杜略杖 杜微教 众则 杜通 杜长明 鼻内如有一二重 耳内如有一重 不过呢 此倒是不会死的 黄小龙 慢条死里的道 你不懂骨 就不要在我面前说话 这一下 黄小龙 是用实打实的干货 将饼衣纸 给怼了回去 饼衣纸气的药子 只是咬牙切实 仿佛在诅咒 那我倒要看看 你如何给腰山致脸 奶奶 黄公子 我家小姐 种的是什么骨 云伯产生问道 是金蚕骨 黄小龙 极为肯定地说道 这金蚕骨 号称致灵之物 不怕猛兽 不怕人 十分厉害 被称之为 最毒之骨 这金蚕骨 有几个特点 很有意思 第一 金蚕骨是天下 最毒的骨 也是最难养成的骨 因此 很少有人养 第二 金蚕骨 不但可以杀人 还能忘家 第三 金蚕骨 很爱干净 第四 金蚕骨 很小气 牙子必爆 养金蚕骨的人 每年都要给金蚕骨算账 若是主人亏待了他 就会遭到报复 全家死绝 第五 金蚕骨极为凶残 定期就要杀人 若是羊骨的人 不把他放出去杀人 必遭反噬 全家 鸡犬不留 听黄小龙这么说 大庭里的人 都是 历历威惧 想不到银奥山 所种的骨 这么邪门 这么厉害 如今 看银奥山的情况 种骨一身 首先他的脸上 会被 骨毒腐蚀 毁掉绒毛 然后 全身上下 内脏 血肉 肌肤 骨骼 都会化为浓水 说着 黄小龙眼中 闪过一抹 森然杀鸡 上一次 种了乌公骨 这一次 又是金残骨 看来 对方是要将 银奥山 置于死地呢 究竟是什么人 如今 银奥山 是我的小老婆 敢害我老婆 全家死绝 感受到 黄小龙的杀气 大庭里的人 就连贬义纸 都鸡铃铃 打了个寒着 黄小龙 继续说道 先不说其他 我老婆 银奥山 种骨太深 况且 又是金残骨 已经无法磕解 哼哼 便一直 憋不住喷嚣了出来 你说这话 不是自己 抽自己的耳光 你说 能让她的脸 恢复原样 现在又说 你解不了金残骨 你神经错乱了吧 是 金残骨 我已经无法磕解 可我 何必要解呢 我之前 放骨 吞了金残骨 不就得了吗 白痴 黄小龙 失笑了一下 啊 黄公子 老朽明白了 云伯 眼睛发亮 你的意思是 在小节题内 再下一股 将金残骨灭杀 这 这就是一毒攻毒吗 哼 你不是说 金残骨是天下碎徒 最厉害的骨吗 那你拿什么骨 去灭金残骨 你把银奥山的身体 当成两股相争的战场 必然 让他体内 鼓毒暴走 瞎诉他的死亡 别一直反驳的 呃 现代的话 鼓虫灭绝 金残骨 的确是最厉害的骨 不过放到古代 金残骨 也不算什么 黄小龙眼中 浮现出一抹 完美的笑容 还真巧了 前段时间 我刚刚养了一只 能够灭杀 金残骨的骨 说完 黄小龙轻轻 打开了阴魂筒 笑嘻嘻地道 小宝贝 出来吧 一只半透明的飞虫 直接掠出 赫然之间 整个大厅 产生了一种 让人毛骨悚然的感觉 欲骨 欲 乃灭绝之骨虫 含沙舍营 被称之为魔虫 被养成骨 灭杀金残骨 那是铁板钉钉的事 这 这 这是什么怪物 鼻一指 声音发散 来 怪老婆 把你的血 滴在小宝贝身上 这样 它就会变成你的本命骨 伴你生死 不但能帮你灭掉金残骨 而且 以后还能成为你的 一大壁猪 黄小龙 嬉戏一笑 这又是一份 大大的拼力哦 阳耀山 被黄小龙的甜言蜜语 说得心滑怒放 根本是不加思索 咬覆尸 鲜邪进出 黄小龙 发出了鼓虫语 欲骨 乖乖地飞到 阳耀山的指头上 浸泡在 她的血液之中 下一命 欲骨顺着 阳耀山的鼻孔 钻进她的体内 啊 虫子 飞进阳耀山小姐 身体里面了 林子松 忍不住地叫了一声 这种诡异的场面 让得其他人 都 瞠目结舌 就在这时 这 在阳耀山的 肚腹位置 传出了一声 剑鸣 这声音 像是虫脚 但极为的凄惨 下一秒 呃 阳耀山 忍不住 一张嘴 吐出了一大团的会晤 这是一团 五彩斑斓的 粘稠液体 里面 有着一只 肌肤金黄 形状 像残的小猪 在不停地 挣扎如同 就你这破烂玩意儿 也敢害我的小老婆吗 黄小龙 一脚踩去 将金蚕 碾成粉末 啊 小龙 我 我的脸 接下来 阳耀山一张脸 像是被晒化掉的冰淇淋 五颜六色的液体 顺着脸颊 流淌了下来 住俗 在精巧的下巴中 然后 一滴滴地 往地下滴落 打一盆清水过来 黄小龙 朝着林子聪 滴了个颜色 好嘞 林子聪 屁颠屁颠地跑下去 很快就打了一盆清水过来 鬼鬼咀嚼地 端到银奥山的身前 恭敬说道 师母 请击点 这小子 拍马屁的技术 真是炉火纯青了呀 银奥山 脸上玛雅难受 对着林子聪 说了声谢谢 赶紧 就用尸帕子 惊起脸部 不多时 满坟 都是污秽的粘稠液体 洗好脸 银奥山 缓缓抬头 所有人的目光 都凝视在了他的脸上 安静 大厅 再次陷入了 诡异的安静之中 此时 只见银奥山脸上 再也没有一丝 可控挑剔的匣子 完美的脸型 和精致的五官 细腻白细的 像羊奶凝乳一般的皮肤 眉毛弯弯像明月 眼眸清凉的像沙漠里的甘泉一样 薄薄的双唇 如玫瑰花瓣 娇嫩欲滴 刚刚洗过脸的她 更是有一种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的唇美 女神 完美的女神 大厅里的人 眼珠子都不带眨的 小姐 好了 好了 您好了呀 哈哈哈哈 云伯骤然 发出惊叫声 老泪纵横 身体激动的发展 好了呀 哈哈哈哈 林子聪的确已经 是把拍马屁的技巧 修炼到了高深的境界 她很快就找来一面镜子 交给阴奥山 阴奥山对着镜子一照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简直就是恍如格式 几刻呼吸之后 阴奥山那秋水一般的模子 凝响了黄小龙 其中蕴含的情感 实在是笔墨难以形容 这一刻 阴奥山知道 黄小龙就是她生命中 最为重要的人 也是一刻 也不想离开的人 哈哈哈哈 黄小龙笑道 怎么样 现在容貌恢复了 还嫁给我当小老婆吗 那是奥山的福气 尼奥山柔生的 是小老婆哟 因为大老婆已经有人选了 黄小龙强调道 当什么都好 尼奥山一笑 宛如冰河解冻 百花齐访 美不胜生 大厅里的人 看得魂魄都飞出来了 那啥 贬公子 你说我老婆漂亮吗 黄小龙一脸讽刺的 看着贬义纸 啊 放弃感谢你了 你给我们写婚书 还当公正人 呃 贬公子 真是古道热肠啊 这一句句话 便如封坠的匕首一般 一下下的扎在了贬义纸的身上 真真的就是扎心了 贬义纸脸上又是青又是白的 眼神之中全部都是悔恨 怨毒 猙獰 杀鸡 他喜欢多年的女人 美若天仙般的人物 如今依然是别人的棋子 而且还是他亲手写的婚书 当的公正人 这简直就是莫大的逢子 今天的事情 对于贬义纸来说 就是奇耻大辱 贬义纸用愤恨的目光 看了看黄小龙 又看了看青丽脱俗 折仙下凡一般的阴奥山 奥山太美了 哪怕在师大古武师家这个圈子里 也是顶级的美女 这个黄小龙 纵然懂得一些阳谷之术 也就是个凡夫俗子 他有什么资格与我枪女人 我乃是贬家的天才 一武双绝 更是与奥山门当户对 我才应该是他的真名天子猜对 哼 今日 我就杀了这黄小龙 然后与奥山双宿双飞 与一只恶向胆边生 那我真要恭喜你们了 与一只凝想了一下 朝黄小龙走进 个人 他伸出右手食指 直直地戳向了黄小龙的心口 一股阴寒歹毒的指令 附着在了这一指上 空气重燃被撕裂 发出魔鬼般的呼啸声 救人是一只 杀人也是一只 与一只这一根手指 堪称神奇 而他戳向黄小龙的指法 毒辣至极 终止之后 戳时不会有何不同 但到了后来 阴寒指令 会如复古之躯一般 在四肢百骸游走 吞噬人的生机 七七四十九日之后 人会受得像是枯柴一般 悲惨离世 与一只 已将这一只练得极为纯属 而且出手不会落空 他和黄小龙相隔极限 刹那间 指尖都已触及 黄小龙胸口的衣衫 那千丝万缕的一些指令 已然是毒蛇一般 钻入黄小龙体内 慢慢死去吧 贬一只的嘴角 擒出了一抹 残忍至极的表情 被逼 无耻 云伯和阴奥山 最先反应过来 但都没想到 以贬一只的身份地位 会这样突失冷静 要冲过去救助黄小龙 已经来不及了 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突然 贬一只的指头 像是戳入了一块铁石之中 只见黄小龙的右手 已经魔术般地伸了过来 此此 钻住 秉一只的食指 你 秉一只 惊骇不已 你 你是鼓舞狗手 你 你扮猪吃虎 哈哈哈哈 贬公子 你这是干什么呀 黄小龙 一脸天真烂漫的表情 我 秉一只脸色 阴晴变化不定 哦 我试试你的身手而已 不错 你是个高手 好了 把我的手指松开吧 哈哈哈哈 试试我的身手 你这指力 还真是阴毒呢 都有一部分 钻入我体内了 不过 都被我炼化掉了 黄小龙 笑得更是欢场 你这根手指 貌似价值连城 救人 靠这根手指 杀人 也靠这根手指 你想做什么 秉一只心中发寒 没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这根手指 被掰断了 你会不会在贬家 失去地位 从此被打入冷宫呢 黄小龙笑道 你 你敢 秉一只 悬神瑟瑟发道 别闹了 我是贬家的人 不是你能招惹的 放开我 我要自悟 废我手指 只要你敢做 你全家都会赔上性命 哦 那我倒要看看 我全家 是如何赔上性命的 黄小龙 嬉戏一笑 现在 我就费你一指 咔嚓 骨头折断的声音响起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 继续收听 黄小龙一下 就将秉一只的指头 给掰断了 啊 我 你 你 你罪该万死 秉一只 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咬牙切齿 脸上的表情 宛如魔鬼一般 猙獰恐怖 眼睛死死的盯着黄小龙 像是要发出最恶毒的阻咒 这一根指头上 凝聚的贬一只 多年的修为 多年的苦工 多年的造化 失去了这根指头 基本上他的艺术和武功 就会大打折合 从一名家族中的天才 希望之星 陨落 成为普通族人 比如 贬家这等大家族 内部的竞争 是非常惨烈的 贬一只被废了 在家族里肯定 就竞争不过其他 优秀的裁军了 说一句 被打入冷宫 的确丝毫也不夸张 今天我心情好 就不杀你了 黄小龙笑道 其实 跟心情没关系 杀你是便宜你的 我想让你品尝一下 从高处 跌落到谷底的滋味 滚吧 黄小龙 随手一甩 将饼一只 直接给扔了出去 摔了个七魂八足 当饼一只 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 黄小龙笑道 给你十个呼吸的时间 如果不在我面前消失 那就 死 赫然 饼一只 从黄小龙的眼镜里 恍惚看到了修罗地狱 尸山古海 一种 云子于灵魂深处的恐惧 将饼一只 绝住了 他深深相信 黄小龙 是敢杀他的 而且有着杀死他的能力 好 今日之仇 他朝百倍奉还 便一只 用世间最为恶毒的眼神 凝视了黄小龙几秒钟 然后 仓皇逃走 尼奥山和云伯 都赶紧走了过来 云伯 于要开口说话 黄小龙抢先说道 这个贬公子的事情 不要提了 以免影响我的心情 至于贬家的报复 我一点不怕 如果贬家 敢来惹我 我就灭掉贬家 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呃 好好 黄公子 此时不提了 不提了 哈哈哈哈 云伯笑了笑 关于黄小龙 他是愈发看不透 不过 他可以肯定一点 黄小龙 也绝对 是大有来头的人 或许背后 又一个古老的家族 倒是不怕贬家的报复 而且 现在黄小龙 算是赢家的女婿了 贬家 若做得太过分 赢家也会出面的 诸位 不如 就在这卧龙山庄 用餐吧 老头子设宴 请和赢澳山小姐 上体全域 林老爷子热情道 那就有劳林家主了 云伯笑了笑 剑帽变色 云伯知晓 黄小龙和林家 有交情 因此 他对林家 也有些看重了 当下 林家的夫人 便是在卧龙山庄 整顿韭菜 大摆宴席 赢澳山 陪着黄小龙 在卧龙山庄闲逛 这卧龙山庄 衣衫傍水 风景秀美 银澳山又完全 爱上了黄小龙 此时陪在黄小龙身边 只觉得人生 如此美好 每一顺空气里 都飘散着 让他快活的气息 黄小龙 老实不客气地 抓住 银澳山的手 实质紧扣 银澳山 又羞又喜 我刚才说的是真的 你嫁给我 只能做小的 黄小龙 再一次强调道 小龙 你不必再说了 我早回答过你了 只要能跟在你身边 做大做小 并不重要呢 银澳山笑颜如花 呃 你们女人 不是很反对 三妻四妾的吗 黄小龙 倒是有点发愣了 也不是啊 银澳山笑道 事实上 在大家族 三妻四妾 是很正常的 比如有些财团的掌控者 哪一个 不是妻妾成群 只不过 普通人不知道而已 就不说这些了 就算是一些 地方上的老板 也就是 上千万资产 有好多老婆的 而且 这些老婆 都还能够 和睦相处呢 你还懂得比我多 黄小龙 哑然失笑 我们鹰家就是如此 银澳山 柔声说道 在古武圈子里 真正的强者 醉卧美人稀 以红微碎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或许 我们古武家族 不但在模仿 古代的文化 生活 也沿袭了 古代婚嫁方面的习俗吧 我 我父亲 并有一妻六妾 至于没有名分的女人 更是不可计数了 小龙 你这么强大 妻妾成群是必然的 我们女儿家 怎能拒绝你这样的男子呢 银澳山 银澳山一脸迷恋地看着黄小龙 孙家的孙薇 是你的女人 我看金家的金梦奇 夏夏的夏营 也迟早会和我当姐妹呢 哈哈哈哈 黄小龙直接松开银澳山的玉手 改为搂住她的小蛮腰 这手感 简直顶级 这次我进城 就是要赚钱上大学 娶老婆 要娶很多很多的老婆 因为他们都告诉我 我这样的人 如果不娶够 百八十个老婆 真是百瞎了呢 银澳山 泯嘴一笑 不以为意 黄小龙 忽然眼珠子一转 怪老婆 你们赢家 是孤家族 那啥 是不是 要等到洞房花竹叶 才能够 做夫妻的事情呢 银澳山自然知道 黄小龙的意思 她美眸流转 娇羞无险 主动 便搅在黄小龙脸颊上 亲了一口 在黄小龙耳边 吐气如蓝道 哪有那些繁文乳结 澳山 此生已是小龙 你的女人 你想澳山做什么 澳山就会做什么 明白了吗 黄小龙一听这话 就知道 拿下银澳山 是随时都可以了 情动之下 黄小龙捧着银澳山 那吹弹可破的脸 便是一番痛闻 十分钟之后 黄小龙坐在一个凉亭里 银澳山 依偎在她怀中 全身软的 没有一根骨头似的 小龙 小龙 澳山真是 全天下最幸福 最快活的女子了 银澳山 梦一般的 说道 对了 乖老婆 你们家的族会 好像快到了 最近我在滨海 也闲得淡疼 不知道 赢家族会 好不好玩啊 黄小龙 忽然说道 我明天就会起身 返回家乡 参加族会 银澳山 温柔可可地道 小龙 你和我一起回家好吗 你 你现在也有资格参加 参加赢家族会了 银澳山的意思就是 黄小龙 是赢家女婿 有名分了 小龙 十大古武社家 每年都会有族会 族会的内容 便是 祭拜先祖 然后 族中的长老 会考核这一年 家族的年轻人 在舞蹈和其他方面 有没有进步 尹澳山缓缓的 族会很盛大 比过年还热闹 赢家所有的成员 就算远在海外 也都会赶回 那场面 风起云涌 实在难以形容 族中每一位年轻人 都想在族会中露脸 得到家族高层的赏识 尹澳山 微微素美倒 族会是团圆 也是攀比 是炫耀 也会打脸 总而言之 对于一个古武世家来说 族会就是重中之重 往年 我在族会中 也就不太起眼了 今年就不同了 说着 尹澳山 美眸看着黄小龙 深爱无边 今年 小龙 我 我的老公 一定 一定会 大放异彩的 也会让 往年看不起我的族人 刮目相看 哼 不过 小龙 你也可以什么都不做 只是玩乐便可 那种热闹程度 真的超乎你想象 赢澳山的话 让得黄小龙 玩心大起 另外 他也准备到了 赢家的祖地之后 放鬼王 赢可心出来瞧瞧 看看热闹 太好了 明天 我们一起出发 去参加赢家族会 黄小龙 抱住 赢澳山 又是一顿门槛 黄小龙和赢澳山 在山庄里缠绵了一会儿 天色向晚 林家的宴席 也是准备好了 宴会听众 大开宴席 各种山珍海味 流水般被端了上来 黄小龙不按大脚 诗相不敢恭维 药山 鸣嘴浅笑 在一旁 殷勤地给黄小龙 夹菜倒酒 掩然一副 乖乖老婆的架势 云伯在旁看得老坏大尾 心想 小姐终于找到如意郎君了 在家族中 也能长脸呀 林子松 暗暗羡慕老师的艳福 林老爷子等人 都知道小龙 与林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不过 大家族的人 眼界不比一般人 就黄小龙这等人物 坐拥三妻四妾 也事数寻常 甚至于天静地 不过 林家的人 就在琢磨一件事 纵然是药山这种 大家族的千金小姐 都只能做黄小龙的小老婆 那大老婆 究竟是何方神圣 还有 林静能在众多妻妾中 排行老几 以后 后宫争宠 会不会吃亏呢 但林老爷子 是何等事故圆滑之人 绝不在黄小龙面前 提及此事 只是殷勤地伺候着 期间 云伯拿出手机 订了三张机票 并还是 距离盈澳山的家乡 山省 也有数千里之遥 需得乘坐飞机 这才方便会计 黄小龙没有身份证 但以云伯的手段 替他买一张机票 那是轻松容易 小姐呀 今晚的机票 云伯笑着 对盈澳山道 嗯 盈澳山点了点头 对黄小龙道 小龙 今晚就要飞到 我家乡去 时间上 有些匆忙 你有问题吗 我没问题 随时都可以呀 黄小龙 咧嘴一下 不过 我还没坐过飞机 坐飞机 是啥感觉啊 会不会很吓人啊 听到黄小龙的话 大家都玩而发想 老师 你又要离开滨海吗 林子松问道 对 滨海的鬼魅 差不多已经被我消灭干净了 未来许多年 都不会发生灵异事件 也快无聊的 我准备去其他城市玩玩 黄小龙 如实说道 也顺便参加赢家的组会 不过 晚一段时间 我就会回来的 老师 一路顺风 林子松端起酒杯 惊了黄小龙一杯酒 林家的人 纷纷站起来敬酒 宴席协助后 云伯开车 支付机场 黄小龙和尹奥山 坐在后排 就在这时 尹奥山的手机铃声 响了起来 尹奥山愣了一下 玄其从包中 拿出手机 一看来电显示 顿时有些惊讶 咦 怎么 怎么来电显示 一片空白啊 小姐呀 或许是什么诈骗的电话吧 不用管 云伯一边开车 一边笑的 哦 杨奥山点了点头 不过 还是接听了 这个没有显示 来电号码的电话 刚刚接起电话 杨奥山 只听到电话那边 传来嘶嘶嘶的电流声 似乎电话的信号 非常不稳定 喂 你是谁 杨奥山的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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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电话里 传来一把 幽冷的男子嗓音 这声音非常诡异 令得让人 脊椎骨发凉 你到底是谁 不要装神弄鬼的 你奥山有些不愿了 你今晚会死 电话里 那诡异的男子嗓音 完全不太丝毫感情了的 小心点 你今晚会死的 嘟嘟嘟 说完这句话 那边挂了电话 气死我了 这电话 纯粹就是捉弄人 说什么让我小心点 我今晚会死 尿山 撅着嘴道 嗯 刚才 乖老婆接电话的时候 我明显感觉到了一丝阴气 难不成 是鬼打来的电话 黄小龙心中 微微移动 是类似于滨海 天才狂少那种厉鬼 拥有了通过电话 或短信 迷惑人的鬼术吗 正在狐一间 云伯的手机 来电也响了起来 云伯单手握住防线盘 另一只手 拿起手机 一看 嗯 我的也是 来电不显示对方号码 小姐 难不成 是同一个人 打电话过来捉弄我们吗 手机给我 黄小龙伸中手 云伯反手 将自己的手机 递给黄小龙 黄小龙看了看 正在响铃的手机 一丝丝阴寒之气 通过手机屏幕 传递的过来 接听电话 嘶嘶嘶 别流声中 狭闸着一把 淡漠的男子嗓音 小心点 你今晚会死的 就是今晚 嘟嘟嘟 电话挂了 小龙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迎奥山祈祷 其实 按照道理来讲 一般人不会知道 云伯和 银奥山的 私人手机号码 况且 就算知道了 也不敢打电话过来 细刷他们 毕竟 他们的身份和背景 都非同小可 具体不清楚 不过我可以肯定 这电话 是鬼打来的 黄小龙 文威地笑了笑 一听这话 云伯下意识地 踩了一脚刹车 小龙 鬼鬼 给我们打电话 这也太诡异了吧 像是恐怖偏离的情景 尹奥山 一脸惊奇 这个叫做鬼来电 其实 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 以往发生过不少 黄小龙说道 比如 有的人 接到了鬼的电话 鬼在电话里 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或是求救 或是警告 就拿 求救电话来说 接到电话的人 要么帮忙报警 要么自己 跑去鬼告诉了地点 结果呢 第二天 就会发现他们的尸体 要不然 就是彻底人间蒸发 这就是鬼在 朝替身了 当然 也有好的 有的鬼来电 会提醒人 灾厄即将发生 一定要小心 避开灾难 关于鬼来电 还有一件事 挺出名的 就是报道的 一架民航机 在2002年 5月离奇坠毁 200多人 宣布自忘 可是 在遇难者 头七的前一天 遇难者家属 却离奇地 接到了死者的电话 在电话里 死者的声音 妖似不清 只能听到一连串的呜呜 之后 再是长十秒钟的哭泣 黄小龙这番话 让车内的空气 都变得冷冽了起来 小龙 那你的意思是 刚才可以打电话给我 还有云伯 他究竟是什么目的呢 尼澳山 颤声道 呃 我想一下啊 鬼知道你们的手机号码 对了 今天订机票 你们都留了手机号码吗 黄小龙问道 对呀 黄公子 就留了我和小姐的手机号码 并没有留您的 云伯回答道 难不成 是今晚的飞机会出事 黄小龙琢磨了一下 这个鬼来电 是善意的 提醒咱们 今晚不要乘坐那架飞机 就在这时 云伯乡车停了下来 小姐 黄公子 机场到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提 小龙 你分析 今晚我们乘坐的航班 会发生空难 药山醋梅 现在不确定 只是 不排除这个可能 当然 也有可能 是鬼无聊 捉弄人的把戏 黄小龙笑了笑 一脸 无所畏惧 黄先生 那我们 要不要乘坐 今晚的航班呢 要不然 改签吧 云伯 征寻意见 哼哼 不用了 有我在 保管你们不会出事 黄小龙笑的 真倒霉 我这辈子 第一次坐飞机 就遇到这种邪门的事 不过 不要紧 谁也不能阻止 我坐飞机 下车 去机场 云伯把车 停到了机场的车库里 三人 进入机场 虽然是晚上了 但机场里 还是有许多 神色匆匆的人 在赶航班 黄小龙 没来过机场 只觉得这里 一切 都透着稀奇 顺便 观察了一下 机场里 干干净净的 没有一丝 阴邪之际 也不存在着什么 鬼祟 折服起来 刺激害人 三人办理登机手续 关检 进入后期厅 八号登机口 这时 只见八号登机口外面的座位上 依然是坐了几十上百号人 情力箱放了一地 有的人在玩着手机或平板电脑 有的人在打电话 有的在看书 相安无事 小姐 黄先生 请坐 云波找到了几个没人的位置 三人坐下 黄小龙观察了一下后期的人 一个个都挺正常的 看不出丝毫意 不过 有些话 传到了黄小龙的耳朵里 刚才不知道哪个傻逼 打电话给老子 说老子今晚就要死了 我去 不是吧 我也接到这个电话了 打电显示 应该是处理过的 空白不显示对方号码 帽子是个男人 壮神弄鬼的 说我今晚要死 还真是小 我也接听这个电话了 当时吓我一跳 我们的信息 被航空公司泄露了 这事 必须维权啊 许许多多的人 都在谈论这件事 看来 乘坐这般 飞往 辖省航班的人 都接到了同一个电话 鬼打来的电话 通话内容 也都是如出一辙 今晚你要死 太扯了吧 真会有空难 黄小龙心里咕噜着 不过 他是天不怕 地不怕的 就算有空难 也伤不了他 堂堂天梯间 唯的鬼差 因天子般的存在 自然不会 被这点小事给吓到 如果现在改签 真是丢了整个地府的灵 不要说黄小龙的 就连乘坐这架飞机的普通乘客 绝大多数都没拿那个电话 当回事 谁也不会想到 那是鬼打来的电话 这事儿不科学吗 鬼老婆 你别害怕啊 黄小龙笑得握住了迎奥山的手 哼 小龙 有你在 我什么都不怕 再说了 奥山也是鼓舞宗师来的 这点胆子 还是有的 迎奥山 迎迎一笑 等了一会儿 终于开始排队登机 飞机上 云波今天 没有买到头等舱的机票 所以三人 就在经济舱凑合了 好在 只有两个多小时的飞行时间 倒不至于太难熬 黄小龙是从来 没有坐过飞机 因此 探头探脑 东张西望的 迎奥山 没坐过经济舱 也是一脸好奇 不多时 飞机起飞 先生小姐 请问 您是要咖啡 还是果汁呢 空姐们 殷勤地服务起来 他们的声音很甜 黄小龙一抬头 只觉得这个 推着餐车的空姐 太漂亮了 精致的五官 美丽的空姐制服 包裹着丰满的身材 玲珑有致 啊 坐飞机真舒服啊 不但方便 还能看漂亮的小姐姐呢 以后 我一定要多坐飞机 黄小龙 忍不住笑道 漂亮空姐 被黄小龙逗乐了 药山也在一旁 咯咯咯笑得花枝乱颤 飞机顺利地上升到万米高空 极为平稳地飞向起来 黄先生 这飞机有问题吗 云伯 第一声问道 嗯 没问题 干干净净的 没有那种东西 黄小龙笑的笑 哦 那看来是虚惊异常了 云伯 不过势然一笑 恐怕 是有一只貂皮的鬼 在和这个航班的乘客们 开玩笑的 或许吧 黄小龙 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飞机 已经顺利地飞行了一个小时 差不多 飞了一半的路程 距离降落 也仅仅只有一个多小时 一桑里 响起欢笑声 以及睡觉 打呼噜的声音 一切都极为正常 看不出 丝毫有可能发生 空难事故的迹象 黄小龙坐在靠窗的位置 眼睛盯着窗外看 不过 啥也看不到 上万米的高空 已然是看不见 下面城市的夜景了 唯有黑压压的云层 这种深邃的黑暗 看得久了 会让人产生一种 潜意式的空间 就在这时 黄小龙忽然看到 在不远处亮起红光 这光血淋淋的 就好像鲜血一般 下一秒 恐怖的阴气 宛如飓风一般 朝黄小龙乘坐的 这架飞机席卷而来 而这阴气的源头 便是不远处的红光 而且 红光速度极快地靠了上来 飞机出现了摆动 空间立刻安抚了 请各位乘客 不要紧张 一定要系好安全带 我们的飞机遭遇的气流 这是正常现象 哦 来了 空难来了吗 黄小龙精神一阵 开天眼 双瞳 深邃如黑豆 锐利的 能洞穿一戒 黄小龙看得一清二楚 那些红光 来自于一架飞机 对 是一架飞机 只不过 这架飞机的机身 已然是秀气斑斑 火烦烂烂 还有火光在燃烧 看样子不是新飞机 而是至少 有十来年的老式飞机的 飞机也不大 至少 要比黄小龙乘坐的 这架飞机 小了不少 另外 黄小龙还看到 在那架朝这边 飞过来的飞机上 玻璃窗上 贴满了鬼脸 都是 极为猙獰的鬼脸 留着鬼脸 眼珠子在玻璃上 咯吱咯吱地摸擦着 诡异地笑着 眼神之中 充满了怨毒 贪婪 世纪 憎 黄小龙都能听到 他们邪恶的笑声 与之同时 嘖嘖嘖 黄小龙乘坐的这架飞机 灯光开始昏暗起来 飞机的照明电路 似乎是受到了 某种不明能量的干扰 忽明忽暗 极不稳定 啊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飞机在摇晃啊 怎么熄灯了 怎么回事 我的天啊 飞机怎么在下降 难道 难道 弓箭 弓箭呢 机舱里的乘客们 开始躁乱 气氛 煞时变得异常不安 一种不祥之感 涌上了每一名乘客的心头 啊 终于来了 黄小龙眼中 金光爆闪 直接站了起来 下一秒 飞机 剧烈震动了一下 宛如 遭到雷劈 那架老实的飞机 直接撞在了这架飞机上 现在黄小龙总算是弄明白了 原来空难是真的 但空难的原因 并不是这架飞机本身有问题 也不是天气原因 或者其他自然天灾 的确是和鬼魂有关系 撞上来的这架飞机 破破烂烂 宛如十年前的飞机 飞机里 载满了阴魂厉鬼 这是咋回事呢 很简单 或许在十年前 发生过一起空难 机上乘客 无一幸免 而这些人死亡之后 一方面 是克死异乡 在此 飞机失事 又不同于一般事物 让他们的阴魂上不爱天 下不沾地 也就无法正常的进入轮回 投胎转世 于是呢 出事故的客机 变成了一架幽灵飞机 机上的乘客 就变成了空中厉鬼 他们要找替身 所以一直在天空中寻觅着 或者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 恰好 黄小龙今天坐的这架飞机 就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之所以 乘坐这般飞机的旅客 几乎都收到了鬼来电 大约就是这群 空中厉鬼里面 有一只怨念不那么深的好鬼 善意的警告和提醒吧 机上的乘客 以及工作人员 肯定是看不见幽灵飞机的 此时轰轰轰 整架飞机 剧烈的摇摆了起来 飞机上发出严重的警告声 所有的氧气罩 全部从舱顶掉落下来 乘客们东倒西歪 化为滚地狐 尖叫声 呼喊声 绝望的哀嚎声 小孩子 那生死历劫的声音 乱 机舱里完全的混乱 小龙 腰上一把抓住黄小龙的手 郊区不受控制的 瑟瑟颤抖了起来 云波一张脸也是骤然煞白 说实话 纵然是强如超人一般的古武宗师 在面对空难这等灾祸时 也基本上会万念俱灰 绝望到难以生出求生的羽望 哼 上万米的高空 一旦坠机 古武宗师有个屁用 与之同时 幽灵飞机上的所有鬼物 都已经窜到了这架飞机上 好吗 足足上百之鬼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还有穿空姐制服的 只见他们满脸满身都是线线 有的鬼脸被风锐之物 切割出横七竖八的伤口 披肉外翻 有的半片脑袋都被削掉了 有的肠子脱拽出来洗米肠 有的满脸被烧焦 脸部就是一块块碎裂的烤肉组成的 可怕到了极底 整个机舱内 阴气凛裂 阴魂们开始四处蹦跳 一边啾啾啾的 吃尖叫着 一边寻找个子的替身 许多乘客都被鬼物拦腰抱住了 我动不了了 我被什么东西给抱住了 有什么东西在咬我 死了 我快死了 我在十九岁 我还是除了 我连女朋友都没参过 我不甘心的 我不想死 救命 救命啊 谁要是能救我 我这辈子就白给他了 妈妈 我爱你 乘客们都像是在表达最后的言 就在这时 飞机的广播里 响起了一把惨兮兮的男子嗓音 各位乘客 欢迎你们乘坐这一趟死亡航班 我是你们的机长 飞机将在十分钟后坠毁 请各位乘客抓紧时间写好你们的遗言 希望各位乘客在到达地府之后 能够有一个轻松愉快的心情 这阴森的广播声让乱成一锅粥的机丧 骤然诡异的安静下来 所有的乘客眼睛都鼓起 眼球差点跌出眼眶 哼哼 想在我面前制造空难 这是不可能的 忽然 黄小龙嘻嘻一笑 然后从随身翻部包包里取出现行符 烧了现行符 机丧内金光一盏 一下子那些面目咳嗽 死相几惨的阴魂 便是暴露在了乘客们的视线中 鬼 是鬼 被机长全部是鬼 有的阴魂正在抱着乘客的腰或者脖子 现在被乘客看见 他们也不回避 只是痴痴地笑着 眼睛里不断地渗出鬼血 活生生把一些年龄大的乘客 吓昏过去 小龙 真的有阴魂作祟 妖山侵害不已 不过 妖山和云伯是鼓舞松支 真起护体 鬼屋无法靠近他们 好了 你们这些各死异乡的家伙 也挺可怜的 今天 就不灭你们了 黄小龙笑了笑 拿出阴魂筒 掀开盖子 将积桑里的所有阴魂都收了 顿时 积桑的弥满的阴气开始消退 魂飞破散的乘客们 这才下意识地松了口气 然后 无数的目光 看向了黄小龙 一名漂亮空姐 大叫道 是一位道长 是一位道长 他把阴魂都消灭掉了 一时间 各种歌功颂德的声音 好似鲜花一般 把黄小龙淹没了 不过 黄小龙并没有松懈 他直直地朝驾驶舱走去 阴魂山和云波紧随其后 几名胆子大的空姐也跟了上来 道长 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 一名苹果脸 二十出头的短发空姐 颜值极高 身材也好得很 一脸崇拜地看着黄小龙 驾驶舱里也有厉鬼 必须马上过去处理掉 否则 坠机是必然的 黄小龙笑了笑 对 危险还没有解除 刚才 胡适有一个轨迹长 扒出了一条阴森森的死亡广播 众人来到驾驶舱的外面 舱门紧闭 要是呢 黄小龙问道 要 要是 道长 要是只有机长那儿 有一把 在他身上 一名空姐 失魂落魄地道 糟了 这机舱门 可是好几层合金铸成的 撞也撞不开啊 完了 另一名空姐 脸色黄火绝望地道 完了完了 机舱的通信车杯 全部失灵了 所有信号中断 无法 无法从地面取得联系了 就在这时 飞机抖动 空姐们 纷纷朝黄小龙这边 跌倒了过来 飞机在清洁 机头朝下 开始 缓缓地坠落 开始坠机了 宁耀山 和云博士鼓舞宗师 脚下生根 站得稳 没有亮相 空姐们则是 纷纷撞在 黄小龙身上 黄小龙身受浮主 不过难免 也是吃了点豆腐 触到了一些 丰满的山包 但这个时候 也没闲情意志 品味这些呢 怎么办啊 驾驶舱的门打不开 几名空姐 都泪流满面 他们都是 奇年欲貌 有着大好的青春 和前程 如今却要死在 这次空难中 真是太不甘心了 算了 你们在外面等我 黄小龙 默念穿墙肘 搜他一下 就从厚厚的机舱门 直接窜了进去 一进去 黄小龙便看到了 惊悚的一幕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黄小龙进去一看 就看到驾驶舱里 机长和副机长 已经惨死了 他们欺笑流血 全身被咬得支离破碎 整个驾驶舱里 溅满了血色 这场面 就和什么恐怖片 灾难片 没有区别的 只见 两只穿着机长 和副机长服装的 红衣厉鬼 嘶牙咧嘴地笑着 身上怨气沸腾 看来 这两只厉鬼 一冲进驾驶舱 就把这架飞机上的机长 和副机长干掉了 从服饰上来看 他们生前 也是机长和副机长 看到黄小龙进来 这两只红衣厉鬼 阴笑了一笑 左右朝黄小龙 扑了上来 张开血盆大口 就朝黄小龙身上咬来 找死 黄小龙右手一挥 掌心雷爆炸 将这两只 红衣厉鬼 炸得四分五力 真火一烧 便化为两团浓水 干掉两只红衣厉鬼 黄小龙取了钥匙 将机舱门打开 把鹰澳山 云伯 还有一群公姐 都放了进来 机长 副机长 公姐们一进来 就看到了机长 和副机长的尸体 纷纷抱头痛哭起来 没办法 冲进驾驶舱的 两只厉鬼 是最凶的 直接就把人给弄死了 黄小龙 无奈地耸了耸肩 不过 飞机 飞机在坠落 一名空姐 伸手一指 大家通过 驾驶舱的玻璃 很明显地看到 机头清醒 就好像 稻栽葱一样 朝下面坠去 一个仪表盘上 显示着飞机 距离地面的高度 八千米 七千五百米 七千米 不断地下降 要知道 飞机在低空飞行的时候 是非常危险的 哪怕是一只鸟撞上来 都有可能 立刻击毁人亡 天哪 谁会开飞机啊 不行 马上 得马上再去做事 一名空姐 花容惨淡 小龙 现在怎么办 飞机正以极快的速度坠落呢 尹奥山也直击地 满头大汗 不急 淡定 淡定 黄小龙 嬉戏一笑 黄公子 这可怎么淡定啊 云伯急地直跳脚 我们 我们顷刻之间 就 就要云命了 天哪 谁会开飞机啊 开车倒是能开 这可是飞机啊 黄小龙 慢条字里地 拿出一支香烟 点燃 抽了起来 不急 都别急 我说黄公子 您这心理素质 老朽 真是福气了呀 云伯 无力叹息 你们看 这个操作台上 不少仪表 都被打碎了 还有一些按钮 也短路了 窜着火花呢 黄小龙 将机长的尸体移开 坐落下来 我检查过了 飞机的自动飞行系统 已经毁坏掉了 不过万幸的是 手动操作系统 还是完好无损的 所以我说 吉人自有天下 你们别急 单钉 单钉 五千米 四千米 三千五百米 道长 就算手动操作系统没坏 可 谁会开飞机呀 要不 我马上广播 问一下 机舱里的乘客 哪一位会开 开 开飞机 一名空姐 哭丧着脸 其实也没必要问了 有什么乘客 会开飞机呢 谁这么逆天呀 还开飞机 打飞机还差不多吧 黄小龙 吐了个烟圈 可然 他那平淡乌气的眼神 变得犀利 而专注起来 嘴里的香烟 鸟鸟腾 腾生起来的烟雾 趁着他的脸颊 更是充满了一种 漫画般的立体感 下一个 黄小龙 拉动了一个摇杆 正在坠落的飞机 就好像打了机器一样 机头开始上升 很快飞机就平稳了 并且开始升空 四千米 五千米 六千米 黄小龙 尖属地操控着飞机 气质变得如空中雄鹰 天之脚子 药山 云波 还有空姐们 就好像看怪物一样 看着黄小龙 飞起来了 重新飞起来了 天呐 飞起来了 我们不用死了 一名空姐 袭击而起 情绪一度失控 直接冲上来 就在黄小龙脸上 巴黎亲了一口 请自重啊 我媳妇在这呢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小龙 你会开飞机 药山简直快疯了 他这是上辈子 做了什么善事 今生才找到 这样一个老公啊 无双秦戟 书法 武功 道术 医术 武术 还会开飞机 早就告诉过你们了 不要紧张 遇到这种事 必须淡定 越紧张 越容易出错 黄小龙一脸装逼的表情 乖老婆 我会开飞机 你很奇怪吗 实话告诉你吧 这个世界上 没有我不会的事 当然了 开飞机的技术 我是不太好 只能说学过几天 勉强会开而已 你要让我开战斗机 我就得歇菜咯 至此 空姐们无不用崇拜的眼神 看着黄小龙 眼睛里面 全部都是花痴的表情 同时 对营澳山 那是妒忌 其实像这种客机 飞行的航线 都是固定的 只要按照航线走 就能飞到目的地 因此 黄小龙开飞机的技术 哪怕不咋样 也能够平平稳稳的 让这架飞机 降落在山省的省会 东安市国际机场 这有我在 你们赶紧去安抚乘客吧 另外 飞机上损坏的通讯设备啥的 你们检查一下 能修理的 尽量修一下 黄小龙 叼着香烟吩咐 他 空姐们 各思其志 来 回老婆 我教你开飞机 坐腿上 黄小龙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尼奥山 连一红 但还是柔惊似水地 往黄小龙大腿上移坐 还从黄小龙嘴里 取下香烟 温柔可可地 帮他谈颜辉 坐在黄小龙腿上 尼奥山 目光透过 驾驶舱的玻璃窗 往外看去 繁星点点 生出一种天大地大 任我翱翔的畅快感 然后再侧头 看一看正专注开飞机的黄小龙 他整个人已经吃 不多时 广播响起 女士们先生们 本家飞机 预定在15分钟后 到达东安国际机场 地面温度 是摄氏26度 本次航班 发生了一些意外 原本 大家都以为 再也无法顺利降落了 可是 在千军一发之际 有一位英雄出现了 他消灭了所有的厉鬼 并且在机长和副机长 都殉职的情况下 操控飞机 避免了一场空难 拯救了 所有人的生命 在这里 我代表 城务组全体成员 对他表示 最崇高的敬意 以及 最真诚的感谢 天美的空姐嗓音 响彻机舱 这声音里 包含着深情 极度 因为激动 而哽咽 气不成声 很快 在机舱里 就响起 潮水一般的 欢呼声 鼓掌声 小龙 这回 你肯定成英雄了 迎奥山 奄然一笑 还能上电视呢 且 谁喜欢上电视呢 我要上 就上你咯 黄小龙 非常无赖地笑了笑 迎奥山 美眸流转 低声道 黄公子 奥山的功 已搭好 你的剑呢 黄小龙 无惊无险地将飞机降落到了东安市国际机场 他带着英奥山和云波从驾驶舱回到了机舱 赫然只见在机舱所有的乘客在漂亮空姐们的带领下 左右站成两排 一见黄小龙出来 就奋力鼓掌 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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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其实不用客气了 黄小龙还是第一次想出这种被人脱帽至今的感觉 笑嘻嘻地等 和几名空姐商量之后 黄小龙准备下了飞机就偷偷溜走 不想遭到任何纠缠 空姐们表示理解 不过这些空姐都争先恐后地要了黄小龙的微信号 黄小龙一看他们花痴一般的表情就知道 如今 自己若是提出要求 让这些空姐现身 他们肯定抢着来 对于这种穿着制服的年轻漂亮空姐 黄小龙还是有些想法的 因此 他不介意将自己的微信号留给他们 以后若有缘发生点什么还是挺有意思的呢 下飞机 黄小龙 银澳山 云波 三人匆匆离开机场 从滨海市来到了山省的省会东安市 最明显就是气温上的差距 滨海是沿海城市 压热在气候 一年有多半的时间都酷暑难耐 而东安市地处内陆 气温要凉爽舒适很多 三人走在街头 时间是晚上十一点多 这座城市也极为的繁华热闹 小龙 虽然东安市在经济上不如滨海市 但历史气息和文化底蕴 都不是滨海可比的 作为东道主的银澳山 在黄小龙身边娓娓道来 黄小龙索性就搂住了银澳山的小门腰 这里是六朝古都 见证了多少帝国的兴盛和衰落 银澳山感叹的 东安又是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 这里 铭刻着华夏文明久远的璀璨荣耀 这座厚重的城市 历史与未来相互交织与碰撞 如今正朝着国际华大都市的目标迈进呢 黄小龙双瞳凝聚成真 目立宛如黑洞 在他看来这座古城沸腾着不少的印记 看来在繁华俗世之中 隐藏着不知道多少阴魂毁碎 这座城市暗中潜伏的脏东西 比滨海多了不知道多少倍 或许正是因为它的古老吧 才能滋生出如此强盛的阴记 太好了 这次有得玩的 黄小龙忍不住欢呼起来 不会那么的无聊咯 小龙 什么事情让你这么开心啊 迎奥山忍俊不禁 我喜欢这座城市 因为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我去做 可以打发我无聊的时光 让我的生活充满了乐趣 黄小龙一般正经的道 这时云伯已经打完一个电话 他笑道 小姐 老爷已经带着夫人们 还有小姐您的兄弟姐妹们 先一步返回祖地了 老爷说 族会即将拉开帷幕 赢家族人 已经从全世界各地返回祖地 让您也赶紧回祖地 老八爷真是 明明说好了等我的 却先走一步 迎奥山笑了笑 不过无妨 我们明天就回祖地吧 顿了一下 你奥山对黄小龙柔声道 小龙 本来想带你在东安玩日玩的 不过 族会将临 我们还是先回祖地吧 等族会结束后 奥山再比你好好的玩个痛快 可以啊 我是无所谓的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小姐 黄公子 老朽已经提前预定了酒店 我们去酒店休息吧 今晚的经历 也是让人有些心里憔悴呀 云伯道 黄小龙自然没有什么意义 三人打了一辆车 来到一座 堪称金碧辉煌的五星级酒店前 云伯去办好了入住手续 云伯不动声色地 开了两间套房 他单独住一间 剩下一间 黄小龙和阴傲山同住 阴傲山粉脸羞红 直到今晚注定 会发生一件对于他来说 很重要的事 放心 又是忐忑 又是期待 幸福感爆棚 奢华的套房 哎呀 好累啊 黄小龙直接 摊坐在沙发上 小龙 我 我 我给你放水 然后 然后 服侍你洗澡吧 药山 面红过耳 呃 黄小龙愣了一下 药山 奄然一笑道 小龙 不必感到奇怪 我们孤雾世家的女子 从小不断 要学尊线女工 琴棋书画 尸丝科夫 还要学会 怎么服侍老公呢 啊 真讲究啊 黄小龙欢笑道 小龙 你是奥山服侍的 第一个男子 也是今生今世 唯一的一个 奥山 对你至死不渝 永不变心 尹奥山忽然正色说道 嗯嗯 乖老婆 我明白的 黄小龙笑道 尹奥山 柔情似水地走过来 弯腰 替黄小龙 解开鞋带 嘿嘿 还真有点不太习惯了 黄小龙 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讲 对了 乖老婆 你连中 蜈蚣骨 和金残骨 想必是有人 非要你死不可 上次我认识一个 大家族的女孩 叫 姬炎雪 她也 遭到了连环暗杀 结果是她 家族内部的人干的 我想 你们这些家族 并不止一团和戚 里面的水很深 说不定 下骨害你的 是你们赢家的人呢 银耀山抬头 用秋水般的毛子 看向黄小龙 也许是吧 不过 有小龙在我身边 谁也害不了我 我体内有本命骨 玉骨 再也没有谁 可以对我偷偷下骨了 嗯 反正 这次和你一起 回赢家祖地 参加族会 如果被我撞进 那个下骨害你的人 我绝对不会 手下留情的 我的老婆 岂是任人刺杀的 黄小龙 一脸认真道 这些都是我 做人的原则 拥有逆临 处之必死 当下 银耀山 便是使尽全身温柔 逢迎服侍黄小龙 银耀山 也从一名少女 变成了黄小龙的女人 这是黄小龙 真正意义上 拥有的第三个老婆 也是第一个 修炼到了 古武宗师级别的老婆 缠绵之时 黄小龙 总觉得 阴耀山 有一种 不同于别的美女的气质 这是一种 即圣洁高贵 典雅端庄于一身 其中还柔和着 温婉 娇柔的 妩媚风情 武宗师啊 就这顶级美女 就单单 是心理上的正负感 都难以用笔墨描述 不过 和柳飞蕾 尊微相同的是 再称为 黄小龙 女人那一刻 阴耀山 也满脸疼痛 与幸福交织的 销魂表情 串串晶莹 剔透 如水晶般的猪类 不由自主地 从他鲜美的 睫毛下流出 唐满香塞 这是 世间最珍贵 也是最幸福的眼泪 当阴耀山 沉沉睡去后 黄小龙坐了起来 拿出阴魂筒 阴可信 我现在要去 阴家祖地 参加祖会 你出来吧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 继续收听 提 在去往 赢家祖地 参加祖会之前 黄小龙也是 将鬼王 颖可信 放了出来 毕竟 这次去参加 赢家祖会 也并不全都是 因为阴耀山 黄小龙的丫鬟 是赢家的老祖宗 这 也是一个原因 月光 从落地 长窗中 渗了进来 平庭妖鸟 先知 朦胧的 银可信 全身上下 并无一丝诡计 站在了 黄小龙身前 黄小龙 已将要去参加 赢家祖会的事情 告诉了 银可信 银可信 看了看青丝 撒在枕头上 一脸幸福 安稳睡去的 鹰傲山 不知一笑道 大人 你终于还是将 我这后人 收为妾室 不知道 他可服侍得好 还 还 还可以 黄小龙 有点不太好意思 他的确 把银可信的 一位后人给睡了 大人不必拒泥 可信的后裔中 任何女眷 大人 都可以自以采摘 这是他们的福分 银可信 一本正经的道 断了一下 银可信的 大人 如今阴阳两格 沧海桑田 后人有后人的规矩 可信 不便参与其中 大人 替可信 去参加赢家族会吧 可信 将当年自创的 三门剑法 以及 所谓祖地的一些情况 告知大人 如果可信所料不差 祖地 便是当年 大王赐给可信的领地 好吧 黄小龙 点了点头 当下 黄小龙 摇破十指 挤出一滴神器 涂抹在眉心术 倾刻之间 面部便是绽放开来了 一朵彼岸花 彼岸花 沟通阴阳 让他黄小龙 直接得到了 银可信的一部分记忆 包括他苦心 故意自创的 三门剑术 刺人 清晨 黄小龙 和银奥山 几乎同时醒来 两人目光对出 火花刺激 黄小龙 忍耐不住 翻身 将银奥山 压在身下 小龙 轻点 还有些许的肿痛 当下 又是一番 恩爱缠绵 吃过午饭 当地一位大豪 亲自 将一辆越野车 开到五星级酒店 交给云波 云波开车 载着黄小龙 和银奥山 前往银家祖地 原来 银家的祖地 隐藏在秦岭的 崇山峻岭之中 是一个 人际不治之地 秦岭 他远离尘世 安详 淳朴 美好 同样 也充满了 古老和神秘的气息 关于秦岭的传说 数之不尽 宝藏 陵墓 阴兵过路 还有无数 不见文献 记载的 神秘物种 超自然现象 车上 银奥山 也是抓紧时间 对黄小龙 诉说 云家的一些事情 银奥山 属于当今 云家的 第四代族人 第一代 那是 银奥山 曾祖父一辈 近数 都是百岁老人 说白了 就是一群老古董 已经 折服不出 不问世事 第二代 是 银奥山的 爷爷辈 算是当今家族的掌权者 但过不了多少年 便会退位 将核心权力移交 第三代 是 银奥山的 父母辈 这是 家族的少壮派 中坚力量 当代 银家家族 乃是 银奥山的爷爷 银奥山之父 就是未来 家族的 顺位继承人 银奥山 基本上 算是 准家族一脉了 嫡系中的嫡系 不过呢 银家内部 的确竞争惨烈 其他卖系 无不亏去家主之位 虽然 论词百倍 银奥山的父亲 应当成为 下一任家主 可这中间 也存在 微妙的变数 对银奥山 父亲家主之位 威胁最大的 那是 银奥山 大伯一脉 大伯一脉 诞生了当今 赢家第四代的 首席天才 赢清风 赢清风 二十七岁 被称之为 古武十大世家的 十大公子之一 公子是一个称号 古武十大世家 每一家 都会推选出来 一位公子 何为公子 便是家族中 武学天赋最妖逆 智商最高 能力最强 才华 最为横逸之位 其实 想想也就明白了 古武十大家族 那是华夏古武学的 顶尖传承 无一不是有着 数千年的历史底蕴 知凡夜貌 每一个家族中 就出唯一的一个 称号为 公子的天才 这就是大浪逃杀 脱颖而出的 十位顶级才俊 每一位 都是风华绝代 人中龙俘 俗话说 子凭母贵 在赢家 也有 不凭子贵的说法 大不一脉 出了一个 迎清风 自然 并会直接动摇 迎奥山这一脉的地位 不是不可能成功 算夺家主宝座 却小纠战 迎奥山这一脉 就靠迎奥山 同父异母的哥哥 迎奥天 支撑场面 迎奥天 迎家第四代 仅次于迎清风的天才 为迎奥山之父 正气所生 迎奥山之父 一七六七 迎奥山是排行第六的一位 窃室所的 她是独生女 但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 足有三十几人 这一脉 第四代的人物 自然是以迎奥天成尊 因为迎奥山之母 是最小的一个妻 又只生了她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所以 她也算比较得主 黄小龙听得 脑袋有点犯迷糊 迎奥山内部的关系 还真是错综复杂呀 单单就只有迎奥山这一脉 谁就狠身 更遭论 弱大一个迎家了 小龙 这次族会暗流汹涌 恐怕 大伯会向我父亲逼宫 因为迎清风堂哥 是十大公子之一 锋芒毕露 不但在迎家 被称之为未来的第一人 更是得到了 其他古武师家的追捧 迎奥山忽然以簇眉 沉声道 今年的族会 之所以比往年更受族人重视 便是因为 今年 爷爷就会宣布 下一任家主继承人 基本上 就是我父亲 和大伯之间的争夺 也可以理解为 迎清风堂哥 和我哥 迎奥天之间的对决 迎奥山慎重的 我父亲的优势 是拥有名分 论资牌配 该他出任家主之位 而大伯的优势 则是十大公子之一 清风堂哥 哦 想不到今年 还有这种重头戏 黄小龙忽然一想 有意思 太有意思的 讲必也是极好玩的 黄公子 一个古武师家 内部的明正暗斗 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兄弟手足相残 再正常不过 今年不太平啊 迎冲那一脉 忽视眈眈 恐怕是要展开 鱼死亡破的气势 一鼓作息 把老爷这一脉 拉下马了 不过 这中间却多了一个变数 那就是黄公子您 老朽认为 黄公子 无论在哪一方面 都不会输给 清风少爷呢 迎冲 便是迎奥山的大伯了 小龙 你不需要有什么压力 我们家族的争权夺利 你若不喜欢 大可以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迎奥山连忙的 我无所谓了 黄小龙耸了耸肩 总而言之 你是我的乖老婆 我做的事情 肯定是帮你争取 最大的利益 不会错看你 这一脉没落的 说完 黄小龙目光平视前方 瞳孔中 绽放锋芒之气 难难道 古武世界的十大公子 赢家的迎清风 第一天才 称之为妖妮 真的很想看看 公子级的古武天才 到底是个什么水准呢 车行不久 便开入山中 秦岭 在进入秦岭之后 一股无可比敌的 龙脉霸气 扑面而来 在古代 此处本就是 君临天下的 皇者龙脉 有着王者霸气 赢澳山和云波 明显身色凝重了起来 双眸之中 近视庄严 黄小龙也是 收起玩世不公的心态 小龙 祖地快到了 赢澳山笑了笑 雨夜车 沿着一条溪流 在崇山峻岭中穿行 沿途风景漫妙 美如画卷 车窗外 成群结队的 燕里大蝴蝶 在翩翩飞舞 丝毫也不拒人 竟从窗外飞进车内 驻足在 黄小龙等人的肩上 头上 这让黄小龙 感觉到了一种 进入童话世界的错觉 终于 来到一个溪谷 车辆已无法继续前进 只见 在溪谷外面 建筑着一排 古色古香的木屋 吹烟鸟鸟 似乎有人居住 另外 大辆豪华越野车 停在了溪谷之外 竟像是一个档次极高的车站 溪谷的一端 乃是迷蒙的水雾 白茫茫的 宛如梦境 小龙 那片雾气 乃是胀气 穿过胀气 才能抵达赢家祖地 不过 这胀气非常厉害 含有剧毒 如果没有我们赢家的 特殊方法 常人根本无法进入 身上 稍微一沾上胀气 便会化浓 顷刻间 死于非命 银傲山慎重的 也就是说 外人 几乎是没有办法 进入赢家祖地的 嗯 我知道 所谓的胀气 便是在溪谷中 生长了某些 有毒性的植物 因为环境的闭塞 这些有毒植物 在腐烂之后 便会 与空气产生 化学作用 形成一种 销魂石骨的毒涨 黄小龙 侃侃而谈 不过 一物降一物 在这片 溪谷附近 一定生长了 克制毒涨的植物 只要采摘到 这种植物 吞服之后 便可平安无事地 穿越这片毒涨 抵达 赢家祖地 啊 黄公子 您 您 难不成 您去过赢家祖地 云伯用不可思议的目光 看向了黄小龙 穿越这片毒涨的阀门 赢家 绝不外传 银奥山 暂时也没有向黄小龙 透露过 可黄小龙 直接倒破了关键 这让人 不得不怀疑 黄小龙 去过赢家祖地 银奥山 也是一种 极度不可思议的目光 看向了黄小龙 呵呵 没什么好奇怪的 我聪明而已 黄小龙 嬉戏一笑 事实上 在英可信那里 得到了关于 赢家祖地的信息之后 黄小龙 对于这里的熟悉程度 甚至要高过赢家 当代的任何一人 毕竟 那可是赢家老祖宗 亲自 传给黄小龙的信息 父亲 还有二娘 跟三娘他们 走 我们下车 尹奥山看了一眼 木屋那边的人群 直接拉开车门 黄小龙 放眼一看 只见 那排木屋附近 出现了不少人 有男有女 一个个都是气质不足 其中一个中年男子 最为显眼 仿若 鹤立鸡群 他背脊 挺直如镳枪 气质沉稳 如山月 一举一动 霸气无双 在他的体内 宁念出来了 足足七十七道真气 旋风般的呼啸螺旋 恐怖至极 这七十七道真气 若是宁为一股爆发而输 至少可以做到百步杀人 进而一举打穿钢板 已然是飞人的力量 鼓舞大宗师 此人便是银奥山之父 迎销 按理说 是迎家未来家主的顺位继承 不过此时 在迎销的门语之间 却是凝结着一股暴怒疯狂的表情 整个人几乎就是怒火烧天 恨不得暴起杀人一般 在迎销的身旁 大多数也都是鼓舞宗师 哪怕是年龄 如银奥山一般的 体内也都凝练出来了 十道以上的真气 有的甚至拥有 二十道 三十道真气 强 迎销这一脉 准家主一脉 的确兵强麻装 人数也不少 比如当初那不可一世的 皇谱徒孙 若是放在迎家这些族人面前 也就是马马虎虎 呼呼通通不齐 只不过 如今迎销这一脉 人人脸上都是愁云惨物 怨毒至深 似乎是发生什么事情一般 迎奥山带着黄小龙 赶忙走了上去 云伯跟随在后 爸爸 奥山来了 迎奥山走到信处 施力道 奥山堂妹 你来了 奥山堂姐 一年没见你 又长漂亮了 迎奥山这些同父异母的 兄弟姐妹 纷纷说出礼貌的话来 很快 都齐刷刷地向目光 对准了黄小龙 脸上泛起惊疑之责 奥山闺女 一名穿着香奈尔 职业套裙的美服 从一间木屋中 走了出来 她看起来顶多三十来岁 风情万种 脸目 一席与 迎奥山 有着几分相似 但多了一些 成熟妩媚 她也是鼓舞宗师的境界 但体内 也就只凝联出来了 两道真气而已 不算真正的高手 黄小龙心中 微微移动 如果所料不错 这一位美妇 便是迎奥山的亲生母亲 也就是迎销最小的 一个妾室 非常得众 是她身边的红人 黄小龙的准老丈母 妈 迎奥山像是一只 欢快的云雀 投入了母亲的怀抱中 回来了就好 回来了就好 妈都担心你出事呢 迎奥山之母 一脸溺哀 不过 却是表情惨淡 似乎有难言之意 妈 爸爸 难道 难道是出什么事了吗 迎奥山 见貌变色 立刻发问道 唉 迎奥山之母 发出一声长叹 玉家愁眉苦脸 奥山 听说你连续遭到奸人下骨 哼 迎销全身 真气滚动 气势光芒 就好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 岂有此理 简直就是岂有此理 居然使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我迎销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顿了一下 迎销惨然道 奥山 你哥 你哥 奥天 他被害了 人是没死 但身中剧毒 一身修为 金属 金属毁了 哼 这一句话 在迎奥山听来 简直就是石破天惊 迎奥天 迎家当今第四代的杰出才俊 妖孽之姿 仅仅在迎清风一人之下 也是迎销 敬主 家主之位的 一大砝码 而如今 居然 被人害了 全身武功尽毁 这种打击 根本就是迎销无法承受的 他这一脉的未来 几乎断绝了 迎奥天 出了事故 在迎家第四代 就再也没有人 能够对迎清风 形成竞争了 而迎销继承家主之时 也变得 忽朔迷离 怎么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迎奥山 也是六身无主 不过 当他看了一眼 黄小龙之后 立刻道 爸爸 妈妈 让小龙试试 看能否 吃好奥天歌 下一秒 你是谁 迎销 迎奥山之母 以及迎奥山 所有的兄弟姐妹 统统将目光 凝视向黄小龙 一口同声的问道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 继续收听 如此多人 都将诧异的目光 看向了黄小龙 而且 以营销为首 尽数都是鼓舞宗师 一般人 在面对如此多鼓舞宗师的逼势下 恐怕身体都会忍不住 瑟瑟颤抖 甚至止息 吓尿 这一点都不夸张 可黄小龙神色如常 从容淡定的可怕 甚至随小 始终都是擒之一抹云淡风轻的效应 嗯 此次看起来丝毫不安无事 但却能在我们的目光之下 不卑不亢 崇尿不尽 是个人物 难不成是澳山的朋友 不过 澳山也真是会胡闹 英家族会再好的朋友也不能带过来 营销信念已懂 这个时候 你澳山满脸羞红 声音细弱文蕊 爸 妈 这是小龙 是 是澳山的 是澳山的 老公 这话一说 整个营销这一脉的人 集体的实话了 老公 不要这么搞笑行不行 你说男朋友 还能让人缓冲一下 试试去消化 老公 澳山 不许胡闹 营销微怒 爸 我说的是真的 小龙是我老公 虽然羞涩 但营澳山 却也是满脸坚定之色 云伯在一旁笑道 老爷 小五姐说的是真的 哇 不是吧 澳山堂姐今年 怎么带了一个老公回来 这竟然也太快了吧 澳山堂姐 秦继无双 出了名的高冷 今年是吃做什么药了 我看这家伙也平平无奇 怎能摘到 澳山堂姐 这朵高领之花 看起来 并不是我们 十大古武十家圈子里的蔡俊 汤妹这是要下架了 这可犹损我们赢家的尊严 是啊 唐姐 唐姐要嫁也必须嫁给十大古武十家的公子级人物啊 一时间 四周的议论声 此起彼伏 营小 脸皮是一阵轻 一阵白 营澳山 是他最为疼爱的一个女儿 而且 对的期望很高 虽然 营澳山 不太热衷于武学 但其实天赋不错 依然 是宁念出来了十五道真迹 再说音律方面 堪称 十大古武世家的第一人 营小 是准备与其他家族联姻 争取 将营澳山 许配给公子级的人物 如此一来 对于营小争夺家主之位 将会如虎天意 可今天 云伯 你这简直就是胡闹 我让你贴身保护澳山 并照顾他的生活 你这是万夫之手 怎能让澳山 与这样一个少年鬼混 成何体统 我营家的尊严和面子 还要不要了 本来营澳天的重伤 就让营小焦头烂额的 现在 营澳山又搞出这样的事来 你让他如何不怒 老爷 别动气 有话好好说 营澳山之母 在一旁柔声劝慰 并且 瞪了营澳山一眼 乖女儿 你就别胡闹了 省得你爸操心 我没有胡闹 营澳山也有些急了 老爷啊 这件事呢 情容老奴 圆圆奔奔的 云伯 叫将黄小龙的种种 不可思议之事 来个竹筒倒豆子 不要解释了 我不听 营澳一挥手 然后极力控制住 自己的情绪 对着黄小龙道 少年 我女儿年轻不懂事 我不知道你给我女儿 灌了什么米混汤 不过 要娶我营萧的女儿 你还不配 哈哈哈哈 我不配吗 黄小龙就好像是听到了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 你赢家的老祖宗都是我的丫鬟 你说我不配 但凡将营可欣放出来 赢家上下 所有女性 黄小龙是想睡谁就睡谁 想睡多久就睡多久 是的 你不配 就好像营火 无法理解日月的光辉 你和敖山注定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营萧下了竹可令 你走吧 爸 你简直就是蛮不讲理 营澳山的倔脾气也上来了 同时 他也怕自己父亲的无礼取闹 含了黄小龙的心 毕竟在他看来 能够嫁给黄小龙是他高攀了 气往上涌 营澳山冲口而出道 哇 我的身子已经给了小龙了 这一生 我只能是他的老婆 轰 重磅炸弹 绝对的重磅炸弹 炸的所有人都懵了 现代社会 崩弃开发 男女当下那点破事 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只要情投意合 甚至有点感觉 就能啪啪啪 可赢家是古武世家 多多少少 秉承了一些男女脂肪的 般文如节 婚前啪啪啪 基本上是不被允许的 要干那事 必须要三书六礼 八台踏轿 把女子迎娶进门 这才共赴云语 现在 你奥山一个女儿家 当面说出这种羞耻之事 奥山 你还要不要脸 营娇全身气情狂飙 一眉半眷 头发飞扬了起来 一双眼睛 胸光比冷 四周空气都被她的气场压迫的凝固了起来 她一步步走向黄小龙 双手颤抖 你 把我女儿给睡了 你把我的宝贝女儿给睡了 啥 黄小龙一脸认真地点头道 我要你死 你睡我女儿 我要你死 营销简直都快疯掉了 爸 你要是敢再靠近小龙一步 我就死给你看 你奥山将右手贴在心口 掌心真气阴雨 像她这种鼓舞松痴 只需掌力轻轻一度 就能震碎心脉 立刻就死 不要 你奥山的母亲脸色骤然煞白 闺女别冲动 老爷 你 你快住手啊 四面八方的人 纷纷围住盐奥山 大声劝阻 都别过来 谁再过来一步 我立刻就死 却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盐奥山语气决然 并朝黄小龙靠拢 爸 女儿生是小龙的人 此是小龙的鬼 你要女儿死 那简单得很 只需再朝前走一步便可 奥山 营销知道自己这个女儿 是外表柔弱 内心刚强至极 说出来的话 言出必见 他真不感动 只是怨恨地看着黄小龙 不再逼迫 黄小龙对着营销一笑 其实你弄错了 奥山嫁给我 并不是下嫁 而是公正地说吧 是高攀了 而且 你们这一脉的营家族人 如果能够巴结上我 什么营冲 营青蜂 只能被你们踩在脚下 营销怒极狂笑 小子 口气真大 你问你是谁 你是轩辕家族的少爷吗 轩辕家族花下十大鼓舞 世家之手 执掌牛耳的存在 不是 轩辕家族在我看来 也如蝼蚁一般 我要灭 抬手便可 黄小龙轻描淡写地说道 人的一生各有际遇 这是一次机会 希望你们不要错过了 你你你 营销语音发展 心头一凉 难道 我家闺女找了一个疯子当老公 听这人说话十足疯癫 这 这可不好办了 就在这时 一间木屋之中传来一阵鲜香的味道 似乎是有人在烹饪食物 此时也差不多是晚饭时间了 这香味极其浓郁 让人无法抗拒 黄小龙嗅了一下 心中忽然一动 笑道 初次见面 我没有带什么礼物 不过 却要送上一份大礼 你们早鱼汤吧 那鱼汤有问题 若是贸然服用 必死无疑 好了 我救了你们一命 你们快来谢谢我吧 这份见面礼 还不错吧 赢家的人 的确是在木屋中 准备晚饭 烹饪鱼汤 不过 这鱼是从溪水中钓上来的 赢家的人也仔细检查过 根本无毒 作为古武宗旨来说 若连食物中 有毒无毒都辨别不出 那岂非笑掉人的大牙吗 营销欲发 认为黄小龙脑子有问题了 说话没头没脑的 自大狂妄 胡言乱语 营销刚想斥责黄小龙几句 不过心念一动 嘴角牵出了一抹讥讽笑意 雨汤有毒 是的 这毒很厉害 你们虽然是古武宗师 但若中毒 也是必死无疑 黄小龙 因此凿凿地说道 好 我们不如来打一个毒 营销目光闪烁 你单凭嗅瘴 就说鱼汤有毒 但这些鱼都是极为新鲜 从活水中钓上来的 此处的水质 已是极为干净 我们也辨别过 鱼是没毒的 不如就赌一下 这鱼究竟有毒没毒 若是有毒 我就认了你这个女婿 若是无毒 那以后 希望你离澳山远一些 营销剑自己女儿 已经铁的心 要跟黄小龙 甚至依死相逼 她也无法强行拆散了 弄个不好 女儿就没了 那可追悔莫及 因此 便是想着用其他方法 令黄小龙离的女儿 越远越好 恰好 黄小龙是撞到枪口上来了 营销自然深信 鱼是没有毒的 黄小龙是在危言耸听 花重取出 哼 那可多谢了 黄小龙憋不住笑了下来 好 我赌了 反正你是必输无疑 哈哈哈哈 好 到时候希望你愿赌服输 不要罗造 否则休怪我不客气 营销宁笑了一下 然后看向营澳山 乖女儿 别怪我没给这少年机会 如今是公平赌斗 他若赢了 为父自然成全你们 不过 他要是输了 女儿 你知道应该怎么做 营澳山对黄小龙的崇拜 那是近乎盲目的 疯狂的 他就不相信黄小龙会说 黄小龙说鱼汤有毒 那就绝对有毒 好 爸 愿赌服输 营澳山强调道 那是自然 你把我 阴出如山 什么时候返回过 少年 你这就随我来吧 我们一起去看看 与他究竟有毒无毒 营销一脸 稳操胜券的表情 灭邪看着黄小龙 等等 黄小龙又修了一下 鲜香的气味 你们吊起来的是黄辣钉 哦 少年 你那鼻子倒是挺灵的 营销微微一惊 一般的野生黄辣钉 最长可达到二十厘米 不过 你们吊起来的 差不多应该是更长 或许 已然是达到了四五十厘米长 黄小龙笑了笑 此言一出 不仅仅是营销 就连他子女们 都一脸惊奇 咦 你怎么知道 一名少年盯着黄小龙的 鱼是我钓起来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长的黄辣钉 足有五十厘米长 我当时也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但这些鱼 学非物种变异 我在国外攻读生物学 可以肯定这一点 嗯 去看看鱼汤吧 黄小龙笑了笑 寻着香味走去 我们走 营销带领族人跟了上来 一间木屋中 有着许多古老的厨具与造具 石头 砌成的灶上 夹着一口大大的铁锅 这口锅 足以煮数十人分量的饭菜 这时 铁锅内 不吃不吃冒着泡 那让人 石石大洞的 鱼汤香气 刺一而出 让他进来的人 肚子都不争气的 咕咚咕咚的 响了起来 煮饭的起名仆人 恭敬他 导演 鱼汤熬好了 这鱼汤可真是鲜嫩美味啊 我们长出这么多年 可也从来没熬过这么美味的鱼汤 一定是真修佳肴 不比什么山珍海外差 老爷 今晚上 大家伙有口福了 银销 银销吩咐祖人 将铁锅从灶上抬了下来 放置在地上 只见 汤水呈现出 一种白色 树十只 奇长的滑辣丁 再翻滚之 看起来 肉质极呢 银针失毒 银销一挥手 立刻就一名老者 从怀中取出一枚银针 探入汤水中 过了一会儿 老者将银针取出 银针丝毫没有变色 证明鱼汤无毒 老爷 实在咱们早就检查过了 没有任何问题的 一名厨子连声道 怎么样 银针试过 无毒 少年 你准备 用什么法子试一下呀 银销讽刺地看着黄小龙 记住 试过之后 离我女儿严点 当然 我也会邀请你 喝一碗鱼汤再走 有没有什么小动物 或者野兽啊 黄小龙笑了笑 哦 你是想用野兽试毒 好 可以的 这秦陵山脉野兽多的事 我们古武宗师 捕猎非常简单 银销笑了笑 对一名族人吩咐道 鲁儿 你赶紧去猎 一头小兽回来 父亲 还是知道 几名银家族人 恕手空缺地去了 仅仅十几分钟之后 便是用草片绳 捆了一头 长着獠牙 嗷嗷惨叫的野猪回来 厨子盛了一大碗鱼汤 给野猪喝 这野猪早就被 鱼汤的鲜香味给迷住了 浑然忘记了自己 已然是人类的阶下胸 呼噜呼噜几下 野猪喝光了这碗鱼汤 还不停地舔着嘴唇 嗷嗷地叫着 显然是还想再吃 把野猪放了 银销一挥手 野猪被释放之后 居然恋战不去 鱼汤似乎是连他的魂也勾了 让他逃都不愿意逃 哈哈 你们看 野猪还活蹦乱跳的 一点中毒的迹象都没有呢 一名赢家族人 野鱼发笑 黄小龙不再去看那头野猪 侃侃而谈倒 这鱼汤 滋味鲜美无比 味道 实乃是天下之罪 但是无论是人 还是动物 喝过之后 在十分钟之内 便会死去 此时没有半点中毒计较 而且还会面带微笑 似乎是在回味鱼汤之美 哈哈哈哈 营销等人狂笑起来 只觉得黄小龙再说 天方夜谈 就在这时 蹦着 野猪直接歪倒 四提朝天 已然是断绝了呼吸 他的嘴角向上一脚 做出一个在笑的表情 简直诡异到了极脸 笑声瞎然而止 现场一片鸦雀无声 野猪果然死了 而且的确如黄小龙所说 是笑着死的 此在回味鱼汤的无穷鲜味 轻渴之间 营销止血的脊椎骨 一阵阵发寒 今天如果不是黄小龙提醒 那么在场的营家族人 又有多少会如这头野猪一样 在喝掉鱼汤之后 笑着死去呢 少赵 少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 这是什么毒 营销颤声道 这鱼是在什么地方钓起来的 黄小龙不答反问 在 在西边 我 我带你去 几名营家族人 擦着额头上的汗水 一大群人 来到了 西水边 这 西水 已经存在了 不知道多少年 极为深邃 水清好的下去 这 西水之中 有着一件东西 你们 去打捞上来 黄小龙 目光看向 西水 似乎 要把这 潺潺流动 极为清澈的 西水 给看穿 下水 营销一声令下 隐隐约约 他已经对黄小龙产生了一种信服感 互动互动互动 好几名营家族人 跳了下去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 继续收听 这 这究竟是怎么也回事 营销几乎是遍体声寒 越想越怕 这一锅鱼汤 没有黄小龙的劝阻 那是铁定被族人喝下去的 哪怕 不会全部中毒而死 只消死几个 对营销都是莫大的打击 与这同时 一种深邃的寒意 更是涌了出来 尹奥山连续被人吓过 尹奥天受伤 武功被毁 如今 又差点误食毒汤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针对营销一脉的 鬼欲计量 方不胜方 是营冲大哥吗 他为了篡位 依然是不择手段 无所不用其极的吗 营销额头上 青筋暴起 就在这时 水花四溅 下水的营家族人 拖着一口大大的龙气 从水中冒了出来 父亲 吸水下面 果然 果然有东西 一名营家族人 满脸惊骇着他 这是一口 类似于大钢的东西 用铁铸成 但在水缸的表面 却是打穿了许多洞窟 另外 水缸表面 还楼刻了密密麻麻的线条 和诡异的符号 把水缸捞起来之后 从上面的口子里看进去 恶然 在水缸中 竟然有着几具石骸 是人的石骸 只不过 这石骸 只剩下森森百骨 皮肉内脏 都已经不复存在 少年 这是什么 营销等人 好歹鼓舞松失 并没有被几个 骷髅架子吓住 这个是虫术 也就是一种巫术 但这种巫术 基本上已经失传了 虫术不同于古术 它是用死者的亡灵为媒介 而且冤魂的数量越多 这种虫术的威力 也相应越大 用死者治虫的过程 和手段非常繁多 黄小龙慢调死理的道 这个铁皮容器 事实上 就是一个施展虫术的法器 上面楼刻的 就是最为阴毒的咒语 这种咒语 可以让人死亡之后 灵魂被封印在尸体中 不得解脱 然后 这些尸体 会引来鱼儿 吃其血肉内脏 吃过这种尸体的鱼 会在短时间内 长得极大 熬出来的鱼汤 也会是天下最鲜美的食物 然则 这鱼 已不是鱼 而是 付出了死者冤魂的虫 人在吃的虫之后 就会 被阴魂直接弄死 因为 这并非毒药 所以 纵然你们鼓舞松师 还是会死的 听到黄小龙说这些话 营销极其俗人 连心都拔凉拔凉的 真的 黄小龙今天 算是拯救了营销这一脉的族人 如果不是黄小龙 他们现在 恐怕已经全军覆没 亲者痛 愁者快 我厨艺不错 能够闻到 那香味 是鱼汤的味道 而这鱼汤的味道 又太过于鲜美了 乃是天下顶级的香味 这种香味 我能辨别 就是那种 吃得冤魂的鱼 熬出来的汤 才能散发出来的 独一无二的味道 除此之外 天下鱼汤 再也没有第二种 能有此鲜香之味 黄小龙 有理有据 虫竹是古秘书 基本上已经失传 没想到 世界上 还会有人懂这个 幸好 我也懂虫竹 否则你们 今天还是要死 爸 您看 小龙是不是特别有本事 他可是咱们全家的救命恩人 尼奥山也是激动得很 同时也满脸自豪 对黄小龙 含情默默地道 小龙 这次真的谢谢你了 嘿嘿 乖老婆 你别客气 说完 黄小龙 玩味地看向营销 此时的营销 自然对黄小龙 心存莫大感激 他也是血性汉子 愿赌服输 好 于行于礼 我营销认了你这个女婿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女婿 也是营家的一份子 拥有参加营家族会的资格 小龙对吧 你可要叫我医生丈母娘了 营奥山的母亲眼瞅着自己的女儿 对眼前这位少年已然是用情至深 再说 这个女婿貌似也并不是一无是处 看来是有人提前来死 直到我们在回族屋之前 会在这里住上一晚 而且会从溪水中钓鱼烹饪 因此提前在溪水中 布置下来这一门邪法 营销眼中杀气腾腾 还真是处心积虑啊 又是古术又是虫术 若非女婿你懂行 我们怕是无法防备这些下散烂的手段 营销再次用感情的目光 看向黄小龙 这时 营销对黄小龙的认可 就不仅仅只是怨赌服输 兑现承诺了 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认可 爸 我连续两次种蛊 都是小龙替我解的 营奥山笑道 小龙还送了一只本命蛊给我 这是上蛊魔虫养成的玉蛊 厉害非凡 爸 如果我悄悄对你下骨 说不定你就着了道呢 营奥山的母亲笑骂道 傻姑娘 没大没小的 营奥山吐了吐舌头 心念一动 那几乎半透明的玉蛊 已然是从他体内飞了出来 不停地盘旋 这就是蛊 营销微微一愣 营家的其他族人 也是嘖嘖成绩 爸 这可是世间最强的玉蛊 能有寒沙摄影的诡异手段 令人防不胜防 营奥山吸气一笑 然后将玉蛊收回体内 当然了 像营销这种鼓舞宗师 也并不太相信这小小鼓虫 有多么厉害 哦 女婿啊 原来你数次救了 奥山的性命 难怪他衷情于你 没有你 奥山也香消于云了 行了 从今天开始 我拿你当半个儿子看 营销对着黄小龙一笑 顿了一下 营销呼吸微惨 女婿 奥山说 你能治好奥天的伤 我肯定能治好的 不过还是进入 营家祖地之后再说吧 黄小龙一脸满不在乎的表情 好 若奥天的修为能够恢复旧关 我的好大哥 营冲 这次我傅斯阿仁 倒是要逗一逗你和 营青风 营销咬牙切齿 今晚不在这里过夜了 吃完晚饭 连夜进入祖地 营销吩咐道 我倒恨不得立刻便与营冲 当面对峙 当下 有族人打来野兽 众人在西边考试 黄小龙也见到了 这一脉最杰出的天才 也就是营傲天 此人贱眉兴母 的确气势非凡 但此刻脸上 蒙着一层乌黑之色 宛如中毒 眼神涣散 整个人已经绝望到了极点 草草吃完晚饭 族人在父亲找到一种野果 营销吩咐下来 吞服野果 这野果 恰好是克制 西谷毒帐的 吃的野果 在一个小时之内 可以自由在毒帐中穿行 独受其害 众人吞下野果之后 等到野果效力散发到全身 营销一挥手 众人 鱼管进入毒帐之中 小龙 去祖地吧 营奥山牵着黄小龙的手 两人 抹入了 浓密的毒帐之中 进入 赢家族地 黄小龙和营奥山 手牵着手 走入了毒帐之中 在夕阳的余晖之下 白茫茫的瘴气内 充斥着一股腐烂 酸涩的气息 让人只能看见抽搔 十米内的景象 小龙 大概是半个小时之后 就能穿过这片毒帐屏障 李达 赢家祖地了 营奥山在黄小龙耳边说道 黄小龙笑眯眯地点着头 在服侍了那种解毒的野果后 身体内部 散发出来一股子 类似于鱼腥草的气息 让得毒帐 竟避而远之 不去触碰人的身体 很是奇特 黄小龙就看到 在地上横沉着不少骷髅架子 有人类的 有大量野兽的 看来都是误闯这片毒帐 结果肉身化为浓水 只留下了触目惊心的骨骼残骸 走了二十来分钟 毒帐渐渐变得淡了 目光看向前方 竟是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灯火 宛如即将走进一颗繁华的时针 终于 走出毒帐 眼前豁然开朗 前方 一山建筑了一座古老的城池 点燃了万家灯火 这些灯火 都不是现代化的电灯 而是古代的那种油灯 灯笼 烛火 宫灯 但因为数量繁多 宛如星辰 所以将一整座城池都照亮了 城内有着不少的残垣断壁 显现出来了苍凉的岁月 也有一些古老的建筑物 秦国修气之后 仍在使用 也有大量后来修建的古建筑物 民居与土壁砖为主 城国以夯土为主 也有石器的 街道以平整土为主 另有一重重的庭院 石碑丰茂 园林设计精巧 一切的一切几乎都是还原了古代先民的生存环境 准确的说是按照战国时期秦代的建筑风格来的 就粗略的估算一下 这座古城基本上可以容纳十万人生活 在城外 还有良田千情 千末纵横 这让黄小龙都不由的惊叹了下来 根据颖可欣告示黄小龙的记忆资料来看 这座古城就是以当初秦王赐给颖可欣的领地为基础 后来修起扩见的 但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圆之圆尾 让人乍一看 怀疑自己是穿越到了古代秦朝 黄小龙的脑子里闪烁出来了 幼时看过的一本小说 寻秦记 以及桃渊明的桃花圆记 圆西行 望路之远记 呼逢桃花林 家暗数百步 中无杂数 芳草鲜美 落英缤纷 愚人甚意志 复行前 玉雄麒麟 临近水源 便得一山 山有小口 仿佛若有光 便舍船从口入 出其甲 才通人 复行数十步 豁然开朗 土地平广 乌舍俨然 有良田美食丧业之术 千莫交通 鸡犬相闻 其中 往来众作 男女衣着 昔如外人 黄发垂记 并宜然自乐 我 这该不会是来到了一个电视剧的外景基地吧 黄小龙又惊游戏 感觉特刺激 尤其看到城内城外的人穿的都是秦朝时期的服饰 这就是赢家的祖地 与外面的世界简直就是格格不入 风马牛不相及 什么叫做大家族的底蕴呢 这才叫做大家族的底蕴 这才是传承不灭的古老世家 相比较起来 什么滨海四大家族 江南市的陈家 这些都太稚嫩了 在古老的赢家面前 这些家族宛如蝼蚁一般 不堪一击 女婿如何呀 这便是赢家祖地 赢家笑了笑 我们沿袭了先祖的传承 从生活的细时末节作息 当然我们并不是古代人 平时不在祖地时 也是顺应时代 与现代社会融为一体 只是每一年回到祖地 参加祖会 才会潜意识地 将自己当成一个秦国人 黄小龙知晓 就拿营销这一脉的族人来说 有的是在国外留学念书 有的是掌控着国内 贸易上市公司 有的从事着金融行业 教育行业 有的办工厂建医院 甚至当明星 他们都是实打实地 现代成功人士 社会上层名流 但此时一回到祖地 身上无不散发出来了 古人般的细心 这里没有网络信号 甚至连电 天然气等能源都没有 手机和电脑在这里没有用 走吧 享受一番世外桃源的 惬意生活吧 营销率领族人进入故城 不过他的神色格外阴厉 他这一脉遭到了巨大的威胁 家主之位的竞争 显然是上升到了白热化阶段 营澳天被废 已然让营销是下定决心 哪怕自己不做家主 也要快意恩仇 讨一个说法 事实上 这一脉的人都心知肚明 世外桃源的生活 是无福消瘦了 今年 营家会变天 族会 就是一场龙蛇争霸的 涛铁盛宴 只是营澳天的陨落 为营销这一脉 带来了无可估量的损失 怕是不得善终了 沿途 不少族人 见到营销一脉后 都是恭敬失礼 问好 营销这一脉 在祖地的居处 是一片独立的大大庭院 古色古香的建筑 清一色的平房 斗拱飞檐 鹅卵石小镜 彩灯摇曳 五光十色 黄小龙也分到了一间 宽敞的平房赞住 营澳山自然 是与黄小龙一间房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 夜色一身 一轮明月 高挂天空 分外妖娆 营销却是 马不停蹄地 去见自己的父亲 以及家族中的 一些长老 高层 要将这些日子 发生在他这一脉的 阴谋独计 禀告上去 希望讨到一个说法 黄小龙和营澳山 坐在平房前的亭子中 赏起月来 安静 环境 安静而悠雅 四周 有些蟋蟀的叫声 与蛙鸣声 小龙 你感觉怎么样 营澳山 笑盈盈地看着黄小龙 像做梦一样 黄小龙 实话实说 我明明是一个现代人 可如今 真的好像穿越了 回到古代 嗯 小龙 在俗会那天 你还会 换上秦时的衣衫 那时候 你可能已经 无法分辨 自己是在现代 还是身处古代 营澳山 奄然一笑道 其实蛮好玩的 就像是参加了一场 盛大的花装舞会 大家都扮演 地道的秦人 可是呢 祖地不能久住 否则 真的就会与 现代社会脱节 祖会结束之后 咱们 还是赶紧回归现实吧 嗯 嗯 总而言之 到目前为止 还是很好玩的 我也很期待 祖会到来的那一天 黄小龙 跃跃欲试 就在这时 脚步声响 澳山妹妹 妹夫 打扰你们了 一名 剑眉高靶的 轩昂男子 走了过来 他脸上 蒙着一层黑气 双脚无力 走路虚幅 正是那营澳天 哥 你过来坐 营澳山 连忙道 眼中 却也是掠过了 一抹怜悯 以及 心碎神伤之责 看来 他与这同父 异母的兄长 关系倒也不错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 继续收听 提 营澳天走过来 朝着黄小龙 友好的笑了笑 这才坐下 此人全身 都有着一种 死灰凋零的气息 修为北非 已经 从天之骄子 沦为的废物 他的眼睛里 填满了 愤怨与绝望 不过心境倒还不错 能够克制 至少没有表现出来 要死要活的样子 百竹之虫 死而不将 尹澳天的气势 还是有 高人意等 小龙 我和澳天哥 从小关系 就不错 澳天哥 也很照顾我的 你 你一定要帮帮 澳天哥啊 尹澳山 直接抓住 黄小龙的手 就宛如 抓住了一根 救命稻草 营销对于 尹澳天的伤势 已经束手无策 但 这并不代表 黄小龙也无计可施 好了 澳山妹子 你也别为难妹夫了 我这伤 已经找过 匾家的高手阵支 尹澳天 嘴角扯出了 一抹自嘲的苦笑 没办法 或许一生 就是如此了吧 不是啊 哥 你自己别放弃啊 小龙 可比匾家的人 厉害多了 尹澳山急到 尹澳天 并不太相信 尹澳山的话 毕竟 匾家乃是 华夏十大古武世家之一 传称神医之术 活死人肉白骨 化腐朽为神迹 黄小龙稍微 看了看尹澳天 便是看出一些门道来了 在尹澳天的体内 凝炼出来了 足足八十一道真迹 这可比 营销还厉害了 无愧为赢家当代 排名第二的天才 只不过 每一道真气 都已经被一种 乌黑的气息 给缠绕 禁锢住了 失去了活力 宛如僵死 你并不是中毒 而是被一种毒工所伤 黄小龙笑了笑 这种毒工 把你全身的真气 封死了 使你 成为废人一个 为辅尼 尹澳天身躯一阵 目露骇然之色 你 你看出来了 对 伤我的 乃是一名神秘三兄 一身毒工 甚不可测 虽然 我被他废掉了 但从武者的角度来说 那一战 我输得心服口服 澳天哥 你看 我家小龙 是不是目光如炬 尹澳山大喜过望 小龙 你一定能治好我哥的 对吧 治是可以治的 不过 让我想想 用什么方法去治 黄小龙 慢条斯理的道 族会就要开始了 现在啊 人人都知道 你是个废物 现在治好你 还不如 在族会当天治好你 这样呢 会让所有人 别爆眼球 一鸣惊人 岂不是更加好玩呢 咦 妹夫 你 你的想法 倒是有些新奇啊 尹澳天 眼睛一亮 如果真能在 族会当天 恢复修为 的确是能够给敌人 一个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打乱他们的部署 哥 你所谓的敌人是 尹澳山 尹澳山沉成党 尹澳天 叹了口气 多半便是大波 和尹清风 父子二人了 顿了一下 尹澳天清京 拍了拍 黄小龙的肩膀 如此 就有劳妹夫了 不管妹夫 能否治愈我的毒伤 我都对妹夫感激不尽 事实上 今晚过来 就是要替父亲 多谢妹夫救命之恩 如果不是妹夫 及时劝阻 我们这一脉 恐怕 没等回到祖地 便已灭绝了 这件事 想想真的有些不寒而理啊 这个就不用客气了 总而言之 你继续装废物吧 在族会开始的一天 我会让你强势归来 黄小龙玩味一笑 我也想看看 那些谋害你的人 到时候会是怎样的表情呢 好玩 太好玩了 的确好玩 尹澳天潇洒一笑 玄机站起身来 好了 保山妹妹 妹夫 我就不打扰你们休息了 春宵一刻值千金 微妇 明天 我带你在祖地 好好逛一逛 说完 尹澳天笑着离开 我说 乖老婆 你这同父异母的哥哥 倒是挺豁达的 不得不说 黄小龙对尹澳天 也是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好感 小龙 我哥还是很有气度的 否则 怎能有今天的成就 不过 小龙 你只能在族会开始的那一天 治好我哥 制造震惊 尹澳山笑道 天下没有我办不到的事 黄小龙 一脸认真地说道 走吧 外老婆 我们回房间休息吧 尹澳山 满脸蕴红 孤怒道 人家还有一点点肿痛呢 爷 尹小返回居住 整个人 简直是勃然大怒 他去见家族高层 结果家族高层不但不替营销一脉讨回公道 还一味的偏谈营冲一脉 难道就是因为营冲一脉 出了一个公子级的迎清风 一人得到鸡喘升天 以至于家族就要放弃我这一脉了吗 营销全身发凉 古物世界的残酷 弱肉强食 优胜劣汰 在这一刻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种不祥之感 依然是死死绝住了营销 他的目光看向窗外孤怨 家族内许多的势力 都已经开始偏向英虫一脉了 似乎有种种阴谋 在针对我这一脉 难道 这次族会 就是我营销一脉 走向衰败的导火索吗 营销感觉到了深深的无奈 疲倦 心里憔悴 甚至恐惧 第二天一大早 黄小龙就醒了 看了看怀里 小猫般慵懒而温柔的营奥山 黄小龙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 心想 昨夜似乎有些太过疯狂了 在途中 就弄得营奥山招架不住 连连求饶 祖地的空气质量好极了 窗外已经有白鸟在周旧 生气昂然 由丫鬟服侍着黄小龙 与营奥山洗漱 然后端上来精巧的早餐 那是手工制作的糕点 以及新鲜的羊奶 吃过早饭后 黄小龙入乡随俗 还换上了一套裁缝 昨夜赶制出来的 琴带男装 尺寸裁剪极其合体 穿上古装 黄小龙倒是愈发显得轻俊秀气 娇娇不寻 哇塞 小龙 你穿古装真好看 杨奥山一脸花枝壮的 看着黄小龙 都舍不得挪开眼了 几名丫鬟 在一旁 抿嘴发笑 杨奥山也换上了 琴时女装 显得尊贵典雅 美如画中仙女 两人穿戴一新 准备出去逛逛 夏浩迎奥天招来 美夫 你还真是一表人才啊 迎奥天笑了笑 眼中已略有神采 不是昨晚那万念俱灰的样子 好吧 美夫 就让我和傲山妹妹 带你出去玩玩 嘿嘿 那好 先来到这里 我就准备好好玩一下 黄小龙 活动了一下筋骨 满眼都是 好奇贪玩的神色 三人并肩朝外面走去 黄小龙 迎奥山 迎奥天 三人漫步 在祖地那宽敞的街道上 黄小龙尽情 领略着两旁的骨峰 沿途所见 都是身穿 琴时服务式的男女 真是让人恍如隔世 迎奥天在家族之中 名气很大 因此 在所过之处 许多人都停下来 向他打招呼 不过呢 这些人的目光 都其一为复杂 有惋惜 有怜悯 但也有幸灾乐祸 暗息 讥讽 阴险 迎奥天 还真是豁达之人 对于许多不怀好意的目光 也不在意 黄小龙心中暗讨 迎奥天 这种古武家族 培养出来的人 只说寒养 的确 是要比林子松之流 强出不少 三人逛到中午 算是将整个祖地逛了个遍 给黄小龙的直观感觉是 这里要比那些风景圣地 名声古迹 好玩很多 午饭便是在一个大大的酒楼中用餐 三人在二楼找了个靠窗的位置 刚刚点好酒菜 只听到楼梯上 登登登响 随时一把尖细的男子嗓音传来 哟哟哟 这不是咱们奥天堂哥吗 奥天堂哥 听说你被人打伤 全身修为费劲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呀 这声音之中 充满了嘲弄 一语之意 一奥天 眉毛微微一条 手指头微微一动 似乎是想发作 但很快便隐忍下来 银奥山一脸韵怒之责 黄小龙倒是依旧没心没肺地笑着 很快 九树人从楼下走上来 一个个都是年轻男子 近树是鼓舞宗之 只不过修为 也就和银奥山差不多 最厉害的一个 就是宁念出来了十八道真气而已 这几名少年 与全盛时期的银奥天相比 自然是楼椅般的小人物 但是此时此刻 他们信出都是用幸灾乐祸的目光 看着一奥天 呵呵 奥天坦克 你真的被废了 哎 拔得越高 摔得越狠 昔日的天才 现在居然成了这样 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真是让人唏嘘感叹 又有点想笑 修为被废 连普通人都不如了 拿什么和我哥哥清风竞争啊 当然了 哪怕修为不被废 也是被我哥碾压的份 事到如今 奥天坦克 你和我清风哥 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我清风哥 再也不会看你一眼了 哈哈哈哈 奥天坦克 当初你风光的时候 是多么的生气凌人啊 我们不得不巴结你 每一次看到你 都说一些违心肉麻的话 生怕你看我们不顺眼 打我们 可现在 哈哈哈哈 各种讽刺的声音 不绝于耳 诗人便是如此 当你飞黄腾达时 他们在于献媚之词 络绎不绝 但是你失去荣光 没落的时候 他们就会连本带立的 向你讨还当初对你的奉承 不惜兴奋的落井下石 你们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我哥只是有伤在身 他仍然是天才 终有一天 他会恢复荣光 那会属于 他的那份荣耀 迎奥山怒急 好了 奥山妹妹 不必与这些人浪费纯手 尼奥天脸上阴情不定 竭力隐忍 这些都是家族中的小人物 就算我佩佩 他们也不敢在我面前叫嚣 想必 是受到了某些人的唆使 苟障人士吧 放屁 尼奥天 你看看你现在的模样 你还以为自己 是当初那个天才 你已经被废了 行行吧 别活在梦中了 以后 就要靠家族 养着你这种废人了 一名方脸少年 以内凝脸出十八道真心 他是这几人中 最厉害的一个 此时踏前一步 对着尼奥天横眉怒骂 呵呵 银青霜 你和银青峰回来了吗 要疾风我 可以让他当面来啊 银青霜笑了笑 方脸少年便是银青峰的亲弟弟 话说我们要吃饭了 你们能不能不要吵了 黄小龙有些不耐烦的道 你是什么人 银青霜等人 同时看向黄小龙 目光锐利如坠子 不过 当他们看到黄小龙身上 丝毫没有争气波动 便是大惑不及 没有练过鼓舞 好像你不是我们赢家的人吧 银青霜一脸懵逼 这位是我妹夫 傲山的老公 银傲天冷淡的道 什么 银傲山堂妹的老 老公 下一秒 哈哈哈哈 黄小 笑得肆无忌惮 笑得前仰后合 哈哈哈哈 看来三伯这一脉 真的完蛋了 银傲天变成废物 银傲山居然找了一个 如此弱小 如此普通的垃圾当老公 哈哈哈哈 那银青霜憋着笑 伸手指向黄小龙 你 从这里滚出去 啊 为什么我要滚出去呢 黄小龙无语的道 因为 这个酒楼只能够 我们赢家的人 才能够在此用餐 虽然 你是银傲山堂妹的老公 算得上是我们赢家的女婿 但是你终究不姓赢 算是半个外人 自古以来 我们赢家的女婿都没有资格在这个酒楼用餐的 所以马上滚下去 否则 不要怪我们不给你面子 银青霜 大意凛然道 旁边一名少年 宁笑道 面子 何必要给这种垃圾面子 面子 是靠实力争取来的 现在无数三生 立刻滚下去 阻地的一条大路上 一名 红袍男子 二十来岁 竟只走向了大路尽头的一座豪华腹地 这男子异常英俊 双眸之中 有着一种妖异的表情 更有着目空一切的自信 这是何等的一种自信呢 简直就是皮你肩下 霸气侧楼 一举一动 都是说不尽的威严 年龄不大 便是有了领袖级的风采 哼哼 今年的组会 根本就没有什么乐子 尹奥天 已经是个废物了 赢家第四代 谁敢与我争锋 也就剩下 吊打三博营销 这唯一的节目了 我爸爸 必然坐上赢家家主之位 男子 随意脚扯出了一抹淡笑 我乃公子极 虽然不会被家族束缚 我迎清风 有着更大的舞台 这个时候 路边有人大叫起来 清风赵也回来了 清风赵也回来了 我赢家未来 第一人回来了 酒楼 黄小龙示意 发怒的盈奥天 与盈奥山 不要轻举妄动 他缓缓站了起来 顺手 抓起桌上的一个酒壶 笑眯眯的 朝着迎清霜 走了过去 小子 你想做什么 迎清霜 一脸嬉笑 戏谑 讽刺 看着黄小龙 就好似 再看一只蝼蚁 一脚就能踩死的蝼蚁 你让我滚下去 黄小龙 笑得更愉快了 嗯 让你滚 已经是给足你面子的 不要以为 攀上的盈奥山堂妹 这根高枝 你就把自己 当成迎家的人 你根本不配 迎清霜 咧嘴一笑 你知不知道 你很不礼貌啊 黄小龙 走到了迎清霜身前 举起酒壶 一倾斜 一壶酒水 缓缓地浇在了迎清霜的脸上 在我没有发火之前 你们还是赶紧滚吧 呆了 迎清霜呆了 他身边的所有人都呆了 实话呢 就连迎奥天和迎奥山 都有些发了 你往我脸上浇酒水 迎清霜 用不可思议的口气 对黄小龙说道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一 这一壶酒水 已然是尽数地 泼在了迎清霜的脸上 让得他脸上 九四斑斑 湿漉漉一片 狼狈至极 也就是说 黄小龙在泼酒的时候 迎清霜 是丝毫没有挣扎或反抗的 他任由黄小龙示威 原因无他 他根本不相信 或者说是根本无法料到 黄小龙会如此的羞辱的 在场的人也就迎奥山 知道自己老公 其实是个半猪吃虎的鼓舞强者 深不可测 就连迎奥天都不知小黄小龙底细 在迎清霜等人看来 黄小龙更是小鸡一般的普通人 万万没想到 一个普通人 居然敢当面 用酒去泼一名鼓舞宗师的脸 这不是老鼠去咬猫吗 这不是浮游汉树吗 这不是蝼蚁去咬大象吗 找死 下一秒 迎清霜爆发了 他的眼神之中 爆发出来毒蛇般的阴亡 整个人怒至电光 全身真气如旋风一般 席卷而出 九楼上 许多的木桌都是离地悬浮了起来 眼看迎清霜就会对黄小龙下重手 直接打死打散 等等 不可 迎奥天大急 他神情一动 站了起来 若是全胜时期 迎清霜根本无法在他面前 伤到黄小龙 但现在 他想阻止 却也是来不及了 哥 你别紧张 尼奥山淡然一笑 小龙这样做 还是蛮解气的 说是迟那时快 就在迎清霜 要一张拍死黄小龙的时候 一声爆响 黄小龙手中的酒壶 依然是狠狠砸在了迎清霜的脑袋挂子上 好吗 这一砸 酒壶被生生砸扁了 而迎清霜的脑袋 也是被开了瓢 鲜血抱拥而出 人也是被砸晕过去 软软倒地 黄小龙倒是没有下死手 这一下 只是把迎清霜砸昏过去 醒来之后 顶多也就是脑震荡 死是不会死的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 等到迎清霜身旁的人反应过来 迎清霜 依然是昏厥在地上 一动不动了 岂有此理 犯了天了 一个外人居然敢行凶 宰了他 一时间跟着迎清霜一起来酒楼的人 一下子就如狼似狐 朝黄小龙包围上来 便欲群起而攻 都滚下去 黄小龙一步踏出 脚踩九楼木板 轰 铺天盖地的威压 如龙卷风一般喷薄而出 这个九楼都好似不堪重负 要被拆碎吧 这些人的心卡事上 就好像是被重锤猛敲一击 震得他们五脏六腑翻涌 全身真气涣散 暂时无法凝聚 高手 这小子是个高手 一双双惊恐于怨毒的眼睛 此此盯着黄小龙 但人已经在下意识地往后退 还不滚 黄小龙气血一笑 好 我们走 一名肌肤有黑的少年 将躺在地上的迎青霜 扶了起来 小子 你闯了弥天大祸 你知道青霜是谁吗 他是清风汤哥的亲弟弟 清风汤哥乃是公子级任务 依然不会放过你的 就连三伯 他护不住你了 你就等死吧 我们走 一群人灰溜溜地跑路了 黄小龙这才做了回去 迎奥天 用发现新大陆的眼神 直勾勾地盯着黄小龙 我说美副啊 你还真是身脏不漏啊 厉害 厉害 非常厉害 从一开始 我和爸一样 都认为啊 你只是一个精通旁门左道 比如古术和虫术的奇人意识 没想到你还是个古武高手 傲山妹妹 你还真是瞒得当哥哥的好苦啊 哦 迎奥山扑持一脚 却是满脸自豪之意 小龙本来就很厉害的 前段时间 在江南市的古武拳赛上 小龙 寄精四作呢 对于江南市的古武拳赛 迎奥天 自然是不屑一顾的 也从来不会去关注 档次太低了 如今 他亲眼目睹 黄小龙 杂魂迎青霜 气势震退数名宗师 便知 黄小龙绝对是有两把刷子的 但爷还是担心了下来 美副啊 你打了迎青霜这丝 血气是很解气 可是迎青锋 恐怕已经回到祖地 此人目控一切 牙子必报 这 我们还是别吃了 赶紧回去吧 药天 就怕迎青锋 找上门来 虽然自己这个妹夫 一直在藏着 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可是 仍然无法承受迎青锋的怒火 迎青锋 毕竟是公子级的妖孽 去年就凝练出了八十八道真迹 他天纵奇才 一年时间 不知道又进步了多少 恐怕 自己这个妹夫 不是迎青锋 一招之地 怕什么 吃饭吃饭 我饿了呢 黄小龙笑嘻嘻地拍着桌子 上菜上菜 赶紧上菜 那个 哥 其实也不用担心了 小龙能应付的 再说了 明天祖会 就要拉开帷幕了 迎青锋躺哥 他恐怕不会 及时来报仇 迎奥山笑了笑 他心想 迎青锋 真要是赶来 想上自己亲爱的老公 他就把玉姑放出来 甚至用黄小龙 给他的那块 招鬼玉符 把父亲的阴魂 全部召唤过来 不见得 就输给迎青锋 也对 以迎青锋 这人的脾气来说 最喜欢在大庭广众 众目睽睽之下 打击人 羞辱人 说不定 他会选择暂时隐忍 在明日族会之上 再来 寻妹夫的晦气 替迎青锋报仇 还能大出风的 一箭双雕 迎奥天 沉吟道 管他的 吃饭吃饭 明天族会就开幕了 太爽了 黄小龙 反而是一脸 蠢蠢欲动的表情 明天 盛大的迎家族会 就像在 万众瞩目之下 拉开帷幕 阻地 迎冲一脉的府邸 一个宽大 摆满了 秦汉时期 珍惜古丸的平房 哥 清风哥 爸爸 我被打了 我被打了 是杨珊的 见人的劳工 不知道他们去哪儿 找了一个野男人 回来 把我打了 迎青霜 头上缠着疯弹 眼神像是 恶狼一番 此时却是 在哭鼻子诉苦 平房内 风神俊朗的 迎青锋 老神赛赛地 坐在太师椅上 慢吊丝里地 捧着一个盖碗 再喝茶 目光之中 偶有精芒闪过 另有一中年男子 英式狼固 脸孔 猙獰的不像话 哼 废物一个 竟给为父丢脸 你要是有你 清风哥 三分之一的本事 算了算了 这件事 为父 会替你讨回公道的 这中年男子 便是迎青锋之父 迎冲 没想到迎销 居然找了外援 迎冲 阴森森地道 他败局一定 还想负于顽坑 真是笑话 爸 且让三伯那一脉 再蹦他一时片刻 明天 祖会开始 就是他们的末日 迎青锋 眼睛微微迷风 杀气一出 无力 温度骤降 祖会上 我第一个要杀的 就是迎奥山的 那个野男人 阻挠爸爸 你大业的人 统统都要死 话音刚落 迎青锋 轻轻地 在一次扶手上一拍 一股毁灭性的力量 从他掌心爆发而出 将一整张一次 镇成漫天飞旋的碎形 迎青锋 也是站了起来 气势冲消 爸 在这里 儿子提前祝贺您 荣登家主之位 迎冲一脉 自然认为大局已定 迎销一脉 就算是垂死挣扎 也无济于事的 当然了 黄小龙并不这样认为 明天的祖会 他保证 会把迎冲一脉的脸 打得稀巴烂 什么公子级的迎青锋 对于黄小龙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嘛 一直到吃完午饭 果然迎冲一脉 并没有来寻仇 黄小龙 迎奥天 迎奥山 返回居处 黄小龙 搂着香喷喷的迎奥山 睡了个午觉 晚饭前 迎销 召集族人 举行了一个临时会议 与会的 有迎销的一七六七 所有的子女 女婿 媳妇 还有诸如云伯之类 忠心耿耿的老婆 也是 寄一寄一趟 女婿 你的事情 云伯已经告诉我了 迎销目光 看向黄小龙 或有点老丈人看女婿 越看 越满意的味道 想不到 你在江南市的 鼓舞拳赛场 力所寻雄 就连 满生海外的 撒旦黄埔徒孙 都败在你手中 不错 我这老丈人 倒也没看出你的底细 好 你去啊 你就是我这一脉的骑兵 迎销对黄小龙 是刮目相看了 但在他心里 黄小龙 还没有上升到 能够与迎清风 相提并论的地步 嘿嘿 黄小龙 对着迎销 笑了笑 也不多说 迎销目光一扫 族人们 尽数都是肃精 明日 我赢家族会 就将正式拉开帷幕 应销 逾期甚重 今年的族会 一共分为三个环节 第一环节 祭祖 击败我赢家的老祖宗 第二个环节 献离 所谓的献离 便是家族子弟 将一些物资 贡献给家族 这一方面 是帆布家族的培养 另外一方面 也是展现租人的能力 以及这一年的收获 说白了就是炫耀 谁贡献给家族的物资越多 越珍贵 就越有面子 小龙 你来得匆忙 不用准备什么礼物 凹山已经备下 贡献给家族的重礼 银奥山低声道 我们 我们是夫妻 贡献一份礼物就行了 怪老婆 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啊 黄小龙笑道 这个嘛 暂时先不告诉你 银奥山 焉然一笑 第三个环节 就是 舞会 我们赢家乃是古武世家 在我们圈子里 舞道为孙 说穿了 世俗的一切都是虚妄 服云 舞道才是真理 族会 自然离不开比武 今年的舞会环节 前三名将会拿到家族的后赏 在这里 我希望你们明天都竭尽全力去争一争 不要留下什么遗憾 说到这里 银小的目光 不由他看见了阳奥天 在他眼中 掠过了一抹痛惜 与愤懑之色 厉声道 奥天啊 原本明天的舞会是你大战神威的舞台 可是 不过 你放心 为父就算是拼了这条老命 要替你讨回公道 势必要将阴谋毒害你的冤凶找出来 爸 我的事情 让我自己来吧 还有 妹夫会帮我的 阳奥天 对着黄小龙笑了笑 眼神之中 也是充斥着一些信任 唉 这时 银小的神色 除了愤恨之外 却也是有些无奈了 今年的族会 与往年不同 我们银家如今 是欣欣向荣 极为昌盛 犹如烈火风游 但暗地里 却是争端剑棋 暗流凶语 明天族会直上 我夫会宣布下一任家主继承人 我乃顺位继承人 但大哥迎冲一脉 太过强势 尤其是除了迎清风这一妖孽 如今 奥天又遭逢大难 形势急转直下 许多原本支持我的长老 都已经见风使多 站队到了大哥那一脉 明天 无论如何 你们都不可冲动 大不了 我就放弃家主之位 我要的 只是家人平平安安 对于家主之位的竞争 营销依然是没有了底气 竟然开始考虑后路了 爸 我们一定会和大伯一脉 抗争到底的 爸 大伯一脉 如果是公平竞争 我们自然信服口服 但暗杀 奥山堂姐 重伤 奥天堂哥 以及用邪术 欲要置我们于死地的 多半便是大伯一脉 我们不服 活出去了 就算是死 也不能让大伯一脉 如愿以偿 营中的子女们 情绪极端极力 营奥山也是暗下决心 明天如果大伯一脉 欺人太深 他就会放玉谷 招力鬼 一拼到底 黄小龙却是打了个哈欺 心想 这是战前动员吧 无不无聊啊 明天的族会 结局会有悬念吗 一夜无话 第二天 一大早 今天是赢家一年一度的 涛铁盛会 整个族地都是张灯结彩 歌舞生平 鹅乱石小路上 铺满了花瓣 堂皇大道之上 也是垫了花贵的红毯 族人容光焕发 摩拳擦掌 就算是仆义丫鬟们 都换上了面料机架的新衣 上午九点 聚集在族地的所有族人 都齐齐地向族地的一个巨大 而古老的广场走去 根据族谱记载 这广场 乃是当初 赢家先贤 祭天之地 而且 赢家历代的高手 都曾经在广场之中 以舞会友 与人争雄 古广场 便是赢家祖地之内 极为隆重的长所 黄小龙随着潮水般的人流 涌向古广场 他左边是银澳山 右边是银澳天 微风 今天你会帮我治伤 在这种氛围之下 目前身为废人的银澳天 也的确有些不甘 昨晚 他做梦都梦见自己恢复了修为 亲手拿回属于自己的荣光 不要紧张嘛 黄小龙一连若无其事的效应 我会看着办的 很快 黄小龙便是来到了广场 广场很大 占地足足 有一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四面八方 是用巨石 气起来的时间 让人可坐在上面 广场中间 有着一些举行仪式的祭台 还有比武擂台 上百张太师仪 摆放在高台上 那是长老和当今家族的作息 但目前还空无一人 偌大的广场 四周作息 已然是坐满了人 黑压压的人头 让人一看 头皮都有点发麻 黄小龙估算了一下 到场参加族会的至少万人 当然了 也不全都是赢家的族人 也有大量的丫鬟 下人 奴仆 除此花像老妈子 一个家族 里里外外上万人 古武松师 也不可记住 赢家的底蕴 真真可现一般 这样庞大的一个家族 许多族人在社会上 也各有名声地位 可以说 赢家不仅是在华夏 就算是在全球 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就在这时 黄小龙感觉到 树道充满了敌意 灵力如刀的目光 看向自己 黄小龙立刻转头一看 就看到一大群 头小争容的男女 在一名 英雇狼狮的中年男子率领下 朝营销这一脉的 作息区域走来 其中呢 就昨天 被黄小龙开了瓢 脑袋上缠满绷带的 营青霜 此时此刻 营青霜的目光 直扣扣地盯着黄小龙 那眼神中的仇恨 怨毒 诅咒 实在是笔墨难以形容的 呵呵 营充满一脉的人马来了 我倒要看看 所谓的赢家当代第一天才 公子级的营青风 到底是什么样子 黄小龙 在营充满一脉的人群中 寻找了起来 很快便是看到了一名 鹤立七群的男子 气息灵力 年不足三十 整个人却是散发出了一种 执掌乾坤的霸气 体内有着足足九十二道真气 如蟒蛇一般游走着 暴虐威胁 无疑此人便是营青风 去年营家族会 他的修为 据说是在体内 凝炼出来了八十八道真气 一年时间过去了 又多了四道真气 的确天资如药 要知道真气修炼越到后面 难度越大 每凝炼出来一道真气 都是很不容易的 如今的营傲天 就算修为恢复秀观 也不过是八十一道真气而已 他已经被营青风 甩下了很长一段距离 短期内根本无法追看 而且两者的差距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或许会越来越大 这个时候 营青风似乎是感应到了 黄小龙的目光 他转眼看向黄小龙 眼神协议 赫然 营青风聚气成音 他随唇似乎没动 但声音 却是在黄小龙耳边响起 打伤我弟弟的人 是你吧 今天组会 我会宰了你的 就像宰一条狗 黄小龙一脸微笑 传音入密过去 我问候你母亲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 营销和营冲 这对冤家 还没写上话 黄小龙和营家 第四代首席天才 营青风 便是来了一次 暗中的言语较量 营青风威胁黄小龙 黄小龙一点也没怂 笑嘻嘻地怼回去了 我问候你妈 这句话 将营青风骂得是狗血淋头 要知道 营青风一出声 就是含着金钥匙的 天纵其才 堪称妖孽 无论在什么地方 迎接他的都是鲜花 赞羽 膜拜 陈怒 他何尝被人骂过 更何况 对方看起来 是那么的弱小 虽然黄小龙 打伤了营青霜 甚至 也会使用 传音入密这等手段 可是 在营青风看来 依旧是如此的渺小 现在 营青风的感觉 就好似是被蚂蚁咬了一口 轻个之间 在营青风的体内 就雷霆 风暴在酝酿 几乎要爆发 不过很快 他整个人的气息 就平静下来了 眯一封眼睛 看了看黄小龙 如同 看一堆死肉 他忍了下来 也对 今天是家族的盛会 比逢年过节 还要热闹 隆重 贸然出手 胡施鱼 是亵渎族会 对先祖不敬 这会引来 全族的不满 况且 黄小龙好歹 也是赢家的女婿 就这么当面杀死的 无法站在道德制高点 迎清风杀人 废人 羞辱人 都喜欢站在 道德制高点上 仿佛正义的化身 罢了 在舞会之上 才狠狠揉虐这杂容 迎清风最后淡淡的 扫了黄小龙椅 便将目光移开 不再多看 这家伙 还挺有成福的呀 不错 十大古武师家的公子吉 可真是极好玩的玩具 黄小龙简直兴奋到了极点 像迎清风这种玩具 如果冲动易怒 暴跳如雷 反而不那么好玩 稍微有些心机和城府 给黄小龙带来的乐趣 也更大 贤弟啊 迎冲热情大笑 朝着迎销走来 表情倒是极为真正 贤弟 全家都来了 哎呀 路上还顺利吧 咦 傲天贤之 你也来参加族会 不是听说你受了重伤 武功被废了吗 你怎么不躺在家里养伤呢 唉 天度英才 天度英才啊 傲天贤之 你的武道天赋 在咱们赢家 也就输给我儿 清风一筹 可如今 造化弄人 唉 傲天贤之 你的陨落 简直就是我们家族的不幸啊 迎冲的话 看似充满了关切之情 实则暗有所指 自私聚聚出心 赢得营销 三十暴跳 差点吐息 岂有此理 大哥 你不但安排下各种阴谋读辑 暗算我这一脉 如今更是当面落井下石 你会遭报应的 听闻营销的话 营虫脸色骤变 目光如鹰损 我的好贤弟 你这是在怀疑我 哈哈 东西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我营虫为人光明磊落 怎会使用你所说的那些鬼欲伎俩 凡是讲究一个证据 若是没有证据 贤弟 你还是闭上你这张臭嘴巴 你 营销脸上一阵清一阵白的 但他的确拿不出任何有价值的证据 证明营奥天被飞 营奥双的玉玺 以及那些利用虫树养成的鱼 是与营虫有关 看到营销哑口无言 营虫脸上表情得以非凡 今日 他与营虫将展开殊死较量 寸土必争 这一上来便是先下一程 狠狠打了营销一记耳光 这就是个开门红 营虫带着他那一脉的成员 找到一片无人区域 做好了 没过多久 这古老的广场四周 便是坐满了人 看来今天参加族会的赢家族人 基本上已经齐聚一堂了 就在这时 东 骆骨喧天 佐纳其母 还有族人 放弃边 在一片喜气扬扬的氛围之中 数十上百名老者 高视过步 走向了广场中间的高台 伊登坐在了太师椅子 这些老者 气势沉稳如山 没有一个 显现出来了老太龙中 反而都是气血旺盛 鹤发通流 这是赢家 市长老团 一群老孤独 格高望远 坐在当中的一个 就是当代家族 也就是营销的父亲 看上去七老八十的 但是目光睿智 唯无而孙悟 鼓乐声和鞭炮声 戛然而止 偌大的古老广场 一片肃静 气氛庄严 主位 赢家的后人 忠心耿耿的扑矣 家主站起身来 目光如点 骚世光常 眼神之中 有着一丝欣慰 好 我赢家一年 比一年兴盛了 他的声音 听起来并不洪凉 但却能够 让广场区域 每一个人 都听个一清二楚 顿了一下 家主继续发话道 今年的族会 如期召开 族会内容 一共分为三个章程 祭祖 献礼 舞会 另外 在这三个环节结束之后 老朽会宣布一件事情 一件非常重要 关乎到我赢家 未来走势的一件事 这话一说 在场所有人 心都都是一脸 关乎到赢家 未来走势的重要事情 一定就是 下一任家主的人选了 刹那间 赢冲那一脉的人马 一个刻 脸上都散发出来了 狂热的笑容 尤其是营中 双眸之中 更是野心勃勃 似乎 未来家主之位 已经是他那一脉的 囊中之物了 相比较而言 营销这一脉的阵营中 却是一片 愁云惨淡 似乎 未占先败了 对此 黄小龙嘴角微微一扯 鹿死水手 尤为可知 你们这些人 表情也太浮夸了吧 那么 首先 就进行 本次组会的 第一个环节吧 家主笑了笑 祭拜咱们 营家的县祖 就在这时 夏家 夏楚楚小姐 来访 一把红亮的声音响起 嗯 楚楚来了 闻言 营销 那阴霾密服的表情 终于有一些效应 看了看 营傲天 儿子 你未婚妻来了 啊 黄小龙 在一旁愣了一下 未婚妻 营傲山 低声解释道 小龙 夏家的人 其实你在江南市见过 那夏营 不是对你 挺有好感吗 嗯 其实啊 如如夏家和魏家 都是华家鼓舞圈子的第二梯队势力 比咱们赢家 差了十万八千里 还不止 但是呢 夏家当代 出了一位武道天资不俗的小姐 从小就获得过奇遇 她也是 在我十三岁的时候 就与我哥哥奥天 订下了一桩婚事 只不过 对于这婚事 我们两家 一直保持低调 营傲山 眨了眨眼睛道 上次江南市拳赛 夏朱朱没有参加 就是因为她不屑 她并不输给魏家的魏师三雄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汪小龙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不过 在目光看向 迎出那一脉的阵营时 只见他们的脸上 都浮现出了 野鱼 讥讽 嘲弄 幸灾乐祸 猪般表情 看来 事情并不简单 广场这边 不知道多少双眼睛 看了过去 然后就看到一位 身穿白色裙子的少女 偏偏走来 这少女顶多 也就是二十岁的样子 五官精美 肌肤嫩如豆腐 整个人有一种 空山淋雨般的 飘渺气质 体态 轻盈柔软 兴眼淘塞 双眸之中 运有灵气 当真就是美的经验 黄小龙一看 在她体内 已然是凝练出来了 足足二十八道真脊 比盈傲山厉害了一大截 这么年轻 这么漂亮 还是一位 虔诚似锦的 古武宗师 虽然出自 夏家这种小家族 但的确 也配得上盈傲天的 夏家 夏竹楚 诸如夏家这种 古武圈子第二梯队的家族 要出一位 夏竹楚这种 武道天才 恐怕也是百年 才出一个的概率 参加族会的 赢家女眷 漂亮的也不少 但是大部分 在这夏竹楚的面前 也是自参行贿了 公正客观地讲 夏竹楚的确 是和盈傲山 不分播种的有物 小龙 怎么 夏竹楚 是不是很漂亮 不过 没你的份了 那可是我们的嫂子 盈傲山 在一旁扑持一笑 的确 黄小龙一直在观察着夏竹楚 不过忽然之间 黄小龙眼中 划过一抹异样的神色 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他想大笑 但强行忍住 又看了看盈傲天 欲言又止 小龙 你表情很怪 盈傲山 好奇不已 没什么 黄小龙笑了笑 来访者 除了夏竹楚之外 另外 还有两名老者 似乎是夏家的长辈 但黄小龙 在江南市的拳赛上 没见过 这两名老者的 鼓舞修为 就比较普通了 虽然都是鼓舞松师 但一个凝练出两道真气 另一个 则是凝练出来了四道真气 在夏竹楚的身旁 有一个 全身裹在黑色斗篷中的神秘人物 看体型是个男子 就连脸部 也被黑部蒙住了 只露出一双 偶有隐晦锋芒闪过的毛子 黄小龙看了看 此人的体内 竟然凝练出来了足足 九十五道真气 比迎清风 还要略胜一筹 黄小龙 末年的一段透视中 稍微一字 那神秘人物 厚厚的黑部下 遮掩的是一张 年轻的男子面孔 异常英俊 眉目如弓笔刻画 目光斜斜的 这么年轻 修为比迎清风还厉害 应该就是 古五十大师家的 另一位公子鸡了吧 哈哈 热闹 挺热闹的 黄小龙嘴角 浮现出了一抹 完美的笑意 哈哈哈哈 楚楚之女啊 你来了 嗯 你的确 有资格参加我 赢家族会 营销站了起来 对夏楚楚 表示欢迎 对于这位 准而惜 营销还是很满意的 出身虽然不太好 只是 小家族出来的 但漂亮 有气质 武道天赋 也还勉勉强强 过得去 况且 如今 营奥天 被废 地位大跌 能够取上 这样一位老婆 一方面 能冲冲洗 另一方面 也还是应该知足了 这时 营奥天 也是 脸色有些激动 韩笑 看着夏楚楚 看来 她对夏楚楚 自己这个 早就订婚的未婚妻 还是比较喜欢的 伯父您好 夏楚楚等人 走到了营销阵营这边 弯腰势力 伯父 多年不见 您的身子骨 还是那么健壮 楚楚在这里 给您请安了 这话说得很客气 很尊敬 但黄小龙听来 这夏楚楚的语气之中 倒是有着一种敷衍 言不由衷的味道 楚楚 言傲天笑道 嗯 傲天哥 夏楚楚 有些尴尬的笑了笑 她的眼神中 略过了 复杂的表情 严敏 惊奇 最后 转化为了一种 无险与厌恶 啊 事情真的 不是那么简单啊 黄小龙 愈发肯定了 自己的想法 楚楚 今日乃是我 赢家族会 既然你来了 嗯 你和傲天的 年龄都已不小 是时候完婚了 嬴霄 满脸期待的 这 这 夏楚楚 迟疑了一下 旋即咬牙的 伯父 奥天哥 今天呢 楚楚冒昧 来到赢家祖地 就是为了这桩婚事而来 深吸一口气 夏楚楚 鼓足勇气的 当年 楚楚和奥天哥订婚的时候 楚楚 年龄尚小 也不懂事 其实呢 虽然咱们都是鼓舞圈子的人 可是 现代社会 崇尚的是 婚恋自由 早 早就不是 父母之言 没说之命了 一听这话 嬴霄的脸色 骤然俱变 脸上 那欣慰的笑容 却也是凝固僵死了 尹奥天是聪明人 夏楚楚把话 说到这个份上 他自然明白了一些事情 他的脸色 也是变得极度苍白 全身因为愤怒 和羞愧 恥辱 而瑟瑟发道 偌大的广场 上万嬴家族人 以及 长老团 家主 一个个的 脸色也都是变的 今天 楚楚过来 就是为了 为了告诉奥天哥 强硬的瓜不甜 而且 奥天哥 现在受伤了 五刀修为被废 与 与楚楚 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夏楚楚的声音不大 但全场 都听了个一清二楚 楚楚今天来 就是为了 抹去那一桩婚约 好嘛 他是来毁婚的 愤怒 整个 赢家的人 尽数都是满含怒意 自古以来 毁婚这种事 对于任何一个家族来说 都是奇耻大辱 不要说 赢家这种古老的大家族了 哪怕就是小家族 甚至普通家庭 遭遇了毁婚 都会成为别人的笑柄 家里人走出去 都会被人戳起两骨 今天 夏楚楚的毁婚 已经不是在羞辱 营销一脉 以及 迎奥天了 而是针对整个营家 也就只有 营冲那一脉的阵营里 爆发出来了 幸灾乐火的笑声 隐隐可以看出 夏楚楚今天的毁婚 应该与营冲一脉有些关系 说不定 就是营冲一脉 亲手刀也 岂有此理 营销终于爆发了 宛如容颜爆发 全身怒气磅礴 面容猙獰的可怕 就好像要杀人 要吃人似的 夏楚楚 你这是找事 宁奥天脸色苍白 完全没有了一丝血色 双拳紧握 指甲深深的陷入了肉中 一丝丝鲜血浸了出来 乌辱 巨大的乌辱 毁婚本就是骑士大辱 况且夏楚楚 还是在营家族会 所有族人 齐聚一堂的关键时刻 提出毁婚 还说什么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这种羞辱 简直就是把人 往万劫不复的深渊里推 心如蛇蝎 莫过于此 你夏家在我营家面前 便是楼仪一般的小势力 我儿肯娶你 简直就是你夏家 祖祖辈辈的造化 你也敢毁婚 好 我营销就要废了你 这个小贱人 营销怒至极点 一股气势爆发了出来 席卷下楚楚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赢家祖传的古武学士剑法 因此营销的气势之中 蕴含着锋利无比的剑士 它又是一份填膺 这剑士一旦激动下楚楚 便能将它全身经脉切断 使其成为废人 见状 营家的人都是大快人心 你夏家算个什么鸟 居然敢跑来 营家的族会上 装逼打脸 别说废的夏楚楚 就算是把夏家满门弄死 都很正常 说着迟纳之怪 就在营销的剑士 快要笼罩夏楚楚之时 站在他身旁的神秘男子 却这轻轻一挥掌 将营销的剑士扫灭了 营销前辈 你放肆了 神秘男子的声音 极为奸细 难不成想强取 天下是抬不过一个李字 如今 处处于你家公子 营奥天 不再是一个世界的人 龙不羽蛇居 这个道理想必你也懂 你是谁 你不是夏家的人 你仓头落尾做什么 营销癫狂 不过他知晓 眼前这个全身遮得严严实实的家伙 修为似乎在自己之上 哈哈哈哈 大笑声传来 这笑声来自于广场中间 高台之上 赢家家主 只见家主眼中 有着一些不耐 与愿度 好好好 夏家不错 夏家很不错 毁婚 这桩婚事是在多年前就定下的 夏家当时 那鳄鱼奉承的嘴脸 老朽记忧忧心 早不毁婚 晚不毁婚 却是要在我 凹天孙儿 遭逢大难的时候 才落井下尸的毁婚 嗯 好吧 你们夏家要毁婚 就由得你们了 不过呢 从今以后 夏家这个家族 恐怕真的没什么必要 再存在下去了 家主发话了 要命夏家满门 夏楚楚 郊区哆嗦了一下 花容赤色 但很快就稳定住情绪 对着赢家家主 深深意去攻 尊敬的老爷子 楚楚并不是不值好歹的女子 其实呢 楚楚今天来 一方面 是要和奥天歌 起出婚约 而另一方面 则是要 要宣布另一件事 夏楚楚的话 却是向赢家族人的好奇心 勾了起来 她 要宣布何事 她已经把赢家得罪透了 居然 还在这里 侃侃而谈 这次毁婚 便是会让赢家 不惜一切代价 灭掉夏家门门 她难道不知道 这中间的利害关系 她来毁婚 是不是脑子被门夹了 楚楚 还是会成为赢家的媳妇 对此 楚楚感到非常地荣幸 和自豪 夏楚楚的目光 变得温柔妩媚 看向了 迎冲一脉的阵营 楚楚不愿嫁给奥天歌 但是 心甘情愿 嫁给 清风歌 因为 因为 几个月前 在德国的一次商业峰会上 楚楚 邂逅了清风歌 楚楚 对清风歌一见钟情 心中发誓 此生 非清风歌不嫁 夏楚楚 语气坚定 哇 全场哗然 夏楚楚的话 简直就是神转者 本来 已经把赢家得罪了 可现在 她当面 对迎清风表白 事情完全不同了 夏楚楚得罪了 只是营销一味 并不是对整个赢家不敬 人家 还是愿意做赢家的媳妇 只不过 从迎奥天 变成了 迎清风 尊敬的老爷子 楚楚喜欢的 是清风歌 夏楚楚对着赢家家主道 与他 极为震争 这 这个 这 家主一下子 也余色呢 但全身怒气 也是 逐渐的消灭 哈哈哈哈 乖儿媳 有眼光 你真有眼光 营中 狂笑了起来 用一种充满了 挑衅的目光 看向了营销 事实物者为俊杰 难欢女爱 勉强不来啊 叔叔 你别怕 过来 坐我这边 迎清风 义得至满 的确 现代社会 男女之间 相识 相爱 讲究一个缘分 如果是嫁给自己不喜欢的男人 这一生 真的就是一个悲剧 楚楚啊 你我算是一见情心 两情相远 我想 也不会 拆散我们这对 相爱的恋人 顿了一下 迎清风 用怜悯的 就好像是在看乞丐的目光 看向了迎傲天 傲天 这种事 真的是勉强不来的 不过 你放心 楚楚是个好女孩 我这一生 会善待她的 好吗 今天夏楚楚的悔婚 又是营充一脉 安排下来的计谋 就是为了狠狠地 打击营销一脉 怪不得 夏楚楚 敢这么肆无忌惮地 在迎家族会之上 当面悔婚 原来是有迎冲一脉的知识 有迎清风的知识 有恃无恐啊 这样的一顶绿帽子 迎清风 是稳稳当当地 扣在了迎傲天的脑袋上面 这种羞辱 已经可以让人去自杀了 迎傲天 已经很惨了 从五道交子 沦为人尽可泣的 废柴残渣 现在又被戴了一顶绿帽子 她的心灵恐怕都会崩溃 生存下去的信念 会灰飞烟灭 激愤之下 迎霄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身体摇摇晃晃 爸 您别动怒啊 一耀山赶紧站起来 搀扶住牢吧 哈哈哈哈 一耀天 惨声狂笑 这笑容说不出的心灰意冷 绝望无主 她的嘴角 也有一丝丝鲜血溢出 是牙齿把嘴唇咬破了 她的脸色 苍白的不像一个人 而像是立个人 好 很好 大伯 迎清风 你们赢了 你们的所有计谋 处心几率 大获成功 恭喜你们了 我已是废人 今日之如 没法报了 你们赢了 在场的人 心头无不生出了一种同情和怜悯 惨 太惨了 耀天简直就是个人间悲剧 可是 武道世界就是如此 丛林法则 胜者为王 败者为口 迎销一脉 已经彻彻底底 被迎冲一脉 镇压了 迎冲一脉 将会独揽大卷 取代迎销一脉 成为家主一脉 就算有的人 为阳天愤愤不平 但也不敢出头 否则 就会被整死 哈哈哈哈 就在这时 一把喷笑声传来 众人寻声望去 就看到黄小龙在笑 哈哈哈哈 憋死我了 真是憋死我了 我早就想笑了 黄小龙笑得前仰后合 连眼泪水 都笑出来了 小龙 你 你干嘛呢 赢奥山 连忙对黄小龙打眼色 今天可是足会 小龙 你就别闹腾了 黄小龙站了起来 走到赢奥天身旁 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千万千万不要哭 也不要心灰意冷 你听我一句话 这事啊 我替你感到高兴 我真心替你感到高兴 妹夫 你这是 赢奥天满脑子叫唬 被人欺负成这样 头上的绿帽子 绿的发亮 还替他感到高兴 我明白的说吧 如果今天 这女的不来毁婚 而是嫁给你 那么 你就成接盘侠了 而且 还会洗当爹呢 黄小龙 直接伸出手 把奥奥天的手抓了起来 握住他的手 太惊险了 真的 实在是太惊险了 你差点就成老式了 不过 这盘哪 有人替你接了 说完 黄小龙细细地看向了迎清风 你这人啊 脑子真的有毛病 你抢着接盘 也就罢了 还当面炫耀 难不成 你脑袋被驴踢过 黄小龙的一番话 成年人都听得懂 无非就是 下出处 其实早就是一双破鞋了 这样的话 在万人齐聚的族会中说出来 堪称 石破惊天 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种 害意的情绪中 古武世家 对于女性的真结 那是十分看重的 比如 迎清风这种 天纵之才 公子级的超然人物 要迎娶一个女子 无论是妻 还是妾 都必须是 处子之身 若非完毕 便是对整个银家的戒毒 如果事情真如黄小龙所言 夏楚楚 以残花败柳之身 主动向迎清风求爱 要嫁进银家 那这就有些胆大包天了 而那可让迎清风 接盘的男子 便更是下了很大一盘棋 呃 妹夫 此话当真啊 此时 就连羞愤的 想要自杀的迎奥天 也忘记了耻辱 瞪大眼睛 看着黄小龙 小子 你休要胡言乱语 迎清风 面目狠立 眼睛里面 全部都是兄弟 但有一丝怀疑 毕竟 他虽然对夏楚楚 有些好感 但之所以娶她 也就是为了横刀赌爱 打击一下迎奥天 他至今 还没有碰过夏楚楚 一根指头 楚楚 这是怎么回事 迎清风 不阴不扬的道 血口喷人 这简直就是血口喷人 你是什么人 我们女儿家的真结 那是比生命还珍贵的 你居然 拿着来羞辱 诽谤我 我夏楚楚 与你没完 夏楚楚 那清纯绝美的面容 也是完全的猙獰了 恨不得立刻扑上去 将黄小龙撕成碎片 但是在她的眼眸之中 却是有着一丝难以言喻的慌乱 就好像是一条蛇 被踩住了七寸 站在夏楚楚身旁 那名神秘男子 眼中又惊又慌乱 并且如毒蛇一般 死死盯着黄小龙 似击而入 胡闹 简直胡闹 赢家家主 有些气急败坏了 今天族会何等的庄严 居然接连发生这些 没羞没臊的事 成何体统 父亲 这是小龙 乃是孩儿的成龙快婿 是澳山的丈夫 是您的孙女婿 赢霄连忙 向家主秉明黄小龙的身份 说完 盈霄用几乎感激的目光 看向黄小龙 要知道 如果任由盈清风 把这顶绿帽子 扣在盈傲天头上 那么不但盈傲天毁于一旦 从此一直消沉 成为行尸走肉 而且盈霄一脉 与盈冲一脉的竞争 也会迎来当头一棒 现在黄小龙跑出来 插壳打混 无论他说的话 是真是假 好歹 算是为盈霄一脉 争取了一些 缓口气的机会 哼 这种话 也敢空口白牙地 拿出来说 你难道是畜生 一点不懂李廉迟 盈冲 怒瞪黄小龙 哈哈哈哈 我当然不可能瞎说 黄小龙 完美一笑 看着夏楚楚 其实 从见到你的时候开始 我就知道 你是双破鞋了 楚子的胯骨紧密 但你的略微有些松垮 楚子身上有一种自然悠香 你没有 当然了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通过忘记书 我观察到 在你的身体内部 有一道男人的气息 一个女人 身体内部 残留着男人的经济 这唯一的解释 愿是在 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的前提下 做过了修修的事 还有你们最近一次 做修修的事 应该是昨天 而你今天晚上将会排卵 而男人的那个东西 可以存活48小时 也就是说 今晚啊 你极有可能成功受孕哦 说完 黄小龙慢条斯理地 看见了迎清风 如果今晚他成功受孕 那你不但接了个盘 而且还会喜当爹呢 我要杀了你 狗贼 杂重 我要你死 夏楚楚一张脸 已然是账得通红 竟然是对黄小龙 骂出一些 完全没有教养的脏话 让人深深皱眉 身处上流社会的女人 是绝不该骂出这等 粗力 阿杂 话语的 这是没有教养的表现 由此看来 夏楚楚的内在 并不如他表面 那么的清纯 那么的盛景 站在夏楚楚身旁的 那名神秘男子 眼中杀鸡爆闪 不过 这杀鸡倒不是针对黄小龙 而是 无形之中锁定了夏楚楚 他是想杀人灭口了 呦呦呦 你想杀人灭口 黄小龙对着那神秘男子一笑 不必伪装了 你应该也是十大古武十家中 公子鸡的存在 比迎清风的老实人还要厉害一些 如果我没有猜错 你应该是扁家的人 因为我从你身上嗅到许多名贵中草药的气味 黄小龙一句话 直接让他那神秘男子 不便对夏楚楚下狠手了 他瞳孔抽缩 额头直上 却也有一滴汗珠渗了出来 鞭家当代公子鸡 盈霄怕自己女婿有失 横身挡在了黄小龙身前 目光犀利和洞穿衣气 阁下的声音似乎是故意伪装出来的 而且穿了斗篷 还蒙着面 身份极其刻意 阁下是否 别慕颜公子啊 慕颜兄 是你吗 不要装神弄鬼的 虽然我们只有一面之缘 不过你这体型 还真是越看越像 迎新风也惊疑不定 哈哈哈哈 罢了 神秘男子揭开蒙面 露出那俊逸如妖的年轻面孔 不过脸色也坦然的狠 楚楚是我的干妹妹 本来赢家族会并没有邀请在下 在下是不便前来的 可是楚楚妹子今天是来毁婚的 我怕她被老羞成怒的营销前被伤害 所以不得会隐匿的身份 陪她一同前来 算是保护一下楚楚妹子吧 说着 这神秘男子 也就是扁家的一位公子及妖孽人物 扁慕颜 对这广场中 高台上的赢家家族深深意居躬 赢老爷子 是晚辈失礼的 哇 广场内一片哗然 扁慕颜 还真是扁慕颜 传闻 扁家的公子及 扁慕颜是一个极为神秘 特立独行的人 没想到今天居然混进了赢家族会的现场 同时 众人又对黄小龙的判断力刮目相看 其实黄小龙也有点侥幸 上次见过扁医指 知道扁家乃是十大故事家中 一一入伍的家族 族人长期与药材为伍 身上多半都会流有药香味 所以黄小龙才猜了一猜 没想到居然对了 朋友 东西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尤其是涉及到女孩的名气 说出这种话 是要付出代价的 而有些代价 是你无法承受的 袁慕颜 用警告的眼神 看着黄小龙 你是在威胁我女婿了 萍霄 冷笑道 其实呢 在她的体内 存留着一丝男人气息 就是你的 黄小龙嬉嬉一笑 佩服 佩服 你把这女人给上了 然后亲自送到营家 要给营青峰 戴一顶绿帽子 厉害 我对你这种做法啊 惊为天人 这话一说 光尝之上 鸦雀无声 呵呵呵 沐颜兄 果真如此吗 营青峰 咪一疯着眼睛 看向扁木炎 杀气凛涅 哈哈哈哈 今天的事情 真的好玩 营青峰 你处心积虑 像了一奥天的女人 想给她 戴一顶绿帽子 可没想到 最后呢 是这个扁家的人 给你戴了绿帽子 哈哈哈哈 你们城里人 真会玩啊 弯弯绕绕的 把我的头 都弄晕了 黄小龙 万事不公的道 哈哈 对了 营青峰啊 我为你想到一句话 很是应景啊 黄小龙 玩心大喜 大声吼道 我当然 是选择原谅他了 气氛 已然是阴沉的 能够滴出水来 营中的阵营里 所有族人 都是站了起来 全身气势放出 隐隐约约 较朝扁木炎围上去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现在对扁木炎 动了杀机的 不仅仅是营充一脉 而且 在广场高台上 许多营家的老古董 眼眸之中 都泛出凶狠的神色 都是 都是 都是血口碰人的 夏楚楚 已经方寸大乱 等等 扁木炎 厉吼一声 他瞪着黄小龙 眼神如锁命的魔鬼一般可怕 小子 这件事 你要是拿不出证据 那我扁家 将视你为死敌 不死不休 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 我扁家都将擒住你 错顾扬灰 哈哈哈哈 好好 真够狂的 营销一脸忽读的表情 敖山是我最疼爱的一个闺女 小龙 是他的宝贝老公 也就是说 小龙就是我营销的半个儿子 你这当面威胁的 难不成真将我营销 视为物 营销前辈 你不要以老卖老 扁木炎的瞳孔 已然是凝结成兵 你女婿 你女婿 就能恶意重伤了 呵呵 营销前辈 你还真把自己 当赢家未来家主了 你 营销被扁木炎戳到了痛处 对 三弟 你就不要偏袒你那女婿了 凡事的确是要讲究证据 没有真凭是句胡说八道 这种人就是我营家的耻辱 营中也是高声说的 应该扫地出门 证据 营销风此时内心极端复杂 如果黄小龙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那他可就严面尽失了 或许我本不该利用夏猪猪来打击杨傲天 难道 这一副棋 我走错了 莫名的 在营青风心中 也是滋生出来了一抹后悔之意 不要磨蹭 给你十个呼吸的时间 拿出证据 扁木炎非常坦然地看着黄小龙 事实上 他的确是早就与夏处处勾搭上了 长期享用他的身体 不过扁木炎却从没想过 要娶夏处处为妻 甚至连妾室都没有他的份 说白了 夏处处就是他的一个玩物 根本就没有名分 夏处处只好在玩够之后 找一个老实人接盘 原本这老实人是杨傲天 可后来 营青风主动找上了他 他心知肚明 营青风的未来 注定要比杨傲天辉煌 两人一拍即合 扁木炎相信 哪怕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西医设备 也无法检测出他已然失身 而最浪荡的花花公子 在睡过他之后 也会认为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厨子 这本没有破绽 没想到今天居然被黄小龙当面戳破 不过无妨 黄小龙拿不出证据 我允许你采用最先进的医术 对我甘妹妹的身体进行检查 以正清白 扁木炎大意凛然 无所亏心事 无怕鬼敲门 扁木炎太坦然 太从容了 让他赢家许多人 都不知道相信了他 奥山妹妹 美副这 这回事搞大了呀 银奥天 一脸担忧 如果经过检测 证明 夏楚楚 乃是顽笔之身 那么黄小龙 便会彻底得罪 夏家 贬家 乃至于赢家 哥 相信小龙 你根本不明白 他是多么厉害 银奥山 一脸坚定之策 不需要检查了 黄小龙 细血一笑 下一秒 轰 在黄小龙的双瞳之中 爆发出来一种 可怕的犀利 宛如黑洞 宛如漩涡 宛如地狱 顷刻之间 夏楚楚的目光 就不由自主地 被黄小龙强行 拉扯了过去 并且深深地 陷入黄小龙的 瞳孔之中 他的心神 瞬间失守 整个人 变得恍恍惚惚 就好像是睡着了 在梦游一般 天地之间 就只剩下一个声音 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一个充满了魔力 宛如魔鬼的声音 说出你和扁木炎的故事吧 说吧 这声音充满了蛊惑 让夏楚楚难以抗拒 是的 在两年前 我在一次酒会上 邂逅了扁木炎 我知道 他是古武十大世家 扁家的天才 被封为公子记 我的家族夏家 同古武十大家族相比 太弱小了 实在太弱小了 虽然 我的未婚夫 是迎家的迎奥天 但是 他这一生 注定被迎清风镇压 能够与公子记的妖孽 发生点什么 我自然乐意至极 再说 与木炎 还给了我不少极品丹药 于是我成为了他的女人 不 准确的说 是他的女奴 夏楚楚声音清澈 唯唯到来 将他与扁木炎的奸情 来了个竹筒倒豆子 没有丝毫隐瞒 黄小龙对夏楚楚 用了一招射魂术 这门小术 来自于一部古武器 名为 九阴真经 一般的催眠术 是很难催眠一位 古武松师 但 一用射魂术 夏楚楚 天又只能就饭 连挣扎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去景 偌大的赢家广场 落身可闻 等到他说完之后 周然进风司令 一刀 仿若无物不展的剑气 隔空杀来 这 与木炎 想出言阻止 却是迟疑了一下 就是这一迟疑 导师 那套灵力剑气 直接将夏楚楚的心脏洞穿 鲜血狂飙 夏楚楚整个人被击飞出去 跌落在地尺时 全身欲击 抽出一下 便已不动 几眼神 出手的自然是怒火烧天的迎清风 这一次 他丢脸是丢到找挖国去了 搞来搞去 戴绿帽子的人不是银傲天 居然是他 营销一脉 自然是齐齐输了口气 特别是杨傲天 现在 都有些劫后余生的味道了 颤声呢 妹夫 这次多亏你了 不则 我为了这样一个水性洋化的女子 险些都自暴自弃 想要了血死生了 太惊险了 着实太惊险了 要是迎清风不插手 我把她给娶了 那 那我 那我起飞 被绿一辈子 好女婿 替我办的回忆区 哈哈哈哈 痛快 痛快呀 营销 只觉得扬眉吐气 对黄小龙这个女婿 简直爱杀了 夏楚楚死 等等 面对暴怒的营充一脉 以及 营家的找老团 扁木炎 也是惊慌不已 大声道 此事 是我理亏 但并非有意为止 全是夏楚楚那贱人 一心想要嫁给清风兄 这样 我扁木炎 愿意赔偿上好绝品丹药 一百枚 信数都是由我 扁家的长老 亲手炼制 再说 如果我死在这里 扁家和赢家就要开战了 我毕竟公自己 也是扁家 未来家主的继承人 我不是一般族人 我要是死了 我爸爸和我爷爷 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 与营家开战 血战到底 扁木炎 通臣厉害关系 并一脸诚恳地 对营充道 营充前辈 清风兄 乃是五道妖女 您是最有资格 坐上营家 未来家主宝座的人 从现在开始 我扁木炎 代表扁家 鼎力支持 营充前辈 嗯 扁家 营充目光闪烁 拳击伸手 拦住怒发冲冠的 营充崩 儿子 算了 小不忍则乱大谋 正如扁公子所言 夏楚楚 只不过是一个 出身卑贱的女子 为了她 一与贬家交恶 实在是得不偿失 哼 营充风 倒也不是冲动之人 说白了 她对夏楚楚 并没有太多感情 为了这样一个恶心的女人 去怼扁家 办得着吗 好 扁公子 这个误会就此结果 不过 记住你说的话 你的承诺 营充冷然道 那是自然 扁木炎 心中松了一口气 旋即 阴森森地看着黄小龙 眼睛里面 在酝酿着各种阴谋 毒气 井家主 继续主持族会 区区一个下家的剑壁 不知道我 营家 与扁家大动干戈 营充 朗声道 我的好大哥 营销 一脸爽快 解析 大哥呀 你现在有没有一种机关算尽 太聪明 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感觉呀 你处处不拘 处处打压我这一脉 欲要用一个剑壁 给我儿戴绿帽子 摧毁我儿的心灵 可是 最后却成了一场闹剧 被羞辱的 却是你儿迎清风 大哥呀 我处处受制 把你压得喘不过气 不过 我运气好啊 我有一个好女婿 你没想到吧 营销极为亲热地 捞着黄小龙的肩膀 你有没有算到我女婿吧 实话告诉你 澳山的谷是我女婿解的 你布下来的重属 也是我女婿破的 哈哈哈哈 营冲与营清风父子 目光同时看见了黄小龙 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无论如何 今天的族会必须要诛杀黄小龙 此人怪异 留不得 如果将今年的族会 视为营销一脉 与营冲一脉之间的较量 那么开局算是营销一脉 获得了胜利 开门红 这让原本气势萎靡的营销一脉 现在情绪都高涨了不少 不过 族会还没开始 营销一脉 谋划已久 想必在后面的环节中 不会再给营销一脉 任何机会了 难不成 我这女婿今日能够助我这一脉 力挽狂澜吗 营销不由自主地 看了看 玩世不恭的黄小龙 玄机又自嘲地摇了摇头 恐怕不能啊 有营清风这道瓶掌 很难愉悦呀 不过 女婿能够让我不至于输得这么惨 不至于一败徒弟 已然是为我张脸了呀 营销一脉 也已经做好 一个个脸上都不太好看 更多的是怨恨 愤怒 发誓要在接下来的族会环节 全面击溃营销一脉 那扁木炎与营冲一脉 达成共事 双方合计 他也是坐在了营清风身旁 广场中间的高台上 长老团的人搅拾了一番 权衡利弊 也不再追究扁木炎的罪子 好 我营家今年的族会 现在开始 低环节 祭拜先祖 家主朗声说道 面容变得肃木庄严 广场周围的赢家族人 无人 无不神色严峻 宛如最为虔诚的信徒 黄小龙倒是一脸若无其事的表情 先祖 你们的先祖 就是我的丫鬟 很快 并有族人将供桌 香炉 供品 纸钱等等物品 抬入广场 放在了广场中 一个高高的祭坛上面 用来祭祖的牲口都是活的 活牛 活马 活羊 被牵上了祭坛 请 先祖画像 家主大吼一声 刷的一下 长老团 每一个老古董 都是站了起来 面朝祭坛 一丝不够 下一秒 广场周边的所有赢家族人 胡人 也都是尽数站起来 场面 极为宏大 小龙 看到黄小龙 依旧是老神在在的坐着 盈耀山 低声道 那啥 站起来吗 给个面子了 盈耀山知道 黄小龙 与老祖宗之间的关系 但 这是个不可说的秘密 因此 也就哀求黄小龙 略微 遵守一下赢家的祖规 哦 好吧 我站起来 黄小龙 无语地笑了笑 懒洋洋地站了起来 小龙 这幅仙祖画像 据说 是当年我们 赢家的老祖宗 自己画出来的一幅肖像 很穿深的 盈耀山 低声道 不多时 并有一群 苏武木的族人 毕恭毕敬 捧着一幅画像 朝广场中 祭坛走去 黄小龙 宁谋一看 那画像 因为年身月久 纸张 已然是泛黄 画像上 一个女子 身穿尽装 正在舞线 她 箭矢飘渺 似要 乘风归去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 继续收听 提 仅仅是这 无剑的动作 就已然 是蕴含了一套 极为高深的剑法 以其 剑职精神 剑职运文 可以说 如果是武道 天资妖念的人 是能够从这幅画中 领悟出来 高深武学的 不过呢 恐怕 赢家当代 是出不了 这种人才了 画像中的女子 面容 已然是有些模糊的 但一些可以看出 那就是 鬼王 银可心 黄小龙 可以断定 这幅色画像 绝对 就是银可心 本人画的 而不是什么 画师代比 因为每一笔 每一划 都蕴含了 银可心的精神意志 一笔一划 组成了一套剑法 赫然 咻 一道淡淡的虚影 从画中 飘了出来 极为模糊 不像是魂体 大人 您来了 那模糊虚影 便是银可心 哦 当初你的 这幅画的时候 灌注了精神烙印 五道意志 可以说 这么多年过去了 画像中 还存留着 你的一缕残念 黄小龙用心声 与银可心虚影 交流着 嗯 大人 这是银可心的 一缕残念 今天因为大人 将可心的鬼体 带到了附近 所以 这一缕残念 被唤醒了 以往 族人们都无法 唤醒我这缕残念 银可心虚影 倒也是很感慨 四处飘动着 难难倒 唉 数千年过去了 有些地方 还是老样子 没有变 遥想当年 大王赐给可心 这一片领地 那时候 可心的族人 是多么的强盛 如今 也略微有些衰败了呀 这些 就是可心的后人了 唉 这些族人的武功 太弱了 这幅画里 明明就留下了一套剑法 以及剑意 他们怎么 就无法领悟呢 太愚蠢了 怎么会有 这么愚钝的后人呢 银可心 唠唠叨叨的 黄小龙 也这附和了一句 对 你这些后人 都是蠢货 傻子 这个时候 银可心的画像 已然被请到了 祭坛上面 然后 就是燃起香炉 宰杀三生 首先呢 是家主主祭 赢家当代家主 直接从长老团上 走下来 前程走向祭坛 踏着阶梯 一步步的 走上祭坛 他点燃三炷香 直接对着祭坛上 迎可心的画像 跪意摆了下去 后中 念念有词 完了 把香烛插在炉子里 站起来 转身 看向广场周边 赢家族人 仆人 跪拜先祖 祈求先祖 保佑我赢家 世世代代 传承不灭 赢家家主 大声宣道 跪拜先祖 广场周边上万人 目光都看向了祭坛 十分的虔诚 然后 奇奇的跪了下去 就连 比沐延 在这种气氛之下 心头也是 生出败道之行 双膝跪下 长老团的人 自然也不例外 跪得一个比一个标准 偌大的广场区域 就黄小龙一个人没跪 黄小龙站着 格外刺眼 嗯 祭坛上 家主直接就看到了黄小龙 孙女婿 你为何不跪 呃 这个 营销心头一颤 也忙到 父亲 小龙 他是第一次参加族会 肯定不是啊 说完 营销看向黄小龙 乖女婿 下跪 虽然说 那儿西下有黄金 不过 你现在是半个营家的人 跪的是祖先 算是一种尊敬吧 就在这时 咳咳 营冲 在那边跪着 却是干咳了几下 尖声尖气的道 三弟 你这个女婿 的确没有规矩 按照族规 营家的女婿 和媳妇 第一年纪俗 不但要跪 而且要从坐席 一直跪到祭坛那边 从黄小龙所在的位置 距离祭坛 几乎有二三百米 也就这说 是要黄小龙 直接跪着 爬几百米 小子 还不下跪 跪到祭坛那边去 否则 别想进我营家的门 营清风 也是一脸 幸灾乐祸地 看着黄小龙 事实上 这个规矩 基本已经废除了 只是营家 针对一些 不服管的 女婿媳妇 才会用此法 做一做锐气 如果一开始 黄小龙随大溜 一起跪了 营冲一脉 也没办法刁难她 可黄小龙偏偏没跪 这就给了营冲 和营清风 一个整治她的机会 那啥 我为什么要跪啊 黄小龙笑嘻嘻地 看向营冲一脉 我跪你妹啊 我为什么要跪 黄小龙这句话 简直就是说得 大意凛然 理所当然 轻描淡写 其实她真的真的 不是在装 即便 是她想跪 营可欣 也不敢让她跪呀 鬼差呀 阴天子呀 你一个鬼魂 你让火炎王 给你下跪 你是吃着什么豹子的 可是这句话 就让全场都爆炸了 就连营销一脉 都完全的毛骨悚然了 你身为营家的女婿 你居然不跪先祖 你这不是大不敬是什么 小子 胆大包天 对我营家先祖不敬 死罪 营虫趁机 吼叫了起来 气氛 简直沉闷的快要滴出水来了 完了 女婿呀 你 你 你这样说话 你是 你是疯了吗 营销额头上 冷汗如瀑布一般 方托而下 所有的营家族人 都用一种仇实的目光 看向了黄啸龙 先祖 就是他们的逆连眼 家主的脸色 也是完全的铁青了 孙女婿 不 少年 你这是不屑我营家先祖吗 不屑我营家 家主 也在爆发的边缘 今天是营家一年来 最重要的日子 一个外人 才刚刚进营家的门 就敢如此放肆 看来 营家是不能接受此人了 而且 还必须要狠狠的惩罚 才能够对九泉之下的先祖 又一个交代 营中一脉 尽数都是用幸灾乐祸的目光 看向黄啸龙 你小子刚才不是出尽了风头吗 得了 这回 看看你如何收场 呃 不是我不敬营家先祖 黄啸龙 侃侃而谈 是因为 你们营家先祖 他不会让我下跪 黄喵 营充怒声咆哮 你不相信 那你试试 让我跪啊 黄小龙 眯封着眼睛 戏谑地 看向营充 哼 今天 无论你是谁 都必须归我 营家先祖 否则 营充 营充 咫哑咧咧嘴 可是 他的话还没说完 啪 一个响亮的耳光 直接抽在了营充脸上 呃 营充 有些懵了 被抽懵了 下一秒 左辞 小子你死定了 今天 必然要将你错谷扬晦 营充眼睛里面的怒火 已然是 要烧天坟地了 他什么身份 极有可能是未来家主 可今天 却在万人竹目 族人 仆人 齐聚的情况下 被抽了耳光 下意识的 他便是认为 乃是黄小龙搞鬼 什么意思 威胁我 我可一点没动啊 黄小龙 一脸无辜的摊上 关我屁事 只见 营可欣 那一缕残念 却是飘到了 营充阵营那边 满脸怒色 毕竟是仙族 在血脉基因上 有仙天压制 所以 就算仅仅 只是一缕残念 但仍可以 恣意惩罚后人 大哥 我女婿 的确是没有动 身上也没有 争气波动的痕迹 她距离你 数十不知遥 也不可能 神不知鬼不觉的 打你耳光 营销 也是一脸错愕 没搞清楚 刚才发生的什么 就在这时 爸 你 你 你脸上 营兴风 仿佛见了鬼一般 只是营充脸上 被抽了耳光之后 留下了帐印 微服 营充脸上 火辣辣的 是 似乎 似乎是一个 一个女 女人的 巴掌印 营兴风 惊骇欲死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 营充的脸庞 那被抽了耳光的 左边脸颊上 留下了一个 清晰可变的 巴掌印记 分明就是一个 小巧的巴掌印 指痕迁迁 是女人留下的 下一秒 从天而降的 一巴掌 又抽在 营兴风脸上 谁 到底是 到底是谁 营兴风 捂着脸 狂声大吼 是谁 站出来 不要藏头落尾的 接下来 抽巴掌声 如同鱼打芭蕉 连珠香气 营充以外 每一位 苏人的脸上 都被抽了一巴掌 留下了一个 女人的掌印 这种情况 如同见鬼 让他每一位 营家族人 仆人 心脏都揪紧了 事情还没完 一声巨响 站在祭坛上的 营家家主 脸上 狠狠挨了一巴掌 家主的脸 都被打了 家主捂着脸 就好像 是在做梦一般 他位高全主 这一声 从来没被人 打过巴掌 可今天 长老团阵营 每一个老古董 脸上 都留下了一个 清晰的巴掌印 他们被抽得 又惊又怕 只觉得 今天的事 着实匪夙所思 无法用常理测度 老祖宗显灵了 严奥山心头 顿时明白 老祖宗 是小龙的丫鬟 如今 祖人让小龙下跪 老祖宗便 便亲手 惩罚族人的不敬 迎可心 也是怒了 这群后人 咋就那么蠢呢 居然嚷嚷着 要让自己的主人 殷天子 给自己的画像下跪 这不是 坑老祖宗吗 因此 不需要 黄小龙发话 迎可心 那里残念 便是狂抽 后人的脸 好吗 抽了长老团的耳光 迎可心的残念 便是绕着广场飘飞 一系继 响亮的耳光 抽得赢家族人和仆人们 惊呼大叫 惨嗷声 络绎不惧 终于 长老团一名老孤董颤声叫道 老祖宗显灵了 老祖宗显灵了 我们 我们 我们触怒了老祖宗 老祖宗息怒 请老祖宗息怒啊 家主颤颤巍巍地跪在 迎可心的画像面前 磕头如捣钻 我们 我们不敢了 不敢让孙女婿下跪了 求老祖宗不要生气 家主哭号道 这一说 迎可心那缕残念 才收手 听着的抽巴掌 上万双惊恐莫名的眼睛 看着黄小龙 充满了狐疑 与一丝丝巨异 难道 真的是老祖宗显灵了 黄小龙一脸无辜地说道 看见没 你们的先祖 他也不想让我下跪 其实 不是我不想跪 而是我没办法跪啊 说着 黄小龙用心念 对迎可心道 好了 也太过分了 明明是一场很好玩的游戏 你就不要掺和了 好的大人 可心不再插手 是才 也是对这些后人的悠眼无珠 感到气愤而已 迎可心那缕残念 吊回了画像中 乖 乖女婿啊 这这 这究竟是怎么 怎么回事啊 迎消 海然问道 刚才 许多族人都被瞅耳光 就他这一脉 安然无事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黄小龙 扬装出一脸茫然的表情 那 那好吧 不过 这件事 太诡异了 迎消 满脑子 笑话 好 这个 孙女婿啊 或许 或许是 是老祖宗 与你有缘吧 家主迷茫的 看着黄小龙 其实 他并不太相信 老祖宗 显灵这种 荒诞不惊的说法 那 继续族会的 第二环节吧 族会 还得继续进行 家主宣布到 迎冲阵营 这 这真是怪事了 难不成 真的是老祖宗显灵 迎清风捂着脸 眼睛里面 怨毒极深 不可能 这的确太诡异 但 不可能是 老祖宗显灵 老祖宗与那小子 有何瓜葛 迎冲 咬牙切齿 好了 儿子 不要分心 要搞清楚 此事的冤委 只需要拿住 那小子 迎行拷问便可 为父相亲 一定是他暗中高贵 什么老祖宗显灵 都是妖言祸重 族会继续进行 刚开始的时候 有些族人 还真以为 是老祖宗显灵了 不过 细细一想 又觉得无法所解 难以入侵 毕竟 老祖宗几千年 都没有显灵 为何今日突然显灵呢 再说了 族人是老祖宗显灵 也绝不会 阴谈一个外人 要庇护 也应该是庇护 赢家后人才对 怎么可能 为了一个外人 来打后人的耳光呢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敌 奥山孙女 这个丈夫有问题 赢家家主 目光犀利地 隔空看着黄笑龙 难道 他会邪术 罢了 族会不能耽误 事后 再好好调查此事 一定要彻查庆祝 若发现 真是他高贵 哼 赢家家主心头 也是扶起一抹阴冷的杀机 族会的第二个环节 拉开帷幕 献礼 所谓的献礼 便是族人将一些物品 贡献给家族 这个环节 一方面是族人 反补家族的培养 报答家族 而另一方面 则是考验族人 在这一年内 取得的成就 与收获 不要小看这个环节 毕竟啊 这个世界 力量 权势和财富 往往成正比的 没有足够的力量 与权势 就无法获得 令人为之动容的财富 而且 平庸的人 就算是侥幸 依靠运气 获得的财富 或宝物 这不但不是好事 反而是灾难 怀疑其罪的道理 自古有之 没有捍卫财富的力量 最终 会走向灭亡 为他人做嫁衣 家族高层 往往会通过各卖系 贡献出来的财富 进行一个评估 当下 每一卖的成员 都将自己要贡献出来的物品 交给这一卖的首脑人物 比如 营销一卖 族人们就将各自 准备好的物品 交给营销 再由 营销拿去长老团做席 让长老们登记 鉴定 评估出价值 营销也是 将早就准备好的礼物 拿了出来 那是一个古老的卷宗 透发着浓郁的历史气息 黄小龙随意一看 便知道 这是老东西 至少拥有千年的历史 小龙 我就不卖棺子了 这个呢 是澳山 耗费了许多精力 才从一群盗墓贼手中 买到的一卷 古琴曲的曲谱 要删 名字一笑 玄机将卷轴 交给了父亲 营销 黄小龙也是笑了笑 曲谱 这东西的价值 可真就是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喜欢音律的人 必试诗为珍宝 可不喜欢的 冲其量就当成一件 古董收藏品 这县里环节 有的族人献上的 是珍贵的宝石 有的则是一些 上市公司的原始股份 有的是海外的房产 有的是名贵的药材 营充那一卖 为了这个环节 可以说是处心几率 筹备了足足一年 因此 他们献上的物品 其价值稳稳在各脉之手 比之营销一脉 竟是要高出了许多 这让营销心头 也是有些挫败 有一种被比下去的感觉 怎么三弟啊 今年你那一脉 贡献给家族的财富 可是有些寒碜啊 营充用一种 洋洋得意的目光 看向了营销 财富就是能力 看来你那一脉的族人 能力上有些不足了 其他都是虚的 这县里 可是真金白银 能够直观的说明 各脉系的底蕴 大哥 你 营销老脸一红 竟是有些无力争辩 三弟 我家清风 我家清风还没有献礼呢 今年 清风的事业 如火如荼 又有其余 他信给家族的财富 必然引起轰动 营充 傲然道 三弟 恐怕清风一人 所贡献给家族的财富 就要压过你那一脉的总和了 清风一人 让你一脉 黯然失色 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营销怒道 这时 营清风站了起来 手中捧着两个美玉雕琢的小盒子 盒子里面 便是他今年要贡献给家族的物品了 仅看这两个玉盒 便是价值连城之物了 那么 盒子里的物品 其珍贵程度可见一斑 刚才 在各脉系族人 纷纷献礼的时候 营清风按兵不动 到了最后 才单独献礼 这就是压轴的意思 营清风手捧愈合 一脸 居傲之色 目光却是看向了黄小龙 充满挑衅 我似乎没有看见你准备礼物 刚刚进我营家的门 又逢足会是圣事 你连一件像样的礼物 也没准备吗 清风堂哥 小龙是澳山的丈夫 正所谓夫妻一体 澳山已经为家族献上贡品 你也不必吊难小龙了 营澳山淡然道 哈哈 话虽如此 可是就连一件礼物 也不准备 可真是有些没教养呢 营清风 傲然一笑 呃 你这么一说 我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呢 黄小龙 懒洋洋的道 其实 我根本不需要准备 因为我随便拿出一件物礼物 就能盖压全场 成为最珍贵的礼物 看来 你今年是精心准备了两件物品 想要压周 不过可惜了 我随随便便拿点东西处理 就能把你那两件玩意儿 比下去 说白了 我随便拔根毛 就比你的大腿粗 哈哈哈哈 你还真是能说会道啊 营清风 宁笑了一笑 你可知我这玉盒中 乃是何物 既然不知 就没有资格 信口开合 还真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啊 黄小龙 一脸戏谑地站了起来 这样不如我们打个赌 看看谁贡献的礼物 更为珍贵 你敢不敢赌啊 清风 这小子狭花得很 营冲在营清风耳边 低声叮嘱道 不要被他瞎了套 营清风冷笑了一下 哼 爸 这一点你就不必多虑了 这两件礼物 你也是知道的 其价值 已经是超过了世俗的财富 我就不相信 他这寒酸模样 能够拿出什么 能入长老团 瓦掩的东西 也对 清风 你这两件宝贝 都是乌家之宝 无贵输归谁 营冲点了点头 不再多说 你想赌什么 营清风 一脸成竹赛胸的表情 不过 我劝你不要自取其辱 哼 这样 现在我们同时去献礼 让长老团和营老爷子 评估价值 谁送出的礼物更珍贵 谁就算是赢了 黄小龙顽为一笑 书家就当面向营家低头道歉 如何 敢不敢 营清风目光闪烁了一下 又仔仔细细 把黄小龙全身上下 看了个遍 尤其是看到黄小龙随身 背着一个极为寒颤的帆布包包 心头更是鄙夷大增 好 赌了 这就一起去献礼吧 营清风 捏斜一笑 等会儿 你就当着所有族人的面 向我鞠躬道歉吧 哈哈哈哈 走着瞧呗 黄小龙满不在乎的笑了笑 唉 既然有人把脸凑过来让我打 我不打都不好意思咯 两人在众目睽睽之下 一起走向了广场中间 长老团盘踞的高台 黄小龙和营清风一起 走向了高台上的长老团 可以说 这是两人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也是营销一脉 与营冲一脉的第一次正面对抗 血头十足 一个是十大鼓舞世家的公子鸡 五道妖孽 赢家第四代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一个是深受营销宠爱的女婿 虽然名不见经传 但直接道破下楚楚 乃是破邪 并抓住先锋 甚至于面对老祖宗画像不贵 并制造出来老祖宗显灵 让得赢家家主都费抽了耳光的奇人 现在两人打赌要看看谁献给家族的贡品更胜一筹 事实上 自然是看好营清风的族人更多 毕竟 营清风是卓绝的五道大宗师 闯荡天下 许过许多人类的禁区 甚至有传言说 营清风也就是用了一年的时间 就探索了全球十大人类禁区 获得了一些奇遇 傲山 我这个女婿 她 她为了这次族会 准备了贡品吗 营霄疑惑不已 担心得很 其实她也有些颜面无光 毕竟她这一脉 今天献上的贡品 的确输给了营冲一脉 这还不算营清风的压轴大理 前一世里 营霄还是期望着 黄小龙为她争夺怜悯 嗯 爸 小龙没有刻意去准备什么 营傲山笑颜如花 美眸中 满满都是对自己男人的崇拜与依赖 不过呢 爸 小龙那个包包里 好东西是很多的 还有很多很多宝贝呢 这么厉害 营霄也笑了 主席台边 一群长老肃穆而坐 家族也是正进威促 清风 孙女婿 你们二人真要打赌吗 家族目光一宁 爷爷 自然要赌 营清风傲然一笑 有的人不知好歹 想要自取其辱 我就只好给她一些教训了 让她受挫 从此不再想入飞飞 迷糊心智 好 家族点了点头 又看了看黄小龙 孙女婿 果然要毒吗 哈哈哈哈 嗯 有的人不知好歹 想要自取其辱 我就只好给她一些教训了 让她受挫 从此不再想入飞飞 迷糊心智 黄小龙 模仿着营清风的口气 说道 十分高笑 你 营清风 横眉怒目 好了 不要争执 现在献上你们的贡品吧 家主笑了笑 你先来吧 黄小龙 完事不公地道 哼 营清风 冷横一声 旋即将手中两个玉盒中的一个 放在了家主桌前 爷爷 请见上孙儿 献上的第一件阵袍 好 清风 很乖啊 家主慈祥一响 欢欢打开玉盒 酒菜玉盒掀开了一刹那 一抹妖异的紫色光芒 骤然如群星一般 闪耀而出 指尖 在玉盒中 躺着一枚 鹅蛋大小 不规则的宝石 这宝石 通体紫色 散发出来 比白昼还要耀眼的紫芒 这光芒 太辉煌了 让阳光都黯然失色了 这光芒不属于人世间 让人沉醉 让人痴迷 让人动容 一时间 整个长老团 射得老古董 眼睛都直勾勾的盯着紫色宝石 就连广场周边 距离 长老团 西北很远的族人 都看到了这璀璨的公寓 美 太美了 好好啊 非常好 此光太惊艳了 这宝石 不死人间呀 家主 悚然动容 他乃是赢家之主 赢家又传承自战国时期 他这一生 见识过的西式珍宝不计其数 就算是名副七十的国宝 在他看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 迎清风 这一枚紫色宝石 闷心自问 乃是家主必成所见 最珍贵的一颗宝石 清风 这宝石 这宝石从何而来 家主颤声问道 爷爷啊 这宝石乃是清风探索一个著名的人类生命禁区 偶然间得到的 可遇不可求 迎清风 洋洋得意 在东南亚的印尼 有几处洞穴 十分恐怖 那便是印尼 找挖鼓洞 此故中有六个大山洞 洞成喇叭状 都是大陷阱 不用说误入鼓洞者性命不安 就是保持距离者也难幸免 当人或者动物 从洞口经过时 会被一种强大的吸引力 拖入鼓洞而吃掉 就是离洞口还有六至七米距离 也会被魔口吸进去 一口吞下 据侦查 鼓洞里已是白骨累累 难以分清 哪些是人鼓 哪些是兽鼓 去年 清风独床 找挖鼓洞 终于发现 原来造成此洞恐怖 诡异现象的 乃是一些奇特矿石 在这些矿石中 便是找到了 这样一枚 归一枚的紫色宝石 也说得对 这样一枚宝石 已经不属于人间 文言 家主便是与周围的长老们商议的一番 最后 缓缓说道 此宝石价值无可估算 其一 它的确美绝人寰 其二 在印尼 找挖鼓洞 的确是一处兄弟 寻常人 有去无回 就算是一般的古武宗师 贸然探索 凶险也极大 清风你能够独闯此洞 全身而退 足以说明你志勇双全 综合而论 这一颗紫色宝石 其价值 已经是今日族会 这县里环节 独占熬头的珍宝了 无出其用 张老团给出评估 全场轰动 迎清风果然厉害 线上的压轴大理 一颗紫色宝石 成为县里环节 最昂贵的珍宝 来自印尼 找挖鼓洞内的神秘宝石 还需要再比吗 迎清风用讽刺的目光 看向了黄小龙 你还有一件工品呢 拿出来评估一下价值吧 你这颗破烂石头 不值一提 王小龙笑嘻嘻地道 不见棺材不掉泪 迎清风不懈地皱了皱眉 旋即将第二个玉盒 放在桌上 家主真儿重置地掀开盒盖 顷刻之间 从盒子里 弥散出一缕缕 如蓝四射的药香味 张老团的许多老古董 一闻到这股香气 只学地通体舒坦 身体状态如饮穷浆玉叶 说不出地舒服受用 纷纷闭起眼睛 鼻轻轻地抽搐着 贪婪地享受着药香 满脸尽是陶醉之色 只见在玉盒里 放着一枚龙眼大小的丹药 淡黄色 阴韵着霞光 在丹药的表面 有三道仿若自然形成的纹路痕迹 这是三文丹药 家主不由惊声道 连丹意图 在丹药出炉之后 可根据丹药表面形成的纹路 来评判一枚丹药的品质 一文最训 五文为尊 三文丹药 在我们十大古武世家 最珍贵的丹药 是匾家炼制的四文丹药 可这已经是数百年前的作品了 近代 四文丹药已经绝集 三文丹药便是丹中之黄 好啊清风 你居然献上一枚三文丹药 家主都激动颤抖了起来 爷爷 这是一枚严年益兽丹 不用之后 至少增加十年寿命 迎清风一连笃定 十年寿源啊 这丹药 已然不是用世俗金钱 能够衡量 好宝贝 三文丹药严年益兽 好 这一枚丹药 可称之为我赢家的镇族之宝 家主满脸家许之色 清风 你为家族做出贡献了 今年的县礼环节 你给我带来的惊喜太大了 好样的 也谬赞了 迎清风一脸嘚瑟 迎冲阵营 发出极为浮夸的大笑声 迎销阵营 则是有些沉寂 不吹不黑 迎清风先生的两件贡品 都太珍贵了 比国宝还珍贵 怎么 你现在还敢不敢 拿出你的贡品呢 迎清风对着黄小龙 失笑了一下 算了 就不要丢人现眼吧 立刻给我驱躬 道歉 记住 态度诚恳点 大声点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到现在 基本上可以说 迎清风拿出来的两件宝贝 已经是旷石珍宝了 黄小龙 哪怕是有备而来 都无法与之匹敌了 唯有履行赌约 恭恭敬敬的 给迎清风道歉 连老祖宗都敢不贵 假奥不愿之人 现在终于对迎清风俯软 鞠躬道歉 这的确是一次有力的还击 啪啪打脸 小子 你现在终于明白 什么叫做鸡蛋碰石头了吧 先道歉吧 不过 事情还没有完 等会儿的舞会 本少爷 在慢慢地炮制你 让你为今天所做的一切 感到后悔 迎清风 一脸拿捏住了 黄小龙的表情 迎消一脉 都羞愧不已 黄小龙 扶手道歉 这一次较量 迎消一脉 便是 大败归书了 哈哈哈哈 迎冲一脉 爆发出来了 黄小的声音 黄小龙 却是一脸惊恶的表情 不是吧 你拿两件破烂玩意儿 上来了 就想让我认怂 你这人 也太自恋了吧 你想抵赖 迎清风 面色争鸣 好了 你们也不要斗嘴 孙女婿 你有什么宝物 赶紧拿出来吧 放心 张老团会 仔细鉴定 不会有丝毫骗他 家主 笑看黄小龙 好吧 黄小龙说完 就从裤兜里 掏出一张纸 呃 是一张 皱巴巴的卫生纸 然后 又从另一个裤兜里 拿出一支圆珠笔 完了 就扶在桌上 用圆珠笔在卫生纸上 勾画起来 这是在做什么 迎清风骇人 整个张老团的老古董们 都面面相聚 广场周边 许多族人 也被黄小龙 不伦不类的举动 弄得张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你说县里吧 你拿张皱巴巴的 纸出来干什么 而且还煞有介事的 在纸上 写画东西 大概十分钟之后 黄小龙 便是在卫生纸上 画了一个人形 这人形 没有穿衣服 是裸的 在人形的一些位置 画了几根线条 一共是六根线条 每一根线条的终点 都是一根手指 分别是 左手大拇指 右手食指 右手中指 右手无名指 右手小指 左手小指 搞定 黄小龙 撵着卫生纸 递给家主 你 孙女婿 你 你这 家主 木呢 接过那张 皱巴巴的卫生纸 看了一下 上面潦草 拙劣的 会画 整个人已经 气得是嘴唇哆嗦 死女婿 这 这就是你 你线上的 所谓宝物 黄小龙 画在卫生纸上的人形 其实说白了 水平 就和幼儿园的 小朋友差不多 是的 这是一件 无价之宝 价值 要比那个什么 紫色的石头 还有那颗 药丸子 高出几百倍 我不 几千倍 总之呢 不是一个层次 所以 献礼环节 我赢了 黄小龙 一脸认真 你赶紧 给我去工吧 道歉 要诚恳点 大声点 态度好点 黄小龙 理所当然的 对迎清风 吆喝着 你 你你你 你忽悠我 迎清风 气得全身发抖 他本以为 黄小龙身上 也有宝物 所以才敢和他 打赌 可万万没有想到 黄小龙 就找了张纸 而且还是擦嘴 擦屁股的 卫生纸 然后潦草 画了几笔 画出一个 傻子一样的小人 这是儿戏吗 不不不 这已经不是儿戏了 这是一种侮辱 对迎清风的侮辱 对整个迎家的侮辱 刹那间 整个广场周边 爆发出来了 哄堂大笑 笑声慈禧彼伏 落意不惧 迎消的脸都黑了 我说 女婿 女婿也未免 未免玩心太重了吧 迎消 切切巴巴 口齿不清 奥山啊 这这回 女婿似乎是玩大了 尼奥天 也啼笑皆非 美副化了些什么呀 爸 哥 你们不要着急 小龙 他是喜欢玩 不过 在正经场合 他是不会开玩笑的 迎奥山脸上 表情也正经的不行 我想 那张卫生纸上 一定画了一些 非动小可的 有玄机的东西 呃 会不会 是一张寻宝图呢 砰 一名长老实在忍不住了 猛然一拍桌面 你你 你给我滚下去 今天是族会 不是幼儿园 小孩子 比划画 再说了 你画的是什么 孙女婿啊 家族 也想发飙了 不过 脸上被抽那一耳光 还有些火辣辣的疼痛 所以 竭力忍住 颤声道 这个玩笑 一点都不好笑 好了 你先给家族的宝贝 到底是什么 拿出来吧 呃 我已经拿给你的呀 黄小龙 一点无辜 这么贵重的宝物 你还嫌不够 做人啊 不能太贪心了呀 家族心头一口老血 喷了出来 你下去 家族忍无可忍 就在这时 等等 坐在家族身旁的一名长老 满脸震惊 不可思议的表情 直接站了起来 我 我 我憋不住了 那长老 全身震气骤然 澎湃而出 老八 你这是做什么 家族脸色铁青 什么憋不住 这里是族会 憋不住 也得给我憋住 憋不住了呀 那长老尖叫一声 下一秒 左手一抬 通他的左手大拇指 竟然直接射出一缕 无形剑气 这剑气轰在不远处的一个花瓶上 狂狼一声 花瓶被剑气炸得爆碎 好凌厉的剑气 老八 这是什么武功 家族惊得张大嘴巴 哈哈哈哈 宝贝 果然是宝贝 那长老抬起手掌 看着自己的左手 脸色如梦似幻 如痴如醉 无形剑气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哈哈哈哈 好 孙女婿 你这宝贝比青蓬的两件宝贝 珍贵十倍 不 百倍千倍 因为长老都是 营澳山的爷爷辈 所以 统一称黄啸龙 为孙女婿 文言 黄啸龙笑了笑 趁着家主神情恍惚 直接从他桌面上将那张卫生纸夺了回来 揉成一团 既然你们不识货 那我这宝贝还真不能给你们 不要 别别 千万别呀 那长老狂叫不已 就好像是最珍贵的物品 被人夺走 老爸 你莫不是疯了 颠了 家主有些不满了 大哥 你难道还没明白 那张卫生纸上画的是一门绝世武学 那长老急忙解释道 小人上面的线条便是真气运行的线路 刚才我盯着其中一条线路全身真气 居然按照那条线路所指 活泼泼的自动运行了起来 最后到达了左手大拇指 真气宣泄 凝聚成一缕无形剑剂 击死而出 这一路剑法 剑路雄近 颇有石破天惊 风雨大智之时 厉害 厉害呀 而根据小人上描绘的线条来看 这一门绝世剑法 一共有六种截然不同的无形剑技 相当于六套剑法 那长老越说越激动 连连堕足 可惜 我只看到一路剑法 而且现在也忘记了真气运行的路线 孙女婿啊 再给我看几眼 求求你再给我看几眼 不不 就看一眼 就看一眼 我死都能瞑目了呀 长老心仰难挠 语无伦死 竟然对着黄小龙苦苦恳求起来 你 你这剑法的名字叫 叫什么呀 那长老 口干舌早 嘿 这门剑法 叫做 六脉神剑 黄小龙 嘻嘻一笑 我这份礼物 是不是 要比那颗破石头和那颗要珍贵几千几万倍呢 全场惊悚 黄小龙随意在卫生纸上画出来的 居然是一门顶尖鼓舞学 六脉神剑 这族会县里环节的压轴大戏 又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 神转折 本来 迎清风是诸玉在前 贡献了两件绝世珍宝 已经把全场给震慑住了 可是 黄小龙贡献的宝物 却是足以碾压迎清风的紫色宝石 与三文丹药 武功秘籍 黄小龙贡献给家族的 居然是武功秘籍 看那长老的情况 手指击四出无形剑技 威力比子弹还强大 这说明黄小龙贡献的 乃是一门可以运用真气的武功 也就是现代社会几乎 已经快要失传的古武学 赢家祖传了几门古武学 在历史的长河中 又瞧取豪夺的不少古武学 但传承到了今时今日 许多古武学都是残缺的 可是黄小龙贡献上来的这套古武学 似乎是完整的 一本古武学武功秘籍 明家能拿到一套完整古武秘籍 那就能够缩短与宣议员家族的差距 哪怕用屁股想 也能够想到黄小龙这套六脉神剑的价值 比迎清风的宝石与丹药 高出了千倍万倍不止 正如黄小龙所说 迎清风拿出来的那两千玩意儿 真的就是破铜烂铁一般 古武 古武秘籍 家主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黄小龙 孙女学啊 你 你 你为何又将 又将这古武秘籍拿回去呢 快 快拿出来 我们 我们 我们仔细瞧瞧 是才 那一位击刺出无形剑剑的长老 也就是随意看了一片六路剑法中的一路 便能够刺出威力极大的剑剑 不过 也就是不能随心所欲的控制力道 如果苦练个几年 剑剑的威力则会更大 运用起来如必实质 更何况 这门古武学一共有六套剑法 若是尽数练成 那 可以说 赢下每一位族人的武功都会提升一大几 家族的底蕴成倍数增长 未来会更畅生 嘿嘿 黄小龙将卫生纸揉成一团 笑道 怎么样 我这份贡品的价值 是不是要比他的那块破石头 还有那颗药 珍贵很多呢 那是自然的 家族 根本连想都没有想 不需要做评估了 孙女婿啊 你为赢家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你献给家族的武功秘籍 其价值超过今日所有贡品 累积价值的千百万倍 你和清风之间的赌斗是你赢了 毫无悬念的 碾压制的 听清楚了没有啊 黄小龙笑看迎清风 眼神之中有着明显的揶揄之色 你看你那穷酸样 还想和我比宝物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迎清风气急败坏 情绪完全的失去的控制 满脸不甘心 不相信的表情 不迎清风 怎么会输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 不可能的 我是公子鸡的妖孽 我目攻四海 我的报复极大 怎会被一个臭小子羞容 我不服 不服也没办法 家主和助委长老都已经宣布结果了 黄小龙怂了怂肩 好了 道歉吧 鞠躬低声下气 诚恳地给我道歉 你放屁 休想我迎清风低头 迎清风的五官完全扭曲了 下一命 迎清风 悬神真气爆发 气流涌动 一道道宛如龙蛇一般的真气 就缠绕在了他的身体表面 迸发出长江大河澎湃之音 他全身一眉飞卷 黑发飘扬 双目蕴含沙气 气急锁定黄小龙 欲要用五道境界 直接压制黄小龙 尽情地羞辱一番 呃 当面抵赖 黄小龙纹丝不动 脸上表情丝毫不变 从容的可怕 算了 既然你不肯道歉 那我不玩了 这六脉神剑秘籍啊 我就烧掉算了 说完呢 黄小龙果然是拿出一个塑料打火机出来 不可 万万不可呀 家族与所有的长老都发出惊恐的尖叫 乃至于 光场周边的赢家族人 有许多 也都是喊叫劝阻 把爵士武功秘籍烧掉 这可是坟秦足贺呀 炼武之人把武功秘籍当成宝贝 看得比自己性命还要重要 看着秘籍当面被坟 心头就会像是被割一块肉似的 清风 赢就是赢 输就是输 家族目光咄咄逼人的 弯士迎清风 厉声咆哮他 清风 赶紧道歉 这是在自己家族里 关其门来都是一家人 一点小小的挫折 你都受不了吗 其实 遭到一些挫折 并不是坏事 你道歉反而显得你光明磊落 严出必见 是一个人物 拥有一个豁达的心胸 才能在武道上走得更远啊 你今天不道歉 以后背地里家族里的人 也会看不起你 议论你 再说 你也应该为家族的大局着想 这样的一门古物学 你知道 对家族意味着什么吗 说到后来 家族依然是声色俱立 如在问罪迎清风 迎清风的一张脸 完全的变成了清理之色 死死的盯着黄小龙 怨毒至深 恨不得把黄小龙放在牙齿间 咬个粉碎 哦 我现在数三声 如果你还不道歉 不好意思 这张描绘了六脉神剑 完整剑谱的卫生纸 我就烧掉了啊 以后也不会交给赢家 黄小龙 四笑非笑的看着家族 机会只有一次 稍送即时哦 迎清风 道歉 家族怒吼起来 赫然 广场周边吼叫声 此起彼此 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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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自己的怜悯 影响到家族的利益 真是太自私了 明明就说好了 谁的贡品 价值低 谁就道歉 大家都听到了 现在居然这样抵赖 清风堂哥的脸皮 可真厚啊 不得不说 清风堂弟 虽然五道天赋不错 但心胸的确在瞎暗 迎冲一脉的阵营 一颗颗的脸色 比土还要难看 但扁木炎 悠悠的看了黄小龙 心里面的杀鸡 完全的沸腾了起来 此次太过过 不但能够解剖我 和夏孟孟之间的隐私 如今还随手画出 一部武学秘点 哼 营家得到了这门 无形剑棘的秘籍 恐怕就能压过我贬家了 与公与私 都必须要弄死这小子 罢了 清风 道歉吧 大丈夫能屈能伸 一时的成败 算不了什么 营冲 语气冷烈 大哥呀 你看看 找个好女婿是多么的省心 今天你想一口吃掉小弟 但几番较量下来 都是小弟占优呢 看看 现在我女婿 又为我这一脉 争夺了荣光 哈哈哈哈 营销扬眉突起 对营冲发出了夜语 好 我道歉 营兴风 气得快吐血了 但是在众人的压力之下 他不得不服软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营兴风向你道歉 是我低估你了 的确 我太寒酸了 你 你赢了 对不住了 营兴风 一个字一个字的 咬牙切齿说道 仿佛是在怒吼 他的眼桌子 都已经是血红的颜色了 快要滴出血来了 七十大辱 身为公子级的迎亲风 今日遭受到了七十大辱 甚至于这样的一次挫败 都在他那无敌的武道心境之中 留下了一丝丝阴影 不过要破掉这一丝阴影 唯有解决掉 为他带来阴影的人 亲手诛杀黄小龙 你 满意了 嬴清风喉咙里 迸发出咯咯咯的怪异声音 现在满意了 来搜个吧 黄小龙笑得无比欢了 好 好自为之吧 接下来是误会 我希望你不要怂 到时候我再喷你好好玩 嬴清风 忧冷至极的 盯了黄小龙也 然后颤身回到了自己的座席 孙女婿 你这武功秘籍是从何而来呀 家主忍不住好奇问道 哦 这个嘛 嬴清风的那颗石头 是在印尼的什么山洞里找到的 我这个呢 也是在我老家后山的一个山洞里发现的 刻在了山壁上面 我临摸了下来 从小就画着玩呢 黄小龙 黄小龙四笑非笑地道 这样啊 家族与诸多长老都有些不敢相信 不过黄小龙这种说法也没有破绽 广场周围一些族人倒是深信黄小龙的话 心中都想 这小子运气也太逆天了吧 在山洞里居然发现了矿石武功秘籍 不过也没什么 没有明师之道 没有底子 就算捡到了天下无敌的秘籍 也是练不成的 好了 孙女婿 现在秘籍应该 应该献给家族了吧 家族乐呵呵地笑道 等一下 黄小龙目光闪烁 漫条丝里的道 这是完整的武功秘籍 其价值就不用我多说了 所以我有一个条件 听闻黄小龙的话 家族理所当然的道 对 孙女婿 你能献出这等秘宝 对于赢家未来的发展 都有着无法估量的意义 你提出条件 那是合情合理的 说吧 你想要什么 只要家族能够满足你的 一定都会满足你 长老团的诸多长老 也都不约而同地点头 听到这一番对话 英虫一脉的族人 尽数都是阴沉着脸 一言不发 眼神之中的妒忌 已然是疯狂地难以描述了 我的条件便是 这六脉神剑的剑谱 我就交给老丈人保管 老丈人那一脉 可以随意修炼 不过 赢家其他卖戏 就不能修炼 除非是我老丈人允许 黄小龙笑道 此言一出 一时激起千层了 这门神宫 只能使营销一脉修炼吗 其他卖戏 想要修炼 须得去跪舔营销吗 好女婿 哈哈哈哈 好 好 营销狂喜 都恨不得把心肝挖给黄小龙 无疑 黄小龙是在替营销一脉 笼络人心 赢家未来家主宝座之声 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 而营冲一脉 占据了巨大的优势 许多的卖戏选择战队 都站在了营销一脉的阵营里 可以说 营销一脉已经实施了 如今 黄小龙拿出武功秘籍 为营销一脉收卖人心 这样 不是于使在营销和营销 争夺家主宝座的战役中 为营销一脉增添了砝码 家主和长老们 都是人老成精之辈 自然明白黄小龙这样做的目的 交换了一下眼色之后 家主终于点了点头 好 老朽答应孙女婿你这个条件 反正 营儿也是我营家的族人 动量 武功秘籍由他保管 只能我营家族人 放有资格修炼 这也是肥水不流外人天 顿了一下 家主颇有深意地 看一向那营销 营销儿啊 你是福西豪 找了这么一个女婿 敖山孙女 你的眼光可毒辣得很啊 嗯 看来族会结束 宣布的那件大事 我们这些老古董 要重新评估 斟酌一番了 家主所指的 就是未来家主宝座的归属 看来本来已经是板上钉钉 落到营冲头上 可现在事情起的变化 营销似乎是要依靠黄小龙反击 甚至逆袭 营冲终于是暴怒发光 手掌直接拍在了身旁的石杰上 真气爆炸 轰出一个深深的掌印 十死费剑 爸 息怒 营销风 眼神阴止 还有无惠环节 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营傲天已废 就营销的女婿 再怎么蹦他 不过 我看也不足为虑 到时候 将那狗杂种废 甚至寻找机会 将那六脉神剑的剑谱 抢夺过来 哼 未来家主的宝座 还是我们这一脉的 好 清风啊 舞会上一定要废掉那小子 让他死 营冲眼神阴度 黄小龙笑着 从高台上下来 回到了自己的座席 营销一脉 所有俗人都站起身来 用一种刮目相看 感激体灵的目光 看向了黄小龙 营销派了派黄小龙的肩膀 颤声道 女婿啊 多谢了 以后老战人我 把你当亲生儿子看待 营销说这话 也的确是真情流露 如此牛逼的女婿 哪儿去找啊 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营奥山眼睛里面的魅意 简直就要化为春水 滴落出来 无所谓的 这个就当我的彩礼吧 黄小龙笑的 他对自己的老婆 的确够慷慨 当初送给孙家的彩礼 就不是小数 诸位族人 忠福 家族 再度朗声发话 那么 族会进行到这里 便是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了 也就是本次族会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全场秉息 重头戏要来了 舞会 家族的声音 涉地有声 每一年的族会 舞会环节 都是重中之重 对于我们古武世家来说 兴衰荣辱 不是看钱多 也不是看人脉 而是看武力 我赢家的族人 从来都不是什么绣花枕头 不是酒囊反带 不是顽固子弟 如果说 古武传人 银风弄月 舞文弄墨 夜夜生歌 那下族 迟早就要盛级而衰呀 好了 废话不多说 希望族人们 不要矫情 拿出真正的实力 好好战一场 这一宣布 许多族人 也都是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尤其是迎冲一脉 一个个族人 都振奋精神 今天的族会 他们一直直别 被营销一脉打压 抬不起头 准确的说 是被黄小龙吊荡 不停的羞辱 现在 终于可以翻身浓奴 拔歌唱 扬眉吐气 因为迎经风的存在 迎销一脉 在舞会上 一定会一败涂敌 三弟啊 舞会要开始了 微兄倒要看看 你还怎么蹦的 凝冲 使宁销 看向了迎销一脉 之前的东西 都是虚的 只有舞会 手底下见真章 才是真本事 让你得意了好一会儿 现在就到此为止吧 面对迎冲的挑衅 迎销难以还击 对 舞会 比武力 迎销一脉 一直都挤不上 迎冲一脉 因为公子级的迎销锋存在 而且在迎冲一脉 除了迎销锋之外 其他的族人也都不落 综合来说 你要比迎销一脉的族人 略强一些 以往的舞会 迎销靠着迎奥天 还能够支撑一下场面 可今年 迎奥天遭逢大难 被废掉了 这就是雪上加霜了 迎销不由自主的 看了看黄小龙 只见自己这个女婿 满脸 慵懒之色 眼睛里都没有战意 他心里嘀咕 我这女婿是个欺人一世 而且她肯定也身怀血迹 至少是故宗事 但是 恐怕无法 与迎销锋抗衡 罢了 舞会可以认踪 绝不能让我这个宝贝哥的女婿 被大哥英宠一脉伤了 奥天先指 以往的舞会 你是威风八面 仅仅若与我而兴风 今年 你可就不行了 只能苟延残喘 营中 挑衅了迎销 还不解计 便是 讥讽迎奥天来 你奥天 本就是极为要强制 被当面戳伤疤 她更是双目如火 心头地下 大伯 你把奥天喊成这样 奥天自然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 要报仇 恐怕此生无望了 不过 以后就算是变成了厉鬼 我也会和大伯生生世世纠缠的 与奥天发出了阻咒 一个废物 还敢顶嘴吗 迎销锋吃笑道 奥天堂弟 看清楚现实吧 我们赢家是古武家族 你一个废物留在家族里 只能够浪费粮食 现在是家族白营你这个废物 你知不知道羞耻二字 我要是你早就自己离开家族了 真是不要脸 你 奥天一张脸都黑了 这时 黄小龙又发出了大笑的声音 修人的目光又一次被黄小龙吸引了过去 那啥 我这个大舅子呢 是被毒攻击伤了 以至于全身争气 与剧毒 纠缠在一起 死气沉沉 宛如死水 黄小龙嬉笑道 不过呢 我答应过大舅子 要替他治好毒伤 让他的一身修为恢复旧关 今天我就帮他把这件事办了 黄小龙说的轻描淡心 似乎要替赢奥天疗伤 对于他来说 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你须 奥天的毒伤能治 赢消 全身激动发尘 赢奥天本人 更是有些耿意 妹夫 你你真能 张老团以及家主 都完全激动了 要知道 赢家为鼓舞 十大世家之一 家族年轻一代 只有赢清风支撑场面 这也不行 天才越多越好 奥天为当代第二天才 取居赢清风之下 被废了 家族的损失非常大 难以弥补 如果黄小龙能够治好赢奥天 那又是一件奇功 老朽宣布 无愧暂时暂停 家主 目光炯炯地 看向黄小龙 先由孙女婿 替奥天治伤 爷爷 没必要了吧 奥天堂地的毒伤 连扁家的长老 都亲自诊治过了 根本就无药可医 何必浪费时间 赢清风 有些不满的道 这时 扁木炎也是站了起来 诸位 赢家的前辈 请听在下一言 在下 从小经验医术 在医道方面 也是有着不俗天赋的 尤其擅长 治疗内伤 毒伤 在下观察过 奥天兄的气色 实不相瞒 奥天兄 被毒攻击伤 其毒 已然是渗入到了 他的根骨之中 这个 的确是没法治的 这一生 只能够如此了 安安分分 做一个普通人 这一说 全场暗战 扁木炎 扁家第一天才 公子急得妖你 医术通神 他说 奥天无法治 那自然 没办法治的 顿了一下 扁木炎 不屈地看着黄小龙 你怎么治 你难道 没看出来 毒素已经渗入 奥天兄的根骨 经脉 丹田 与他的 真气交缠固结 宁闻一提 真药质 就必须把所有 真气废掉 然后 不用各种丹药 在数年之后 重新修炼武功 可是 那时候重修 能否成为宗师 都是个未知之术 毕竟 是伤残之体 哼 你说的都很对 黄小龙巨人 赞同了 扁木炎的说法 如果大舅子 是在被毒攻 击伤的三个小时之内 就找到 国手级的医生 以 针灸 辅佐 药物治疗 还是能够 驱逐毒素的 可是 他耽误了 最佳治疗时间 而且 拖了好几日 才去医治 为时一晚 如今 大舅子的 真气之中 已经缠满毒气 难分彼此 深入骨髓 要治是没法治的 就算是精善失产的 针灸神术 也无济于事 看来 你还略懂伊犁 扁木炎 牢记横秋的倒 不过 你既然知道 无力回天 你还说什么 治好傲天兄 你这是消遣人吗 黄小龙的话 的确自相矛盾 一方面说 要在舞会之前 治好迎傲天 一方面又说 耀天错过了 最佳治疗时间 无法抑制 广场周围 以及长老团 都发出了 窃血思议的声音 杨天的一颗心 也是沉入谷底 但他为人豁达 对着黄小龙 笑了叫 卫妇 治不好 你就算了 或许我命中 由此一劫吧 哈哈哈哈 我说的是 一般人治不好你 针灸药物 治不好你 可我能治好你啊 黄小龙笑道 嗯 家主老爷子 今天我要给大舅子智商 是否在场的所有人 都必须竭力配合我呢 黄小龙眼中 掠过了一抹角快之色 是的 傲天乃是我鹰家的吉时 前途辉煌 现在是惨糟横火 若只能够治好 恢复修为 我鹰家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家主的声音 铿锵油力 孙女婿 你要族人如何配合你 你尽管说 好 这就好 现在 我需要银冲一脉 配合我治疗大舅子 黄小龙目光 细血地看下了 迎清风等人 荒唐 我们怎么配合 我们又不懂医术 银冲立马摇头道 放心吧 不会让你们出事的 你们怕什么 也就是稍微配合一下而已 黄小龙一脸认真地道 不愿意 你们巴不得我大舅子 一辈子当废人吧 没必要吧 都是一家人 何必这样呢 你们的良心 难道不会痛吗 迎冲一脉 被黄小龙挤兑的 脸色极其难看 从而 你配合一家孙女去吧 家主用命令地口气道 放心吧 治不好的 她是在虚张声势 别默言 第一言道 爸 我们就去配合她吧 看她能干出什么事来 迎清风 无邪的道 玄机 对着黄小龙大声道 行 要我们一脉配合你 也可以 不过 你要是治不好 尹奥天 那怎么说 这样 你治不好 那六脉神仙的剑谱 交给我们这一脉包馆 其他脉戏 小修炼 必须经过我父亲同意 如何呀 如果你答应 我们一脉 所有族人 竭力配合 迎冲 眼睛一亮 好儿子 果然是 至极无双啊 迎清风 低声道 父亲 六脉神仙的剑谱 归我们一脉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呀 如果没有把大舅子治好 我就将六脉神仙的剑谱 交给你们 黄小龙爽快利索地答应了 打赌吗 我也应该赢点踩头的 但是你们那么寒酸 看起来也没什么好营的 而且治疗大舅子的毒伤 你们还得尽一份心理 需要你们的配合 所以我治好了大舅子 也不需要你们输给我什么 看到黄小龙 答应如此爽快 鹰虫皱了一下眉头 智商 这个 应当规定一个时间 你要是治个十天半个月 咱们可没时间陪你瞎闹 半个小时 黄小龙一脸笑意 半个小时之内 我若没有治好大舅子 算我说了 好 一言为定 闻言 营冲再也没有半分之一 半小时就把营傲天治好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请你们都到下面广场中去 找一块空地站好 黄小龙嬉戏一笑 走 营冲一声令下 他这一脉 包括营青峰 所有族人 女眷 仆人 丫鬟老妈子 大概三四百人 亲叔 都是走向了广场 广场四周的族人 脑袋里面 简直就是一团教育 治疗一个人的毒伤 用得着几百号人去协助吗 大舅子 你跟我来 黄小龙笑道 女婿啊 你这是 营销满脸疑惑 罢了 罢呀 我相信美副 营傲天一脸豁出去的表情 活马当成司马懿吧 呵 美副啊 今天你的表现 看成妖孽 连连羞辱大波一脉 真是洁气 走 我跟你一起去 营傲天站起来 那好 女婿啊 你放手而为吧 那六脉神剑剑谱 本就是你的私物 哪怕输给大哥一脉 也没什么 最重要的是 你和傲天不要发生什么意外 营销一脸关键 爸 小龙做事有分寸的 营傲山倒是极为相信黄小龙 广场中 这广场极大 随处都是大片大片的空地 营冲一脉的族人随意站在一角 不懈地看着黄小龙和营傲天 黄小龙带着营傲天 走到营冲一脉族人站立的区域 对营傲天道 大舅子 你先等我片刻啊 小子 你抓紧时间吧 已经过了六分钟了 营冲 野鱼发脚 不错 还剩下二十四分钟 六脉神剑的剑谱 就归我了 黄小龙也不理会 从随身帆布包包里 取出了一支粉笔 也就是普通的粉笔 然后在地上勾画起来 一个个蝌蚪一般的符号 被黄小龙画了出来 完全没有规律可言 排列组合起来 这些符号像是骨子 又像是道砖 总而言之 没有人能看懂 这种情况十分诡异 黄小龙自骨子的画 也不许管营傲天 更没有给营傲天 搭卖之类的 伤者营傲天 被晾在一边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半个小时的时间 也是过去了二十二分钟 仅剩下八分钟 黄小龙 若还没有治好 营傲天的毒伤 便只能将六脉神剑剑谱 输给营冲一脉了 张老团家主一脸纳闷 这孙女婿究竟在搞什么鬼 怕说要给 傲天制毒伤 却满地涂鸦 搞不懂 老九一生闯荡天下 也经历过许多古怪之事 却没有见过 比今天更怪的 我倒是看出一点点名堂 之前无意中 刺激出一道 无形见弃的长老 连线精 孙女婿应该是在 是在 嗯 弄一个仪式 仪式 家主和其他长老 目光早了过来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只是猜测 你们看 孙女婿画在地上的符号 组合起来 像不像一个阵法呀 那长老猜测道 对 好像是一个阵法 可是没有丝毫能量不懂 阴地灵犀 也不受到影响 家主质疑不定 终于 黄小龙画完了 地上除了一大片 歪歪扭扭的蝌蚪纹之外 还有两个圆圈 一大 一小 大的圆圈 足足半亩地大小 小的圆圈 仅能容一人立足 搞定 还有五分钟 抓紧时间吧 黄小龙 没肥色无 大舅子 站到小圈里去 黄小龙笑道 好嘞 迎耀天 目装似的站了好一会儿 这时 才听到黄小龙的吩咐 他二话不说 直接三两步 跨入圆圈里站好了 来 你们 站到大圈里 啥也不用做 就站直了 黄小龙 朝迎冲一脉的族人招手 哈哈哈哈 旁门左道吗 迎冲 宁笑了一下 也不啰嗦 落落大方的 率领族人 站到大圈里 他压根就不想 请黄小龙 能治好迎耀天 满地的鬼话服 有个屁用 阵法 现代社会 许多古术 都消失殆尽了 能够布阵的 金书 都是一些 隐世不出的老古董 黄小龙一个二十许岁的少年 动个屁 阵法 这门学问 那可是悔色 高深得很 很快 营中一脉族人 数百之多 便是规规矩矩 站在了大圈中 满脸不屑的笑意 似乎 是在看一场 马戏团小丑的表演 还剩下三分钟 迎清风 冷视黄小龙 好自为之吧 黄小龙 诡异地笑了笑 旋即 从随身帆布包包里 取出一张黄纸符准 爸 小龙的符 尼奥山 一看黄小龙 取出符准 眉毛 就是大量 颤声道 小龙的符 闺女啊 女婿的符 那又如何呀 营小 有些懵了 爸 您还不知道 小龙屈身弄鬼 画幅念咒 天下无双 尹奥山一脸花痴壮 下一秒 黄小龙手手扶转 兜手自然 轰 金光一闪 大风启息 四面八方 无尽的天地灵际 风水大水 竟然是朝广场中 拒拢了过来 刹那间 黄小龙用粉笔画的 那些扭曲文字 竟然散发出迷蒙光芒 意义生辉 亮了 那些 那些奇怪的符号 亮起来了 长老团上 一名长老站起来 眼睛直勾勾的 伸手一指 语音颤抖的不像话 接下来 从迎奥天身上 直接争吞出来一团 漆黑如墨的蘑菇云 这蘑菇云 凝聚菩萨 散发出来 不朽 肮脏的气息 众人与呕吐 明显巨毒 巨毒蘑菇云 被一种莫名的力量驾驭着 直接飘到了 营冲一脉族人 所站立的大圈上方 怎么回事 乌云盖顶 盖死他 赶紧从这圈子里跳出去 剑势头不对 营冲发好势力 身法一动 就要跃出大圈 可是 紧不顾身 墨黑的巨毒蘑菇云 竟然化为一大片黑雨 淋在了大圈内 营冲一脉 所有族人的头上 身上 与之同时 从他们的身体内部 抽离出来了一道道 淡金色的光芒 如力剑一般 击刺在了 营奥天身上 营奥天 悬身乌风自动 澎湃的真气 暴涌而出 他脸上 不墨一般的乌黑痕迹 消散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神清气爽 荣光焕发 一道道真气 像是钢筋一般 在他全身贯穿 我 我 我的真气 我的力量 我 我回来了 营奥天 一捏拳头 屁啪 止血捏爆一团空气 发出爆炸声 他一步踏出 崩起云涌 云烟漫去 曾经的天才 赢奥天回来了 反观站在大圈里的 营冲一脉 一个个的 被虚毒黑雨淋了之后 脸上都微微 现出乌黑之色 那些武功稍弱的 竟然昏厥了过去 我们中毒了 营销 是劳羞成怒 一边催动真气 烈化渗入体内的毒素 一边用豺狼虎豹一般的眼神 瞪着黄小龙 以及修为恢复的 营奥天 许多的营家族人 都是鼓舞宗师 眼力还是有的 眼下的情况 稍微已经大脑分析 再明白不过了 黄小龙并没有 去治疗营奥天的毒伤 而是通过一种 诡异的仪式 将营奥天的毒伤 转嫁给了营冲一脉 而营冲一脉 数百族人 身体中 各抽离出来一些生机 反补给了营奥天 一花金木 转嫁伤害 这种手段 的确已经达到了 匪夷所思 鬼斧神功的地步 至少来说 古武十大使家 恐怕是没有任何人 精通这种 鬼神莫测的手段 一时间潜意识地 黄小龙在赢家 所有族人心目中 地位都提升了一大戒 甚至有的族人 已经将黄小龙拿来 与营青峰相提并论了 武功 或许 黄小龙与营青峰相较 差之甚远 可是 奇门异出方面 黄小龙是层出不穷的 特别是这转嫁伤害一招 恐怕只能够 在玄幻信侠小说中 才能够看到 天哪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一名长老 受无俗道 壮弱电矿 这是柱油术 传说中的柱油术 武术在古代 又被称为柱油之术 是一项崇高的职业 他曾经是 轩原皇帝 所赐的一个冠名 当时能施行柱油之术的 都是一些文化层次较高的人 他们都十分的受人尊敬 简单来说 柱油术是借符手 进阳针法 来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 也有转嫁伤害 这种诡异的法门 想不到 孙女婿居然会 鬼这古老的柱油之术 我嬴家之福 我嬴家之福啊 另一名长老 在家主耳边 颤声道 家主啊 恐怕我嬴家会崛起 有了孙女婿这种欺人 荆家的前途 简直不可限量 我建议未来家主之位 应该让营销担当 太 太神奇了 蜒木炎眼中 浮现出来贪婪之责 这一门神奇的巫术 若是被我贬价得到 不以我贬价的衣服 此次我贬价不惜一切代价 要勤拿 将他身上的所有秘密 隐形勾搭 逼本出来 营销这一脉的族人 完全的疯狂了 他们亲眼目睹了 黄小龙的神术 也看到 杨耀天 且一身荣光归来 哈哈哈哈 天不忘我营销一脉 哈哈哈哈 我儿子修为 恢复旧官呐 营销 仰天大好 老泪纵横 事实上 营冲一脉 虽然族人都禁书中毒了 但都是微不足道的毒素 毕竟是营耀天一人身上的毒素 分摊到了营冲一脉 数百族人身上 都是习武之人 且古武松师居多 随意用真气冲刷一遍 渗入体内的毒素 也就被清理掉了 比如营冲和营青峰等修为高的 现在早就屁事没有了 不过他们是咽不下这口气 他们分明就是被黄小龙给利用了 被人当枪使的 再说了 当初营冲谋划毒害营耀天 是耗费了极大的代价 才请了一名强大的散修书首 营耀天被废 营冲的计划成功了 可今天黄小龙动了手脚 利用他们治好了营耀天 这难道就是因果报应吗 该死的畜生 营冲和营青峰等人 杀气腾腾的围向了黄小龙 一个个目光猙獰如魔鬼 似乎是恨不得将黄小龙大卸八块 你们想干什么 营耀天直接挡在黄小龙身前 全身真气沸腾 黄小龙对他又再造真 如今谁要是感动黄小龙 他绝对拼死为虎 哈哈哈哈 怎么了 生气了 不过我也没做什么呀 你们看 你们的身体也没什么大碍呀 无非就是有点点毒素 我相信 以你们宗师的身体素质 还是能够轻易取出的 就以这么小的代价 让我大舅子商与 真是一件大大的喜事啊 黄小龙一脸没心没肺的表情 那啥 我代表我大舅子 谢谢你们了 营充一脉的族人心头都喷血了 大哥 你放肆了 你还敢伤我女婿吗 营娇直接站了起来 叫率领族人冲进光场 与营充一脉对质 都给我站住 家主 家主力声道 营充 你还不退下 你这是成何体统啊 家主 这小子用我们的身体 去分摊银奥天身上的剧毒 这是损人力极 这小子自私印度 应该立刻诛杀 后则 是家族之祸 营充力声咆哮 放肆 家族之祸 我看是家族姓氏 家主 义正言辞 再说了 你们根本就没受到什么影响 身子骨累弱一些的 回去吃点药物补品 调养几日 就恢复过来了 傲天能够复原 那是大喜事 孙女婿立下大功 这件事 必须要奖赏 营充知道 现在要对黄小龙动手 那是不可能的 他只能够发出一声 刺心裂肺的嚎脚 就好像是一头 被激怒的野兽 好了 营充啊 带着你的族人下去休息 半个时辰之后 舞会开始 家主吩咐道 我会让你 为今天所做的梅剑士 付出代价 我迎清风 以公子的称号 发誓 迎清风 用试乙鞋的眼睛 盯着黄小龙 人人都能够 从他的眼睛里 看到刻骨铭心的仇恨 迎清风 你要玩 我随时奉陪 你要天冷笑的 你以为你恢复了修为 竟能与我抗衡了 哈哈 傲天堂地 你和我之间的差距 只会越来越大 好 今天 我就要将你所谓的骄傲 彻底踩碎 迎清风 冷笑了一下 直接返回作息 迎冲一脉族人 纷纷用怨毒的眼神 看了看黄小龙 然后回到作息 你不是他的对手 黄小龙 慵懒一笑 将手中 那柔成团的卫生纸 塞给阎傲天 来 半个时辰 你自己 能领悟多少 算多少吧 六脉 六脉神剑 阎傲天 目光炙热 双手 从黄小龙手中 切过那团 皱巴巴的卫生纸 妹夫 以后 我若有成就了 必然不会忘记 你今天的恩等 两人回到作息 营销一脉族人 包括营销本人 对黄小龙那是没口子的称赞 休息 因为营充一脉族人略为中毒 所以 舞会再度推迟 半个时辰后开始 在这个半个时辰中 阎傲天 一直在领悟卫生纸上的六脉神剑 脸上时不时 闪烁出来 若有所悟的光芒 很快 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各位族人 终不 不耽误时间了 进入族会下一环节 舞会 家主目光灼热 现在 有老朽简单介绍 今年舞会的规则 女婿 舞会 你可以不参加 营充一脉 现在视你为死仇 一旦你参加舞会 恐怕他们会杀你而后悔 营销慎重的 我为什么不参加 我肯定参加舞会的 我好久没打架了 手痒痒了 黄小龙笑嘻嘻地倒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舞会环节 终于要拉开帷幕了 赢家的年轻一代 将会逐一登场 竞争厮杀 为了荣誉而战 也希望获得家主与长老团的青睐 正所谓 人活一张脸 树活一张皮 舞者往往更加看重面子 今年的舞会将分为六个小组 每一个小组推选出一名种子选手 家主朗声介绍道 现在有老朽宣布六名种子选手 迎清风 迎傲天 迎清拳 所谓的六名种子选手 便是赢家年轻一代中最为优秀 武道天资最妖孽的六人 六名种子选手的分部 营销一脉 也就是一个营傲天 而营中一脉诞生两名裁军 一个迎清风 一个迎清拳 剩下三个名额 由其他脉气瓜分 种子选手直接进入舞会第二阶段 小组战不参加第一阶段的战斗 家主宣布道 第一阶段大混战 规则 所有参加舞会的族人 踏上同一个擂台 强者将弱者积下擂台 直到最后擂台之上 只留下五十四人 这五十四人便进入舞会第二阶段 小组战 规则明白了吗 明白 广场周边响起令人热血沸腾 战意昂扬的呼喊声 好 事不宜迟 上大擂台 混战 家主一挥手 广场周边 许多头小正容的年轻一代 都站了起来 我也去吧 黄小龙似乎是等得不耐烦了 那行 女婿啊 你千万要小心点 特别是大哥那阴脉的人 我怕他们下毒手 营销提醒道 小龙 既然你去参加舞会 那我就不去了 我的修为 恐怕也是进不了小组战 尼奥山 民嘴一笑 想到当初 黄小龙在江南市的拳赛上 大发神威的表现 尼奥山 也不太担心黄小龙 对他 有足够的信心 况且 林奥山知道 黄小龙还有底牌未处 或许 江南市拳赛上 表现出来的实力 只是他的冰山一角 云伯也是满脸期待之色 在营奥山耳边 低声道 小姐呀 上次江南市的拳赛 因为对手并不是很强 所以黄公子过关战将 看起来保留了一部分实力 而今天 赢家族会高手如云 老朽都想看看黄公子的 真实实力的呀 为父 小心啊 尼奥天 对着黄小龙笑了笑 当下 营销这一脉 参加舞会的族人 都站了起来 除了黄小龙之外 大概还有二三十人吧 修为 尽数 都是要比药山强一些的 最厉害的一个 全身 是凝练出来了五十二道真气 放在外面的世界 也是一方霸主 国际枭雄的 大家伙 都向广场中最大的一个擂台走去 营销一脉 也有数十人站起来 走向广场 清风啊 那小杂中果然也要参加舞会 营销 用恶毒的目光 隔空 看向黄小龙 眼角肌肉 跳动了几下 爸 既然他有这个胆量 那我就要他后悔 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 营销风 迷放着眼睛 目光毒辣的 这种人 钻研旁门左刀 便是耽误了武道上的修行 真刀真枪的较量 必然 弱小的可怜 嗯 对了 儿子 这次误会你拿第一 应该没有丝毫悬念吧 营销笑了笑 哈哈 爸 这肯定是板上钉钉的 误会第一 就是孩儿的囊中之物 营销风 毫不在意地笑了笑 轻描淡写 要天之流 哪怕恢复了势力 也只有被我踩的份 到时候 我要让他知道 让爷爷和长老们都知道 营家 谁才是真龙 哼 蝼蚁终究是蝼蚁 永远不可能长出翅膀 翱翔九天 顿了一下 迎清风 其傲道 爸 这次舞会的看点 事实上 就是谁能挡住我三招 想要击败我 那是天方夜的 爸 我的强势也会让爷爷 还有长老们 认清现实 之前那小杂种所做的一切 在强横的实力面前 终究不过只是梦幻泡影 呵呵呵 儿子 你说说 谁能挡你三招 要天 营冲 大笑不已 心头 也有了底气 嗯 没有 没有谁 能挡我三招 要天也不行 迎清风 思考了一下 然后傲然一笑 孩儿的目标 不仅仅只是家族舞会 哎 没有人能明白 孩儿的抱负 广场中最庞大的一个擂台 其面积足足有一亩地不止 此时在擂台上 依然是占了数百人 这些便是参加舞会的赢家族人了 都是年轻一代 因为舞会的规则 只限于当今第四代族人 才能参加 也就是说 舞会的第一阶段 就是在这数百人中 甄选出来五十四个 这淘汰率还是极高的 能够留下来 进入小组赛的 肯定都是高手 此时 数百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眼睛里 都是戒备 和警惕的表情 无形之中 真气开始弥散出体外 牵动 周遭起息 形成一种 让人窒息的氛围 如果是普通人站上来 肯定直接缺氧 昏死过去 好了 开始打混战 记住 这个阶段的比武 不准使用兵器 不准故意制人上残 只需要将竞争对手 打下擂台便可 家属宣布开始 轻刻之间 擂台上的族人们 就飞快地观察了起来 开始寻找自己的猎物 像这种大混战 实力强的族人 直接就站住不动 也不敢有人来招惹 实力弱小的 便会成为大家的目标 直接就被KO下台 赫然风起云涌 擂台上 数百人 人人 都似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猎物 一时间 全影翻飞 推进猎宫 各种小气纳手 各种摔跤 各种真气 离体攻击 碰碰碰碰 不断地 又族人被打下了擂台 擂台上的人 越来越少 这小子是我的 谁也不准动他 营冲一脉的一名族人 全身气势窜高 将周遭人的气势 都压迫了下去 龙蛇游走一般 朝黄小龙窜了过来 目光中 近视凝脚 他体内凝练出来了 五十七道阵级 也算是大宗师 这一下 让他原本想要 冲过来把黄小龙 打下擂台的族人 都按兵不动 甚至不敢 过分靠近黄小龙 以免被殃及驰鱼 跌落擂台 电光火石之间 那人冲到黄小龙身前 嘴角擒着一抹 阴冷的笑意 低声道 别怕 我清风哥哥交代过了 不要把你打下擂台 甚至保送你进入小祖赛 这样的话 才能更愉悦地柔虐你 别怕了 说话先 那人伸手 轻轻朝黄小龙肩膀 按了过来 这一下 十分的轻柔 似乎是朋友之间的亲密动作 不过 赛台的掌心 却是蕴含着一股阴劲 也就是说 如果被这股阴劲 冲入体内 当场是不会受到伤害 但是 全身五脏六腑 各种器官 已然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急着之后 脏气衰竭 人才会消瘦 吐血 最后 气血干枯而死 十分阴毒 黄小龙嘴角 扯过了一抹完美的笑意 啊 既然你们 要保送我进入小祖赛 那我就确实不攻了 黄小龙也没有多闪 那人的手 十分顺利 按在了黄小龙肩膀之上 掌心一股阴劲 如同毒蛇一般 渗入黄小龙身体内部 迎冲那一脉的那名族人 见黄小龙根本就不躲避 自其掌心中 酝酿的阴毒尽力 已然是润无吸无声般的 渗到了黄小龙体内 他的嘴角 也是立刻浮现出了一抹 森然笑意 心中得意非凡 哈哈 小子 原来你果真是一个绣花枕头 中了我的阴尽掌力 几天之后 你就会开始突袭 食欲不振 哈哈 到时候 家族就算是要追究 也查不到我头上 我为清风哥 还有老爸 立的头功 与这同时 迎霄和迎冲等人 都在目不转睛的盯着黄小龙 看到黄小龙的肩膀被按住 并没有还手 还一脸笑嘻嘻的表情 迎霄顿时眉头一皱 糟糕 女婿为何多也不多 任由敌人触碰她的身体 这可是大忌啊 迎冲和迎清风 却是相识一笑 哈哈 爸呀 清炎立功了 迎清风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 充满了抱负的畅快效应 清炎是大宗师 全身凝练出来 超过五十道阵脊 被他的阴尽击中 神不知 鬼不觉 就能置人于死地 哈哈 那小杂众死定了 不过 且让他进入小祖宅 我要亲自抓住他 让他跪在我面前 摇尾起怜 学狗叫 大擂台上 黄小龙脸上 笑容越来越换场 赫然 那迎清炎 按着黄小龙肩膀上的手上 托得一锁手 他只感觉到 一股冰凉的寒意 顺着他的掌心 窜到了他体内 不过 这股寒意 转瞬即逝 你对我做了什么 迎清炎 下意识地脱口问他 我没做什么呀 你看看我 动也没动 嘿嘿 你想太多了吧 黄小龙 一脸无辜地倒 事实上 刚才 他已经把迎清炎 打入自己体内的阴紧 连本带立地 反弹了回去 数倍奉还 也就是说 在半个小时之后 迎清炎 就会开始 拉血屎 吐血 内脏开始腐烂 生命各项技能 开始衰竭 直直死亡 这 迎清炎 眼中凶光闪了几下 他自查了一下身体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状 这个时候 大擂台之上 就只剩下五十四人 不多不少 其余的族人 皆已经被打下擂台 惨遭淘汰 好了 族人们 住手 第一阶段的大混战 就此结束 留下了五十四人 进入小祖赛 现在下台 将你们的名字 登记在木牌上 家主亲自主持大局 擂台上的五十四人 纷纷下了擂台 有几名长老 坐在一张桌案后面 在桌案上面 摆放着数十块柳木牌 进入第二阶段 小祖站的族人们 主动走上前去 挑选柳木牌 用毛笔写上名字 黄小龙也是 把自己的大名 写在一块柳木牌上 完之之后 主人回到各自作息 你需要 你刚才被偷袭了呀 营小 一脸紧张忐忑 妹夫 我替你检查一下身体 看看有没有出现 异常状况 尹奥天 也是连忙说道 哈哈 我没问题的 黄小龙 洒然一笑 很快 张老团的大桌之上 便是摆放好了 两个被黑布 遮住的大箱子 其中一个箱子中 只放了六块柳木牌 这六块柳木牌之上 便是写的 迎清风 与尹奥天等 六名种子选手的名字 另一个箱子中 放了五十四块柳木牌 诸位族人 现在由老朽 亲自筹签 家主一脸庄重 将手伸入 其中的一个木箱子 首先抽取的是 六个小组的 种子选手 第一小组 种子选手 说话间 家主已经从箱子里 抽出一块柳木牌 上面分明写了 迎清风三次 第一小组 种子选手 迎清风 旁边立刻就有 长老在登记 进入小组站的 非种子选手 现在内心都在 祈祷了 千万不要被抽到 迎清风那一组 否则 一丝逆袭的机会 都没有了 迎清风的强势 已经渗入人心 龙小龙 倒着敲着二郎腿 一脸无所谓的表情 其实 小组站的规则 比较简单 每一个小组 包括种子选手在内 一共十人 六个小组 刚好六十人 继续抽签 第二小组 种子选手 嗯 迎奥天 第三小组 种子选手 迎清拳 不多时 六个小组的 种子选手 都一见分享 接下来 就是把通过了 第一阶段 大混战的族人 分配到每一个小组 首先是低组 也就是迎清风那一组 低组 其他族人 分别为 迎角花 迎烈 迎咒 这时迎清风的目光 却是隔空凝视 黄小龙 锐利如鹰损 竟然充满了 灼热的期待 够杂种 与我一组 一定要抽到 与我一组 一定 迎清风自然 是巴不得 黄小龙 被抽到他那一组 然后 他便可以 随心所欲的折磨 羞辱 柔虐黄小龙 与之相反的 是迎销一脉 以迎销为首 包括迎奥山 都激不惜望 黄小龙那么的倒霉 直接就抽到迎清风那一组 天不随迎清风之远 最终 黄小龙并没有被抽到第一组 哼 算你运气好 迎清风 咬了咬牙 快速抽签 很快 黄小龙 写上自己的大明的那块柳梦牌 就被抽了出来 他被分到了 第三组 第三组的种子选手 名为 迎清拳 乃是迎冲一脉的天才 更是迎清风的亲弟弟 他身体内部 凝练出来 足足 七十一道真脊 非同小可 在迎家当代 也是排得上浩的角色了 在十大鼓舞 世家圈子里 也都是有一定的铭记 顷刻之先 迎冲一脉 数百族人 便是爆发出来了 轰然大乔 哈哈 好好 太好了 迎清拳 直接站了起来 背急 挺拔如今 目光之中 尽是残忍戏谑的表情 爸 清风哥 这就叫做天王 灰灰 说而不落 虽然 虽然那杂众 没有愁到清风哥那一族 但 其实到了我这一族 哈哈 我会把他全身骨头一顺一顺的交短 把他的经脉 全不撕碎 让他尝遍天下酷刑 清风哥 你得为我报仇啊 那迎清霜 在酒楼中被黄笑龙打破了头 现在满脑袋还缠着绷的 十分狼狈 这时便是满脸仇恨利己的倒 放心吧 请说 我会让那杂众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的 迎清拳活动了一下劲 全身发出霹雳啪啦的鼓爆声 极为害人 不多时 六个小组的人选 尽数分配好了 第二阶段 小组战 开始 小组战的规则 乃是六个小组同时进行 采取积分值 剩一场两分 凭一场一分 高负零分 可使用兵器 但不能故意置人上残 每一个小组 积分前两名的族人 进入最后一轮 排名战 今年的舞会 最终排名前三的族人 将会得到后赏 至于是什么赏赐 老酒暂且卖个罐子 但可以透露一点 今年的赏赐 尤其是舞会 第一名的赏赐 那是非常奉猴的 家主笑着宣布 选及身旁一名长老 拿出一份名单 大声道 小组战第一轮 第一场 一组 赢小花 对决赢州 第二组 赢澳天 对决赢术 第三组 赢林 对决 黄小龙 第四组 赢卓 对决 陈大江 啊 小龙 第一轮的第一场 你就要出战了 药山 目光看向黄小龙 加油 一定要拿到开门红 呵呵 妹夫啊 第一轮第一场 我也要登他一旦 我们一起下去吧 以澳天站了起来 他修为恢复 又领悟了一番 六脉神剑 只觉得战斗力 更胜往昔 这时 战役也是抑制不住了 急遇一战 好吧 黄小龙 一脸完美地站了起来 好玩 真是好玩 女婿 澳天 你们去吧 嗯 千万不要轻忽大意 能够进入小族战的 也没弱者 营销脸色正确 当下 黄小龙和盈澳天 连妹走入广场之中 小族战 开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提 黄小龙 前厅信不一般 走上了属于第三组的战斗擂台 一共是六个擂台 同时开阵 每一个擂台下面 都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老 意思不够 但任着裁判工作 黄小龙的对手 乃是一名 收莫中 运游锋芒的男子 年龄也就比黄小龙 大了三次岁的样子 名为 盈林 此人 体内凝练出来了四十二道真纪 手中握着一口 锋芒毕露的宝剑 哼 运气不错 盈林 看了看黄小龙 嘴角浮现出了一抹 讥笑的笑意 两分到手 啊 看样子 你是认为 稳稳当当胜过我了 黄小龙 无语的摇了摇头 讲道理 这赢家的舞会 其规格与档子 韩金亮 多时不是江南市的拳赛 能够比拟的 两者几乎是有着天壤云泥之别 纵然 在江南市擂台赛上 出现了卫士三雄 以及黄埔图孙 这等强者 但就拿黄埔图孙来说 无非就是凝练出来了二十九道真纪而已 黄小龙眼前这个对手 盈林足足 凝练出来的四十二道真纪 恐怕是拥有秒杀 黄埔图孙的实力 能够站在这个擂台上 就没有弱者 当然 对于黄小龙来说 都是弱者 在江南市擂台赛上 黄小龙展现出来的武力 的确也就是冰山一角 旁门走道方面 你的确是个人才 不过呢 论武力 恐怕你不行 好了 我不是大波一脉的族人 我和你没什么冤仇 你自己滚下去吧 我不想伤你 如果你非要纠缠 那就别怪我剑下无情了 盈林侃侃而谈 别废话了 来吧 黄小龙笑嘻嘻地道 找死 那好 我成全你 你的兵器呢 盈林表情凝恶 对付你 貌似并不需要兵器啊 黄小龙一脸认真 岂有此理 给我滚下去 盈林怒不可 兜手一剑 便是朝黄小龙刺了过来 剑光如水 剑尖 直指黄小龙胸口 这一剑 又快又狠又准 捕着在宝剑上的针剑 吃吃做小 宛如疯了一般 秦客之间 那如梦刺唤的剑光 就把黄小龙笼罩住了 剑光很美 很华丽 但又 透发出来了 令人窒息一般的威胁 赢家祖传的就是剑法 显然 这英宁在剑道上的天赋不俗 这一招 并没有用了 有这一种明明不绝 予以不尽 十面埋伏的韵味 不过 在黄小龙看来 这一线的破绽 简直太多了 无他 黄小龙自幼 在地府之中 跟随不少古武 阴魂修炼武道 本身眼力和修为 就不是盈林之流 能够逼你 在此 黄小龙通过彼岸花 沟通阴阳 等于是学会了盈克辛 毕生绝学 盈克辛的后人 练的就是他当年 自创的剑法 但是已经残缺不全了 黄小龙学过完整的剑术 所以盈林的剑光一动 黄小龙就看破了所有 破绽 后招 所有的变化 全部了然于胸 说是迟纳十块 黄小龙身体 看似慵懒的 朝左前方踏了一步 右手反掌一拍 这一掌 附着了一些阵器 排散了 盈林剑法最薄弱的环节 正是一个最大的破绽 黄狼 长剑落地 你败了 黄小龙双手背负 淡淡的他 你 你这是什么武功 怎么可能 盈林 痴痴呆呆呆地看着被击落的场景 只觉得自己刚才那凌厉的剑招 就好像是一发出去 便已经落空 然后 黄小龙寻了个空隙 无非吹灰之力 将他的剑击落 盈林不甘 他正准备捡起场景 与黄小龙再等 擂台下面的长老 却是宣布道 第三组 第一轮 第一场 黄小龙胜 两分 盈林败 零分 黄小龙 气味潇洒地跳下擂台 盈霄一脉阵营中 响起一片欢呼声 我这女婿看来还真是深藏不漏 汗不透 汗不透呀 盈霄又惊又喜 爸 我就说嘛 小龙是很厉害的 他每一天都能够给人带来很大的惊喜 盈霄山 盈霄山满脸自豪 云伯在旁边嘀咕道 小姐呀 盈林少爷在家族第四代已经算是高手了 黄公子击败他居然居中若惊 看来江南市的擂台在 黄公子是隐藏了态度 现在老朽就想看看 黄公子的阵势势力到底高到什么地步 营冲一脉的阵营中 以营冲为首 一个个脸色都有些不太自然 警风 有点邪门啊 那小杂种的武功真有点邪门 刚才那一招 似乎是将盈林剑法中的破绽 提前看透了 营冲 隐隐有些担忧 爸 你别想太多了 营林那一招的破绽 的确太多了 花儿不识 营兴风满不在乎的说道 第二组的擂台上 营澳天也没有使用擅长的剑法 而是用六脉神剑 一下下的刺出 绍伤剑 伤阳剑 中冲剑 绍冲剑 每一道无形剑技 依刺实出 这开始的时候 还有些生疏 但到了后来 愈发熟练 将对手逼得连连后退 好吗 营澳天 是将对手当成了活靶子 一边打 一边熟悉六脉神剑 不打了 不打了 澳天堂哥 你厉害 我认输了 这一门无形剑技 简直太厉害了 澳天堂哥 下一时日 你要是练成了 那还了得 不打了 对手直接认输了 第一轮第一场 营销一脉 出战的黄小龙 和杨耀天 都轻松获胜 各拿两分 黄小龙回到作席 翘着二郎腿 也没花太多精力观战 这一层的大斗 虽然精彩 乃是古武宗师之间的 激情碰撞 若是普通人看来 就和欣赏 好莱坞魔幻大片一样 感官上 极受刺激 但在黄小龙看来 也就是普普通通 第一轮的战斗 接连上演 低俗的战斗擂台 公子吉 赢家第四代第一人 赢清风 终于出场 作为赢家这一代的 风云天骄 赢清风的风头 的确太胜了 堪比王侯 他一登场 整个广场四周 便是山崩海啸般的 欢呼声 喝彩声 赢清风的对手 其实也不入 也是 凝练出来了 五十三道真气的大宗师 那是一个木讷少年 怎么 还要打吗 赢清风 冷傲看向对手 双手背负 明显不信 滚下去 木讷少年 手中持紧 眼中掠过了 一抹愤意 却是恭敬道 清风 我的修为 自然比你差太远了 天赋 也远远不如你 不过呢 去年 我练武 很辛苦的 我想试试 在你手上走几招 哈哈 一招伴你 迎清风 叫得不像话 那可未必 木讷少年 终于怒火烧天 悬身剑势 扒高到顶点 人如离弦之剑 飞射迎清风 常见地出 宛如 且豆腐一般 将身前的空气 一奔为二 短时间 难以重新凝聚 带着山体 滑坡一般的恐怖气势 攻向迎清风 小龙 你注意看 迎清风出手了 营傲山 不由得提醒的 他 应该就是 在今年舞会 对你威胁最大的对手 我不想看啊 无聊 老婆 我靠着你休息一下啊 黄小龙 拾切头一歪 把营傲山的肩膀 当成枕头 靠了上去 现在 虽然是六个擂台上 同时都在山头 但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集中到了 第一组的擂台 因为 迎清风 天骄 公子精 第一人 迎家第四代 凌军人物 所有人争先恐后 目睹他的绝世风采 唯一表示出来不屑 不想多看一眼的 便是黄小龙了 把头枕在 营傲山的乡肩上 秀着他 以你的体相 满脑子 都是和营傲山 啪啪啪的画面 妖山 又羞又喜 一组的擂台上 木那少年一剑刺来 剑锋 宛如台风过境 将迎清风的衣袍 与头发 吹拂得烈烈坐下 迎清风 却是闻思不动 冤庭越志 好一派 大家风范 电光火石之间 碰碰 迎清风 左手背负 右手一拳 打抱空气 这一拳 也是打在了 木那少年建招的破绽处 全力隔空而发 打在了木那少年的肋骨上 木那少年 仰天 吐出一口鲜血 断线风筝一样 飞了出去 并伴随 咔嚓咔嚓 骨头断裂声 等他倒地之后 满脸怒容的 瞪着迎清风 你 你好狠 一拳打断肋骨 这样的话 木那少年 也就失去了 继续战斗下去的能力 今年无讳 只能引恨受伤 提前退出了 要怪 就只能怪你 太不自量力的 躺臂挡车 就是说的 你这种人 迎清风脸上 全部都是冷笑 让你滚下去 你偏偏要逞强 这是一点点教训 想当我一招 至少 还要苦练五年 说完 迎清风像是 一只骄傲的孔雀 揍下擂台 擂台下面的裁判 也不好开口 训斥迎清风 他只能 难难地宣布道 迎清风伤 两分 大哥 你 你家清风 出手也太重了 一名 脸孔扭曲的中年男子 直接站了起来 对着迎冲叫道 都是自家人 出手就伤人 这也太过分了 这中年男子 便是 穆那少年的父亲 看着自己而死 不但被打伤 而且还被迫退出舞会 他自然是不服气的 找迎冲理论 哈哈哈哈 几弟啊 你叫什么叫 清风的战斗风格 就是这样 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就狠如妖魔 实力不如他的人 一处击溃 再说了 自家人又不是同一个阵营的人 而且和自家人打 大不了 就是受伤 在床上躺个几个月就好了 要是出去和敌人厮杀 那躺下去 就永远也醒不来了 迎冲极其傲慢 你 你 你 那中年男子 气得突袭 无非 就是迎冲 要 串夺 未来家主之位 让他那一脉战队 他选择中立 结果今年五会 迎清风就对他儿子下狠手 给他颜色看 看到这一幕 家主和张老团的人 都纷纷摇头 但迎清风是家族未来 他们也不好开口训斥 以免含了迎清风的心 五道事件 本就是弱肉强食啊 小祖战如火如荼的进行 第二段 黄小龙的对手 是一名凝练出来了 四十六道真气的少女 可以开始了吗 黄小龙笑道 呃 这个 这个 少女思考了一下 然后耸肩道 算了 刚才 迎林堂哥都被你一招击败 虽然你看起来 像是运气好 才打败迎林堂哥 但 我比迎林堂哥差远了 我就不和你打了 这一战 我认输了 看来 黄小龙表现出来的实力 还是让许多赢家族人 产生了敬畏之心 黄小龙再胜一场 目前积分 四分 杨耀天自然也是轻松过关 而且他一直在魔力六脉神剑 六路剑阀 越来越精准 他的武道天赋不足 算是领悟到了一些皮毛 迎清风那边 因为第一战 就打断了对手的肋骨 害得对手退出舞会 所以他遭遇的对手 几乎都是直接自认晦气 认输了事 第三轮 黄小龙的对手 居然就是营销一脉的一名少年 论辈分 是迎奥山同父异母的弟弟 称黄小龙一生姐夫 哈哈 姐夫啊 我和你还打什么呀 再说 我也打不过你呀 如果 我不自量力和你交手 恐怕 奥山姐和老爸 都饶不过我 哈哈 姐夫啊 我认输 你加油哦 那少年有点逗逼 笑嘻嘻地认输了 黄小龙积分 六分 第四轮 黄小龙登台 这一次 他的对手 不但不主动认输 更是用一种邪恶的目光 看着黄小龙 此人 乃是一名独眼男子 大约二十七八岁 体内凝练出来了 足足六十七道真气 非同小可 不过 最让人为之动容的 并不是他的境界 而是 他的气质 他的气质 极为阴险 冰冷 凶杀 是个暴虐之人 目光有些病态 甚至有些变态 当他用邪气凛然的目光 看着黄小龙时 全身上下更是弥散出来了一种 凶杀弥天的气息 这种气息 就是杀戒 将来 他一定杀过很多人 所以身上才会充满了 如有实质的杀戒 就连 就连迎清风身上 都没有这种杀戏 此人 杀过的人 也一定比迎清风多 迎海 多艳男子 朝着黄小龙 憋嘴一笑 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我的人生经历有些奇特 在我三岁的时候 就在秦陵中迷路 被一只狼调走了 我在狼窝里生活了足足六年 我这六年 我每天与狼群为伍 捕猎 生殖野兽 学习狼的习性 与捕猎方法 九岁的时候 我父亲找到了我 将狼群尽数杀去 我回归家族 开始修炼武功 我和他们练的武功不同 因为我在狼群中长大 我更加明白丛林法则 所以我练武功 不是为了炫耀 也不是为了表演 我的每一招 都是为了杀戮 我每杀一个人 就会嫉妒在笔记本上 到今天 不多不少 一共杀了两千人 独眼迎海 舔了舔嘴唇 有时候我会发狂 我发狂起来 连自己都怕 你怕不怕 你和狼群一起长大 你是禽兽吗 黄小龙 没心没肺的笑了起来 你的笑话 一点都不好笑 银海被黄小龙激怒了 独眼之中 杀气大声 全身每一个毛孔细胞中 都喷出了一股 橡皮的血腥味 你一直在仓卓 我想你的实力应该不错 不过实力不错和杀人是两个概念 像你这种温室里的花朵 我还真是有些不屑于出手呢 杀你就和虐杀羁牙一样简单 这样吧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玩游戏 我最喜欢就是玩游戏了 黄小龙跃跃欲试 这样 你我之间距离大概有二十步 现在 你站着不动 我朝你走十步 十步之内 我要你吐血下跪磕头 像只安顺一样瑟瑟八道 银海戏却的道 如果你能坚持十步 行 算是我输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黄小龙与营澳山这一战 吸引了无数的关注 不光是营销一脉 与营冲一脉 就连家主 长老团 以及广场周边的其他营家族人 目光都聚冷了过来 原因无他 黄小龙的对手 营海 很强 非常强 这一组的种子选手 是营青拳 体内凝练出来了 七十一道阵级 而这同组的营海 也有六十七道阵级的修为 两者相差不多 以战斗方式而论 营海自幼被群狼抚养长大 可以说每一天 都在与大自然抗争 与死神跳舞 他就是个疯子 战斗起来根本不要命 而且尸杀成形 客观来讲 虽然秀为弱一些 但营海和营青拳斗一场 胜负 还是未知之处 哪怕是营青风 也不想和营海遭遇 这不是说 营青风 促了营海 而是 营海就是条疯狗 他这种人 凭着按你一键一掌 都得咬你一口 恨不得从你身上 咬下一块肉来 黄小龙所在的这第三组 其实最被看好的两个出现名额 就是营青拳和营海 营海这疯似 营销也是暗暗的皱眉 女婿干脆这一场憋打了 办不着和这种动不动就拼命的粗人较量 营冲那边 则是恨不得营海能够撕了黄小龙 这一关那狗杂中难过了 营冲阴测测的逃 第三组的战斗擂台 好啊 你这个游戏还不错 你朝我走十步 就想要我吐血下跪 行 那你开始走吧 黄小龙一脸天真浪漫的表情 其实营海这个游戏的目的 就是用自己的血腥煞气和煞气 以及气质 直接将黄小龙的精神意志压迫 这种比斗的方式 看起来不如直接脚手那么的激励 但其中的关键之处 其实更为可怕 毕竟 一个人的精神意志 要是被压倒了 心灵崩溃 那以后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不会有信心了 产生了心魔 胆小怕事 变得懦弱 基本上人就报废了 呵呵呵 好好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嗯 站稳了 低不来了 婴海独眼之中 满是暴虐与残酷 他直面黄小龙 右脚抬起 跨出一步 这一步走出来 一股阴风从婴海身上窜了出来 刮到擂台上是烟尘漫卷 恐怖的杀气 屋中生有 随着婴海的踏步 直接覆盖向黄小龙 其实 这就有点像是猛兽在释放自己的气味 比如 猫放出一点气味 老鼠 远远的救到了 就会吓得瑟瑟发抖 躲藏在洞里 根本不敢出来 有胆子小的老鼠 直接就被吓得心胆剧烈 吓死掉了 婴海就是通过气势 把自己这几年的杀气与杀气宣泄出来 毛孔细胞里面都是血淋淋的味道 这第一步走出来 婴海是将自己十成的杀气释放出来了两成 他看黄小龙细皮嫩肉的样子 心里估摸着 两成杀气就差不多可以让黄小龙心灵失手 吐血下跪了 起料 面对扑面而来的血型炸气 黄小龙简直就是如沐春风 脸上笑意盈盈 纹丝不动地站着 还在说话 哦 第一步了 我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来 继续走 走快点 别慢慢吞吞的 其实 一想到婴海的战术 黄小龙就忍不住想笑 靠杀气 令黄小龙心灵崩溃 这太扯了 黄小龙是什么人 地府的掌控者 永年时就曾经在地府中和无数阴魂打交道 那些屠杀万人的萧雄死后变鬼 都对黄小龙客客气气的 比如 白起车中杀人魔王 在黄小龙面前都只有点头哈腰的份 婴海 能和白起比吗 第一步踏出 黄小龙居然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婴海倒是微微愣神 不过很快 便视线一笑 哼 行 这第二步 直接爆发五成杀气 就算是强如迎清风之流 在面对我五成杀气的时候 也会动容 你这小子 还不跪下颤抖吗 第二步来了 给我跪下 婴海踏出第二步 全身杀气 节节攀升 他整个人更加电光 更加狠力 也更加妖艳 这一步踏出来 心智稍微脆弱一点的人 就会产生幻象 仿佛这擂台上 白骨勒勒 血流成河 无数的冤魂在毫顾 黄小龙依旧不动 越笑越欢 你是残气人吗 走这么慢 赶紧的呀 这一下营销一脉 数百族人 都是爆发出来的哄哮声 黄小龙和婴海的对决 终于让他们都放下心了 黄小龙似乎 不受到婴海气势的影响 这家伙 这家伙怎么回事 他一点不受影响 难道他杀的人比我还多 一或者说 他的心理素质 已经金如铁石 不行 我必须让他跪到 连踏两步 黄小龙坦然成手 这的确让婴海心头 有些发慌 第三步 婴海豁出去了 他将全身的杀气 真气 精神力 意志力 气势 统统跋升到了巅峰状态 这第三步 婴海已经是全力以赴了 小子 看我眼睛 婴海 嘶声大吼 事实上 婴海全身上下 每一个毛孔细胞 都在释放血腥杀气 摧毁人意志的气质 但他释放气势最浓烈的部位 其实就是他的毒眼 俗话说 眼神是心灵的窗户 眼睛能够传达很多东西 通过一个人的眼睛 甚至能够辨别出善恶 传说 真正的强者 通过眼神 能够让对手云命 这就是木鸡 婴海那只可怕的毒眼 也不例外 眼神之中 妖艺杀气 简直就是营业 一颗眼珠子 仿佛浸泡在鲜血中 又仿佛一颗 射人心魄的红宝石 以往 遭遇强敌之时 婴海往往 能够通过眼神 先让对手的心神 产生破绽 然后 再直接杀之 这时 婴海豁出所有了 不但释放出巅峰气势 还让黄小龙 与他的毒眼对视 女婿 不要看他的眼睛 婴霄忍不住 站起来大声提醒道 放肆 三弟 你这是破坏规则 两个打一个 还不坐下 婴冲怒吼道 擂台上 黄小龙笑嘻嘻地 将目光 对准了婴海的毒眼 三目交头 空气中 仿佛有刀光剑影 在闪烁 第三步落下 黄小龙 却是面不改色 我看你的气势 已经攀登到达了极致 再走一步 也就是强弩之末了 不用走十步了 三步 已经是你的极限了 现在 我也走一步 一步 我要让你 跪下来磕头 黄小龙 细血一笑 下一秒 黄小龙动了 主动 向婴海踏出一步 这一步踏出 黄小龙全身气势 变得邪恶阴森 左眼之中 仿佛有着黄泉之中 右眼之中 仿佛有着奈何之巧 这一步千魂万鬼豪哭 这一步 十八层地狱颤抖 这一步 狮山谷海惨不忍睹 这一步 雪光碧日 无尽海谷漂浮 这一步 就是阴天子 君临天下 给我跪下 黄小龙一声力口 黄小龙稍稍地 爆发了一下气势 哼 看那间 婴海的身体 宛如遭到了雷劈 幻象丛生 整个人 就好像置身于 修罗地狱之中 寒冷 渺小 恐惧 绝望 崩溃 婴海的独眼中 光芒涣散 壮弱痴呆 下一秒 一口鲜血 狂飙而出 婴海 双膝一软 直直地跪在了 黄小龙面前 一边打着哆嗦 一边朝着黄小龙 碰碰碰磕头 将地面都磕碎了 一大遍 全场哗然 黄小龙和婴海这一战 一招都没有交手 东航的人都看出来 他们是在气势上交锋 无形中抗衡 但具体的细节 无人可知 只是结果 婴海败 爸 小龙又赢了 连胜四场 积八分了 看来 小组第一又忘啊 药山欢天喜地 女婿果然 是为我们带来了 一个又一个惊喜 殿免不断 低派层出不穷啊 婴小满脸兑欢 有女婿在 今天我倒要和大哥 争个高价了 未来家主之位 路死水手 有味可知 顿了一下 婴小简单地分析道 婴海这人 是从死人堆里 爬出来的 幼年又是被野兽 抚养长大 所以 最终血腥气势 这一战女婿 是纯在气势方面 碾压了婴海 这真是不可思议啊 婴中一脉 更是吹一胡子登年的 尤其是那婴青拳 眼中都略微闪过了一些担忧之责 他是黄小龙所在第三组的种子选手 目前战绩全胜 也是奔着小组第一去的 可现在 同组的黄小龙 风头比他更胜 若是小组第一 被黄小龙抢去 婴青拳便会严面尽失 这时 婴青风冷傲已笑 清拳 你不要想太多了 是婴海自己愚蠢 他试图与那狗杂种比拼气势 结果被反压 看来 狗杂种的心理素质 是很强横的 神经大条 其实 婴海的真气纠为 以及武功 都是不弱 如果一上来就拔剑抢功 多半那狗杂种 只有大败亏输的份 嗯 清拳 你记住 状态不要被影响了 狗杂种不是你的对手 听到婴青风这般说 婴青拳才略微松了口气 第三组的战斗擂台上 黄小龙收敛了狂暴的气势 婴海全身压力咒消 许多半的昏厥倒地 他看似受伤并不严重 但心里已经被黄小龙 栽种下一颗失败的种子 从此之后 性情会大变 变得懦弱 卑微 失去信心 修为也会不敬而退 哈哈 黄小龙笑了一声 跳下擂台 小组战第四轮 黄小龙胜 击八分 继续战斗 第五轮 黄小龙的对手 无奈认输 击分达到十分 第六轮 对手思考了半分钟 长谈一声 气贱认输 黄小龙积分上升到十二分 另一边 迎清风和迎傲天 也是连连获胜 积分节节翻升 仿若 摧枯拉朽一般 第九轮 黄小龙的对手 眼睛如毒蛇一般 我还是认输吧 不过你的连胜记录 马上就要终结了 小组战 最后一轮 你的对手 是同样保持不败的迎清拳 他会收拾你的 第十轮 第三组战斗擂台 黄小龙慵懒战力 手无寸铁 迎清拳背负一口长剑 神色肃然 踏上擂台 与黄小龙面面相对 一上台 迎清拳就展开了见识 他的背脊 挺拔如箭 气势喧天 人如出窍立剑 寒光溢溢 似乎要刺破苍穷 悬身七十一道阵气 如蟒蛇一般滚动 发出泥石流一般恐怖的声音 头顶上方 甚至冲出无形剑气波动 将空气 较成几分 当初 黄小龙在江南市擂台赛场 遭遇到的孙家仇人 黄府独孙 也是用剑的高手 但显然 与眼前这位赢家天才见客 迎清拳相比 相差着实太远了 小子 没有想到 你半途之虎 竟然一小组不败的战绩 与我遭遇 迎清拳 冷笑了一下 他心灵透彻 之前虽然 有些忌惮黄小龙 但此刻 也是保持了心情的平稳 战意和见识 也是完美的 宣泄出来 很遗憾 你已经没有丝毫机会 今天 你害我这一脉 颜面尽失 这一战 我便从你身上 讨还一些回来吧 黄小龙对决迎清拳的一战 几乎可以说是万种竹 迎清拳是这一组的 种子选手 凝练71道阵脊 在国内的鼓舞圈子里 绝对是天才 在迎冲一脉 风头 也就仅次于迎清风 黄小龙一路站来 遭遇的大部分对手 都主动认输了 将对手击倒的 有限几场战斗 也根本看不出深浅 许多人心中都在想 迎清拳 恐怕能够将黄小龙的极限 逼迫出来了 你用什么兵器 迎清拳冷漠道 我奉劝你 不要拖大 面对我 还是拿出你的最强实力吧 迎清拳体内 盘踞着如龙般的剑势 黄小龙修炼过五花八门的鼓舞 但对于剑法和刀法 他还是比较情有独钟的 迎清拳 无形中散发出来的剑势 让得黄小龙体内的剑势 都被牵引了 一时间 他寄养难挠 看一向了迎奥山 乖老婆 给我找一把剑过来 普通的剑就可以了 咦 女婿也擅长剑法吗 营销满脸惊重 毕竟 黄小龙在之前的小组战中 并没有表现出 擅使什么武器 广场四周 以及长老团作席 许多人都焦头接而起来 啊 小龙的剑法和刀法都很厉害 上次在江南市拳赛上 他就是用剑法 击败了不可一世的黄埔徒孙 尹奥山问一位堂弟 要了一口青钢剑 乖乖地跑到擂台下 扔给黄小龙 黄小龙顺手一抄 切过长剑 手中有剑 黄小龙全身自然而然地 散发出锋芒之气 你会用剑 营青拳 瞳孔收缩如针 好 我营青拳最喜欢和剑客交手了 我七岁练剑 我手中的剑 已如我生命一般重要 拔剑杀人 如呼吸一般自然 既然你是剑客 那么 死在我的剑下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拔你的剑 黄小龙扑持一笑 并不拔剑 一脸灿烂的道 对付你 我还不需要拔剑 呃 你不配让我拔剑 哇 全场哗人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你还不配我拔剑 这句话 不但让得营青拳暴怒发狂 眼神如厉鬼 就连观战的所有人 心头都有些不以为然 营充一脉 一个个族人更只气得嗷嗷好去 太狂妄了 简直就是目中无人 无法无天 营青拳根本就不是弱者 相反 哪怕是在十大鼓舞世家的年轻一代中 他都是有数的天才 能够如此描视他的 除非是公子级的妖孽 黄小龙能够与公子级相提并论吗 不 恐怕他远远不够资格 刹那间 一生中从未受过此等羞辱的营青拳 已然是暴跳如雷 胸光碧露 反手握住剑柄 坑的一声 宛如龙音声响起 一是拔剑出笑 脚下连续闪动 几个胯部连成仪器 宛如缩地成寸 呼吸之间闪到了黄小龙身前 我就杀了你这狗杂种 营青拳力声发唬 寒光一闪 已然是迅速雷霆 抬手一剑刺向黄小龙 剑光惊艳 一剑接着一剑 快 快快快 快到人的眼睛已经反应不过来 剑势更是如银河坠落九天 将黄小龙全身上下 各处要害 统统笼罩 我就杀了你这狗杂种 这句话一共是九个字 营青风是每说出一个字 就向黄小龙刺出一剑 他说话的语速十分快 最后一个种字刚刚落下时 第九剑便已刺出 话说的一喜和声 中间不见丝毫挺顿 这九剑也是刺得快如电光雷闪 说话与剑法 两者合拍 相得一张 甚至可以说 营青拳的九剑 几乎是连成了一片 快到让人问不出每一剑的先后顺序 相识只有一剑 有相识他有九条手臂 各持一剑 同时向黄小龙飞刺 面对如此凌厉迅捷的剑法 广场四周 以及是长老团的人 都站起来大声的贺操 营青一脉族人 趁机欢呼 鼓掌声如雷霆 这并不是在装腔作势 而是对于营青拳的剑法 许多人都看得是精心动魂 心悦成 能够将一口剑 使到这种出神入化的地步 将一门剑法 练到这种神乎奇迹的经济 也就只有天才二四 才能盖过了 就连一向目空一切的营青风 姿势也是微微的点了点头 青拳的宪法 今年又进步了不少啊 那是 清风啊 你和青拳便是为父的左膀右臂啊 英冲极为的丝毫 再说擂台上 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发生了 面对营青拳 狂风咒语般的久见 黄小龙身子一动不动 他就好像是被吓傻了一样 不但不拔剑格挡招架 甚至连躲都不躲一下 任由长剑刺在他身体上 这一下 简直让观战的人 全身鸡皮疙瘩地抱起 有的都惊呼起来 死了 刺死了 没剑都刺在他身上了 无语了 一个照面就被青拳堂阁刺死 根本没有招架之力 人都被青拳堂阁的剑势给吓傻了 太弱了 刚才还装的说什么青拳堂阁不配让他拔剑 没想到被秒杀了 关键还是青拳堂阁的剑法太快了 他躲不开啊 的确 瀑瀑瀑瀑 九剑雷霆齐发 没剑都穿过了黄小龙的身体 糟糕 营销惊得站了起来 全身发抖 心里是一片冰凉 我女婿 我女婿就 就这么被被被被刺死了 药山大脑一片空白 全身色色沾滤 迎冲一脉 欢呼雀跃 就好像是首任了仇人似的 孙女婿可是我们赢家的人财呀 怎么这样被被被杀了 九仙穿蹄身险也难活了呀 家主满脸的痛心疾受 再说擂台上 黄小龙被长剑刺透的身体 并没有蹦践出线线 他也并没有死 而是笑眯眯 如沐春风的看着对手迎清旋 甚至于在黄小龙的嘴角 还有一抹看透的衣线 充满讥讽的效应 刚才 电光火石之间 迎清旋刺过来的九仙 虽然是山崩海啸席卷而来 但黄小龙分明感觉到 这一波剑法根本没有杀意 没有杀势 剑路的诡计 每一剑都不是要往黄小龙身上刺 而是贴着他的身体擦过去 果不其然 此时此刻 黄小龙身体毫发无损 只是左仙 右袖 右腕 等九处一山 被迎清旋的长剑给刺破了 对 迎清旋就是故意不去 刺黄小龙的身体 一上来就要细耍黄小龙 要报复黄小龙刚才的羞辱 他的计划便是 九仙贴着黄小龙的肉擦过去 把黄小龙吓得屎尿气流 以为自己被杀死 尸魂落魄的尖角 这样一来 一方面显得迎清旋对于剑法的控制 已经心细如法 随心所欲 另一方面 则是让黄小龙丑态白出的爱好 可是万万没想到 黄小龙根本不吃他那一套 哈哈哈哈 黄小龙大笑了起来 我说 你还真是有点无聊 比武就比武 你或开这种玩笑 做什么呀 宣长一片剧集 只见黄小龙满脸笑容 很是欢唱 云淡风轻 那一份从容 简直堪称可怕 人人都明白过来 黄小龙刚才 为什么文思不动 原来他早已经知道了 迎清权的伎调 明白迎清权那九仙 宣布都是虚招 不会真词 所以有恃无恐的 动也不动 所有人都已经被震撼的 说不出话来 这胆子也太肥了 哪怕是知道对方这一波剑法 全是虚招 但临到头来 谁敢坦然承受啊 这不是拿命来玩吗 况且 营中一脉 每一名族人都恨不得 虐杀黄小龙 迎清权刚才那九仙 只需要有一仙 稍微拼一点 黄小龙身上 就得多一个透明的血窟窿 可黄小龙偏偏 就是敢这么玩 迎清权的剑法固然厉害 但黄小龙这一份魄力 心理素质 胆识判断力 更是令人无体投底 狗杂种 迎清风低声咒骂 门心自问 哪怕是以他公子级的妖孽之词 如果刚才把黄小龙换成是他 他也绝对不敢这么玩啊 至少也会抢弓回去 不可能站着不动 任由剑锋刺来 不可思议 真是不可思议啊 家主神情极为激动 与生发展 孙女婿这样的眼眶 胆薄定力 以及扬气的功夫 只能用变态来形容了 不言不动 谈笑风声 隐隐又大驾风范 哈哈哈哈 我赢家之福 这种少年人物 莫说见了 哪怕是听 我也没听过 清拳的剑法固然神妙 但只需要一些天赋 加以苦练 终究还是能够练成 但 孙女具这种心理素质 练是练不成的 这是天赋 与生俱来的天赋 这时的迎清拳脸色通红 整个人 老羞成怒 被深深地激怒了 双眸死死盯着黄小龙 如果眼神能够杀人 恐怕黄小龙 早就被灵直处死了 他本来是想把黄小龙吓尿 自己出尽风头 结果反而 被黄小龙轻轻松松 站着不动 就把风头给抢了 把他比下去了 这让迎清拳要杀黄小龙之心 依然是达到了极点 他从来没有像此刻一样 恨不得亲手宰杀一个人 就与杀府之仇 夺妻之恨一般 杀 不过 迎清拳也看出来了 黄小龙绝对是一个高手 因此 他必须要全力一步 才有可能击杀黄小龙 给我死 赫然 迎清拳右脚一踩地 黄暴戏使经过短暂的酝酿 瞬间爆发而出 他将地面踩踏出来一个 军裂凹坑 人如大鸟一般 飞腾而起 迎清拳在空中 一个潇洒的药子翻身 手中长剑指指黄小龙的头顶 随着身体的坠动 剑锋猛刺黄小龙 这一剑几乎是爆发出来了生命的钱 将迎清拳的气势 剑势 精神 武功 全面拔高 剑势如虹 凌空下煞 如苍蝇薄吐 骄龙出海 在现间距离黄小龙的头顶 还有半米的时候 剑气于真气呼啸 将黄小龙站立的方圆数米去 尽数地笼罩住了 风声鹤唳 杀气沸腾 纵然是黄小龙想躲 也万万躲不开了 黄小龙脚下 一大片地面 都硬生生地被剑击 刮掉一层 粉蝎飞旋而起 这一招几乎便是迎清拳的杀手锏了 最强一击 刹那间迎销一脉 人人的心脏都紧绷了起来 实现仿佛已凝固 这是清拳的最强一击 此剑杀人无数 内在下观战的迎清风 这时也是一下子站了起来 胜败就在这一剑 凌空下沙 精气神 真气 武功 剑士 都已经酝酿到了最巅峰的状态 而且今天清拳支持而后勇 超水平发挥了 这是他有生以来 击出的最强一剑 极致的一剑 迎清拳的最强一剑 来自于当年迎可心 传承下来的一门剑法 逐日落影剑 这门剑法 传承至今 仅存半步 但在华夏古武传承 不断缺失的今天 已经是归宝了 半步剑谱 足以吃成一个 古老家族的兴衰荣辱 而这一招剑法 名为落影 是一招杀手锦 迎家族人 能够练成此招的 也并不多 必须要是超级天才 领物力超群 才能够发挥出 这一招的至强威力 说着迟纳之快 就在封锐剑尖 叫刺中 黄小龙脑门心的时候 黄小龙手中长起 往上刺出 剑位出窍 这一剑 是连着剑窍一起刺出 黄小龙这一剑 十分的古风 十分的简单 这是基础剑法 所谓的基础剑法 就是修炼剑道的武者 入门锁链的剑法 劈 刺 聊 扫 戳 基础剑法太简单了 在赢家 几岁的孩童 都早已经将其练熟了 而今时今日 黄小龙就是以一招基础剑法 对决 赢清拳的最强杀招 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不可理喻的事情 就好像是有人 拿着菜刀 去和全副武装的特种兵战斗 说是直纳直快 黄小龙的那口连着剑翘的长截 其剑签像是长了眼睛一样 与迎清拳呼杀下来 那口宝剑的剑签对碰上的 他那间 华丽无比的剑光 尽数弥密 黄小龙这一剑 就好像是出动的毒蛇 将迎清拳的剑法破掉了 这看似简单的一次 正是刺散了迎清拳剑法的破绽中 也就是最大的一个破绽 迎清拳所修炼的 无非就是半部 逐日落影剑 可黄小龙脑子里掌握的 乃是一整部完整的 而且还吸取了迎可心的剑法精力 这剑法本就是迎可心所传 所以他对于这门剑法领悟 实在不是迎清拳这种后人 能够逼你的 两者 一个在天 一个在地 相距十万八千里 下一笔 坑 迎清拳手中的宝剑 弯曲 折的 黄小龙那口连翘长剑 却是直倒黄龙 于是不衰 直刺迎清拳的咽喉 这是 剑招被迫 迎清拳又在空中下坠 况且心神已经慌乱了 这一剑实在是避不开了 眼看就要被黄小龙这一剑 刺穿咽喉 此于非命 迎清拳惊恐一吼 奋起淤力 把头一拼 一剑将迎清拳的左肩刺穿 鲜邪蹦进 黄小龙笑了笑 慢条斯理的将剑抽出迎清拳身里 一股血剑标中 迎清拳轰然落地 一个驴打滚十分狼狈地滚到了一边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嘿嘿 我说过 我对付你根本不需要拔劲 因为你不配啊 黄小龙戏谑看向迎清拳 迎清拳惊魂未定 报复是从鬼门关转了一圈回来 一手死死捂住鲜血狂拥的上口 抬起目光 争宁怨毒 心有余悸 震惊莫名 基础剑法 基础剑法 你居然用基础剑法 破掉了我的最强杀手剑 怎么可能 这完全不可能 迎清拳被打击得要死 他一生的骄傲 天赋 自负 被黄小龙简单的一剑戳了个粉碎 其实呢 你根本不懂剑法 黄小龙侃侃而谈 基础剑法又怎么了 基础剑法是最简单的剑法 但同样也是最直接 获占最少的剑法 任何一门高深的剑法 都是以基础剑法为根源 创造出来的 基础剑法都连不好 那高深的剑法 在你手里 不但发挥不出来威力 反而处处漏洞 获占丛生 听闻黄小龙的话 整个广场大量的赢家族人 脸上都显现出来若有所思的表情 就好像被沉重目骨 认了一下 领悟出来了一些剑道的精髓 长老团区域 家主喃喃重复道 基础剑法是最简单的剑法 但同样也是最直接破绽最少的剑法 好 马上把孙女婿这番话记录下来 以后当成足魁 叫到后人 这简直就是金石良言呀 迎清泉受伤叫忠 擂台下的长老 当即宣布黄小龙获胜 迎清泉退出本次舞会 黄小龙笑着跳下擂台 这个时候 迎冲一脉才反应过来 迎清泉败了 被黄小龙击败了 而且是轻而易举击败 以最简单的基础剑法击败 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难以置信 天方夜谭恐怖绝论 这些形容词 恐怕也不足以形容此事的千分之一 清泉 清泉也败给那狗杀种 迎冲脸色惨白 内心终于感到了一丝惧怕 不由的将求助的目光 看向了迎清风 迎清风一脸铁青 哼 爸 不要担心 还有我 您还有我 我会让所有人都明白 谁才是迎家 最耀眼的天才 没有人可以击败我 那狗杂种 虽然击败了清泉 可是 这并没什么大不了 我若与清泉交手 也是一招秒杀的 迎清风 妖孽之词 自信与战意 都不可能轻易被磨灭 迎消一脉阵营 女婿啊 太强了 超乎我的想象 看来 女婿的武功 至少都是与傲天 一个层次的 迎消 叹为观止 不 爸 我不是妹夫的对手 妹夫始终给人一种 看不透的感觉 他就好像是 古井真瘫 让人难以捉摸 刚才他与迎清泉一战 真的出尽全力了吗 我看 也就是随手而为 那他究竟有多可怕 不敢想象啊 尹奥天 一脸浮起 黄小龙 回到作席 笑嘻嘻地坐了下来 小龙 你刚才 到底用了几成战力啊 尹奥山 忍不住问道 一点点吧 黄小龙 笑得天真烂漫 一点点 赢小一脉 所有族人 尽数决倒 如今 小族战 已然是宣告结束 每一个小族 积分前两名的族人 脱颖而出 进入本次舞会的最终环节 海明战 也就是石墙战 长老们将石块留木牌 也就是 写有将要参加石墙战的 石名族人名字的木牌 放入了一个木箱中 诸位族人 接下来 要展开的 便是激动人心的战斗 本次舞会的终极战斗 排名战 也就是石墙争夺战 也是积分制 剩一场两分 平一场一分 高负零分 最终根据积分排名 许前三名进行奖赏 家主大声宣布道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五会终于进入到了 最后一个环节 石墙战 将会决出 今年舞会的第一名 看看是谁 计压群雄 这是一个莫大的输入 不过 看点 也就是迎清风 会不会被拉下宝座 毕竟 他已经连续多年 蝉联家族 年轻一代第一人了 在短暂的休息之后 家主亲自抽签 石墙战第一战 家主从箱子里 抽出两块柳木牌 宣布道 迎天鹏对阵 黄小龙 黄小龙 愣了一下 玄机 懒洋洋地站了起来 我是第一个出战吗 女婿啊 石墙战的对手 没有弱者 不过 罢了 之前我的担心 通通都是多余的呀 如今 只要不遇上迎清风 你应该都能从容应对 迎销对着黄小龙 点了点头 女婿 你就是今年舞会 最大的一匹黑马呀 带给我巨大的惊喜 冲击让我喘不过气来 哈哈哈哈 今年的舞会 迎销一脉 简直就是绝处逢生 本来 大势已去 但黄小龙的出现 搬回居民 如今 迎重一脉的衣裳 真的就只剩下 迎清风一人了 哪怕迎清风 再度蝉联 舞会第一 恐怕家主 要斟酌一番 看看未来家主之尾 到底花落水下 黄小龙慢条四里地 走上了擂台 他的对手 迎天鹏 全身凝练出来 七十三道真气 是个沉稳大气的少年 双目之中 滚动着多致的光芒 开始吧 黄小龙 跃跃欲视了道 等等 迎天鹏 忽然无奈地笑了笑 我的敬气 虽然要比迎清拳 略微高一些 但对于剑道的领悟 他天分才行 强过我 而你 更是此道的妖孽 不打了 第一战 我认输 也恭喜 你两分到手 我还是保留体力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全力以赴吧 权衡利弊 迎天鹏 居然认输了 这可是石翔战呢 关乎到最后的排名 轻衣认输 实在是有些可惜 不过 迎天鹏 倒是有自己的如意算盘 他在面对黄小龙的时候 心头滋生出来了一种 深深的无力感 索性便是流利 应付接下来的战斗 懦夫 迎冲 有些不满地瞪了迎天鹏一眼 他原本指望着 黄小龙的每一名对手 能够全力以赴 不断消耗黄小龙的体力 这样 当黄小龙 与迎清风遭遇的时候 迎清风就能相对轻松一些 战斗继续 尹奥天和迎清风 相继登场 都是很轻松的过关 拿到两分 他们二人 乃是赢家第四代的天骄 的确在天赋方面 碾压其他族人 特别是对于武道的领悟 有这一种独特见解 因此 简单的招数 在他们手里 能够发挥出极强的威力 便如神来之笔 轻松制胜 第二轮 黄小龙的对手 是一名叫做迎清流的少年 这迎清流的身份 也比较特殊 他是当年 迎冲疑似 醉酒之后 与一名丫鬟发生关系 所诞生的孩子 虽然也算是迎冲的亲生骨肉 但因为出身太卑微了 与迎清风 迎清拳等人相比 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从小到大 迎清流 都是在殴达和曼玛 嘲笑中度过的 不过 他心性坚韧 武道天赋也不错 寒酸的出身 不但没有让他丧失生存的信念 反而成为了他不断奋发向上的努力 如今他也是凝练出来了六十三道真气 令人刮目相看 父亲 我要出战了 迎清流 是淡然一笑 嗯 清流啊 那狗杂中与我们这一脉的仇怨 你也是清楚的 竭尽全力吧 迎冲激励道 不过 他很清楚 就连迎清拳都败了 恐怕迎清流 能够做的 也就是消耗黄小龙的体力 难以延伸 快去吧 迎清风不屑道 你运气好 以小组第二的积分 进入了石墙站 不过 你的好运 也就到此为止了 不夸张的说 你在石墙站中 积分将会垫底 清风哥 话可不是这样说的 迎清流 阴狠的看了看迎清风 哦 你还敢顶嘴 迎清流 你是不是皮又痒痒了 迎清风 凝笑了一下 看着迎清流 就好像 是在看一只蝼蚁 从小到大 迎清风没有少欺负过 这可丫鬟所生 同父异母的弟弟 两者积怨已深 只不过迎清流 畏惧迎清风的武道修为 一直隐忍 爸 我实话实说吧 骤然 迎清流眼中 闪过一抹亢奋莫名之责 去年 还是在一个古墓中 发现了一招剑法 这招剑法 几乎就是无敌的 本来 我是想在 队上清风哥的时候 才使用这招剑法 不过呢 既然 我们这一脉 遇到了危机 孩儿 也就提前使用 这招剑法了 接下来一战 孩儿便要替爸爸 解决掉那个麻烦 希望 爸爸你能够念在 孩儿 立下大功的份上 给母亲 一个名分 哦 迎中目光闪烁 清流 你学会了什么剑法 爸 那是一招 古老的剑法 残缺不全 仅仅只有一招 迎清流眼中 忽然有着一种 悲壮的神色 低声道 这一招 一生之中 仅仅只能使用一次 这么古怪 迎冲一脸惊奇 哈哈哈哈 装神弄鬼 迎清风连上 禁术都是不信 爸 这一招 一定能够杀死 那狗杂种 希望爸 能够体谅 孩儿这些年的苦楚 给我骂一个名分 迎清流 咬牙道 眼中 已有泪水翻滚 好 清流啊 你若能够 击杀那狗杂种 为父自然 给你母亲名分 这些年 你们穆斯尔人 也的确委屈了 迎冲脸上 略微有些内疾 你能击败那狗杂种 我看你没有这个本事 好 你要是真的办到了 我可以亲口向你道歉 并且保证 以后再也不辱骂欺负你了 哈哈哈哈 不过呀 你这种废物 也就是成口舌之力发辣 迎清风根本不看好迎清流 在他心里 迎清流就是个野主 好 清风哥 一言为定 迎清流一脸肃然的点来点头 玄吉几乎是视死如归地走了出去 踏上擂台 擂台上 黄小龙与迎清流面面相对 两者相聚 不过十步 你很厉害 迎清流对黄小龙笑了笑 目光如鹰损般凝视黄小龙 其实在我看来 你隐藏了太多实力 你不会比我清风哥弱 甚至你会更强 我当然比那个什么迎清风强咯 黄小龙理所当然地笑道 我看你修为还不如那个什么迎清拳 你为什么不认输呢 赶紧认输吧 不要耽误时间啊 不 你错了 迎清流嘲讽地摇了摇头 你很强 但是 今天你要死 其实我本不愿意杀你 毕竟 你能让我清风哥吃鱉 可是 为了我母亲的名分 我必须杀你 抱歉了 为了让你死得明白 我可以告诉你 我有一招必杀之剑 这一剑 是在一个墓穴的壁画中找到的 希望你死了之后 不要怪我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擂台下 观战的营销 眉毛促及 这迎清流 乃是大哥与一个丫鬟所生的孩子 武道天府固然不错 但远及不上迎清拳 在去年的舞会上 他的排名还在实名开外呢 小族战就被淘汰掉了 今天 他为何大放厥词 口口声声 是要杀我女婿 他哪里来的自信呢 好了 记住 死了之后 不要怪我 迎清流 吏吼一声 全身震气凝聚 身形四开空气 朝黄小龙 猛扑上来 右手指尖 壮如凤虎 直刺黄小龙心脏 你是第一个 现实这招必杀剑法的人 你也应该感觉到荣幸 死得其所 在擂台上 迎清流与黄小龙的对话 自然是全场都听到了 所有人都知道 迎清流是修炼了一招绝杀大招 于要用此招杀死黄小龙 因此 无数桩的眼睛都此此盯着迎清流 要看看 他到底修炼了什么绝招 可是 迎清流这一件刺向黄小龙 虽然剑招也很凌厉 尽道师祖 剑锋 诗诗作详 宛如风雷 厉害是极厉害 可是 比较之前的迎清拳 也要明显逊色一些 黄小龙与迎清拳之战 迎清拳发出最强杀招 都被黄小龙 以基础宪法轻易破解 这迎清流想击败黄小龙 简直是痴心妄想 观战之人无不摇头 有的还发出了嘲笑的声音 这迎清流出身不好 乃是丫鬟剑壁 勾引主子 剩下来的野主 竟胡说八道 练成了什么绝杀大招 现在看来真是可笑 迎冲也是一脸不满 清流居然控骗我 说什么练成了必杀一剑 这孩子 爸 不要对这种废物抱什么希望 迎清风满脸不屑 与这同时迎消一脉 心头一块大石 算是放下来了 就在这时 擂台之上迎清流的剑 距离黄小龙还有两米不到 剑气已然是立体展出 将前方空气一扫而空 欲要斩杀黄小龙 忽然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一声爆响 这是骨骼爆碎的声音 只见迎清流握剑的右手 肘部突然断绝 如此一来 整个右手的小臂 便是宛如利剑一般 飞得出来 而右手的手掌中 还紧紧握着 展向黄小龙的长剑 现在的情况 就好像迎清流 故意把右手小臂折断 连同长剑 击死黄小龙 这速度比刚才的剑速 加快了数倍 快得没有影子 而尽到 也是增加不少 让他这把剑 变成了世界上最怪异 速度最快的暗器 无比锋利 将空气 切割得直立破碎 气流狂卷 迎清流 强忍着断手之痛 面容扭曲 但嘴响 却是浮现出来了一抹 近乎变态的笑意 这一招 世界上无人可躲 本来是准备用来 杀清风哥的 但既然你得罪了 我们一脉 我就只好杀你了 还好 我立下气功 我妈 也会有名分了 从此以后 我在迎家 也不用被人 冷嘲热讽了 原来 迎清流 所谓的必杀意见 就是在自己的剑 将要刺中对手的时候 手臂刺断 把手臂当成暗器 攻其不备 飞斩对手 这是极其险峻的怪招 一般人根本是想象不到 会有一种 壮士断腕的悲伤 他的剑 本就已经要触及黄小龙了 现在突然甩出手臂 速度急增 又方不胜方 也难怪 迎清流十分自信 这一招能够成功杀死黄小龙 而且他也知道 这一招只能够用一次 一变突生 所有人的心脏 都直接提到嗓子眼了 说是时那时快 擂台上残影一闪 黄小龙双手背后 整个人快如镜虎 黄小龙鬼魅般连腿束 然后伸出手指 再刺过来的剑加上一点 常见连同 迎清流的断臂 一起掉落在地上 黄小龙毫发无损 满脸欢笑 这就是你的绝招啊 其实不错 一般人肯定中招了 但可惜了 你遇到了我 其实你真是有点愚蠢 如果你用这一招 偷袭那个什么迎清风 至少能够伤他 你也算功成名就了 可惜 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 对付我是瞎子点灯 白费辣 黄小龙的神经反应能力 比正常人快了很多 所以迎清风的偷袭 看似很快 但是在黄小龙的双瞳中 也是被放慢到了一个足夷 从容躲开的速度 刹那间 广场四周 以及长老团 响起慈禧彼伏的 倒抽凉气声 不是吧 这都能躲过去 他还是人吗 没办法 看来就只有清风堂哥 能够与这小子搬满手腕 其他人 让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都杀不死 我服气了 是啊 我还以为他必死无疑你 不过 迎清留这一招 也太态度了 换成是我 直接就死了呀 哦 迎消长长长地输了口气 女婿还真是了得 刚才全身冷汗都给我吓出来了呀 银奥山一脸虚惊地俯着心口 咕弄道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就差一点点 给我杂种运气真好 银冲扼腕叹息 这都杀不死你 我 我 迎清留满脸死灰之色 他是白白断了一臂 哈哈哈哈 我赢了 你的手臂捡回去吧 说不定还能够接上 黄小龙没有为难迎清留 反正就算他的手臂接上 以后武功也大打折口 基本上再也难以进步了 黄小龙继续保持连胜 石墙战继续 迎清风对阵迎天鹏 立场迎天鹏对决 黄小龙主动认输 你 还不认输 滚下去 迎清风傲然道 抱歉 清风堂哥 小弟想试试 迎天鹏不卑不亢了他 岂有此理 你对决那狗杂种 直接认输 与我交手 居然敢还手 迎清风恼羞成怒 深深地感觉到 自己的尊严被冒犯了 清风堂哥 只有与强者交手 才能够取得进步 刚才面对那黄小龙时 我实在是摸不透他的底蕴 不敢贸然出手啊 而清风堂哥你 虽然很强 但没有强大到 让我完全丧失斗志的地步 我想 不能撑几招吧 迎天鹏笑了笑 心中却道 清风堂哥心性太浮夸了 自负得要命 心胸狭隘 不能容忍 说起来 他比黄小龙还差了许多 未来的成就 也会被圆圆甩开 迎清风 寒怒出手 迎天鹏竭尽全力的拆招 不过 也就是两招之后 迎天鹏就被迎清风 震下擂台 幸好迎天鹏 轻功不损 才及时逃开 否则内脏都会被震碎 石墙战 一场接一场的上演 护有胜夫 仍然保持不败的 只剩下三人 黄小龙 迎奥天 迎清风 三人积分相同 前三名肯定是他们包揽了 不过 谁想拿到第一名 现在有点不好说 扑朔迷离 不过迎奥天竞争力弱了一些 所有人都猜测 今年舞会的第一名 将在迎清风 和黄小龙之间产生 下一站 迎清风 对决迎奥天 全场轰动 这是迎家第四代 排名第一 和第二的天才 之间的直接对话 哈哈哈哈 奥天啊 终于让我等到你了 你的修为恢复了 很好 不过 今天我又要当着 所有人的面 狠狠猜你 迎清风 目光扫向迎奥天 眼神示弃 我要让你明白 我们之间的差距 是多么的大 那是一条难以愉悦的鸿沟啊 迎奥天站了起来 面无巨色 经风堂哥 这一站 我也等了很久 来吧 心仇旧恨 一起算一算吧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 迎清风和迎奥天 不仅仅是迎家当代 最妖孽的天才 而两人更是担负着 替父亲争夺家主之位的重任 毫不夸张的说 迎销与迎冲 到底谁能够如愿以偿的 坐上未来家主的宝座 这一站 至关重要 不过 迎销一脉 出了个黄小龙 此时 算是变数 两大天才 背上 都是背着一口长颈 走上了一台 无数的目光 都是聚集在了他们的身上 有羡慕 有比较 有热血 有崇拜 当然也有妒忌 小龙 你说 我可有没有机会逆袭呢 迎奥山紧张忐忑地问他 黄公子 愿闻其详 云伯也是满脸求教地 虚心看着黄小龙 黄小龙 翘着二郎腿 满不在乎地说道 那个迎清风 更正一筹 如果我用传音入密的手段 暗中 指点大舅子 便可以击败迎清风 不过呢 在他人生中 最为关键的一战 如果我指点他 就会让他 在前一世中 产生一种依赖性 这样反而不好 所以呢 败是要败 但就看看大舅子 能够支撑几招了 如果十招之内 不被迎清风击溃 那么 对于大舅子的自信 和心心 都会有不小的提升 顿了一下 黄小龙 玩味一想 有时候 失败并不是坏事 最重要的是在失败中 吸取经验教训 迎清风和迎傲天 双双走上擂台 两人 相聚二十步 傲天 如果我没有记错 去年 你在我手下 是支撑了五招 迎清风脸上 有着文伟的笑容 一年时间 我进步斐然 也有一些奇遇 所以这一战呢 三招 嗯 页耀天 微微醋眉 我的意思是说 三招 今天 三招之内 将你踩在脚下 迎清风 傲然一笑 我看未必 页耀天 深吸一口气 心境变得 如冰雪一般冷静 这是一名高手 必须具备的素质 他也明白 此极客方面 与迎清风的差距 不过呢 今天刚刚 从黄小龙那 学了六脉神剑 虽然初学 还没有完全熟练掌握 但亦能成为 今日一战的骑兵 动手吧 尼耀天 反手握住背后的剑柄 刹那间 尼耀天的目光 就变得冷立起来 似乎可以洞穿一切 锋芒直起 肆意爆发 迎清风 亦是反手一抓剑柄 轻刻间一道剑气 从他身上冲天而起 他头顶上方的空气 都被剑气刺穿 发出 不搏撕裂的恐怖声音 眼神痴疏 战役 疯狂暴涨 无法遏制 偌大的广场 长老团 此时变得 巨静无声 人人都几乎平息 擂台上 迎清风 和尹耀天 两人的气势 节节攀升 不断地拔高 他们两个人 似乎 身形都变得 雄伟高大了起来 有一种 拔第一天 五百剑神的味道 两人几乎是 同时拔减 没有哪个剑 也没有哪个后 剑光 亮如星宝 傲天 躺下吧 迎清风嘴角 擒出了一抹 残酷戏谑的笑意 身形一动 空气 如水锅一般 爆碎开来 他像是一把扎刀 连人带剑 气向了迎傲天 迎傲天 也是一往无回的 是迎了上去 不过迎清风 冲出了十步 迎傲天 才冲出七步 从气势的爆发 和速度来说 迎清风 果然胜出一筹 人未知 迎清风 依然是手腕一抖 长剑 嗡嗡发尘 那普普通通的长剑 在他的手中 仿佛被赋予的 一种魔理 一种 难以言喻的生命力 剑尖闪动 幻化出来了 一朵朵 娇艳 灿烂的繁花 扑天盖地的 覆盖向了迎傲天 这是百花剑法 并不是迎家祖传的剑法 而是迎清风 纵横天下 得到的给予 论品质 虽然不一定超过 迎家祖传剑法 但优点就是 出其不配 要知道 若是使用迎家祖传剑法 迎清风会的 迎奥天 自然也会 这样一来 迎奥天或许可以依仗着 剑法套路的熟练程度 和迎清风 死缠烂打 纠缠几成 但迎清风 不按常理出牌 一上来 就用一种迎奥天 从来没有见过的剑法 目的就是要一下子 秒杀掉迎奥天 剑光 幻化的百花 刹那间又枯萎凋谢 花的凋零 是为了绽放 花的绽放 是为了凋零 当百花凋零的一刹那 这一招的杀鸡抖起 哼 迎奥天 冷横一声 面色 无比严峻 他承受的压力太大了 他没有想到迎清风这一年的进步 居然这么大 比去年厉害了太多 天才果然就是天才 无法用常理去测得 尼奥天 一剑刺出 这一剑 迸发出雷声 剑销雷音 剑入毒蛇 也是极为西地的招数 哭哭哭哭 尼奥天的剑 剿爆了一大半的剑花 但仍然有一小半 正在枯萎凋零与战方之间转换的剑花 笼罩向了迎奥天 但这时迎奥天的压力已经削弱了不少 他身法如惊鸿叶鱼 不沾丝毫烟火系 身形往左边移动 躲了过去 哈哈哈哈 奥天 你上当了 迎清风 脸容已变 左手成爪 一下子抓向迎奥天 原来迎清风早就算准了 迎奥天会朝左边躲闪 因此他叙事待发 一爪力封死了迎奥天的退路 这样一来 右手剑 左手爪 足以将迎奥天击倒 这一爪的力量极为诡异 真气与空气高速摩擦 产生了恐怖的热量 一手抓过 气浪汹涌 热浪排空 空气像是竹飞的开吹一样 扑驰扑驰地暴力 迎清风 无愧为天才 同时使用两种武功 这是极难掌控的 一般的武者 根本做不到 但迎清风 却是拿捏得 如此妙道颠好 眼看迎奥天 就会被热气腾腾的 抓里抓住 迎冲一脉 纷纷叫好 得意非凡 迎冲 对着迎娇 拉长阴调道 三弟啊 你叫奥天 怎么连一招都挡不住啊 太弱小了吧 擂台上 说是迟那是款 危在旦夕的关头 尬天右手大拇指一戳 无形 剑气刺出 这是六脉神剑中的一路 绍商剑 剑路雄剑 或有石破天惊 风于大智之时 这一缕剑气 恰好向左边袭来的 爪力破掉 让这迎奥天身形 可以继续往左一躲 躲开了迎清风那一招 必杀的百花剑法 迎奥天脸上 不满了嘘寒 微微喘起 看着迎清风 迎清风心中 大为不满 原以为可以秒杀迎奥天 制造震惊 但没想到 迎奥天依靠出许的六脉神剑 挡了一招 全身而退 奥天 不错呀 你能挡出第一招 不过呢 接下来 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我说过三招败你 就是三招败你 迎清风气势如虹 又一次杀向迎奥天 这一场天才之间的战斗 几乎已经是成为了一面倒的碾压 迎清风追着迎奥天打 期间 迎清风使用了各种剑法 有赢家祖传的剑法 有一些简单的剑法 还有他通过其余 学道的剑法 不管是什么剑招 在迎清风手中使出来 便都如同天上闲云 没有束缚 聚聚散散 云起云落 不受规则 不受规则限制 也就是说 每一招剑法 在迎清风手里 都化腐朽为神奇 宛如神来之彼 让人看不出 剑法的招数和套路等痕迹 完全就是随行而发 任意所致 这样的全场观战之人 无不大胜喝彩 被迎清风的剑法折服了 看得如痴如醉 哪怕是来自贬家 同样是公子级的 贬木炎 也是不停地点头心脑 若纯以剑法的造诣来说 迎清风在整个 古诗大诗家圈子里 年轻一代中 几乎是稳坐第一把教育 迎清风如此强势 迎清风如此强势 迎奥天就狼狈地要死了 他几乎已经失去了 还手的机会 连手中长剑 都被打落在地 迎奥天纯粹 就是依靠着一股子刃剑 与迎清风周旋着 每当快要被击中的时候 迎奥天总是会 以一招六脉神剑 逼退迎奥天的锋芒 抱头数算 逃开去 到后来 迎奥天根本就是双手连戳 六脉神剑的各路剑法 连珠炮一般发出 这伤不了迎清风 但足以为迎奥天 争取一线报命的时间 就这样 阳天足足 抵挡了是三十几招 还没有落败 这也让得满场的人 嘖嘖撑起 呵呵呵呵 傲天 心血的六脉神剑 倒是不错呀 或大开大合 岂是雄美 或一拙 只骨骨举生 或清灵迅速 或忽来忽去 变化轻微 他刚学不久 就能依靠这套剑法 与修为战力明显 强过他的清风 纠缠几十招 假以时 傲天将这门剑法削惊了 未尝没有还手之力啊 两个孙儿都如此的优秀 让他家族老怀大位 清风汤哥 你赢了 小弟不是你的对手 忽然 杨奥天大吼一声 直接认输 就朝擂台外面 跳了下去 想走 没那么容易 给我留下 一开始扬言 三招解决掉盈奥天 可这都缠斗了三十几招了 仍然没有真正的伤到盈奥天 这让自负的盈青风 深深的感觉到了一种被打脸的刺痛 脸上火辣辣的 当下 盈青风展出一线离体剑光 惊艳剑光扭曲了一下 一下子 爆成数道锋芒霸气的剑光 剿杀空中的盈奥天 盈奥天 竭尽全力 双手连连刺出六脉神剑 硬是将漫天剑气击报 不过 盈奥天 也是因此耗尽了真几 几乎就是游进灯窟 扑通一下 摔倒在了擂台下面 哈哈哈哈 虽然狼狈到了极点 但盈奥天却是得意非凡 对着擂台上 气急败坏的盈青风 发出狂笑 哈哈 清风堂哥 你说三招祭拜我 不好意思 我支撑了足足三十七招 让你失望了 你这只知道多审的废物 一口一门下三滥的武功 也就只有保命的份 盈青风 咒骂不已 此战宣告结束 盈奥天联盟恢复真击 服用一些丹药 将这一战的消耗 弥补回来 十强战 进行到现在 仍然保持不败的 只剩下盈青风 和黄小龙二人了 盈奥天基本上已经退出 第一名的争夺了 除非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盈青风和黄小龙 都出现闪失 但这个可能性并不大 黄小龙还剩下三场战斗 对手分别是 盈青风 盈奥天 还有一名叫做盈雪的女子 黄小龙的倒数第三场 擂台上 一名鹅眉淡嫂 气质如空谷幽蓝的女子 年龄比盈奥山大了几岁 全身凝练出七十五道阵气 优雅笑着 看向小龙 你好 按照辈分 盈奥山应该叫我一声堂姐 你呢 学着奥山叫 也该叫我一声堂姐呢 这女子便是盈雪了 她对于黄小龙的态度 还算是十分友善的 不含敌意 黄小龙 微微一愣 只要过了我这一关 你就还剩下两个对手了 奥天应该不会和你交手 他选择认输的可能性很大 所以说 你就只有一个对手 青风 击败了青风 你就能摘取 本次舞会的桂冠 我想你一定很着急吧 盈雪是奄然一笑 是啊 所以 小姐姐 你快认输吧 黄小龙 的确是急不可耐 小弟 你别急 盈雪 目光闪烁 虽然 我是女流之辈 但也不是轻易认输的 这样 给我一个面子 我们鄙视一下轻功 论剑法 我多半不是你的对手 不过 我的强项 是轻功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施展轻功 你来追我 在一炷香的时间内 如果你能够碰到我的一脚 就算是我输了 反之 你输 如何呀 此言一出 满场哗然 这盈雪 武功并不是赢家 年轻一代中最高的 但轻功 的确是最强的 他的轻功 比 盈轻风 还要略胜一筹 之前的战斗 盈雪 就依仗轻功 与两名比他强的对手战品 现在 盈雪的意思 就是要用自己的长相 与黄小龙 较量一番 其实 这样的无理要求 黄小龙完全可以 是不答应的 因为 已经破坏了 武会的规则 盈雪 是在占黄小龙的便宜 如今 黄小龙的积分 和盈轻风 咬得很紧 哪怕是出现 一点疲漏 都会影响到最终的胜败 小弟啊 你也可以不答应 你若不答应 那我便认输吧 只是 我生情要强 在轻功方面 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 盈雪 侃侃而谈 不过 言语之中 也是有些 激将的味道的 哈哈哈哈 好啊 小姐姐 我满足你这个愿望 黄小龙却是爽快地 答应了下来 女婿还是受不了激将啊 盈霄 难难的 老爷 黄公子并不是受不了激将 那云伯笑了笑 他是有着无敌的信心呀 小弟 多谢你的成全 盈雪 精神振奋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小弟 你只需要略微碰到我的衣衫 你便赢了 说话间 盈雪的梅雨间 洋溢着自信 在轻功这个领域 他相信 自己不会输给黄小龙 开始吧 黄小龙无所谓地笑了笑 下一秒 盈雪的绣眸中 精芒一闪 悬神针起 立刻一提 整个人显得轻若无 绣发无风自舞 整个人充斥起来了一股 灵运出尘之意 宛如折仙 降临凡尘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很快 盈雪便是在擂台上 闪烁 晃动了起来 他的轻功 的确是太出类拔萃了 身法如流续 如流星 兴若无物 无声无息 这个擂台 大约有一亩地大小 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容纳两个人 在擂台上追逐 也是完全足够了 不多时 盈雪将轻功 使到了极致 酣畅淋漓 人在半空飞旋 就好像鸟雀一般 悬掌爆发出来了 雷鸣一般的喝彩声 轻功修炼到这种地步 也不是纯粹的 努力勤奋 而是真有天赋 乍一看 盈雪的倩影 根本就是无法捕捉 让人眼花燎了 如果有人拿冲锋枪 对着盈雪扫射 也一定无法打中他 黄小龙 却并没有抱起 追逐盈雪 而是在擂台上 宛如闲庭信部一般的 溜达了下来 任由盈雪化为餐营 在他眼前闪烁 阿雪的轻功 的确独步天下 盈冲一脸轻松笑意 我倒要看看 那个杂重 如何抓住阿雪 他在拖延时间 盈清风一脸讽刺了他 狗杂重狡猾得很 直到追不上盈雪堂妹 因此 索性就不追了 拖延时间 让盈雪堂妹的真气耗金 他才动手 这如意算盘 狗杂重倒是打错了 盈冲 狐懈摇头 这一轮轻功的较量 乃是有时间限制的 一炷香的时间 如果狗杂重 还没有抓住阿雪 那他就输了 以阿雪的真气修为来说 实战轻功 不断的腾挪 一炷香的时间 也就消耗三分之一 不到的真气 顿了一下 盈冲 眼含笑意 清风啊 这一场 看来是阿雪 稳操胜圈 如此一来 那狗杂重 少了两个气氛 再也没有希望 与你争夺 无惠第一 爸 你错了 我不想 加手于人 我才等待 与狗杂重的 当面交锋 我会让他 一败涂地的 盈清风眼中 有着 阴狠的神色 杀气凛然 擂台上 盈冲的身法 越来越清零 姿态 优美如云雀 而且 他有时候 能够借助风质 随风而动 与人一重 融入风之意境的韵味 往往风一吹 人就荡漾开去了 方小龙完全 是对盈雪 视而不谨 与毫不去搭理盈雪 只是在擂台上 走来走去 步伐也不快 慢腾腾的 像是在散步 两人就好像 都在演独角戏 哦 这黄小龙小弟 他似乎轻功不行啊 他不来追我 任由我发挥 盈雪 人在半空中飞了 心头闪过了 一抹不信 以气不满 我知道了 他才等我真气 告庆 哎 真是有些天真啊 我的真气 足以是 趁我进行的 施展轻功 好几炷枪的时间 哦 原本以为 他轻功应该也不错 能够 给我带来意外惊喜 可是 失望 真是有些失望了 擂台下的长老 的确已经 燃起了一炷枪 这时 这一炷枪 已然是 燃烧了三分之二 咳咳 那张老苦笑了一些 对着擂台上的黄小龙提醒道 孙女婿 你别玩了 抓紧时间吧 这一炷枪 马上就要燃尽了 要是你还没有抓住雪儿 你可就输了 丢掉两分 不要想这软磨硬套 雪儿气息绵长 真气悠悠不尽 你不主动出击 必输无疑啊 嘿嘿 黄小龙 丝毫不许理睬 长老的善意提醒 眯封了眼睛 看着擂台上空 蹦得来 蹦得去的营雪 这一场颤统 倒是成了 营雪的轻功表演 广场四面 议论声 此起彼伏 啊 他或许 根本就不会轻功吧 还有几分钟 时间就到了 这一场 是营雪 汤且营类啊 不知道这两分 会不会对最后 五会的第一名归属 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呢 家主和长老团的人 也搞不清楚 黄小龙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 这时 还有半分钟 香火便要燃紧 擂台下的长老 大声宣布道 这个时候 营雪人在半空 飞鸟一般 腾起树米糕 服侍黄小龙 笑了笑 小弟 你说了 抱歉 占了你一个便宜 哈哈 玩咯 黄小龙 嘻嘻一笑 下一秒 黄小龙伸出右脚 一踏了一台 一股 狂霸的力量 从黄小龙的脚上 传递了出去 整个擂台 产生了肉眼可见 蜘蛛网一般的 军裂痕迹 黄小龙这一脚 就好像是远古巨人的践踏 一下子就把整个擂台踩碎了 擂台下线 石血飞扬 沉烟慢卷 我明白了 营销是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 女婿刚才 看似不经意的 在擂台上躲步 几时是暗中 已经把擂台最脆弱的几个点 踩坏掉了 这时候 再一脚踏出 力量爆发 就让整个擂台 都坦塌了 对 刚才黄小龙 漫不经心的 在擂台上走动 其实早就已经把真气 轰入擂台内部 在擂台石料的内部 造成了破坏 这时候一用力 整个擂台就陷落 说是实 那是快 营雪还在半空之中 下面擂台爆碎 他也没了立足点 要知道 营雪的轻功 固然厉害 但也不可能像鸟一样 无休止的 在空中盘旋 因为地心引力 他的滞空时间 也不可能太久 因此 他在空中 翱翔十秒左右 就会落地一下 泄地之后 在腾空而起 现在 泪台都被 黄小龙踩爆了 让得他 几乎失去了 落下去的 找地点 他心中一惊 一口真气 更是变重 恰好 赤空时间结束 人就往下坠落 你 小弟 你 你好狡猾 居然用阴招 营雪 又怒又急 黄小龙 站在下面 一块尖石上 正展开双手 迎接他 他一掉下去 郑重下怀 营雪不服气 黄小龙这一波 最后时刻 的确 能够抓住他 但 并不是在 轻功方面 赢过他 而是 耍弄了一个阴谋 小姐姐 你输了 黄小龙 脚下忽然一动 整个人 腾空而起 半空中 顺手一抄 将正在坠落的 营雪抱住 温香软郁的挺输 你放开我 你耍赖 营雪是 又衬 又羞 又怒 黄小龙 并不说话 他人在空中 左脚 在右脚上一踩 人不但没有坠落 反而往上 窜高了半米 然后 右脚 又在 左脚上一踩 又窜高半米 如此 左右脚 连续 虚空踩踏 不断地泄力 人 就好像 在爬梯子一样 转眼间 就踩到了 虚空 十几米的高度 全场震撼得 是不可思议 提云纵 这 这是传说中的 庆功 提云纵 家主 失魂落魄地 看着半空中 傲然触力的 黄小龙 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啊 你 你是在逗我玩 你轻功 比我好 营雪 终究是服气了 黄小龙 在半空中 翻了一个筋 稳稳当当地 落在擂台外面的平地上 将抱在怀里的 营雪 放了下来 这 这一场 黄 黄小龙 赏 擂台旁的长老 戒戒发发地宣布道 孤怒道 这种轻功 我 我还从来没见过 这也太厉害了吧 营冲一脉 每个人 都阴沉着脸 仿佛从他们脸上 能够挤出水来 小弟 能否 能否教我轻功啊 营雪下意识地 颤声道 黄小龙 并不回答 转身就走 留下了一脸骇然 如在梦中的营雪 石墙赛 进入到了尾声 下一站 一名长老 神情严肃 吞咽了一口口水 这才宣布道 迎清风 对决 黄小龙 广场四周 大量族人 在听到这一对阵 双方的名字后 都下意识地 站了起来 哼 迎清风 也是站了起来 隔空 看向黄小龙 随小有着一抹残酷的笑意 够杂种 今天 你所有的拙劣表演 在我这里 要画上一个句号了 迎清风 站了起来 今天的舞会 他一直在等待 与黄小龙一战 这一战 让得迎清风 战役狂烧 斗师 标到了极限 他深深知道 这一战的重要性 要远远超过 与迎奥天的一战 迎清风 从来没有将迎奥天 放在眼里 哪怕是迎奥天的武功 失而复得 但黄小龙不同 今天的族会 从此至终 黄小龙的神秘 游刃有余 是造出来太多的惊喜了 他不但成为迎销一脉 最大的一张王牌 甚至被家属 和长老团看住 在场几乎所有迎家族人 都对黄小龙 刮目相看了 几乎 是对迎清风 这个公子级的妖逆 形成了威胁 迎清风发誓 他必须誓死 捍卫自己的尊业 将这团光芒 亲手的西米 够杂种 你制造出来 那么多的惊喜 可惜了 这些惊喜 都将成为 我迎清风 崛起的铺垫 你 只能够 是一块垫脚石 击败了你 我迎清风 将彻底如日中天 你之前的所作所为 将会成为我的假衣 迎清风 是要把黄小龙 当成一块跳板了 他朝着擂台走去 就好像一尊王者 举手投足 全部都是深深的威严 没有人敢忤逆 每走一步 全身见识 便是攀升一劫 与之接触的空气 纷纷左右散开 女婿 一定要小心啊 迎消 是脸色慎重的 看着黄小龙 道 我大哥一买 肯定要杀你而后快 你成为他们最大的威胁 比奥天的威胁 还要大 如果没有把握 就不必上台了 迎消对于迎清风 那是非常忌惮的 刚才迎清风 与迎奥天一战 虽然迎奥天支撑了几十招 而且没有受伤 全身而退 但迎清风的武功 宪法 对武器的领悟和运用 的确太强大了 高人意的 黄小龙是强 底牌的确多 但看好他的人 并不多 或许是因为黄小龙 每一战都赢得太轻松 让人误会了 他是运气逆天 哈哈哈哈 不要担心我了 我其实啊 也一直在等待这一刻呢 黄小龙目中 战意为善 打起了一点精神 要了一把剑 直接就朝着擂台走去 两人站上擂台 全肠鸦雀无声 两人的目光 在空中触碰 看似波澜不惊 但若是精神灵魂力 强大的人 就可以看到 在空气中 都有一些 锋芒在穿梭碰撞 两人已经是叫上劲了 这一站 我会让你知道 谁是蝼蚁 谁是翱翔九天的大雁 迎清风 冷笑一下 听说 你是鼓舞圈子里的公子鸡 想必是一件比较精彩的玩具吧 希望不要令我太失望咯 黄小龙也就笑了笑 呼 迎清风开始释放出剑势 他的剑势非常强盛 让他全身一眉都在飞去 身体周围的细碎尘埃物质 失重一般 凌空是悬浮了起来 黄小龙并没有刻意释放什么气势 他手握着剑柄 忽然之间 脑海之中涌起了 迎可心的记忆 这里 曾经是迎可心的领地 早在先秦时期 秦王便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赐给迎可心 一种特殊的感情是涌了上来 黄小龙就好像这里的每一寸空间都属于自己一般 张老团席位 要交手了 我赢家当代最强横的两名天骄 要交手了 一些张老完全的激动颤抖了起来 注意看 两人此刻所表现出来的气质 家主动容道 你们看出什么来了吗 呃 清风霸气外露 灵力冲天 而孙女婿则非常的内敛 像一片深不可测的潭水 一名长老素梅道 两者的气质截然不同 没有一定点相似 认真来说 清风她的气质是要斩断一切 那等锋芒之气 似乎连祖地都要被她一箭斩灭 而孙女婿 她淡然从容 她的锋芒极为内敛 当然 这种内敛并不是说她没有锋芒 而是藏在剑桥中 不出桥则移 亦出桥必淫邪啊 家属若有所自得到 另外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孙女婿和咱们赢家祖地极为的契合 就好像她已经融入到了祖地的每一孙空气中 人与祖地合一 孙女婿倒是比清风更像赢家的人 天生属于这里一般 可孙女婿并不是我们赢家的血脉族人呢 死吧 赢清风纵了 她率先对黄小龙发起了攻势 手中长剑完全的划为了一片惊艳的不可思议的光芒 无视两者之间的距离 直刺黄小龙 这一剑迎清风似乎是化繁为剑 将大量帆复的杀招 浓缩成了最简单的一剑 这一剑 攻守一体 后续变化无趣 这一剑刺出 敌人将会陷入无穷无尽的包围 陷阱之中 使命埋伏 难以脱身 这一剑让所有人都为之动了 赢家祖传剑法 以至于所有的族人对于剑道都是颇有研究的 他们自然看得出来 赢清风这一剑的恐怖 这几乎已经属于赢清风自创出来的一招剑法了 似乎以来 能够自创武功的人 无一不是妖孽 未来也有可能成为自出积书的宗师 营销一脉 每一个人心脏都绷紧了 他们都看出来了 赢清风看似简单的意见 包含了太多太多的变化 这既是简单的意见 又是无比复杂的意见 简单和复杂 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被赢清风演绎到了一种极致 看来赢清风是打算一上来就和黄小龙展开决战 一点试探摸底都没有 一出来就是必杀大招 面对这一切 黄小龙是嘴角 寻出了一抹讽刺的效应 没有学会爬 就想学走路了 还自创了一招剑法 小聪明是有 领悟了一点点 遗见玉凡的道理 但这一招里面包含的后续杀杀太多了 反而获善处处 就你 根本驾驭付出这种意境的剑招 还想和我一剑分胜夫 真是够白痴的 黄小龙呼吸的摇了摇头 玄机一剑刺织 这一剑 完全也就是基础剑法 可是 在黄小龙这一剑里面 蕴含了基础剑法中的 踢 撩 扫 截 挂 崩 扁 等等实际种韵味与劲道 这一剑 就是将基础剑法的精华 融为一体 不分彼此 这是剑法的习意 羚羊挂脚 无技可循 又暗含天堂 黄小龙这一次 直接寻着迎清风的破绽而去 这一剑 宛如毒舍 越过重重障碍 十四迎清风的心脏 而且速度极快 眼看就要穿兴而过 轴然之间 迎清风毛骨悚然 神情就要往后移退 下一秒 黄小龙另一只手 忽然抬起 一发掌 抽向了迎清风 一声巨响 宛如熊 黄小龙这一巴掌 实大实地 抽在了迎清风那 骄傲的脸颊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 继续收听 第一 一气响亮的耳光 黄小龙居然直见 扇了迎清风一个耳光 见光泯灭 迎清风被抽得 侧飞了出去 不同一声 跌倒在地 这一巴掌 不但抽翻了迎清风 更是让他全场 每一个人 眼珠子都差点 是爆出来 掉落在地上 有的人甚至 下意识地用手 死死地 是捂住了嘴巴 喉咙里 发出了 咯咯咯的怪异声 安静 光场周边 长老席 安静得 像是坟里 只见 迎清风手中 还握着他的肩 单手之地 缓缓地 是趴了起来 全身上下 筛糠式地抖动起来 不知道是因为 这一巴掌 让他受到了 极大的痛苦 还是说 其他原因 迎清风 缓缓抬头 只见 在他的半边脸颊上 出现了一个 触目惊心的 印红掌印 已经是肿胀了起来 迎清风的眼眸 已经完全血红了 面孔 猙獰的不像话 他现在的情况 已经彻底黑化了 妖魔化了 不像是一个人 而像是 黄小龙之前 消灭过的 那些厉鬼 甚至 比厉鬼 还吓人 这样的形象 让到在场的 所有人 心中都产生了恐惧 他们根本就 无法想象 一个活生生的人 为何会变成 这个样子 你打我耳光 迎清风 用不可思议的声音 道 从小到大 迎清风 就是赢家 当仁不让的 第一天才 万千宠爱于一身 受到了 无数的坠 被基于厚望 被视为 替家族 争夺荣光的 动量 在十大鼓舞 施加圈子里 被评为公子 即 而今天 他居然在 众目睽睽之下 被一个 名不见 精传的人 打了一个耳光 这是他 有生以来 第一次 被人打耳光 这简直就是 华天下之 大忌的事情 就好像是一个 田间 挖土的浓乳 把锄头一扔 冲到了 金鸾宝殿 抽了皇帝一个耳光 欺识大忠 嬴冲 死死地揪住了 自己的头发 似乎是恨不得 将头发尽数扯掉 他的眼睛里 有着野兽般的疯狂 我的儿子 被打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不可能的呀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 这连营销一脉 都完全地 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真的就和做梦一般 打个比方 就好像是 一个乞丐 忽然中了 上亿的巨匠 一招 女婿 只是用了一招 就一耳光 抽翻了迎清风 两者的差距难道 真 真的这么大吗 营销脑袋里 乱成了教书 不是 爸 迎清风一上来 就是凝聚全身剑术精华 为一招的攻击 所以这场战斗 妹夫和迎清风 一上来就是决生死 定胜负的雷霆闪电战 速战速决 所以无论 是谁胜谁辅 都是一招见分晓 不过现在的情况看 妹夫应该是 稳稳当当 拿捏住迎清风了 杨天一边思考 一边说的 最强意见 都被击破了 迎清风应该是败了 妹夫太恐怖了 哪怕是与迎清风这种 妖孽对战 让他我们 都完全看不出妹夫 究竟发挥出来几成实力 深不可测 迎清风站了起来 缓缓走向了黄小龙 他的头顶上方 冲出了一道 蟒蛇一般的气凌 角洞风云 这是他体内的一道真气 脱体而出 第二道 第三道 第四道 一道道真气 从迎清风体内爆出 宛如空雀开瓶 擂台上方的空气 被禁数击开了 变成了一道道龙卷风般的真气 最后 是足足九十二道真气 龙蛇游走 危险 与人一种窒息的感觉 而且每一道真气之中 都蕴含了 消破一切的剑气 距离擂台比较近的人 都感觉到了一种乳莽自卑的痛感 略微压抑 窒息 赶紧远离这个擂台 甚至于擂台 都好像承受不住迎清风的气势 马上要坍塌了 广场中 酝酿起来了一种海啸 风暴 地震等等灾难 即将来临的恐怖感 清风要拼命了呀 家主满脸凝度 似乎笑开口阻止 但是 这种情况下 迎清风释放出全身真气 贸然阻止他 会让真气逆流 破坏他的内脏 与精脉 怒 我 我真的 真的怒了 迎清风一边朝黄小龙走去 一边喃喃自语 他心头的怒气时 已然是达到了一个极致 然而 就在这时 在迎清风体内 发出了一声怪异的响声 这声音就好像是什么东西 被击碎了 下一秒 轰 四面八方的天地灵气 骤然朝迎清风身边巨龙 然后纳入迎清风体内 紧接着 迎清风体内又再度冲出来出大的真气 九十三道 九十四道 九十五道 九十八道 如今 迎清风体内一共冲出来了九十八道真气 突破了 我而临阵突破了 哈哈哈哈 迎中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尖叫声 迎清风的真气修为 得到了突破 从九十二道真气 一股作气 突破到了足足九十八道真气 刚才 在迎清风体内 爆发出来的碎裂声音 就是平静 被击穿的声音 妖孽 果然 无愧为妖孽 在巨大的威胁面前 在巨大的耻辱和怒气催动之下 迎清风 竟然是临阵突破了 要知道 真气修炼到最后 越来越难 到处都是平静 每多凝炼出一道真气 难度就比之前大了 不知道多少倍 黄小龙这一巴掌 居然帮助迎清风 取得了如此恐怖的突破 足足凝炼出来了六道真气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迎清风 发出了疯狂的大笑声 狗杂种 现在 我是不是要多谢你那一巴掌呢 本来 我预计要在三年之内 才能够再度突破 凝炼出一百道真气 可是 今天你帮了我 哈哈哈哈 我会好好地报答你 我会亲手把你全身买一根骨头 碾成骨灰的 我 我还是福气 迎清风 的确是天才 这样都能突破 药天 是苦笑了一下 以前 我还以为 我和迎清风的差距 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大 今天一看 人和人 比不得呀 更加强大的气势 从迎清风体内 爆发了出来 让得 他霸气丛生 一泥天下 哈哈哈哈 黄小龙 却是爆发出来了 没心没肺的大笑声 我还以为有什么了不起呢 也就是 多了几道真气嘛 话音刚五 不知不知 在黄小龙体内 一道道真气 狂飙而出 转眼间 黄小龙头顶上方 也是黄黄如注的 真气在废腾 在游走 在穿梭 不多不少 也是九十八道真气 呃 当然了 这是黄小龙体内 凝炼出来的真气 一小部分而已 天哪 悬场惊素 刚才迎清风 临阵突破 带来的震撼 周然被黄小龙 放出体外的真气 所取代 黄小龙也是释放了 九十八道真气出来 这一下 黄小龙和迎清风 在真气的数量上 分庭抗礼 舞会进行到现在 进入了一个 真正的高潮呢 看的人是如痴如醉 看的人热血沸腾 看的人屏住呼吸 擂台之上 风起云涌 迎清风被黄小龙 一个耳光 报仇 居然在压迫 和侮辱之下 强行 是提升了境界 爆发出来 足足是九十八道真气 如日中天 可是 在这个节骨牙上 黄小龙也爆发出来了 不多不少 九十八道真气 两人 分庭抗礼 整个赢家 完全的陷入了 一种疯狂的状态中 孙女婿也不堪示弱呀 没想到 她在真气修为方面 居然一点也不比清风弱小 如果今天清风不临阵突破 那 境界方面 她是逊色于孙女婿的 隐藏得太深了呀 孙女婿这人 隐藏得太深了呀 一名长老 嗷嗷叫 情绪激动 不 你们都错了 孙女婿的境界 或许 还不止于此 你们认为 她就刚好凝练出来了九十八道真气吗 家主目中 金光闪烁 她到底是什么修为 她到底 以内凝练出来了多少道真气 看不透 看不透啊 营销一脉 现在都陷入了震惊狂喜的漩涡中 女婿这个惊喜也太大太大了吧 营销 全身站立 傲山啊 你 你是早就知道的吧 你瞒为夫 瞒得好苦啊 你们小两口为什么不说实话呀 害得为夫 一直在担心 爸 我也不知道啊 营傲山一脸委屈 俏脸却是笑开了花 小龙一直没有暴露过底牌的 就好像现在 按照女儿对她的了解 她应该还没有达到极限 老爷 黄公子真是把今天的舞会 当成了一个乐子了 甚至于把迎清风 都当成了一个 一个玩具 云伯一脸深以为然 现在 最紧张忐忑的 莫过于 营冲一脈 今天的族会 本来就是 他们算计好的 一步步 都应该 在掌控之中 运筹为我 绝胜千里 可是 除了黄小龙 这个妖女 将计划 全盘打乱了 而营冲最大的衣仗 营清风 或许 也将迎来 有生以来 最大的一次失败 挫折 五败天才的金身 将告破 三弟 你真的太阴险了 去找了这么一个 半猪吃虎的家伙来 一直 迎而不发 最后 罐头突然爆发 要让我儿子遭遇花铁炉 三弟 你表面汉指 没想到 你的心机 如此的深重 营冲 死死地咬住牙齿 只够够盯着营销 像是在诅咒 擂台上 营清风 那满脸欢喜 畅快的表情 骤然凝固 变得充满了畏惧 眼睛里面 溢满了怨毒 与仇恨 你 你 你太阴险了 小人 你就是个天生的小人 细子 处心积虑 谋算了这一出好戏 看来 你去赢澳山是假 想要在我赢家族会上 一鸣惊人 才是真的 心有山川之险 胸有城府之身 卑鄙小人 你废话太多了吧 还要继续吗 如果怕了 就直接认输 滚下去吧 黄小龙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认输 我银行风 是绝对不会认输的 我才是 赢家第一天才 给我去死吧 迎行风 眼眸之中 爆出 皮泥霸道的光芒 以及 那一抹 不可一世的骄傲 石剑 朝黄小龙 是飞扑上来 看来 是要拼命了 黄小龙 嘴角 浮现出了一抹 讥笑的效应 刹那间 他的气势 也变了 一剑在手 剑势漫天 整个人 仿佛突然 脱胎换骨 变成了一位 绝世剑客 奥利在封天 一篮众山小 孤傲冷漠 八千四顾 寻找不到对手 这一变化 让赢家 无数从小练剑的族人 心头都产生了一种 近乎本能的忌惮 仿佛又无形风猛 从他们胸蚁时间擦过 让得他们 都七零零 打了个寒枕 赫然 迎清风又小 一彩地面 酝酿已久 近乎 孤朱一致的 狂暴剑势 翠枯拉酒般 爆发而出 整个人 如猛心一般 是扑向了 黄小龙 手中常见 灵力无匹的 朝黄小龙 刺了过去 九十八道 真气的功力 凝聚为一剑 要让黄小龙 隐恨 剑势 剑招 身法 完美的 融合为一体 黄小龙 原地 站立不动 以功带手 手中 剑挥出 不但破了 迎清风的 精妙剑招 而且 还将其逼得 身形暴退了 十几步 你不可能 每一次 都破掉我的剑招 我不想见 你的运气 一直那么好 迎清风 是厉声一吼 下一秒 竟然 围着黄小龙 绕圈子 似乎 是在寻找 黄小龙的破绽 一剑 又一剑的 攻向了黄小龙 每一剑 都势达力尘 夹杂风雷之音 黄小龙 是动也不动 手冲剑 看似轻描淡写的灰珠 每一剑 都能将 迎清风避开 迎清风 声势浩大 奔跑起来 宛如 千军万马奔腾 弄在擂台上 是尘土飞 而黄小龙 是一动不动 每每 迎清风过来 他就是随手一键 这一镜一动 倒是看得观战的人 心摇神尺 眼睛是一闸不闸 似乎生怕 错过了某个细节 坑坑坑坑坑 常见碰撞的声音 就好像 连珠炮一般的响起 到后来 迎清风越不越快 完全化为了残忍 也不知道他朝黄小龙 刺出了多少箭 黄小龙始终是老神赛赛的 站在原地 游刃有余的 一次次将迎清风击了 中午 迎清风停止了 风口一般的扑极 站立在距离黄小龙 十步之外 大口大口的 喘着粗气 他脸色苍白 握牵的手 颤抖不停 还来吗 黄小龙 气定神仙 看着迎清风 你 赫然 迎清风一口鲜血 是狂飙而出 眼神涣散 不动一下 直接是朝着黄小龙 跪的下去 跪了 迎家的天骄 公子急的妖女 竟然朝黄小龙下跪了 全场惊悚 下一秒 迎清风直接 歪倒在地 身体 愁愁了几下 双手撑地 脚爬起来 但似乎 是连这平时 非常简单的动作 现在 都已经是难如登天 迎清风 是耗尽的全身真迹 整个人 都透支 刚才 对黄小龙 那一波疾风暴雨的猛攻 让他亲近所有 换成一般人 早就累死了 他还能苟延残喘地活着 已是个奇迹的 哈哈哈哈 这就是十大鼓舞 十家的公子急 太弱了 黄小龙 无奈地笑了笑 这句话就好像 一气响亮的巴掌 狠狠抽在 迎冲的一脉 秀人的脸上 那来自扁家的扁木炎 又是惊骇 又是愿毒地 盯着黄小龙 以细不可闻的声音 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羞辱 迎清风 以就罢了 居然连我们所有公子 记得都一起羞辱了 小子 你会付出代价的 这 这一栈 黄小龙手 擂台附近的一名张老 失魂落魄地倒 心中也是一片骨子 我迎家当代的骄傲 居然如此的不堪一击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黄小龙不再去看 迎清风一眼半眼 笑嘻嘻地走下擂台 突然之间 迎清风双手撑底 终于是爬了起来 身体颤颤巍巍 竟是嚎啕大哭起来 我 我承认 我记不如人 不过 我迎清风对天发誓 从今以后 卧心尝胆 加倍苦脸 总有一天 要报今日之仇 将你狠狠地踩在脚下 碾压 羞辱 那好啊 我等你啊 希望你下次不要 再这么孱弱了 否则 一点都不好玩 黄小龙 细血一笑 其实今天黄小龙 不但没有杀迎清风 也没有废的 就是为了下一次 再柔虐的 像迎清风这种 武道天赋 高人一等的妖女 进步起来很快 是不可多得的玩具 能够不断 带给黄小龙乐趣 如果一次就玩坏了 那未免也太可激了 当然了 无论他怎么进步 在黄小龙面前 也就是一只蝼蚁 一个念头 就能碾死 黄小龙回到了自己的坐席 女婿啊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迎消一脸 无话可说的表情 而迎消一脉的族人 包括迎奥天在内 都是一脸膜拜 臣服地看着黄小龙 在黄小龙击败迎清风之后 基本上 这次舞会 就尘埃落定了 黄小龙还剩下最后一战 对决迎奥天 这时毫无悬念之时 要天铁定 使职线认输 成全黄小龙 当然 真要打 要天也就是秒败的份 黄小龙已经提前锁定了 舞会第一的名额 继押全场 令人心服口服 这时家主与长老团的人 却是交头接耳地 商量了起来 脸色肃默 似乎是在商榷一件大事 迎冲脸色惨白了 看着远处的家主 嘴角捏如了一下 若有所思 这时迎清风 已经被搀扶了下来 爸 我 迎清风一脸愤恨 阴毒 儿子 不要紧 留得青山在 不愁没柴上 那狗杂中 只不过是小人得志罢了 依你的武道天赋 支持而厚拥 一定可以后来居上 击败他 虐杀他 依学今日支持 迎冲安慰道 断了一下 他脸色阴沉 家主和长老们 一定是在商议 即将宣布的大事 未来家主之位的归属 此言让迎冲一脉所有的族人都陷入了沉默中 如果没有黄小龙 毫无疑问 迎家未来家主的宝座 已是迎冲的囊中之物 可如今迎冲一脉丢尽严密 连迎清风都被打得贵地突袭 一是英明 复制流水 这未来家主之位 多半是要落到营销头上 不可能 我迎冲 图谋多年 难道换来的只是梦幻泡营 不 我不甘心 营冲心头 尽是怨恨不甘 一咬牙 营冲直接站了起来 对着长老团作息 朗声说道 家主 各位长老 我营冲有话要说 全场的注意力 禁书都是被营冲吸引了过去 嗯 说吧 家主对着营冲点了点头 家主 各位长老 今日族会 乃是我营家盛事 而且重中之主 是要决定出未来家主的人选 营冲也不藏着掖着的 开门见山道 正是如此 是才 老朽也是在与长老们交换意见 说话前 家主的眼角余光 富有得飘了飘营销 家主 各位长老 今天的族会 的确 三弟一脉 风头很盛 营冲的眼角戏肉 不断抽搐 三弟找了个好女婿 那狗杂种 呃 那少年 黄小龙 替三弟一脉 争夺了太多的荣光 相信 家主与各位长老 会因此偏向于 让三弟担任我赢家 未来家主 这话一说 长老团的许多长老 都下意识的 微微点头 不可 万万不可 此事 万万不可 若然 营冲神色激怒 五官扭曲 满脸的例子 家主 各位长老 一旦三弟营销 担任未来家主 我赢家将亡 此言一出 全场哗然 哈哈哈哈 大哥 你这就是危言耸听 营销 不懈地冷笑一下 我营冲 绝非危言耸听 营冲 您恶道 营销 你依仗的 无非就是你的女婿 黄小龙 其一 此人并不是 我营家的人 就算是娶了 我营家 女眷为妻 顶多也就是 半个营家的人 说难听点 营销 依靠一个外人的辅助 就像上位 我不服 如果是营傲天强势 将我儿 清风击败 那我营冲 心服口服 却无二话可说 可是 实在营傲天 与我儿 清风的较量 大家也看到了 根本不是一个 基础的 清风毫无悬念 碾压营傲天 以后 清风的子女 继承了 他的武道天赋 会成为我营家 未来的中间力量 即时 动量 而营销一脉呢 哪怕是 黄小龙 与营傲山 严下后人 也是 姓黄 不是姓营 这番话 倒也不是 完全没有道理 家主与 长老们 听完之后 脸上浮现出来 若有所思的表情 其二 黄小龙 此子 心机太深了 从一开始 他就隐藏着实力 让我儿 清风大意 关键时刻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的 击败清风 他的城府 深得可怕 谁知道 此人有没有 别的图谋 营冲宁笑 看着黄小龙 家主身体遗产 什么图谋 孙女婿 有什么图谋 哈哈哈哈 凝冲 狂笑不已 轩机 厉声道 血巢 纠战 说不定 此人 就是利用 营澳山 混入我营家 不谋 我营家的 基业 今末年间 朝中大权旁落 又见向赵高 指掌 朝中大权 赵高野心勃勃 很早就想 篡夺大秦江山 与他狼狈为见的 便由他的亲弟弟赵成 以及他的女婿严勒 营冲越说越是得意 咬牙道 谁敢保证 这黄小龙 不是当年的赵高 此言一出 营家族人 包括家主 诸多长老 都有一种 不寒而栗的感觉 奇奇地将目光 看见了黄小龙 谁稀罕你们 营家的什么急眼 黄小龙只觉得 又好气又好笑 我要是想当营家的家主 把营可心放出来 谁敢忤逆我呀 你 你信口慈黄 我女婿光明磊落 并不是这种 狼子野心的人 营交气得全身发抖 三弟呀 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不要被人 把骨头都给吃了 营冲 阴测测的道 这个 未来家主之位 我们这些老古董 还得再商议商议 家主 面色凝重 很显然 营冲的话 的确是说到了 家主长老们 甚至许多族人 心坎上 像黄小龙 这种神神秘秘 厉害的人物 不得不防 眼看大势已去 营冲三言两语 几乎就搬回局面 老爷 若是让营冲 做上未来家主的宝座 以他鸭子必报的信心 恐怕是要立刻 对咱们这一脉进行清算呀 云波满脸 忧心忡忡的道 这 这 营霄 一脸郁闷 好了 不要贪心了 老丈人啊 你肯定是 营家未来的家主 我也不会图抹什么 我根本不信 黄小龙笑了笑 直接站了起来 女婿 你 你有什么办法 让家主和长老们 回心转意 看情况 他们应该是要支持大哥了 营霄满脸狐疑之色 我当然有办法 黄小龙 轻松一笑 这时 黄小龙 慢腾腾的站了起来 笑道 舞会 似乎还没有结束 我还有一站 这个 家主微微醋眉 孙女婿呀 的确 按照规则来说 你与傲天 还有一站 不过这一站 似乎没有必要了 美风 我可万万不是你的对手 这一站 不用打了 我认输 营傲天 坦然一笑 黄小龙却是摇了摇头 对营傲天道 把你的剑拿好 上擂台 说完 黄小龙 也是握了一口肠筋 静止朝广场中 一个擂台走去 这种举动 让所有人 都一头雾身 搞不清楚黄小龙葫芦里 卖的什么 击败迎清风之后 黄小龙已经是舞会第一 宁傲天 远不是迎清风的对手 根本无法给黄小龙 带来一丝威胁 再说了 黄小龙 助迎傲天 驱除毒伤 令其恢复修位 他就是迎傲天的大恩人 又是迎傲天的妹夫 他也没有理由 和黄小龙一站 要说出风筒 在打归了迎清风之后 黄小龙就出了最大的风筒 他有必要再去击败迎傲天吗 这不是画蛇天足吗 难道女婿有强迫症 迎霄满腹狐疑 这个 这 妹夫这是几个意思呀 你傲天一脸懵逼 傲天啊 既然女婿让你上了一台 你就上去吧 迎霄说道 迎傲山也道 哥 小龙这么做 一定有他的道理 你去吧 那行 迎傲天提着一口箭 就踏入广场 黄小龙 与迎傲天 上了擂台 刚才呢 你们说我野心薄薄 鱼要 窜夺 赢家的基业 真是可笑 黄小龙目光四顾 满脸疯子 在我看来 你们就是池塘里的鱼虾蟹 不止一体 而且 坐井观天 不要说一个赢家了 就算是天下万物 我都不屑一顾 黄小龙此言 绝非狂妄自大 他的确 有看不上一切的资本 他的声音并不大 但 自有一壶 豪气甘云的气势 嚷得迎家的人 都说不出话来 呵呵 巧舌如簧 迎冲 阴森森的看着黄小龙 迎家未来家主之争 我不会参与 我也不是谁的砝码 黄小龙 冷笑看向迎冲 不过呢 你是争不过我老丈人的 嗯 接下来 我会让迎家家主亲口宣布 未来的家主 就是我老丈人 笑话 迎冲一脸之意 迎霄最大的依仗就是你 如果你置身事外 他何来竞争 未来家主之位的筹码 众人也都是暗暗点头 失去了黄小龙的支持 迎霄 是很难争过迎冲的 哈哈哈哈 那你走着瞧吧 黄小龙讽刺的 看了看迎冲 然后将目光 看向了迎傲天 微夫 你想要我做什么呀 迎傲天笑了笑 现在呢 我教你几套剑法 你好好学 黄小龙 微微一笑 啊 妹夫 你 你要教我剑法 就在这里 迎傲天 一脸恶人 以武功而论 黄小龙的确 有资格当迎傲天的师父 但要教迎傲天剑法 大可以找个隐蔽的地方教 没必要在这大厅广中 万中瞩目的环境中教他 这样一来 岂非被人偷学了去 这狗杂种 还真是患着花样撞臂 在服用了几颗丹药之后 迎清风也是缓过神态 真气与精神 都是恢复了一些 废话不多说了 你记住 好好用心血 我十减宝贵 就教你一次 能领悟多少 就看你的造化了 黄小龙笑了笑 那好 妹夫 我一定潜心的领悟 不敢有丝毫解态 岂耀天深吸一口气 神色庄主 虽然不知道黄小龙 在玩什么花样 但他潜意识里 对黄小龙 有一种言听计从 黄小龙不再多说 手中长剑一顶 施展出一招剑术 这一招剑术十分玄妙 有一种古风古韵 明显就是古代 传承下来的剑法 不过 黄小龙出招 软绵绵的 没有使用真剑 就好像是花架子一般 而且这招剑法一出 赢家所有族人 都是大眼瞪小眼 满脸雅意 不对劲 这招剑法 不就是赢家祖传的 花落断肠剑第一招吗 呃 他是闭着眼镜都会说 愣着干什么 我在教你 黄小龙有些不满的 瞪了邀天一夜 邀天无奈 并是跟着黄小龙 一招一招 演练起这套剑法来 黄小龙 是没用真剑 一招一招 古有其表的样子 邀天施展出剑招 付出了真气 每一剑都爆发出 莫大威力 擂台上剑光 如水阴泻地 剑矢如龙 剑笑天下 在疑惑之余 赢家族人 心头忽然一惊 他怎么会 我们赢家的祖传剑法 根据族会来说 万人是不能修炼 赢家老祖 流传下来的 那三门剑法的 哈哈哈哈 三弟啊 你居然无视祖训 私自将我赢家的秘点 传授给一个外人 营冲对着赢霄 冷笑不已 我没有 女婿的剑法不是我传的 赢霄 剧里力争 不是你 那就是你的宝贝女儿 赢奥山了 哈哈 有意思 这件事有意思 一定要查清楚 按照祖训 偷学我赢家 花落断肠剑 逐日落营剑 优明携火剑 这三门秘点的外人 就算是女婿 获射习 都必须废弃武功 以敬交友 营中 就好像是 拿捏住了营销 奥山 是你教的 营销满头冷汗 爸 我没教过小龙剑法 我哪有资格啊 荥山 嘟囔着嘴 家住与张老团的人 现在也是阴沉着脸 眼中 竟是不满的神色 如果黄小龙 是偷学了 赢家 秘而不宣的剑法 那按照规则 是要废掉他武功的 擂台上 黄小龙 仍然是将一套 花落断肠剑 耍到了一半 这时 停顿下来 妹夫 我营家祖传的这套 花落断肠剑 到此就缺失了 下半部剑点 根据族谱记载 应该是在北宋年间 便已试穿 尹敖天 看向黄小龙 继续 黄小龙微微一笑 接下来 使出这套剑法的下一场 张着 黄小龙使得是花下子 但与之同时 却是用传音入密 将这招剑法的真气 运行线路 剑气 与剑士 招数 配合的身法 以及各种诀窍的微妙处 告知尹敖天 这样一来 其他人就算是 看到了黄小龙 使出的剑招 但是没有心法为基础 也是万万练不成的 赫着 什么 所有赢家族人 尽数都是站了起来 目瞪口呆的 看着黄小龙 这是 这是 这是花落断肠剑 缺失缺失的剑招吗 我 我眼睛为花吗 家主用力的 揉着双眼 尹敖天 泥素木雕的 看着黄小龙 心法已经告诉你了 你还不练剑 黄小龙训斥道 是 尹敖 按耐住内心的光喜 按照黄小龙 传言入密 告诉他的心法 结合黄小龙 演练的招式 直接 将花落断肠剑 那缺失的这一招 使得出来 捕捉了真挤 这一招 威力莫大 而且与前面的剑招 连成一气 天衣无缝 啊 是我赢家 失川的决选 啊 是是是 花落断肠剑 去世的剑招 想不到威力竟然 黄蒙如斯呀 哈哈哈哈 家主老泪纵横 激动狂傲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整个广场 安静的宛如坟底 每一个赢家的族人 无论老少 不管是男女 现在都不敢呼吸 眼睛鼓起来 像是牛卵 心脏快要从嗓子眼 蹦出来了 擂台上 黄小龙 软绵绵一招一式的 演练着 花落断肠剑 后半部的剑法 一边利用传音入密 将心法 口诀 真气 运行线路 一无一时 告诉盈奥天 盈奥天专注于剑 心无旁骛的记忆 学习着 剑尸爆发 真气 如龙蛇游走 虽然是出血 但 也是将这门剑法 失传的后半部 展现在了族人面前 自北宋年间 这道剑法的后半部演绵 今天还是首次 重见天人 太精妙了 后半部剑招 比前半部更奥妙 杀伤力更大 变化也更多 就好像一首歌曲一样 前面的主歌 实在不见情绪 后面的副歌 才是高潮的爆发 盈家族人 尽数都是如痴如醉 魂飞天丸 眼眶 依然是湿润了 胸衣之间填满了感动 真是想不到 我盈家的老族 创下的剑法 是如此的神妙 堪称 鬼斧神功 我盈家老族 剑术通神呀 越看下去 盈家族人 对先祖的憧憬 便是越发浓烈 这种剑法 诸般的变化 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 而这套花落断肠剑 被古权之后 对于盈家来说 就是如虎天意 要知道 古武十大使家 虽然号称传承不密 但老祖宗传下来的 古武功法 都是残缺的 如今 盈家得到了一套 完整的古武剑法 未来必将称霸 取代 轩缘家族的霸主地位 并不是不可能 清风 你赶紧领悟 盈冲 是满脸通红的 看着盈清风 完整的 花落断肠剑 每一剑似乎都牵动 天地灵机 爆发出不可思议的威力 快领悟 哪怕领悟三招两拭 都受益无穷了 盈清风 一言不发 右手 始终二指一笔 虚空 勾画着 似乎是在临摹 药田所演练的剑章 不过很快 盈清风的动作 便是一将 脸色 骤然苍白 下一秒 一口热血 直捧而出 清风 你这是怎么了 盈冲脸色大急 盈清风 喷息作息 调云气息 无妨 不过 爸 这剑法我学不会 只看到了招式没有心法 根本没办法学 强行催动真气气息紊乱 有走火入魔之险 没有心法 都是白搭呀 说完 盈清风 眼如恶狼一般 死死盯着盈傲天 他的眼神之中 充满了妒忌发狂 又极度贪婪的表情 盈清风一生之中 从来没有像 今时今日一般的妒忌 眼红 贪婪 心痒 习武之人 对于武功秘典 都是无法抗拒的 今天 盈傲天就当着众人的面 把师传上千年的 绝世剑法 演练而出 懂行的人 一看着剑法 就知道 是天下顶级的武功 哪怕学会一招办事 都等于是多了一个杀手锏 可是 最让人难受欲死的是 明明看着剑法 就在眼前 可因为没有心法 只能是甘瞪眼看着 没办法学 哪怕是天资如妖的盈清风 强行去领悟 都吐了一大口的鲜血 你要天这个废物 这套剑法 要是黄小龙传给我 我一定能够领悟得更深 盈清风 目自欲裂的道 我盈清风 才是这剑法的真命天子 为什么不传给我 如此看来 我女婿倒没有偷学 盈家的剑法呢 盈冲 是扬眉吐气的 心头的狂喜 实在难以用言语去描述 盈家祖传剑法 施而复得 这对于家族的未来 有着难以估量的益处 会让家族崛起 黄小龙单独传剑给盈傲天 用意再明白不过了 就是帮助盈霄上位 好女婿呀 真是好女婿 我盈霄上辈子敲烂了几十个母鱼 翻破了几十本经书 才修来这样的补给 生了一个乖女儿 找了这么一个要你的女婿 哈哈哈哈 盈霄无比欣慰 一张脸完全是笑烂的 宠溺的摸了摸银奥山的头 盈奥山也是笑得合不拢嘴 擂台上 黄小龙终于将一整套 花落断肠剑 尽数传授给盈傲天了 你应该将所有剑招 心法 真气运行的窍门 尽数的记住了吧 黄小龙笑了笑 美副 差不多记住了 不过要练熟这套剑法 但也需要小半年的时间啊 盈奥天是思考了一下 然后回答道 此时他整个人充满了难以言语的自信 仿佛脱胎换物 美国 我有自信 一年 只要给我一年的时间 我能够后来局上 超过迎清风 在提起迎清风的时候 盈奥天终于高昂起了头颅来 现在他有底气 与迎清风一较长短了 也对 这一门完整的古剑法 是可遇不可求 盈奥天 每多练一天 与迎清风的差距 就会缩短一分 迎清风听到这话 简直气得脸都黑了 好 接下来是第二套剑法 看好了 黄小龙是微微一笑 还有 盈奥天 骇然欲死 盈家所有族人 都死死的 是捏住了拳头 还有惊喜呀 紧接着 黄小龙又将 盈家缺失的半部的 逐日落影剑 尽数传授给了盈奥天 如此 盈家各缺失半部的 两门绝世剑法 已经不群 如果盈家 将比喻为一头猛虎 那么 现在是插上了双指 另外 盈家还有一套 完全失传 一招不胜的 幽冥斜火剑 这套剑法 威力最强 最神秘 乃是当年 盈克辛 行走天下 被称之为 大秦第一剑客的杀手剑 黄小龙暂时 并没有传授给盈奥天 贪多嚼不烂 这套最高深的剑法 以后再说吧 得到了两套剑法 真传的盈奥天 盘膝坐下 双目微比 在默默的记忆 领悟 时不时的 就伸手比划一下 然后 若有所得的 卑微点头 家诸有力 任何人都不得去打扰盈奥天 这时 家诸脸上 竟是有些讨好的表情 对着黄小龙 谄媚一笑 孙女婿啊 这 这 我赢家祖传的 逐日落营剑 和 花落断肠剑 各却半步 不知道 你 你是怎么 怎么得到的呀 怎么 现在不怀疑 我偷学了 你们的剑法了吗 黄小龙 是 揶鱼一笑 家属 是老脸一红 善笑的 孙女婿 都是一家人 这个 误会 之前 就是误会 好 这两套剑法 是一个很漂亮的少女 身穿勤装 托梦 传授给我的 这个少女呢 就和你们请出来的 老祖宗画像 很是相似 黄小龙 嬉戏一笑 怪不得 原来是老祖宗 托梦给孙女婿 黄小龙这 湖州的话 竟然 让那家族 深以为然 一脸严肃 原来 孙女婿 就是老祖宗 给我们 赢家 送来的 福星 鬼人 难怪 孙女婿 不贵老祖宗 画像 我们 责骂 孙女婿 老祖宗 显灵 反而 抽我们的耳光 这时 那扁家的扁木炎 不动声色的 溜了 赢家找回了 缺失的舞蹈秘点 这是天大的事情 别慕炎 脸色铁星 变天了 我师大孤世家 要变天了 好了 这两门剑法 我是帮你们赢家 补权的 不过 小修炼的族人 就必须得到 我大舅子 和老丈人的虚格 黄小龙笑了笑 看向家主 赢家 未来家主的位置 你愿意传给谁 就传给谁吧 我反正不参与 不关我事 砰 家主 猛然一拍桌子 在此 老朽宣布 我赢家 下一任家主 有营销担任 鸟天 为营销长子 营销退位之后 为 第一顺位继承人 我们都没有异议 张老团 一群老咕噜 站起来 大声说道 赢家 未来家主之位 尘埃落定了 看到了吗 我说过 家主会亲口宣布 赢家 未来家主 是我老丈人 而不是你 我没骗你吧 黄小龙对着营充 没心没肺地笑了笑 营充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这次族会的压咒大戏 就是家主亲口宣布 下一任 赢家家主的继承人 如今 家主 根本就没有考虑太多 拍板决定 由营充担任 甚至于 连营充之后的家主 也宣布了 乃是营傲天 这就意味着 营充一脉 翻不了身了 也难怪家主下定决心 如今 两套完整的剑法 都在营傲天手中 况且 营傲天还掌握了六脉神剑 他的价值 已经远远凝驾于营兴风了 就在这时 一大片天地灵气 蜂拥而来 居拢在营傲天头上滚 而后 像是漏斗一样 注入了营傲天体内 下一秒 营傲天身体内部 冲出一道道 磅礴针气 不多时 营傲天头顶上方 便是散开了 足足八十八道 真气波动 突破了 营傲天也突破了 他原本体内 是凝练了八十一道真气 如今 突破到了八十八道 进步巨大 一日千里 让众人震撼 也就是 演练了一遍 失传的两门剑法 修为 就突飞猛进 看来 假以十日 超越营傲天风 那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营傲天风 就好像 突然挨了一巴掌 突破了 就这样突破了 为什么 为什么那两门剑法 不是传给我 清风啊 不要冲动 营冲的脸上 表情争鸣如魔鬼 隐忍吧 事已至此 也只能隐忍了 而且 要尽量取得 营傲和 营傲天的信任 让他们将剑法 传给咱们这一脉 营冲的眼睛里 又酝酿起来了一些 阴谋妒忌 族会进行到这个地步 基本上 是接近尾声的 天色已然 是将近黄昏 绚烂的晚霞 为这一片 世外桃源 披上了梦幻的沙衣 美如实话 不过呢 族会 还有一个环节 便是颁奖 之前 家主也当众宣布过了 舞会前三名 将会得到候赏 本次舞会 黄小龙一名惊人 勇夺第一 营傲天和营清风 分裂二三位 孙女婿 傲天 清风 现在呢 老九教对你们 颁发奖励了 家主笑了笑 广场周边 顿时 安静下来了 每一年 舞会的奖励 都算是比较丰盛的 让人眼红 黄小龙 叫着二郎腿 老神载载地 坐在那 一脸 不在乎的表情 奖品 不装逼 黄小龙 还真不稀罕 就连赢家 缺失的剑法 都是黄小龙 给补全的 赢家 还能拿出什么 吸引黄小龙 鸟山 温柔未贴的 是替黄小龙 按摩着肩背 欠笑的 小龙 会不会很辛苦呢 舞会 你可是恶战了 书场的 奥山 给你按摩 哦 我不辛苦啊 你们赢家的舞会 就和小孩子 过家家一样 我都没助力呢 你看我流汗了吗 参加这个舞会啊 还不如 去抓一些 厉鬼的 难度大呢 黄小龙 一脸认真地笑道 不过 乖老婆 你给我 好好按摩吧 你按摩的说法 还不错 挺舒服的 嗯 尼奥山 乖巧点头 家主的目光 却是首先 看见了黄小龙 孙女婿啊 你是今年的 舞会第一 不过 一般的奖励 必然难入你发言了吧 黄小龙 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 继续收听 哈哈哈哈 孙女婿 你别急啊 家主神秘地笑了笑 你先听我说 三年前 我们十大古武世家 曾经探索过 一处秘境 何为秘境 家主讲述道 那便是 咱们人类 还没有探索过的地方 咱们生活的 这颗星球啊 隐秘极多 哪怕 如今科技畅弱 有些区域 却连雷达都探测不到了 从科学的角度解释 我们所生活的地球 直占地球 一切构造中的 一小局 从大海的最深处 到山峰的最高处 这些都只是 地球的最外侧 地窍大约 位于海洋下的四英尺 陆地下的二十到三十英尺 地球的半径 总共有三千九百五十九英米 里面还埋藏着许多机密 家主侃侃而谈 别看他是一个古武世家的家主 但年轻的时候 也是在全世界各地留学过的 可谓是满腹经轮 随意举几个例子吧 所谓的秘境 出名一些的 便由南极五血干股 百慕大神秘三角区 沙漠中的魔鬼城 等等等等 言归正传 三年前 我们十大古武世家 那首脑人物 发现了一处秘境 这是被人类遗忘的世界 就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 这秘境之中 有着无穷的珍宝 而且还与花夏的古武川城有关 十大古武世家经过协商 便准备在今年 让族人大规模地进入秘境 尽情地探索 得到其余 家主笑了笑 不过 秘境终究不能让太多人进入 所以 每一个古武世家 拥有五个名额 另外 还有一些国内和国际上的大号 以巨大的代价 在我们古武世家手中 买到了少量的名额 我赢家 自然也有五个探索秘境的名额 孙女居 傲天 清风 你们三人 各获得一个探索秘境的名额 家主 朗声宣布 不过 还有几个月的时间 你们好好准备一下吧 至于 秘境的位置 是我们十大古武世家的绝大机密 在这里 老朽便不方便透露了 总而言之 此事是一个莫大的机缘 哦 这个好玩 如果是一般的物质奖励 黄小龙还真看不上眼 可 这个探索秘境 就很好玩呢 充满了一种神秘气息 黄小龙虽然是身为鬼差 但 地球上 特别 是在国外 某些人际不智的地方 黄小龙还真不知道 人都是有探索欲的 黄小龙也不例外 迎清风和迎耀天也是眼中放光 第二个奖励呢 便是今年 我迎家族会的前三名 可以代表赢家去参加十大古武世家三年一次的升龙榜舞蹈大会 能够参加此次盛会的皆是十大古武世家中头角正容的年轻一代 都妖孽不凡 人中龙凤 升龙榜舞蹈大会的举办日期 便是临近探索秘境的日子 也还剩下几个月 清风 高天 你们抓紧时间修炼 争取在今年的盛会上 为我赢家争夺荣光 当然 升龙榜舞蹈大会设置的奖励 那就堪称恐怖了 那是十大古武世家最顶级的舞蹈圣会 奖励可想而知啊 甚至涉及到了秘境中 有可能被发现的宝物 家主的意思非常明白 十大古武世家联合举办的升龙榜舞蹈大会 其奖励包括了秘境中的神秘珍宝 这诱惑不可谓不大 至于孙女婿 你都这么强了 或许你也不需要再修炼了 阳精蓄锐就行了 家主是笑看黄小龙 哦 反正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 我也不急 黄小龙笑了笑 趁着这几个月 他还能到处玩玩 抓抓鬼 画鞋服 唱游山水 游戏人间 当然了 所谓秘境探索 以及升龙榜舞龙大会 黄小龙的兴趣不可谓不大 哦 听艳翩翩说 他的未婚夫是十大古武世家中 最厉害的天才 被称之为古武太子 轩元霸 嘿嘿 想必在那什么升龙榜舞蹈大会上 我能遇见学员吧 我倒想看看 他到底天才到了什么地步 比起赢家的赢青风 又有什么不同呢 哈哈 好玩 好玩 黄小龙的眼睛里 全部都是亢奋的光芒 随后的奖励 便是一些物质层面上的东西了 比如曼哈顿的别墅 伦敦郊区的庄园 这些奖励 对于黄小龙的吸引力 远远不如探索秘境 以及古武十大世家联合举办的 升龙榜舞蹈大会 夜幕笼罩了赢家祖地 族人们在广场中杀鸡宰羊 摆开长龙般的露天宴席 许多奇年玉帽的女眷 换上喜庆的袍服 再歌再舞 黄小龙也饿了 抓住一头烤乳猪 就开始猛赶 许多族人都自发的过来 给营销敬酒 满脸八戒讨好 并以家主相称 对于营澳天都毕恭毕敬 完全跪天的姿态 营销一脉鸡犬升天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便是营冲一脉 在族会开始之前 他们被捧上了天 而现在却是遭到了冷落 甚至于 因为营销一脉 与营冲一脉是对头 所以几乎所有族人 都离职地选择了战队 不但疏远营冲一脉 甚至 有可能在营销的事宜下 对其落井下石狠狠迫害 营冲一脉的每一个族人 都用阴毒怨恨的目光 死死盯着春风得意的营销 营澳天 以及黄小龙 不过在祖地 营冲一脉是不敢造势的 只能隐忍 这一夜在狂欢中度过 当然 对于黄小龙来说 最欢乐的 是在晚会结束之后 回到屋子里 营澳山对他的百般逢迎 温柔千全 千衣百顺 这一夜 营澳山心甘情愿 满足了黄小龙 所有合理与不合理的要求 真个就是帝王般 至极的享受 第二天 营销作为家族 发布了一条命令 从今日起 营家族人若没有特殊的事情要处理 便滞留祖地 修炼武道 迎接数个月后 十大鼓舞世家的峰会 两门补权的剑法 以及六脉神剑 营销也准备浊情传授给忠心耿耿的族人 让他整个营家的综合势力 得到一次质的飞跃 有了这几张底牌 再加上黄小龙这个宝贝女婿 让他营销也是有了一些野心 营家在十大鼓舞世家的位置 也应该是要往上挪一挪了 黄小龙准备辞别 离开营家祖地 他才没有闲工夫 在这里耗几个月 陪着营家族人闭关修炼 浪费时间 不就是浪费大好生命吗 营奥山本于同黄小龙一起离开祖地 被黄小龙劝阻了下来 黄小龙笑道 乖老婆 如今老丈人和大舅子那里 掌握起门可遇不可求的鼓舞秘点 你就安心修炼吧 一定可以提升境界 我们几个月之后再见 黄小龙不想让营奥山 玩物丧之 可是人家会想你的 营奥山有些委屈地嘟吓着小嘴 我也想你啊 不过又不是生离死别 黄小龙安抚道 最后 营奥山乖乖地答应黄小龙 在古武十大世家的生龙榜 五道大会开幕之前 他就安安心心留在祖地 刻苦休息 美波 大恩不言谢啊 营奥山用感激替灵的目光 看着黄小龙 以后你有什么吩咐 一句话就行 哈哈哈哈 不要和我客气 我走了 黄小龙是个洒脱之人 当下与送行的营家族人告别 静止往营家祖地外走去 微波 生龙榜五道大会 你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我们营家还得靠你 与其他古武十家 一争雄长的 营奥天在后面大叫的 我当然不会错过 黄小龙嘴角 擒出了一抹笑意 服用了特殊野果之后 黄小龙穿过重重的赌场 顺利抵达了外面的世界 在营家祖地之外 有着不少木屋 宛如度假村一般 还停着不少的豪华越野车 黄小龙只需要在一些木屋中 找到车钥匙 便能开车回到文明世界 说实话 长期在营家祖地住着 和一群身穿金服 把自己当成古代人的家伙 相处久了 已让黄小龙有些不太舒服 全身不自在 啊 出来喽 黄小龙伸了个懒腰 深深地呼吸了一下 山间清澈芬芳的空气 此时差不多是午饭时间 忽然 黄小龙看到在那一盘木屋中 有一间屋子的烟囱里 竟然有鸟鸟吹烟 腾声而起 并顺风传来一阵阵米饭的香气 很明显是有人在木屋中生火造饭 啊 黄小龙知了一下 嫌疾 踏步朝那间木屋走去 心中暗道 这里可是营家的祖地啊 深山老林的 一般人不可能找到这里的 是谁在做饭呢 走到木屋近处 屋内突然传出一把女声 是谁 这声音 黄小龙还挺耳熟的 一下子就想起来 这把淡雅而性感的女声 是属于谁了 脚步声响 从屋里跑出一个女人 这女人二十六七岁 穿着一身名牌 处处透露出来时尚 亮丽的气质 又有一种欲解的冷艳 她的身材苗条消瘦 但绝对不是那种皮包骨的骨感女 该秃的地方秃 该凹的地方凹 特别是她那双暴露在裙摆下 修长 云尘的腿 宛如象牙一般珍贵而炫慕 她很美 但并不娇柔 相反 在她身体内部 折服着超过成人的力量 啊 夏英 你能跑这儿来了 黄小龙一脸惊奇 心中微微一动 难不成 是和那个已经相消欲允的夏楚楚 一起过来的 但并没有进入赢家阻地 从木屋里跑出来的美女 正是欲解夏营 此时夏营看到黄小龙之后 眉毛中 那近乎生人雾尽的冰霜 刹那间消如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惊喜 兴奋 浅浅的温柔 怦然的心动 小龙 你 你 你过去赢家阻地了 夏营似乎是猜到了什么 脸上浮起了一抹黯然 但这某表情很快就一伤而是 腰山小姐呢 啊 赢家的人要集体闭关 我无聊就自己跑出来了 黄小龙笑道 你怎么跑到这深山老林里来了 你不怕秦陵里的那些毒蛇猛兽 还有神秘传说吗 说不定啊 窜出一头 洪荒巨兽 一下子 就把你给吞了 哼哼 夏营 是被黄小龙逗乐了 小龙 我们西武之人 怎么会怕那些呢 再说了 我是来找人的 找谁啊 黄小龙 亲中是微微一度 夏楚楚 还有我夏夏的两位长老 夏营并不隐瞒黄小龙 楚楚是我堂妹 这次她去了营家祖地 好像和她的婚事有关 恰好我也在闪省玩 索性就过来瞧瞧 对了 小龙 你参加了营家的祖会 你见到我楚楚堂妹了吗 黄小龙忍不住想笑 夏楚楚 这水性洋花的绿茶婊 已经被迎清风 亲手给宰了 不过似乎 夏营还不知道这件事 黄小龙也不准备告诉她 便是笑道 不认识 也没见过 不会吧 夏营脸上的表情 表现狐疑 孤怒的 楚楚明明 就是千里迢迢 过来参加营家祖会的呀 她可是营奥天的 未婚妻呢 黄小龙 不愈同夏营 在这个没有营养的问题上纠缠 她不动声色的 转移话题道 夏营 你认识吧 啊 夏营 压押道 小龙 你 你见过我爸 夏营 便是世界赌数排名第二 号称 牵手狐妖的 纪燕雪 纪小姐身旁的保镖 当初 帮纪燕雪寻母 黄小龙 曾与夏营 有过一段接触 还有一个叫 欧阳玲玲的小逆子 在那一段经历之中 夏营 和欧阳玲玲 都已经被黄小龙折服 视之为神日 沙 我见过你爸 我和他一见如故 惺惺相惜 有一次喝了酒啊 你爸就说 他有个女儿 长得还不错 他愿意把女儿 嫁给我当小老包 黄小龙 一脸背懒的表情 纹燕 夏营脸色羞红 美艳无方 催了一口 妾 你家说 话虽如此 但夏营心头 也是 掠过了一抹 莫名的甜意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 继续收听 第一 气氛变得有些暧昧 有些尴尬 别看夏营 是个欲杰 可她是 地地道道的黄花闺女 连男朋友 都没有谈过 因此 有点受不了这种暧昧 主动插开话题道 小龙 其实这次来秦灵 我是被一个好姐妹 过来散心的 但呢 说到这里 夏营顿了一下 脸线 忧愁之色 我这个姐妹 最近反省事很多 忽然 夏营 眼睛一亮 对了 小龙 上次你大发神威 从猫脸老太太手中救了我 你擅长 居身弄鬼 画幅捉腰 你一定 能帮到我这个好姐妹的 夏营脸放齐光 似乎是旧品之人 遇到了绝世名医 小龙 你可一定 要帮帮我这个好姐妹啊 她很善良的 拜托了 啊 你到底什么情况 黄小龙愕然 小龙 我好姐妹的家族 似乎遭到了诅咒 家族后人 没有一个能活过35岁的 夏营脸上 浮现出一抹心机之色 这个诅咒 已经延续了 超过200年了 而且一直非常 非常灵验 一听这话 黄小龙 却是产生了一丝丝兴趣 诅咒 超过200年的诅咒吗 夏族之人 统统活不过35岁 有趣 很有趣 就在这时 母屋内 响起细碎的脚步声 然后 是一把好听的少女声音 英姐 你在和谁说话 话音刚落 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从木屋里走了出来 她面带温婉的微笑 容貌极为清朽 双目灵动 颇有神采 细腻的肌肤 白皙胜血 穿着一件 米黄色的 短袖针织T恤 V字的衣领上 有三颗扣子 此颗松着最上面的一颗 扣住了下面的两颗 下后可以看到 她那精致的锁骨 下身穿着一条浅棕色的 西装裤 衬托出 她双腿的修长线条 年龄嘛 看起来比夏英 年轻几岁 估摸着 二十二三岁吧 也是个漂亮姑娘 可夏英 是春兰秋菊 各善盛场 而且一看 就是个 实属不沾 阳春水的 大家闺宿 身上 没有修炼过武功的痕迹 黄小龙还看到 在她的命宫处 果然有一道黑衣色的纹路 这条纹是死纹 从深度上来看 大约在十多年之后 她就会有一场劫难 度过去就活 度不过去就死 不是吧 她还真是活不过三十五岁 这诅咒还挺厉害的 黄小龙心里的兴趣 又增了一分 英剑 这位 这位是 少女疑惑地看着黄小龙 表情之中 不发友好 夏英连忙介绍她 小玉 这是小龙 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人 我都非常佩服她 啊 英剑 你这么厉害的女人 你有佩服的人啊 少女一脸惊讶 看来 在她心目中 夏英已经是 经过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的 想不到 还有让夏英都五体投底的人 你好啊 我叫水玉 很高兴认识你 少女水玉 对黄小龙 也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小龙 水家在整个山省 都是排在上号的巨富大家族 不过小玉 并不是那种 不学无数的富二代 她挺能干的 夏英笑了巧 这个时候 母中飘出一阵焦糊的味道 糟了 饭煮糊了 夏英和水玉 一口同声的叫道 然后转身 就朝屋里跑去 母屋里 阳光从木窗外 渗透进来 三人坐在靠窗的桌边 吃着 有些糊的饭 还有一些野菜 野味 在这深山老林的环境中 倒也别有一番风味 小龙 关于小玉家里 那个诅咒 不知道 你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夏英一脸期待地问道 英姐 你把那件事 告诉小龙了吗 水玉低声道 门语之间 立刻 添满了忧虑和恐惧 小玉啊 你当面对小龙讲吧 你别害怕 你别担心 小龙的本事很大 他就是个妖孽 我想他一定可以帮你的 说句难听的 如果小龙都没有办法 那那 那你家的诅咒 可 可能真是当时 无人能解了 夏英对黄小龙 充满了信心 黄小龙也将饭丸放下 性味 昂然的倒 对啊 诅咒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嗯 水玉整理了一下头绪道 小龙 是这样的 我们水家 凡是姓水的 血脉族人 绝活不过三十五岁 我 我曾亲眼 见过几个哥哥 他们 他们临死前的惨状 在他们过完三十四岁 生日之后 全身 全身上下 就 就会开始 长疮 皮肤肿大 身体溃烂 流浓 痛苦挣扎 足足一年 然后 然后在三十五岁生日当天 死于非命 寻医问药 找不到任何治疗的办法 也请过不少道长 和大师来驱邪 也 也无法解除诅咒 说到这里 水玉 莺莺哭泣起来 伤心欲绝 同时 有一种深深的惧怕 我今年二十三岁 我 我也只能再活十来年 就 就有那个了 小玉 别说傻话 夏英 一脸不忍 旋即 夏英 颜巴巴地看着黄小龙 小龙 你有解决那个 恶毒诅咒的办法吗 黄小龙 微微 思考了几秒钟 对水玉笑的 把你的衣服脱了 我要看看你的后背 脱 脱衣服 小龙 你 你的意思是 让我在这里脱衣服 小玉 小玉有点不太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是大家闺宿 异性朋友 是有 但对她 无不是彬彬有礼 韵既如雅 断然不敢说这种 轻挑下流的话 而今天 她和黄小龙 无非第一次见面 黄小龙居然 提出这种无理要求 这让水玉 不得不对 黄小龙的人品 产生了一丝怀疑 夏英狐疑道 小龙 你 你真要让小玉脱衣服啊 是啊 不脱衣服 我怎么替她检查身体 只有检查过她的身体 我才能破解那个诅咒啊 黄小龙 一脸认真地说道 眼眸 清澈如水 夏英对黄小龙的人品 还是非常信任的 更信任的是她的能力 当下 便是握住水玉的手 小玉 你还记得我给你讲的那个故事吗 在江南市 杰哥的猫脸老太太 差点把我害死了 要夺射 占据我的身体 是小龙出手 消灭了她 你按照小龙说的办吧 她不会乱来的 可是 水玉咬着牙 她和夏英一样 也是黄花闺女 洁身自豪 清白的身子 还没有给男人看过呢 小玉 你放轻松点 你呢 就把小龙当成一个 一个妇科医生吧 被医生看一下 也没啥了不起呢 对吧 夏英 寻寻善诱地劝导着 那 那 英姐 我相信你 不过 脱掉外衣是我的底线 不能再脱了 水玉 一张翘脸 完全已经变成了西红柿 小龙 吃脱外衣行吗 夏英问道 嗯 黄小龙点头 当下 水玉便是闭着眼 将T恤撩了起来 刹那间 那胸衣下的风雨 便是跃入黄小龙的眼帘 给她带来了不小的视觉冲击 这姑娘看起来秀秀气气的 可也 还是有些真材实料啊 不错 很不错呀 黄小龙眼睛略微有些发直 小龙 夏英微沉 同时心头也还有一些 酸溜溜的味道 黄小龙当着她的面 眼睛直勾勾地看 另一个女孩子的身体 让她有些吃味了 哦 黄小龙站起身来 绕到了水玉的背后 夏英跟了过来 一片雪白如玉的粉背上 赫然有着一小块 触目惊心的黑色痕迹 这黑色痕迹 尺寸大约就是人的大拇指大小 乍一看 就像是留下了一个大拇指指纹 黑色痕迹之中 缠绕着一丝丝怨气 黄小龙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小龙 是这块黑色的胎迹 有问题吗 夏英连忙问道 黄小龙不动身子的伸出手 在那块黑色痕迹上 触摸了一下 入手一片冰凉 你 你干嘛 水玉有些羞怒地 哆嗦了一下身子 请说 你只说看看 可你没说过要摸啊 真是太过分了 这一小块黑色痕迹 哼哼 黄小龙笑了笑 那个是胎气 我一出生就有了 水玉的 不 不是胎气 你被鬼下了咒 黄小龙摇头道 鬼下咒是很歹毒的 这种咒 会在你体内形成一股怨气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股怨气会越来越浓烈 直到全身腐烂 死亡 我想 你们水家的池系血脉后人 身上应该都有一个这样所谓的胎气 困扰着你们水家的诅咒 是厉归所谓 黄小龙道出了真相 鬼 鬼下咒 水玉焦躯瑟瑟发抖 他也是有些半信半疑 小龙 你的意思是 我们水家的诅咒是真的 不是这么遗传病 遗传病 这个世界上 也没有什么遗传病 能够让后人活不过三十五岁 而死兮都在三十五岁生日当天吧 黄小龙有些讽刺的笑了笑 持续了两百年的诅咒 看来 你们水家的先祖 是得罪了一只老鬼 鬼这玩意儿 年份越老越凶 我的天啊 夏英忍不住惊呼道 两百年的老鬼 这 这恐怕比猫林老太太还要厉害了吧 呃 小龙 不是我不相信你 可是 你 你 你这样 会不会太武断了呀 水玉 仍然没有全心 哈哈 等会儿拍张照片给他看 黄小龙拿出了一张现形符 把符烧了 金光一闪 赫然长在水玉粉贝上的黑色痕迹 猛的腾起了一层黑雾 下一秒 那黑雾之中 闪现出了一张 猙獰 恐怖的人脸 五官扭曲 眼神贪婪 痴痴地笑着 啊 这 这是 这是鬼脸 纵然以夏英鼓舞宗师的眼界 与胆识 此刻 也是吓了一大跳 白照 黄小龙淡笑的 夏英 收敛心神 拿出手机 咔嚓咔嚓 拍了几张 好了 可以了 黄小龙示意水玉 将衣服穿好 坐回原位 继续吃饭 夏英赶紧打开手机相册 给水玉看 夏的水玉 脸都白了 终于 夏英和水玉 都相信了黄小龙的话 小龙 不好意思 一开始我还对你有怀疑 我现在相信你了 我现在真的相信你了 水玉 又惊又怕 又是满脸歉意地看着黄小龙 怎么办 小龙 现在我该怎么办 你不用怕 你这个祖兽 暂时不愧发作 黄小龙 老神在在地道 你的命宫之上有一道死纹 管其身浅 你暂时没事 要等十多年之后 吉南才会降临 小龙 你一定要帮帮小玉 她是我的好姐妹 夏英一脸哀求地道 这个诅咒 我能替你解 黄小龙笑道 文言 水玉那哭得梨花大鱼的脸上 骤然闪现出来 惊心动魄的光芒 如是重负 谢谢你 小龙 真的感谢你 不过呢 如果不把下周的厉鬼消灭 你们水家 世世代代 还会不停地死人 族人永远不可能活过三十五岁 除非那只厉鬼 放过你们水家 但我看他应该不会 他的报复 持续了两百年 不会轻易放手 黄小龙笑道 怨念可真是很深啊 这到底是有杀父之仇 还是夺妻之恨呢 小龙 那那只厉鬼 你有办法消灭吗 我想你一定可以的 夏英一脸期盼道 这样 虽然抓鬼是我最大的爱好 但我总不可能 白出手吧 黄小龙眼珠子咕噜噜一转 先说替小玉解咒 这个很简单 我也不要钱 搞定之后 你让我亲一下就行了 说着 黄小龙用手指指夏英 夏英一脸的懵逼 先说你帮小玉解咒 完了要亲我 大哥 你搞错对象没有啊 黄小龙寄句道 至于消灭那只至少两百年份的厉鬼 拯救整个水家 这就是个大活了 得好好地谈一谈劳务费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不是 小龙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亲我呀 夏英脸红了 她的气势很是冷艳 她突然绽放出小女人般的羞涩和忐忑 显得格外动人 格外美丽 因为如果 我说要亲小玉的话 那就是趁人之危了 我怎么可能做出 趁人之危的事情呢 那不符合 我做人的理念啊 黄小龙一本正经地说的 夏英心头直接喷住了一口气 小龙 亲我就不是趁人之危了 夏英一脸无辜 不过对于黄小龙的无理要求 夏英心头不但没有产生排斥 反而有一种心甘情愿的期待感 怎么能这样 水域一脸不忍心地握住夏英的手 小龙 如果你一定要亲 那就亲我吧 这根本不关应解的事 我不想让英姐带我受过 不 小玉啊 你是我的好姐妹 我愿意替你 被小龙 那个啥 亲一下 反正我们西部的女人 江湖儿女嘛 不拘小姐的 亲一下 有什么大不了的 又不会少一块肉 夏英 故作豪迈的道 姐妹情深呀 在那里 你争我抢的 大勇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舍身 成人的即使感 最后 水域没有争营夏英 夏英 信誓旦旦地 对黄小龙承诺 黄小龙 替水域解招 他就心甘情愿 让黄小龙亲一下 黄小龙 心头乐 自从有过几个女人之后 黄小龙烈焰的野心 便是越来越大 像夏英这种极品油物 又是尊贵的古武宗师 自然是逃不过他的魔爪 已经是他内听的 未来老婆之一 小龙 那你赶紧给小玉解咒吧 夏英脸蛋 红彤彤的道 这个不急 黄小龙 老神在在的道 小玉身上的诅咒 不简单 我得专门画一道符 才能替他解咒 先回到市区再说吧 当下 三人开着车 穿越秦岭 回市区 水域开车 黄小龙 悠哉悠哉的 坐在后排 夏英陪的聊天 以轰 尾翠的 这滋味 挺不错的 东安市 六朝古都 古老的城墙 提醒着人们 这座古都 辉煌的历史 开车回到市区 已然是接近的晚饭时间了 从秦岭 赢家祖地回来 感受着现代化 大都市的繁华气息 一栋栋摩天大厦 灯红酒绿 饮食男女 黄小龙心头 畅快多了 就好像是从原始社会 回归现代文明 小玉将车 停到了一间大餐厅的停车位上 小龙 我们水家 在山上 算是有些基业 东安市 是我们的大本营 我算是个东道主了 嗯 让我 好好地款待你吧 水域 温婉已笑 啊 黄小龙笑道 小龙 你记得 早些替小玉解咒啊 夏英有些催促的道 哼哼 你是不是 巴不得早点被我亲挖 黄小龙 记眉弄眼的道 夏英 为之气绝 小龙 你 你可比在江南市的时候 贫嘴多了 处处占我便宜 他心里补充了一句 可我偏偏对你 发不出火 三人 来到餐厅的二楼 要了一个包间 水域点了一桌子好菜 山珍海味 山省的地道美食 风味巧吃 犒劳黄小龙 黄小龙二话不说 套铁一般 福安猛嚼了起来 就在这时 敲门声响起 随后 从包间外 推门走进了一名 戴着金边眼镜 思思文文的男子 大约三十岁 一看就是读过 不少书的那种 小玉啊 这段时间 你外出散心 怎么不告诉我呀 我刚从德国留学回来 正好可以 借此机会 游览国内的名胜古迹呢 男子看着水域的时候 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 不过 当他眼角余光 扫到夏英的时候 更是忍不住 吞咽了一口口水 哦 崔鹏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吃饭 水域的态度 有些不冷不热的 我在下面看到你的车了 然后一问服务员 就知道你在这个包间了 男子崔鹏走进包间 在包间里 水域坐在中间 黄小龙坐在他左边 夏英坐在右边 崔鹏一进来 就走到黄小龙身边 笑了笑 不好意思 麻烦你把这个位子 让给我一下 我有一些话 要对小玉讲 在夏英身上 无时无刻 不再散发着一种 珍贵典雅的气息 崔鹏不好意思 让他让坐 一看黄小龙 穿着普普通通 看样子 也不像是 有钱有社会地位的人 因此便是不太客气的 请黄小龙让坐 崔鹏 你太没礼貌了 你凭什么让小龙 让坐给你 再说 今天我也没约你吃饭啊 水域不悦地倒 夏英神色冷漠地 看了看这个不俗之客 小玉 他是谁呀 夏英 不无闲不淡地问他 英姐 这是崔鹏 他家里和我们水家是市交 刚从德国留学回来 学的是西医临船学 好像 是有个什么博士学位吧 看样子 水域对这个崔鹏 也并不太感冒 美丽的女士 我叫崔鹏 何小玉可以说是青梅竹吗 崔鹏 身世扮得对夏英笑的笑 然后脸色有些阴质 看着黄小龙 抱歉 我真的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和小玉商量 这件事 人命关天 关系到他们家族的遗传病 麻烦你 让一让坐 我说你这人是不是 有毛病啊 黄小龙 有点不太耐烦的抬起头来 谁告诉你小玉家里 有遗传病啊 小龙 夏英是见识过黄小龙 那霸觉天下的武道修为 以及神乎其技的抓鬼道法 比如 崔鹏这种人 在黄小龙面前 就是一只麻烦 信念一动 就摁死了 他也担心黄小龙 直接采取暴力手的 因此打了个眼色 是以黄小龙最好不要冲动 哈哈哈哈 崔鹏 有些嘲讽地笑了笑 小玉的家族病史 我一直很牵挂 在德国这些年 也做了反复的研究和分析 其实 这是一种血液遗传病 而且 我已经知道了治愈的方法 所以 请你让坐 崔鹏 第一气很足 拜托了崔鹏 你不要在这胡搅蛮缠了 我们家族是被鬼吓咒了 根本不是什么一串病 水域柳梅道书 鬼吓咒 Oh my god 崔鹏满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旋即严肃地道 小玉啊 你被人欺骗了 这是多么荒谬的谎言呀 你告诉我 这个骗子是谁 我不会放过他的 呵呵 这个骗子就在你面前呢 黄小龙眼睛微微蜜蜂 是你 你居然用鬼神之说 来糊弄小玉 你太可恶了 崔鹏 仿佛怒不可 好了 我现在就要画符给小玉写周 等会儿的场面 或许会让人感觉有些不适 如果你胆小 就立刻滚出去吧 黄小龙 拿起桌上的纸巾 擦了擦 嘴角的油腻 你居然让我滚出去 你这个江湖骗子 随鹏的脸色变得有些正宁 应该滚出去的人是你 画符 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你信不信我报警撞你 哈哈 还真是个傻子呢 这样吧 等会儿啊 我要是成功替小玉解奏 你就从车里滚到餐厅外面去 记住 是用滚的 不是爬 也不是走 黄小龙 慢挑死理的道 反之 若我失败了 那么 我滚 哈哈哈哈 你以为我会怕你 这种下三滥 好 我答应你 崔鹏冷笑不已 好啊 我就看看你是怎么像狗一样从这里滚出去的 崔鹏凶狠地瞪了黄小龙一眼 然后随意找了个位子坐下 夏英用可怜的眼神看了看崔鹏 心说 你和小龙打赌 你这不是着虐吗 黄小龙笑了笑 也没理睬崔鹏 从随身翻部包包里 取出了一张空拍的黄符纸 一只朱砂笔开始画符 夏英忍不住凑近了 宁神仔细观看 虽然他不懂黄小龙画的是什么 但明显地感觉到 在符传之上 敞扬着一股莫名的力量 这不是真气 而是一种比真气更神秘 更不可思议的力量 道理 因为距离太近了 黄英小龙鼻端嗅到的 都是夏英身上那高档的香水味 以及淡淡的厨子幽香 说不出的舒服受用 这女人真妖妖 画好符 取过了一个空碗 倒了半碗水 将符烧了 符灰混在水里 搅拌均匀 形成了一碗脏兮兮的污水 小玉 把这碗水喝了 一滴不剩的何况呢 黄小龙将碗递给水 别喝 小玉 你喝了这个 一定会食物中毒的 崔鹏站起来 凶神扼杀的 瞪着黄小龙 说实话 我对你已经忍无可忍了 你闭嘴 夏英和水玉 几乎是异口同声的 对崔鹏喝吃的 小玉 你喝吧 刚才我感觉到 在小龙画的符上 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 夏英信誓旦旦的道 我相信 这股力量 一定可以帮你 解除那力鬼下的毒咒 嗯 水玉也是一脸见顶 他已经彻底相信黄小龙 当下 拿起碗 闭上眼 忍住头皮发麻的恶心 一仰脖子 将那碗污水给喝光了 按照黄小龙的吩咐 均敌不胜 喝完之后 黄小龙笑了笑 等两分钟 你会有呕吐的反应 不过不要担心 这是正常现象 两分钟之后 果然水玉五脏六幅翻滚 按捺不住的呕吐了起来 黄小龙拿出 事先准备好的空纹 对准水玉的嘴巴 砰砰砰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水玉竟然吐出了一些白色的球体 看起来就像是张脑丸差不多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臭球 一连吐了十几枚出来 堆满了一个空碗 这才吐完了 夏营连忙起身 轻轻拍着水玉的杯 踢得顺气 黄小龙捧着那个碗 看了看碗里的白球 只见每一个球的表面 都腾生着黑色的怨气 阴森森的 小龙 这 这是什么呀 夏营颤声问道 为什么 为什么在小玉的肚子里 会涂之这么多 诡异的白球 看起来好 好恶心啊 嗯 小玉的背上的黑色胎脊 现在已经淡化消除了 等会儿啊 你们可以去洗手间检查一下 也就是说 我已经用浮转之力 替他解了咒 黄小龙 淡笑了一下 从今以后 小玉就可以平平安安的活到七到八十 他也不会像水下的其他人一样 三十五岁就暴毙 黄小龙再一看 仿佛镶嵌在小玉命宫上的死闻 已然是彻底消失不见 夏营 你看这个像什么呀 黄小龙 让夏营仔细的 看碗里的白色球体 这个 这个 给我感觉很不舒服 有点像是小时候家里用的臭球 夏营一边思索 一边挡 对了 还有点像是什么昆虫的卵 你猜对了 黄小龙笑道 这些就是鬼谷虫的卵 其实呢 那只超过两百年份的厉鬼 他的诅咒 是在水家族人一出生的时候 就在他们体内种下了鬼谷虫 这玩意儿啊 靠运气滋养存活 等到水家族人临近三十五岁的时候 鬼谷虫彻底发育成熟 破壳而出 鬼谷虫会折磨水家族人一段时间 最后 鬼虫入骨 人就死瞧瞧了 顿了一下 黄小龙难难道 这只厉鬼有点厉害 小龙 你的意思是说 比猫连老太太还厉害吗 夏营很是揪心的问道 嗯 猫连老太太是一只妖鬼 而祖寿水家的 是一只树鬼 黄小龙慢挑思理的道 所谓的树鬼便是生前精通道术 巫术 或佛法等等术法的鬼 道鬼 巫鬼 佛鬼 同称为 术鬼 术鬼的厉害之处便是在于他们精通生前所学的术法 并会用这些术法来害人 祖寿水家族人的厉鬼 生前一定是精通 羊骨 或巫术 死后 控制鬼骨虫 杀人于无声无息之间 一般的道士和尚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黄小龙 瞳孔微微一缩 古师巫师 这些 在生前就很厉害了 更何况 是死后变鬼 更何况 是变了厉鬼 说话间 黄小龙伸出幼者 掌心金光一出 裹住 那个碗里的 白色球体 也就是 鬼骨虫的虫卵 咔嚓咔嚓咔嚓 鬼的声音响起 这声音 令人毛骨悚然 就好像是 游戏 星际争霸中 虫足在孵化的时候 发出来的声音 下一秒 碗里的十几个白球 外壳脱落 从里面 酸出了一只只虫来 没一只虫 大约就有 普通人的 大拇指粗细 白色 像是蛆虫 不停蠕动 最为恐怖的是 是在虫的头部 长了一张人脸 没有错 是人脸 有头发 有鼻子 有眼睛 有嘴巴的 其眼睛里面 标着阴险 而嘴巴一张开 便是 满口 猙獰 恐怖的尖牙 哎哟 上帝 上帝 这是什么怪物 那催崩下的 一下子跌坐在地 不停地 用颤抖的手 在胸前画着石子 夏莹 止去的头皮发麻 她一把拉住水域 将她的眼睛蒙住 颤声道 夏莹 不要看 不要看 这是鬼物 太恶心了 十几只鬼谷虫 同时发出 令人牙酸的叫声 就好像是巨子 在去目的 而后 宛如长了翅膀一般 朝黄小龙扑了上来 张开血盆小嘴 就要咬住黄小龙 用那风锐的牙齿 将黄小龙一点一点的碾碎 黄小龙随手打出了一道掌心雷 将这些还没有发育成熟的鬼谷虫消灭 空中青烟 嘶嘶嘶嘶直门 龟谷虫灰飞烟灭 好了 搞定了 黄小龙轻松一笑 这些玩意儿还差十几年 才彻底的发育成熟 所以现在杀伤力比较小 顿了一下 黄小龙看着崔鹏 好了 你给我滚出去 崔鹏亲眼目睹了 黄小龙的神奇手的 再一接触黄小龙的眼神 竟然感觉到 灵魂之中都产生了一种恐怖的压力 他不敢忤逆 当下像是一条狗一样 连滚带爬 极为狼狈的掏出包间 就在水域惊魂未定之时 他的手机铃声响起 接听电话 一边通话 水域急得一边大咕 挂了电话 水域直接冲过来 双手握住黄小龙的手 小龙 你一定要帮帮我 我有个堂哥 今年是他三十五岁生日 他 他快不醒了 你赶紧去看看他吧 求你了 嗯 鬼谷虫 快要入股了 行 去看看再说 黄小龙 也没有推死 对于 诅咒水下的那只树鬼 黄小龙的兴趣 也是极大的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替水域解开鬼咒之后 黄小龙也是彻底搞清楚了缠绕水家长达两百年诅咒的根源所在 树鬼 当下水域满面泪痕地带着黄小龙和夏英开着车 直奔水家那个僵死的堂哥家 今天恰好是他三十五岁的生日 水家因为世世代代被诅咒 所以家族的先贤有过一条族讯 水家女儿必须早婚早育多娶多娶多生 尽两生不停的生 用这样的方法来保留水家的血脉 这就导致水域的亲兄弟亲姐妹唐兄弟唐姐妹 那是非常非常多的 据水域所说 他有个亲哥哥 今年也才二十八岁 妈都三十一个了 最大的一个已经能打酱油了 这让黄小龙和夏英忍不住瞠目结舌 对了 小玉啊 一般你们水家的族人是在生日当天 什么时间段死去的呢 黄小龙问他 大约 大约就是晚上十一点五十分左右 绝不会超过零点 水域寒声道 黄小龙看了看时间 现在也才晚上八点多 他点头道 那不急 开车开慢点 注意安全 还有好几个小时呢 水域哪能淡定 不但没有放慢车速 反而连踩油门严重超速 很快 车就开到了位于东安市郊区的别墅区 三人下车快步来到了一栋别墅前 这是一栋十分高级的私人独栋别墅 据水域所说 他这堂哥在东安市当地做旅游和环保方面的生意 身家不肥 水域在整个山省都是巨富之家 其影响力不会弱给滨海四大家族指令 甚至游游过日 水域家的族人可都不是泛泛之辈啊 此时 整个别墅区域完全的笼罩在一片悲哀绝望阴霾之中 原本是家里的主人过生日 可却偏偏搞得像是追悼会一般 水域当先跑进庭院中 只见在院子里聚集了不少人 除了一些下人 竟然还有几个身穿道袍的家伙 玉小姐 您来了 有下人连忙是迎了上来 一脸悲哭 堂哥怎么样了 水域颤声等 一个保姆造型的妇人 一边擦眼泪 一边悲痛的 老板 老板 老板现在被捆住了 看样子看样子 是 是不行了 就在这时 啊 放开我 啊 在别墅的二楼 一间房里 迸发出一声男子撕心裂肺的惨哭声 这声音就好像是地狱中的恶鬼发出来的 一听就让人毛骨悚然 背脊骨凉走走的 人若发出这种惨绝人寰的叫声 恐怕一定是遭受到了非人的痛苦 哪怕是夏英这种见惯了生词的古宗师 听到这等惨叫 也极为揪心 小龙 你赶紧 赶紧去看看我堂哥 水域不顾男女之嫌 直接抓住了黄小龙的双手 不急 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呢 慢慢来 黄小龙笑道 这时一名大约五十来岁的妇人 在两名容貌不俗的少妇 掺扶下 颤颤巍巍从别墅里走了出来 在妇人身后 跟着一大群少妇 年龄最大的有四十来岁 最小的却只有二十来岁 有的还舔着肚子 身怀六甲 此外还有几个神色庄重 却是一脸无奈的白大瓜 应该被请来给水域堂哥治病的医生 小玉 你 你来了呀 那五十来岁的妇人一看到水域 水唇就孽如了起来 早就已经枯干了眼泪的腥红眼睛里 又挤出几滴泪来 你 你堂哥快不行了 哎 这个诅咒 终究 终究是要延续下去 作孽 这么一说 妇人身后的一大群少妇 都嬰嬰嬰的哭泣了起来 叔母 您别担心 堂哥不会有事的 我 我今天带了一位奇人来 替堂哥解咒 堂哥不会有事的 水域连忙跑了上去 扶住妇人 也陪着大哭起来 这个妇人 就是水域堂哥的亲生母亲 跟在他身旁少妇 通通都是水域堂哥的老婆 大老婆二老婆三老婆四老婆 黄小龙数了一下 水域堂哥居然有十八个老婆 无语了 黄小龙摇了摇头 就一个普通人 居然有十几二十个老婆 居然比我的老婆还多 不行 我这种身份 怎么能被一个普通人 比下去 我要超过他 我要娶几百个老婆 听到黄小龙 嘀嘀咕咕的 夏营在一旁道 小龙 你也不用妒忌水家的男人 他们只能活三十五年 所以得娶三妻四妾 这样香火 才不会断绝 他们也是有苦衷的 这还有苦衷 这过的不是皇帝一样的日子吗 黄小龙姑怒道 就在这时 一名身穿道服的男子 走出来笑道 太太 据说你们水家有一个规矩 但凡能够让一名水家族人 活过三十五岁 你们便支付一亿人民币的酬劳 若是能够解开 缠绕水家数百年的阴邪诅 那么便可分到水家一半的家产 此事是否当真啊 妇人看见那几名道士 浑浊的眼眸中 浮现出来了一抹宛如落水之人 抓住救命稻草的光彩 是是 既为道长 这是我家水家 世世代代传下来的祖讯 只好一人一夜酬金 破除诅咒 一半家产 几名道士相视一笑 眼中都是贪婪之色 好 太太 我和师弟们这便出手 替水先生续命 助他逃过此劫 刚才说话的那名道士 一连先锋道骨的模样 水先生这种情况 应该是被厉鬼缠身的 我们布置一个阵法 便能净化水先生身上的怨气 保住他的性命 让他可以看到明天的太阳 小龙 想不到除了你之外 还有其他的道士在场 夏英在一旁咕怒道 这是在抢你生意啊 没什么 这些都是假冒的 黄小龙笑道 你看看 他们脖子上有金链子 手上有金手链 还带着名表 真正的道士是不会这样的 更所谓算命多瞎子 风水多瘸子 话福不长寿 神博不善终 玄学一道 本就是泄露天机 故而人身上多有业力汇聚 最终形成节育 又叫五臂三缺 如何躲避业力呢 修道职人 多会舍弃自己的全才两位 只求保命 所以真正的有道行的道士 都是穷鬼 那种穿金带银的 不用看 假的 黄小龙这番话 说得夏英连连点头 不明觉理 然则 那几名道士却也是听到了 刹那间 几名道士都奇奇地看向了黄小龙 眼神之中杀鸡抱审 面孔猙獰的不像话 小子你在说什么 牛中再说一次 信不信道也弄死你 一名道士 朝黄小龙立声吼道 水域那堂哥的母亲 五十多岁的老太太 一直一脸不满 小货子 你瞎嚷嚷啥呀 得罪了几位道长 那还料得 赶紧给几位道长道歉 快 这时水域家的人 还有下人们 都对黄小龙的信口词黄 有些不满 如今 水域堂哥 危在旦夕 还能活几个小时 传统的方法已经用过了 没卵用 只能活马当成死马医 请这几位道士出手了 如果黄小龙 把这几个道士得罪了 人家撒手不管 那就糟糕了呀 小玉 这是你领来的人吧 怎么说话没规矩的 太太脸色铁青 那一群少父 和水家的下人们 也都是对黄小龙 口诛比伐起来 水域大惊 连忙道 书母 您千万别这样说 这是小龙 他的奔脸可大了 今天 我就是请小龙过来 给堂哥解咒的 书母 不瞒您说 我身上的鬼咒 已经被小龙给解掉了 从今以后 我轻轻松松 活到七八十岁 当个百岁老人 也有可能的 胡说 太太一点的不相信 看着黄小龙 二十出头的样子 哪像是什么得道之人 江湖骗子还差不多 小子 东西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几名道士 竟然不依不饶的 朝黄小龙围了上来 你们想干什么 夏营冷笑了一下 焦躯往前一凑 挡住黄小龙 不想缺胳膊断腿 都给我滚开 看到美若天仙的夏营 那几名道士眼中 都是浮现出来 贪婪色欲的表情 吞咽着口水 其中一名 肥头大耳的道士 猥琐一笑 呵呵 有味道 倒也我就喜欢这种 凶包包的女人 小子 我们是山省玄学会的 你恶意重伤 诽谤我们 那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一名道士 咄咄逼人的盯着黄小龙 眼神之中 有着残酷戏谑的表情 听好了 跪下 给我们磕头 道歉 这事就算了 否则 呵呵呵 磕头 道歉 好啊 既然你们喜欢玩这个 那我就陪你们玩 玄学会 呵呵呵 黄小龙怒急而笑 他乃是堂堂鬼差 阴天子 道法无双无怼 被几个半吊子的道士条件 这简直就是冒犯神威 我也给你们一次机会 都给我跪下磕头道歉 这事就算了 否则 呵呵 黄小龙将那道士 威胁他的话 云风不动的 奉还了给他们 找死 一名道士 打了个颜色 身后两名道士 一左一右的扑了上来 一个朝黄小龙扑去 一个朝夏英扑去 两人手中 各是一张黄纸符 就要贴在黄小龙 和夏英的身上 他们手中的黄纸符转 倒是有一丝丝 微弱的道理 对付普通人 或普通的小鬼 倒是足够了 说是迟那时快 黄小龙直接一动 轰 魂力外放 直接就把那几名道士的魂伙 给震伤了 一个个戴若木杰般 处立原地不通 目光宛如傻子 黄小龙目光一扫 看见别处附近 有一些小鬼 在探头探脑的张望着 一个个脸上 都挂着惨兮兮的笑容 你们几个 过来 上他们的身 黄小龙随意吩咐道 几只小鬼 不敢忤逆黄小龙 立马嗖嗖嗖地窜了过来 上了那几名道士的身 刹那间 这几名道士的脸上 浮现出来痴痴的笑容 眼珠子咕噜噜地转动着 邪气十足 不似人类 你们几个 去那边跪下磕头 磕到我叫停为止 黄小龙笑了笑 几名小鬼 异口同声地说道 是大人 我们现在就去磕头 说完 几名小鬼 控制着道士的身体 冲到了一块石板边 跪下来 对着黄小龙 狠狠磕头 没一下 似乎都用尽全身力气 磕大 磕 磕啦 这一波磕头 磕得额头上血肉模糊 粘稠的血液 像是泥布一样 四处飞溅 健庄 水下的人都吓傻了 尤其是之前 对黄小龙出言不逊的太太 现在脸色发白的 看着黄小龙 不多时 那几名道士的脑袋瓜子 就好像西瓜一样 被磕爆了 脑僵四溢 头一歪 就倒在地上死了 只不过 他们的脸上 都有着一抹斜斜的笑意 眼桌子诡异的转动着 好了 这几个人 是因为自己罪孽深重 假扮道士骗人 所以当众自财了 黄小龙 无所谓的笑了 无所谓的笑 水下的人不寒而里 这是闹出人命来了 该如何处理啊 但你要说报警抓黄小龙 也没法抓呀 毕竟他根本就没动手 那几名道士是自己磕头 把脑僵声声磕出来的 黄小龙把手机拿出来 看了看时间 十点了 还有一个多小时 到底要不要我出手呢 叔母 您就相信我一次吧 水域急得直跺脚 太太一咬牙 先前多有得罪 有劳小师父您了 这太太并不知啥子 她能看出来 几名道士刺杀 和黄小龙有关系 而黄小龙也的确是有大本事的人 黄小龙二话不说 台步就朝别墅里走去 夏营跟在身旁 水下的一大群人也连忙跟上 二楼一间屋子里 发出宛如厉鬼一般的嚎叫声 我要死了 我不想死 快杀了我 我受不了了 不不不 我要杀死你们 水下的人应该 都要死 水下的人都是禽手 都是畜生 看来水域的堂哥已经神志迷糊 欲无伦子了 从浙江屋子里 飘散出来一种腐烂恶臭的气息 众人欲偶 黄小龙不动身子的台步走了进去 屋里开着灯 一名三十许岁的男子被死死捆绑在床上 用麻绳把全身上下都捆了 他像是野兽一般疯狂的挣扎着 麻绳都勒进了肉里 一片血肉模糊 只见他身上的皮肤已经大面积的腐烂了 那恶心的泛黄浓水 像是不要钱的自来水一样 不停的往外涌着 甚至在身体的某些部位 还滥穿了 像是被钻出来的一些洞孔 往外飙息 他的五官扭曲 猙獰 恍惚的眼神中 时而充满了恶毒和诅咒 死死盯着黄小龙 我要吃了你 我要吃了你 哈哈哈哈 我要咬碎你 一道道肉眼可见的黑色怨气 从男子身上溢散了出来 嚷得整个房间都极为阴了 小龙 我 我堂哥怎么样了 能救吗 水玉强忍着恶心 哭着问道 跟进来的几名白大管医生 都是连连摇头 心说 人都腐烂成这样子了 全身每一个毛孔都在流浓 这都能救活 除非是神仙 蛊虫已经入骨了 在啃食他的骨血 黄小龙微微醋眉 主要是施救的时间太晚了 现在的情况 他的生机 五脏六腑 都遭到了巨大的腐蚀 哪怕给他解了毒咒 消灭了毒虫 那他也顶多只有五年的时间可活 而且还会变成一个废人 顿了一下 黄小龙对着那太太道 能救活 但是顶多四十岁就会死掉 刚才你们对我态度不太友善 所以 要我出手 现在是十亿 十亿换五年寿命 救不救 一句话 这 这 那太太眼神闪烁 几秒钟之后 咬牙倒 行 人死不如赖活着 十亿 旷五年寿远 值了 小师父请出手吧 那好 黄小龙心想 这一波也不亏 他从随身分布包包里 取出了一张面邪符 现在我要把他体内的鬼虫逼出来 等会儿的场面有点重口味 胆子小的给我出去 话音一落 屋子里的人一个都没有出去 黄小龙笑了想 哼 行 你们胆子都挺大的 那你们就亲眼见识一下 完全发育成熟的鬼虫吧 说完 黄小龙随手一抛 灭邪符像是长了眼睛一样 直接贴在了那人的额头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贴在水域堂哥额头上的灭邪符 骤然自然 化为一道金光 没入他的身体内部 哼 嘶嘶嘶 他全身青烟直茂 整个人不停地打摆子 壮弱癫心 五官猙獰扭曲 眼珠子都快瞪爆 飞出来砸人似的 小龙 水域紧张不已 下一秒 啊 水域堂哥将嘴巴张至极大 仿若能够塞进一只拳头 发出高分贝的吼笑声 一下子屋里就有好几个女群 被吓得退了出去 从水域堂哥嘴里 攥住了一只蠕动的蛆虫 大约能有半米长 肥胖肥胖的 通体白色 头部却是长了一张阴残残的人脸 人脸有常人拳头大小 头发飞扬 眼睛里飙阴性 满嘴尖牙 鸡牙齿缝里 还有一些碎肉 血淋淋的 人脸的表情 很是阴质 争宁暴女 比电影里的异形 还要恐怖 发出尖锐刺耳的叫声 而且注意看 还长了一对 近乎透明的翅膀 疯狂的 房间里的人 除了黄小龙和夏英 这个鼓舞松师 其他人尽数下滩了 也真真地吓尿了 一个个滩坐在地上 全身筛糠式的抖动 连叫都叫不出声 接下来扑吃扑吃扑吃 从水域堂哥的嘴里 不停地吐出鬼虫 一连吐了十几条出来 这才罢休 满屋子的鬼虫 智空拍打了翅膀 吐目惊心 完全成熟的鬼谷虫 居然这么大一条啊 黄小龙笑了笑 下一秒 咻咻咻 十几条粗大的鬼虫 竟然朝黄小龙飞扑了上来 张开大嘴就要咬 这一幕比任何一部恐怖片还要恐怖 小龙小心 夏鹰眼疾手快 又掌一抬 一道真气 隔空打了出去 踢在空中 一只鬼虫身体上 碰的一下就爆开了 一大片粘稠恶心的淡绿色液体 飞溅夏鹰 黄小龙笑了一下 将夏鹰拉入怀中 往后一退 躲了开去 从鬼虫体内爆出来的粘稠液体 溅落在地板上 吃吃吃 烟雾窜起 地板被腐蚀掉了一大片 健壮 夏鹰失魂落魄 刚才要不是黄小龙 将他拉开 恐怕他的身体 都是腐烂一大片 惨不忍睹 说是时那时快 黄小龙一道掌心雷 打了出去 半空中 雷光如蜘蛛网一般 蔓延了开去 将飞过来的十几只鬼虫 裹入 一阵噼里啪啦的爆炸声 道道金光 如龙蛇游走 轻刻之间 鬼虫尽数的灰飞烟灭 好了 搞定了 黄小龙对着满屋子 下软的人笑了笑 然后走到水域堂哥床边 夏鹰又羞又喜的 从黄小龙怀中 轻轻的睁了开来 床上 缠绕在水域堂哥身上的怨气 已经尽数消弭 他的皮肤停止的腐烂 脸上那痛苦猙獰之色 逐渐的缓和下来 不过 身体上 还是有些坑坑巴巴 以及不少 被洞穿的窝口 黄小龙 从随身帆布包包里 取出了一张止血符 一张止痛符 还有一张净水符 尽数都烧掉了 一道道的金光 在水域堂哥身上萦绕着 有理而外的冲刷 滋养着他的伤体 悬身伤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着 结巴 恶臭的浓水 也被冲刷干净 甚至不再有痛感 就在这时 别墅内午夜零点的钟声叫响 水域堂哥不但没有死 而且还眯封着眼睛 有气无力的痛 好舒服呀 真的好舒服呀 堂哥 堂哥没死 堂哥过了三十五岁生日 贵州 贵州 贵州被破除了 水域发出惊喜的尖叫声 屋子里的所有人都涌起了一种 劫后余声的感觉 感谢 小师傅 感谢您 一大群女眷 直接给荒小龙跪了下去 满面流泪 他们不但感激 更是震撼 缠绕水家族人的诅咒 已经延续了两百年 无人客气 三十五岁生日当天惨死 似乎已经是水家族人的宿命 可今天宿命被打破了 水家族人逆天改命了 现在你们可以把他送到医院里去治疗 我说过了 至少可以活五年 如果治疗得到 或许可以多活那么一两年吧 说不定主拐杖还能走路 黄小龙笑道 我会给你们一个账号 快点安排转账吧 十亿 一分钱都不能少 是是 小师傅 绝对不会少了您一分钱 马上安排转账 马上安排 那太太连声说道 小师傅 请您到书房一须 有 有钥匙与您商议 黄小龙心说 有大声一扎门了 装潢惊涯 精致的书房 上好的香名奉上 黄小龙翘着个二郎腿 坐在石木书桌后 夏英陪在他身边 坐在对面的是水域 水域堂哥的母亲 还有水域堂哥的几个老婆 太太 老板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 老花开车送老板去医院了 一名保姆满脸势然地走进来禀报道 那几位磕头自杀的道长 也已经送去的殡仪馆 大夫人会去协调这件事 嗯 你退下去吧 太太挥了挥手 没有我的允许 谁也不准进来打扰 是 太太 保姆退了出去 惊手惊脚地关了门 小师傅 您真是手段通天呀 原来 所谓的诅咒 就是 就是那种可怕的虫子 那太太 毕恭毕敬了道 多少年了 不知道请了多少名医 道长 大师 都束手无策 小师傅 您确实 那个 废话就不用多说了 黄小龙 打了个哈气 想要我 帮你们水家 彻底破掉诅咒 从此 一劳永逸 安枕无忧吗 是是 小师傅 刚才我已经打电话联系过 我们水家的许多高层了 他们都激动得难以自食 如果不是怕鲁莽 冲撞了小师傅 他们此刻已经赶来给小师傅 您请安道谢了呀 那太太小心翼翼的道 大家伙的意思是 是想请小师傅您出手 需要人 或者钱 小师傅您一句话安排下来就行 我们水家在山上 也还算有些根基 小师傅 您要人的话 几百好人 是随笑随到的 那太太热切道 还有 咱们水家的族人 还劳烦小师傅您 一一地解开读咒啊 你们水家的人 太多了 一个个的节奏 得累死我 黄小龙老神在在的道 只要把那只超过两百年份的 树鬼消灭掉 那缠绕你们水家的诅咒 就会不攻自破 超过两百年份的老鬼 至少也是清朝的鬼 估摸着有可能是紫衣立鬼 又精通 养骨巫术 这可是个大伙 我不需要谁帮手 对付这种邪恶 普通人 去再多 也是个此字 那 那小师傅 您是准备一个人 单枪匹马的 那太太一脸崇拜地 看着黄小龙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黄小龙笑道 那啥 干掉那只老鬼 水家的家产 分一半给我吗 是是 祖宗幼令 若能破解这个诅咒 家产分一半 那太太连连点头 水家在山上 已经发家了几百年 虽然不是十大古武世家 那种巨无法 但世代经商 也积累了不知道多少财富 用一句富可敌国来形容 丝毫不为过 山省为一省之地 相比较之下 滨海只是一事 因此 水家的现金流 加上不动产 各种投资 股票 海外资产 尽数综合起来 其财富 恐怕是滨海四大家族的总和 甚至拥有过之 现在 黄小龙要砍一半 这一刀砍下去 黄小龙 恐怕便能挤身 滑下有数的 顶级富豪了 但水家心甘情愿 只要能够破掉 那个邪恶的诅咒 从此之后 水家后人 就不用夭折了 对于家族的发展 也更加有力 如果族人 统统活不过三十五岁 那么 水家终有一天 会灭绝的 啊 今天我有点困了 明天晚上 我会去对付那只老鬼的 黄小龙 打了个哈气 那 那我们就不打扰 小师傅您了 那太太带着女眷们离开 永远会给小师傅您 安排住处的 最后 书房里 便只剩下黄小龙 夏英 水域 小龙 那只老鬼 究竟隐藏在什么地方啊 夏英忍不住 好奇地问他 水域 也是一脸好奇地 看着黄小龙 一般来说 这种诅咒啊 应该是针对水家的 祖坟阴宅 黄小龙 思考了一下笑的 对了 小玉啊 你们水家的祖坟 一般是埋在什么地方啊 啊 这个呀 水域回答的 小龙 我们水家在东安市的郊区 有一个很大的庄园 那里就是水家的祖地 根据族谱记载 早在明清时期 我们水家就是当地的大豪 一大家子人 住在庄园里 些人去世后 也是埋葬在庄园之中 到了现在 庄园几乎不住人了 就一些守灵人 然后定期请人 休息维护 每一年清明 全族都会去庄园里 祭拜先祖 哦 我明白了 黄小龙点了点头 吓应祈祷 小龙 你的意思是说 那只诅咒水家的老鬼 就是躲在水家的祖屋里 对了 小龙 据说那个庄园 也曾经发生过几起 闹鬼事件 我们水家 还专门请了道长 和大师去做法事 念经超度 水域眼中浮现出了一抹荆棘之色 难道 难道那害人的厉鬼 这么多年了 一直就躲藏在庄园里 一直 把我们蒙在鼓里吗 说完 水域忍不住机灵灵 打了个寒阵 总而言之呢 我明天晚上 会去你们水家的祖屋瞧瞧 但愿 那只老鬼就在那里 否则 我还得多花点力气 嘿嘿 明晚会有一场大战呢 黄小龙 双眸之中 竟有战役在争腾 一直有可能是 紫衣厉鬼的树轨 将黄小龙的战役 彻底引爆了 好了 你先回屋休息吧 黄小龙 朝水域挥了挥手 水域站起来的 小龙 你也赶紧 回房间休息吧 今天你辛苦了 顿了一下 水域对夏应当 英姐 今晚我们住一间屋 夏应正要打垮 黄小龙却道 小玉啊 你先回屋 夏应还欠我一些东西 啊 小龙 我 我欠你什么啊 夏应 一点迷茫 黄小龙 顶着他那性感 风郁的红唇 没有说话 夏应 顿时反应过来 之前他亲口 答应了黄小龙 只要黄小龙 替水域解开了毒肘 他就让黄小龙亲一下 小玉 你 你先回房间等我 我 我稍后就好 夏应 面红过耳 心跳如露桩 哦 水域盯了黄小龙一眼 又看了夏应一眼 然后 退出书房 小龙 我 我 我还没被男人亲过 我 我有点紧张 夏应 有些手足无所 黄小龙 邪笑了一下 没先过最好 初吻归我了 说完 搂住夏应的小蛮腰 照着他鲜艳的红唇 就痛吻了下去 十分钟之后 夏应 才一脸朝红的 从书房里跑出来 眼睛里水媚水媚的 艳光刺涉 心里又是甜蜜 又是莫名的刺激 不过 舌头倒是有些发麻 黄小龙 像是一只吃了蜜糖的熊 乐滋滋的 去了水家 给他安排的房间 洗澡 睡觉 第二天一大早 水下的族人 就陆陆续续 从山省 甚至外省 干到了这边 别墅外面 停满了各种顶级豪舍 夏应亲自 将早餐 送到了黄小龙 房间里 想到昨晚与黄小龙的暧昧 夏应这黄华大闺女 不有点 扭腻 不好意思 小龙 吃早餐吧 水下的重要族人 都已经到了 正在外面大厅 和厅宴中 等着呢 夏应道 来这么多人干嘛 黄小龙有些无语 吃过早饭 黄小龙和夏应 一起下了楼 楼下 不少衣冠 除除 一看就是社会上游人士的男男女女 齐聚一堂 年龄都不超过三十五岁 水渔和那太太正在作陪 一看黄小龙下楼 这些人都齐齐站了起来 大叫道 恩人 水渔走过来低声道 小龙 这些都是我们水家当代 能够说得上话的人 掌控着家族各种重要的争议 也 也都是遭到了诅咒 火不过三十五岁的 请恩人 替我们解咒 一群人 异口同声地倒 眼睛里面 满满都是狂喜的表情 我说过了 一个个的解咒 是很麻烦的 今晚 我会去找 诅咒你们水家的那只老鬼 把他干掉 你们就都没事了 黄小龙 一点的不耐烦道 那 那好 那就有劳恩人了 一名三十岁最后的男子 连忙说道 恩人 我们也不能让您只身犯险 所以呢 这次 这次 我们也是专程 聘请了一个国内的佣兵团 协助恩人您 消灭那只害人的鬼物 事实上 水家的人 也是不太放心黄小龙 或者说 有些怀疑黄小龙的能力 毕竟黄小龙太年轻了 面对的又是一只年份很老的厉鬼 不一定能够搞定 万一黄小龙有个闪失 水家就完蛋了 因此 他们下了很大的本钱 紧急联系的国内一支顶级佣兵团 接住黄小龙战斗 今晚 这支佣兵团 全员两百多人 便会潜入东安市 都是身经百战的战士 刀头上填写的亡命图 佣兵团 呵呵 那随便你们了 黄小龙 耸了耸肩 我不保证任何人的生命安全 花钱请人去送死 这又是何必呢 闲话不表 爷 水家派了一名下人 开车送黄小龙去郊外的大庄园 也就是水家祖 夏英非要跟着黄小龙一起去 黄小龙也没劝阻 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 终于前方出现一个 衣衫泵水的大庄园 冷月之下 这庄园静悄悄的 笼罩着一层慈禁 黄小龙双瞳收缩 宛如阵亡 在他的视线中 庄园内阴气滔天 浮浮沉沉 会有点腥风血雨的味道 整个庄园就好像是笼罩在 一层迷蒙雾气之中 若隐若现 嗯 黄小龙点了点头 小龙 你 你发现什么了 夏英忍不住问道 创院里有很多孤魂野鬼聚集 还有不少厉鬼 仿佛是被一股强大的怨念支配着 控制着 如果不出意外 那是超过两百年份的老鬼 他的老巢就在这里了 黄小龙轻松的笑了笑 然后活动了一下心骨 今晚有的玩咯 夏英却是忍不住 鸡鸣鸣鸣打了个寒阵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水家的这个夏人 将车开到山庄外的一片草坪中 熄了火 小师傅 您 您这要进去吗 夏英问道 山庄里还有一些守灵人吗 是 有几个守灵人 住在山庄里 平时便是照看着水家仙人们的灵位 夏人回答道 好了 你先回去吧 黄小龙拉开车门跳了下去 夏英紧跟在他身旁 山庄的气氛很是渗人 夏英胆子虽大 却也半步也不敢离开黄小龙 那夏人刚刚把车开走 忽然车头灯大辆 嗡嗡嗡的发动机声音 此起彼伏 不多时 足足数十辆越野车 皮卡车 开到黄小龙和夏英身旁 停了下来 刹那间 吹口哨的声音 骂娘的声音 将这片趋劲性的区域 变得喧哗 闹砸了起来 一个个身穿迷彩服 体型彪悍 眼神凌厉的壮汉 从车上跳了下来 他们打开后备箱 只见后备箱里 堆满了各种锋利的灵 刀具 电棍之类的 一名身高接近两米的壮汉 头上缠了一条红布 大大咧咧的 朝黄小龙走了过来 脸上有着掩饰不住的 计消讽刺之意 呵呵呵 你好啊 壮汉走到黄小龙身前 笑了笑 岩石拥兵团团长 你叫我岩石就好了 今天呢 兄弟们过来的很匆忙 枪械和炸炭都带不过来 所以只准备着一些冷兵器 不过应该也够用了 顿了一下 壮汉炎石 不见得到 水老板说 要听你的命令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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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放肆地大笑了起来 不少佣兵团的士兵 也是随时发出嘲弄的大笑声 就是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还要我们听他的 搞错没有啊 他能干嘛呀 我们拿枪杀人的时候 恐怕他还在吃奶吧 还指挥我们 笑死我了 不要这么搞笑好不好 你看看他 身上有几两肉啊 我一拳就能打断他的鼻梁骨 让他哭鼻子了 呵呵呵呵 这些佣兵都是粗人 满嘴三化 素质并不高 夏英就要发作 黄小龙递了个眼色给他 让他不要冲动 黄小龙就好像是 看一堆死物一般 看着这些雇佣兵 淡笑了一下 这里呢 就是水家的祖屋了 现在我给你们一个忠告 如果不想死的话 最好就留在这里 不要进去 当然 如果你们真要进去 也不用听我的指挥 我们两不相干吧 你的意思是大路朝天 各走半边 行 痛快 我们岩石佣兵团 还真没有听人指挥的习惯 岩石嘲讽地笑了笑 你也不用吓唬我们 咱们这帮兄弟 什么场面没见过 水老板说这里有鬼 我去 呵呵呵 鬼也怕狠人 咱们这帮兄弟就算是撞见了鬼 鬼也得躲着咱们走 怕个乱啊 那随便咯 黄小龙不再去理睬这批左子的雇佣兵 他伸手将夏英的小手给握住了 夏英笑脸一红 心中却无半点拒绝之意 只记得从黄小龙掌心传过来那暖洋洋的阳刚之戏 驱散了他心头的惧怕 面对这神秘诡异的山庄 夏英竟自生出一种隐匿的情怀 跟紧我 黄小龙低声大 那些家伙没有一个能活着走出庄园 这么恐怖啊 夏英骇人 呵呵 你等会儿就知道了 黄小龙嘲弄的笑了笑 后面 傭兵们打开强光手电筒 齐齐的进入庄园 手中或是握着断肠刀 或是东洋武士刀 或是匕首 或是电棍 或是电击枪 庄园内 这庄园可真是太大了 占地不知道多少亩 建筑物 尽数都是明代末期的风格 以砖墙为主 自然年代久远 但水家财力雄厚 常年为虎休息 倒是让他这些建筑 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原汁原味 祠堂 庭院 依稀可见的假山迟早 梁亭 无一不在彰显着 当初的水家曾经有过 极为辉煌的历史 当然了 现代的水家也是不弱的 哈哈哈哈 没想到 水家在古代 就是大地属资本家呀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点值钱的古董 在团长岩石身旁跟着几名新妇 一边警惕着东张西望 一边说着一些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话 一个个子略微有些瘦小 宛如猴子一般的家伙 凑到岩石耳边说道 团长 那小子身边的女人可真是顶级美女 不然 我们 说着 瘦小男子眼中露出一抹贪婪的胸光 不要乱来 岩石醋了醋眉 那女人身上有一种很危险的嬉戏 是一只母老虎 我好惹 山庄内 阴气浮沉滚滚 孤魂野鬼到处都是 只不过没有显出鬼形 除了黄小龙之外 其他人通通看不见他们 黄小龙为了避免打扫惊蛇 将鬼差的气息收敛了起来 也没有去理睬那些野鬼 阴魂们一群一群聚拢了过来 在旁边窃窃私语 痴痴笑着 鬼眼里面尽是贪婪的表情 不少的阴魂都窜到那些雇佣兵身旁 姐姐的笑着 好久没吃人肉了 嘿嘿嘿 这么多人 这次可真是有口福了呢 雇佣兵们散开 对着个庄园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兄弟们仔细找 发现了所谓的什么鬼 什么腰块僵尸啥的 给老子灭了 岩石撤开散门大叫声 忽然 团长 前面有火光 一名雇佣兵身手一指 果然在前方的一栋建筑物后面 窜起熊熊火光 我去瞧瞧 岩石舔了舔嘴唇 从腰间拔出了一把匕首 坐嘴吹得成口哨 兄弟们准备干活了 小龙 好像有人 夏英心中意紧 应该是水家留在这里的守灵人 这个庄园里出了鬼戏 哪还有人味啊 走吧 过去瞧瞧 黄小龙笑了笑 拉着夏英 就朝那边散发火光之地走去 绕过一栋建筑物 前面出现了一片平坦宽大的开过地 荒草气气 风一吹就发出沙沙沙的声音 听上去十分阴森鬼 就好像是万千魔鬼在拍着手上 只见在一块空地上 好几个男人正夹起一口锅 似乎在烹饪食物 一缕缕奇异的香气 从沸水蒸腾的锅中窜了出来 那几名男人 脸色阴语 五官有些扭曲 眼神之中 尽是变态贪婪之意 月光之下 只见他们的脸上脖子上 有着一些石斑 哟 有客人来了 来的人还不少呢 稀客稀客 一名男人转过头来 木然的看着拥兵团的人 你们是谁啊 岩石宁笑了一下 听说这庄园里有鬼 你们瞧见鬼了吗 鬼 几名烹饪食物的男子 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 旋即发出咯咯咯的笑声 这笑声 沙哑 就好像是巨子在聚目呢 莫名的 拥兵团的人 包括那团长岩石 双脚都朝后面挪了半毛 既然有客人来 那就请客人先吃吧 一名主食的男子 拿出一个大锅 一把勺子 深勺子 在汤锤里搅拌了几下 然后捞出了一团 圆绿绿的东西 呵呵呵 客人先吃 来趁热吃 挺香的 说着 还吞咽了一口口水 满脸垂涎玉地的馋嘴表情 众人借着手电筒的光一看 只见 勺子里盛着的 竟是一个人头 人头的五官已经被煮得稀了 嘴巴张开 露出满嘴 白森森的牙齿 头发上面尽是稀稀利利的汤水 我去 岩石神经绷紧 干掉这几个家伙 干掉他们 十几名雇佣兵手持武器扑了上去 岩石佣兵团的每一名成员 都是神经百战的铁血战士 虽然眼下的情况极为惊悚 但他们很快就平复了情绪 十几名雇佣兵 肌肉绷紧 全身满里凝聚 如猎豹一般 朝那几个烹饪人头的家伙 护了上去 杀了你 封锐的刀刃 直直刺入那几个家伙的身体 快 准 狠 一击毙命 哼 团长岩石 不懈地冷横一声 不过 那几个家伙被刺中了部位 竟然没有血液流出 他们竟是丝毫没有痛感 面容扭曲 表情贪婪 邪恶的可怕 下一秒 那几个家伙 竟是直接抱住了身边的雇佣兵 张开血盆大嘴 不吃一口 便是生生地咬在了他们的脖梗之声 不吃不吃不吃 可怕的吸吻声 讲起 那几个家伙 竟然在西云活人的静起 被咬中的孤英兵全身触电一般地抽出起来 蹦发出杀鸡屠珠一般的惨叫声音 他们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干枯 仿佛经济神都被吸走了 人也是瞬间苍老 面部的皮肤都开始松滑 起得褶重 出现老人般 此情此情 不可谓不恐怖 小龙 这是 瞎鹰惊了一下 哦 这几个守灵人早就死了 被厉鬼附身 现在这些鬼屋在吸阳气了 你看他们吸得多么爽 黄小龙笑了笑说道 尽刻之间 九几名雇佣兵被吸干了阳气 变成干尸 随手抛在地上 岩石惊害欲死 他一生参加过许多战斗 面对过不同的敌人 可今晚的遭遇 还真是毕生头一回遇到 一种深邃的冷意 开始侵略了他 全身每一个细胞 杀了他们 岩石手中的鼻手 闪电一般投了出去 扑一下 扎在一名守灵人的额头之上 直墨制品 可那守灵人却是抬起鬼影 阴侧侧侧的盯着岩石 喉咙中发出尖力的咆响 浓浓的阴气在